万切天尊第五十六到一百一十章,贵求订阅 第五十六章 唯公楚家宝 身无彩蝶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 紫霄声歪歪扭扭的快步挤走,带起一道紫色残影,宛如闪电闯入了盖山书院 十几名身披重甲的满荒大汉立声呵斥,手中八面剑狠辣无比的从四面八方向紫霄声当头劈下 紫霄声声周一片厚重的紫气弥漫,虚空骤然他说,十几名蝗荒大汉手中剑,身上甲皱同时崩溃粉碎,就连他们内衬的粗麻布衣都炸成了无数碎片 十几条大汉光溜溜的东倒西歪,一头撞在了一起,宛如一堆儿肉山倒在了地上 美,美得很啊,这句子,怎么就这么美呢 还有那曲子,下,真是胡说八道,白蟒江鱼行的档头也好,大玉寺的小密探头子也好,这曲子,怎么就好似要钻进人的心里去 这曲子,是鱼档头,是密探头子能学来的 紫霄声茫然的瞪大眼睛,问着头像迎秀儿下令安置绿姑的小楼冲去 四面八方无数的蟒荒战士涌了出来,起码三百具杀娇弩同时锁定了他的身形 就听一声帮子响,哗哗哗奴屎如雨,从四周向他斩射了过来 紫气弥漫,绕着紫霄声急速旋转,他身体四周的空间怪异的塌缩,扭曲,以极高的频率剧烈的震荡着 一股极其可怕的距离从紫气中爆发,纯钢锻造的奴屎纷纷粉碎,就好像面粉制成的饼干一样榨成了最细小的粉末 好一个梁柱,好一曲化蝶,呀,怎么能有这么美的故事 紫霄声闷头向前挤走,一边走一边唧哩咕噜的说道,怎能想到如此美妙之事 生前不能同床共枕,死后一缕而惊破,也要化为蝴蝶,生生世世的纠缠下去 呀,怎能美得如此惊心动魄 紫霄声眼眶里隐隐有雾气涌出,他仰天长叹道,此情,此区,真正是让人伤魂,伤神 这整个大晋的读书人,任你胡周多少风花雪月的句子,竟然比不过这短短一则故事 更不要说,那些死气沉沉的行尸走肉,下,他们只是活着,又怎可能,怎可能创出这般美丽,动魂之词,之躯 紫霄声的眼珠微微泛红,整个人已经近乎歇斯底里 他的心境宛如一轮明镜,清澈如水,可以视无巨细地倒映外界一切人心念头变化 他心境稳固如万年冰川,任凭事情人心变幻万千,也无法动摇他的心境一丝一毫 楚天的故事却好似一道开天辟地的混沌神雷,炸碎了他宛如明镜的心境,融化了他心中的万年冰川 化为滚滚潮水奔涌肆虐,令得他无数的念头,无数的情绪翻滚奔涌,让他整个人犹如蜂魔,做出来的事情完全不受自己掌控 凉住,凉住 一颗黑色金球悬浮在头顶,伤云连带着十几位身穿黑色长袍的莽荒族老从美雪精神楼中闯了出来,见到横冲直撞,数百杀娇弩都无法阻挡的紫消声,伤云不由的高声惊呼,天品 天师 不是 天君 不是,这么年轻的天尊 黑色金球上无数细细的电芒喷出,伤云双手一挥,他的食指突然变成了淡淡的紫色半透明,每一根手指中都好似充满了沸腾的电浆 一张雷电明成的大网从伤云手中喷出,当头像紫消声罩了下来 还请天尊留步 伤云和十几位莽荒族老齐声大吼 天尊 下,好霸道的名字,你们知道什么样的力量,才配得上天尊这个头衔吗? 紫消声双眸一翻,两行细细的青泪流出,他一手抓住了伤云放出的电网 雷电明成的电网奔腾跳动,雷电本未有形无智之物,只是一道狂放的能量 紫消声那宛如美玉雕成的手掌却拥有一种无法形容的瑰丽魔力 他一把抓住了电网,整个电网就好似钢铁胶筑的食物一样凝固了,被他一把抓在了手中 手一抖,电网剧烈的晃动,带着伤云一起飞了起来 紫消声随手一丢,电网爆发出刺耳的轰鸣声,拖着伤云狼狈的飞出去了数十丈远,一头栽倒在地半天爬不起来 电网猛的碎裂开,贴着地面向四周乱打乱剑,就看到无数蟒荒大汉浑身抽搐着,电光在他们身上急速跳动,起码有三五百大汉被电的浑身麻痹,一头栽倒在地 迎秀儿在大群甲式的簇拥下从美雪精神楼中走了出来,换了一身衣衫,显得精神了许多的周刘云阴沉着脸,正站在他身边 猛不丁的见到紫消声犹如直入无人之境的闯了进来,周刘云不由的面色狂喜 子兄!周刘云想要叫紫消声救他,将他从这极度尴尬,极度不利的境地中救出来 他一声子兄刚出口,他身后的一名书院侍女手中长剑一顶,剑剑在他的后腰上轻轻一次,一缕鲜血就流淌了下来 周刘云苦笑,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紫消声看都不看他一眼,竟直朝着一旁的一栋小楼去了 四个书院侍女手持力剑,正挡在小楼的门前,见到紫消声,四女同时怒喝退后 紫消声猛的停下了脚步,他直勾勾的盯着四个书院侍女看了许久,终于摇头探到,如此凶狠霸道的女人,和梁柱相比,真正是 也没看清他如何动手,只是紫色影子一闪,四女手中长剑绷解,身不由己的向后飞起,紫消声已经擦着他们的身体掠过,一头闯进了小楼中 绿姑静静的站在小楼窗前,原本他正在向外张望紫消声闯入书院,和大群蟒荒战士交手,直到紫消声闯进了小楼,他这才转过身来,静静的看着紫消声 绿姑,楚天的秦义,不是你传授的吧? 紫消声站在绿姑面前,眼泪长流的微笑着,向他作衣行了一礼 不等绿姑开口回答,紫消声又摇了摇头,罢了,说话多费事啊 我自己找吧 眸子里一抹迷离的幽光闪过,紫消声轻声笑道,绿姑,你是什么时候遇到楚天的? 绿姑不解紫消声的问题是什么用意 但是紫消声这么一问,他自然而然的就想到了过去的那些事情 你本名杜清末,大晋杜氏唯一的血脉了喝 真够惨的,杜氏世代代为大御寺效力,也就是为大晋效力,十八年前被扣上了造反的罪名,家中难盯丧尽 你始至复仇,并要查清十八年前的冤案真相,为你杜氏洗刷罪名 这案子的关键,就是十八年前,在江奎府底上被杀的大御寺巡查判官杜宇 你的兄长 哦,你兄长的任务,是负责押送一元要饭返回大晋京城 那要饭也一并被杀,惹怒了要饭师门白鹿书院 书院山主联合其他几大书院联手,这才给杜氏扣上了扇杀大臣,图谋不轨的罪名 哎呀,这些事情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你和楚天的关系 嗯,洪姑是你兄长未过门的妻子 望门寡门这不是 十年前,你和洪姑带了几个忠心耿耿的老家臣,来到明州调查十八年前的案子真相 那时候你才十六岁呀绿姑,现在你二十六了,再不嫁就是老姑娘了 可可,老姑娘什么的不重要 你在明州动用大御寺的力量开设善堂,搜罗民间孤儿,将他们培养成大御寺的密探,逐年渗透盖州,调查当年之事 真是有够不容易的 让我看看,楚天在你们手上学了些什么 嗯,刺探消息,杀人放火,也教他们读书十字 只是最简单的读书十字 楚天一直没接触乐器 哦,到了盖州后,每次去向洪姑汇报情报,会偶尔弹几下琴 这也没道理,他,他,那琴艺可不弱,偶尔弹几下,怎能奏出那等琴音 难不成,这小子还是天才 眸子里幽光一脸,紫霄生很是失望的看着浑身僵硬的绿姑轻声自语,没什么不一样啊,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密探头子 突然,紫霄生一巴掌拍在了自己的额头上,他嬉笑道,我真是糊涂了,管他这故事从哪里来的,总之,这是一个好故事,这曲子,是好曲子 深沉的看了绿姑一眼,紫霄生风风火火的转身就走,吓,他要问储邪的什么事来着 赶紧找到那小子,不然还说我赖账呢,我子,是赖账的人吗 紫霄生冲出了小楼,绿姑身体微微一抖,这才从某种无法言喻的空白境界中回复 刚刚紫霄生站在他面前的时候,绿姑只觉整个人从身体到灵魂都一片空白,他无法感知任何东西,无法有任何念头生出,有一种可怕的力量侵入他的身体和灵魂,让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好似被清水狠狠的洗刷了一遍 我这是,绿姑骇然看着闯出小楼的紫霄生 但是他脑子里微微一眩晕,刚才的那种可怕的感觉,还有关于那种可怕感觉的一切记忆瞬间消失了 绿姑就记得紫霄生风风火火的闯入了小楼,问了他一句关于秦义的问题,然后还不等他回答,又匆匆的冲了出去 这人,颇有古怪 绿姑皱着眉头看着又一次打得外面满荒战士人阳马帆的紫霄生,轻声的自言自语,得让人赶紧查查 大劲可有一个是家是姓子的吗 紫霄生来去如风,一进一出的功夫,上千强悍骁勇的满荒战士被他打翻在地,虽然都不是什么要命的伤势,也多有人扭伤了脚踝,或者手腕脱臼,或者肩膀关节被打掉了 上千人躺在地上哼哼,一个个怒骂连天,紫霄生早就去得远了,也听不到他们的咒骂声 迎秀儿眼睁睁的看着风风火火的紫霄生闯进闯出,一对儿迷离的妙眸死死的盯着紫霄生高挑其长的背影,突然开口问周刘云,周学士,这位紫衣公子,你和他很熟吗 周刘云恼怒紫霄生没有对水深火热的他加以援手,很是恶意的冷笑道,紫公子和我乃是以文会友,在大庆京城结交的文友 紫公子乃顶级的富贵风流人物,无论人品,才学,都是世上顶尖的人物 微微一顿,周刘云看着迎秀儿笑道,和迎少主,正是良配 迎秀儿眯起了眼睛不说话,站在迎秀儿身边的数十名身披重假的青年则是齐声怒声喝骂,一个个好似被人动了心肝肉一样,更有人面红耳赤的看着周刘云,一副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的架势 过了好一会儿,灰头灰脸的伤云等一众满荒祖老灰溜溜的来到迎秀儿面前,愁眉苦脸的向迎秀儿作衣行礼,少主,臣等无能,无法留下那紫衣少年,还请少主降罪 诸位祖老辛苦,那紫衣公子实力惊人,留不住他,情有可原 他也不是我族对头,倒也,倒也不用和他闹僵了关系 迎秀儿轻轻笑道,道士周学士,你们的调兵信行可准备好了吗? 若是再犹豫不决,可就不要怪我落手了 周刘云的身体一僵,脸色极其难看的看着迎秀儿 迎秀儿目不转睛的看着周刘云,缓缓的说道,你们如今都落入了我手中,若是听话,你们活,不听话,你们死 还请周学士一定要相信,把周学士做成肉酱喂狗,这种事情,我族当中会有很多人愿意去做,而且做得又快又好 周刘云长叹了一声,他转过身去,向着美雪精神楼内的一众人等说出一番话来 盖州城南门外,三十二家豪族的司军营的还是乱糟糟的,还没从阿狗,阿雀造成的混乱中恢复过来 突然一对骑着斑斓大豹子的满荒战士从开启的南门中闯了出来,快速的来到了他们营地面前 箭矢破空,带着一份份信函稳稳的钉在了营房的大门上 这些骑着斑斓大豹子的满荒战士一声呼哨,顺着关道就往盖州城的商货码头奔去 一刻钟后,这些满荒战士将两份信函用箭矢送到了明州、芒州的护送船队上 两支船队上一片混乱,过了大概半战查时间,明州、盖州的战船同时靠岸,分别有数千铁甲精锐火急火辽的冲下战船 满荒战士的头领和明州、芒州的军队将领见面,双方短暂的交流了几句后 伴随着一阵难听的谩骂声,三支队伍汇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走向盖州城 河流后的队伍路过了三十二家豪门的大营,又是一阵轻微的混乱后 三十二家豪门的私兵队伍垂头丧气的,也跟在了明州、芒州的军队后面 大队人马绕过盖州城,一路浩浩荡荡向楚家宝的方向驶去 第五十七章暗兵不动 紫萧生赖帐跑了,楚天气急站在林子里骂了好一阵子,突然沉没了下来 透过密林枝叶之间的缝隙,看着蔚蓝色的天空,楚天轻轻的哼起了化蝶的调子 哼唱了几句,楚天突然嘻嘻一笑,犹如风车一般原地打了十几个跟头,一屁股坐在了老黄狼的背上,吓得正发愣的老黄狼浑身一哆嗦,差点回头啃他一口 哟呼,管他礼 我有鼠爷,我有蝴蝶,还有,那群凶神恶煞的糟老头子 楚天快活的用力向天空挥出了两拳,拳风震荡空气,将大片之鸭打得纷纷坠落 我还有我的兄弟,我的,红颜之己,似乎没有 不过,红姑,绿姑可以充数 好吧,我还有我的红颜之己 楚天笑着一家大腿,老黄狼飞快的窜了出去 我本来就是一个小人物嘛,只求太太平平的过日子 基姆弟,一小院,一头老牛,一个美妻是极好的,七八个美妾是可以有的,再有三五亿两黄金的身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盖山,这日子美滋滋啊,美滋滋 忙完了绿姑的事情,找个空子结他一笔横财,哼哼 俺开开心心过日子去 风声雨声读书声,别来烦我,家世国是天下事,关我屁事 楚天呲牙咧嘴的笑着,笑得很怪异,笑得很邪恶,笑得更是很调皮 说实在的,我们的楚当头,他真正是一个极其容易满足的人,他的人生理想,真的是太微薄了 老黄狼吐着舌头在密林中快速穿梭,远处隐隐传来了此起彼伏的狼笑声,老黄狼兴奋的抬起头来,轻轻发出回应的长笑 过了大概一盏茶时间,一头遍体灰毛的大母狼带着七八头半大不大,毛发发黄的狼独自从密林中窜了出来,亲热的贴着老黄狼快步奔跑 鸡头精力充沛的狼独自绕着老黄狼撒着欢,像狗一样的摇摆着尾巴,吐着长舌头在老黄狼身上乱舔 楚天笑看着老黄狼,大母狼,还有这几头狼独自,他笑得极其温和,极其温柔,丝毫不见他杀人如割草时的狠辣,冷力 乖,今天咱爷们高兴,晚上给你们加餐 则,得去弄几头有妖气的大家伙,让你们好好吃一顿 楚天笑得灿烂,一群狼独自似乎听懂了他的话,越发欢快地绕着他奔跑起来 又奔走了一阵子,前方地势逐渐崎岖,山势一路向上,老黄狼为首,一行攀爬上了一座陡峭的山峰,绕过半山腰的几块巨石,顺着一条一手南宫的山谷穿梭了一阵,前方一阵狼笑声传来 大咧咧傻笑的阿狗和一脸郁闷的阿雀带着近百条飙行大汉快不迎了出来 天哥 阿狗,阿雀,一众大汉纷纷向楚天插手行礼 阿狗,你这蠢狗头 楚天弯下腰,抓起地上一根木棒,狠狠地冲着阿狗的脑袋来了一下,木棒棒的一下粉碎,在阿狗的脑门上炸成了无数碎片 嘿嘿 阿狗憨憨地笑着,知道我笨,还打脑袋,越打越蠢吗 纯点纯点,也没区别了 楚天美好气地看着阿狗,能自己跑掉,非要被人抓起来打一顿 怎么,这次人家是威胁要剁掉你的手脚,还是要砍掉你的脑袋,你才发力跑的 他们要废了我 阿狗老老实实地对楚天说道,天哥不是说吗,这是保命的宝贝,而且胡乱使用了,被吕姑知道了不好交代来历吗 被那些砸碎打两顿不痛不痒的,他们爱打就打,俺舍不得用理 阿狗拍了拍左肩,几根鼻顶的黑毛正处在那儿 楚天又看向了阿雀,凑到阿雀面前深深地嗅了嗅,一股精纯,浓郁的风云气息扑面而来,楚天向阿雀点了点头,也动用了 阿雀一脸郁闷地指了指阿狗,他背上千人围着呢,只顾杀得快活,哪里还记得要跑路逃命呢 没办法,丢了一堆炸雷出去,炸死炸伤了数百人,这才让他跑了出来 耸耸肩膀,阿雀向远处依稀可见的黑色烟柱指了指,天歌,盖州城,怎样了 楚天丢下阿狗的这件事情,转过身看向了盖州城的方向,怕是有大麻烦了 不管怎么样,让规划的土人在城内闹事,让利刑,肉刑,柴刑的人一并乱了起来,城内的帮派全都趁火打劫,导致城内良民伤损惨重 司马追风这次,彻底栽了 丧土师弟,嘿嘿,这个罪名足够他背一辈子的 楚天若有所思的看着黑烟笼罩下的盖州城方向,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道,但是,阿狗啊,阿雀呀,这是咱们的机会呀 阿狗,阿雀同时愣了愣,阿雀很坦诚的说道,天歌,我脑子没你聪明,这些蠢货就不提了 你说的机会,是什么? 楚天若有所思的单手拖住了下巴,用力的点了点头,司马追风弄丢了盖州城,这可是一周的州城,这等事情,在大晋有多少年没发生过了 若是我们大御寺能够抢在大晋朝廷反应过来,抢先收回城池,这份功劳,足够绿姑升官多少级的 绿姑啊 阿雀嗷了一声 顺便,现在的盖州城这么乱,金银珠宝满地都是 那些作乱的家伙打架解舍了这么多大富人家 楚天双眼发光的转过头来,向阿狗和阿雀认真的问道,还记得蝴蝶说过的话吗? 要怎么样发财最快? 黑吃黑呀 阿狗的眼珠一下子就亮了,亮得让人无法直视 他浑身的肌肉犹如烘烤中的面团一样快速膨胀着,一根根青筋极素从皮肤下隆起,一股野性的气息向四周扩散 隐得山谷内的大群野狼齐齐放声长啸 黑吃黑呀 鼠爷喜欢哪 一道荧光闪过,鼠爷轻盈地落在了楚天的肩膀上,他星红色的小眼睛里闪耀着可怕的胸光,鼠爷这几年可没白忙活,虽然楚家宝进不去,但是盖州城内其他的大户人家,谁家有什么值钱的宝贝,谁家的地窖,密库在哪里,可都被鼠爷摸清了 发财,发财吗? 司马追风倒霉,我们发财,这是最合情合理不过的了 鼠爷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两颗白生生的大牙好生的炫目 此刻司马追风正狼狈的躲避迎风的追杀 一道惨力的剑伤从司马追风的左肩斜斜滑下,滑过他的胸膛和腹部,直到他的右腿内侧 伤口身有一寸许,差点将司马追风来了个开膛破度 如果不是司马追风贴身穿了一件金丝软甲,能够有效的抵挡力气劈砍,这一剑已经将它劈成了两段 饶是司马追风穿了一件贴身的金丝软甲,普通的力气根本无法伤损软甲分毫 面对迎风手中满荒遗族用古琴秘法锻造的八面剑,软甲依旧被一剑劈开,司马追风同样被中创 鲜血淋漓,伤口剧痛难忍,每迈出一步,伤口内的隔膜就剧烈的抽搐一下,五脏六腑都好像要冲破隔膜,窜出体外 司马追风已经服下了好几颗恶质内部出血的丹药,在伤口上涂抹了一层极好的金疮药,这一剑带给他的杀伤力太大,他只是勉强能维持着伤口不再恶化 周身火光熊熊,司马追风浑身是血,犹如一颗大火球从盖州城的一座座高楼之上掠过,他脚尖倾点高楼的屋顶,身形一晃就是数十丈远,所过之处烟火冲天,司马追风已经无法自如控制自身五元散发出的高温,好些小楼都被他引燃了 迎风身披重甲,犹如一头蛮牛在地上狂奔 他的身法不如司马追风,但是他奔跑的速度极快,一切挡在他面前的房屋,墙壁,都被他随手一箭破开 他所过之处乌与倒塌,墙壁粉碎,有倒霉的盖州城帮派分子,还有那些趁乱打劫的城湖射鼠不小心挡在了迎风面前,同样被他一箭斩杀 嘎嘎凝笑不断,迎风朝着前方急速顿逃的司马追风立声喝道,木马太守,逃什么? 你的小妾,你的小妾帮你生的几个孩儿,都在我的手里,你真忍心丢下他们不管 真个论实力,迎风是不如司马追风的 刚刚司马追风手下的护卫被迎风带来的规划土人斩杀一空,但是司马追风却是压着迎风一顿暴打,打得迎风大口吐血不断败退 眼看司马追风就能击杀迎风的时候,一队满荒移民押送着司马追风在盖州新那的那几房小妾,还有那几个小妾为他生的几个孩儿过来了 明晃晃的刀剑,都已经架在了他们的脖梗上 司马追风一时间心境大乱,迎风顺势抱起,一剑将司马追风重伤 司马追风倒也果觉得很,挨了一剑后转身就走,丝毫不畏身后哭喊声震天的小妾和孩儿们停留 听到迎风挑衅的话语,司马追风不由的节节怪笑,区区妾氏,死则死矣,某在京城老宅中,妾氏数量尽百,区区几个小妾算什么 那些妾氏所生的数子,下,我司马追风,岂会为几个数子而犯险 仙金之子不做垂堂,只要无今日安然脱身,无论你们凌迟了他们,还是火烧了他们,未来无千倍,百倍的报复回来就是 满荒大山中移民部落无数,图你百个部落,总能抵掉他们的性命 司马追风咬牙切齿的笑着,心头却好似在滴血 那些小妾他真没放在心上,百来两百银就能买下一个的妾氏,纵然有几分颜色,不过是玩物罢了 真正让他心痛的,是其中一个妾氏为他生的一个数子 那小子年纪虽小,但是天生的百卖俱通,是极佳的武道苗子,更兼天资聪颖,五岁不到的年纪,已经能辨十三千多文字,就连深奥难懂的古传字,他也学会了四百多个 司马追风有心让他取代自己留在大晋京城的,那个只知道吃喝嫖赌的不成汽笛长子 若是他被迎风的人给斩杀了,司马追风发誓,他一定会动用司马氏的全部力量,狠狠的报复回来 迎风听到司马追风冷漠无情的话,不由的骂了一句,咬着牙大踏步,闷着头继续追杀 渐渐的,有其他一些身披重甲,实力和迎风相当的大汉从四周围了上来,他们大声呼喝着,配合迎风对司马追风围追堵,想要将他困在盖州城中 司马追风毕竟是盖州太守,若是能生擒司马追风,对这些莽荒遗族而言可就太有价值了 司马追风咬着牙,他猛的咬破舌尖,重重的大吼了一声云来 呼呼火光奔涌,司马追风脚下的靴子突然烧成了灰烬,大片方圆三丈的火云缠绕着司马追风的双腿,将他猛的拖了起来 司马追风的身体骤然飞上了五百丈高空,荡起一道弧线向城外坠落 飞云之术 木马太守居然还是一位秘术师 迎风等人呆了呆,越发加急的朝着司马追风逃跑的方向追去 司马追风居然还是一个强大的秘术师,那么他就更有价值了 以迎风为首,十几名重甲大汉带着上百名惊悍的土人撒腿狂奔,追着司马追风逃跑的方向冲出了盖州城北门,一路向着他坠落的方向追去 司马追风的飞云秘术让他一口气冲出城外十几里,重伤之后动用秘术,司马追风亮相着落在地上,差点没一头栽倒在地,嘴里更是一口血喷了出来,五脏六腑就好似被滚油烹煮难受无比 嘶,嘶,几声马嘶声传来,司马追风猛的抬头,他愕然瞪大了眼睛 就在他前方百多帐外,一片密林在望,大队身披铁甲的骑兵正排着整齐的队伍侧旗从林中行出,在这些骑兵的身后,是大片大片身披皮甲的精锐不促 十几面军旗迎风飘舞,旗字正中是血淋淋的一个例字 风雨就重关的守江,有大开关之称的杂号将军立将军带着他的下属,应司马追风之请及时的赶到了 一条人影急速的冲了过来,老巫头手忙脚乱的冲到了司马追风面前,一把抱住了他,老爷,老爷,这是,这是出什么事了 呼的一声,一股干硬,冰冷的煞气袭来,大开关立将军跳下坐骑,一个跨步冲出上百丈远 犹如一根旗杆稳稳地处在了司马追风身边 生得惊悍无比,锥子脸上尽是很辣冷漠之色的丽将军看着浑身是血的司马追风愕然道 太守大人,盖州城出什么事了?需要末将带兵弹压吗? 说到弹压两字,丽将军的脸上不由地浮现出了一丝极其是血的凶狠表情 司马追风喘了一口气,他沉思了一阵,突然笑了,不急,不急,按兵不动 我记得附近有个能屯兵的山谷,赶紧带着你的部下藏起来 事已至此,我要看着周刘云,处邪他们如何收场 第五十八章疯狂的矿奴 呼哈,呼哈,呼哈 吼声如雷,直冲云霄,经得方圆百里山林骚动,无数鸟兽乱飞跟走 烟尘喧天,大地震荡,惨烈的煞气凝成云团,煞气中隐隐有沙震真行涌现 高达千丈的悬崖犹如刀切,光滑如镜,楚天一行人站在悬崖边缘,眺望着数十里外的楚家宝 悬崖上寸草不生,黑漆漆的山石在阳光照耀下没有丝毫光芒闪烁,暗沉沉的让人心计 悬崖下是一望无边的浓密黑松林,无数被战吼声惊动的飞鸟在密林上空盘旋,发出让人心烦意乱的叫声 数十里外,密林的边缘,在西北山岭的山坡下,绵延十几里的楚家宝犹如一头怪兽匍匐在地 在楚家宝的南方,一片坡度缓和的丘陵地带上,大队大队的人马大声嘶吼着,扛着各色各样的工程器械缓慢的向楚家宝行进着 左右两翼,使成群结队的规划土人以及蟒荒战士,他们远远的坠在后面,更多的充当着都战队的角色 在中间位置,宽达十里的战线上,大近三十二家豪族的司军士气低落的向楚家宝缓步逼近 两架木制的望楼车轮滚滚,缓慢的向楚家宝行进 两座望楼的顶部,脸色狼狈的朱节和墨宇分别站在望楼上的小平台中,浑身依旧贪软无力的他们被身边的蟒荒战士挟持着,四面八方的人都能清楚的看到他们扭曲的面孔 由不得两人的脸色不难看,迎秀儿身边的蟒荒祖佬,为了不让两位太守大人给他们添乱,居然在他们的裤裆中塞了好几条蟒荒深山中最恶毒的毒蛇 持续长,浑身滑腻腻冰冷冷的毒蛇在大腿根部慢悠悠的爬来爬去,和两位太守大人的身体要害亲密接触的感觉,若不是碍于身份,朱节和墨宇早就哭出来了 命根子被这些歹毒的爬虫咬上一口,就算及时服下解药,他们作为男人的某种功能也会彻底丧失吧 朱节和墨宇泪光连连的看着天空,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他们怎么会沦落到如此境地 护送两人前来盖州的民州,芒州的州兵同样士气低落,他们混在三十二家豪族的私兵队伍中,排成了松散的散兵线,东西拉开了十里宽的战线,前后绵延数里长,慢悠悠的有气无力的向楚家宝行进 朱节,墨宇的心腹将领气急败坏的在这些州兵身后疯狂咆哮,用皮鞭狠狠的鞭榻这些毫无战意的州兵 这些将领的荣华富贵尽在两位太守大人身上,他们可不敢让两位太守出半点而差错 盈秀儿对他们说了,只要攻下楚家宝,屠灭了楚氏的所有人,就可以让朱节,墨宇安全离开 这些民州,芒州的将领虽然不怎么相信盈秀儿的话,但是他们能有什么办法呢? 大军行动缓慢,尤其是这些混编的,毫无战意士气的军队,更是一个时辰都走不出两里地 楚天一行人站在悬崖顶部眺望的时候,眼看着混编大军距离楚家宝还有七八里地,四面八方突然有大对惊悍的队伍呼啸而来 其中有十几只身披软甲,徒步奔走的士族大声喊着耗子,犹如一道道旋风,快速来到了楚家宝城门口 楚家宝的大门敞开,这十几只总人数超过五万的士族迅速的进了城 另外四肢骑着快马,手持弯弓,总数超过五千的骑兵则是往来奔走,和混编的大军保持了百丈左右的距离,弯弓速速往来奔射,大片剑雨撒下,打得混编大军的前锋一个万人队狼狈不堪 剑雨肆虐,前锋李氏,肇事两家豪门私兵组成的万人队被射杀了三五百人,射伤了千多人后,士气全无的他们一声呐喊转身就走,八九千人犹如受惊的野猪一样奔逃,当即将后面的几只队伍冲得稀烂 左右两翼形如都战队的满荒战士发出哑哑长笑声,一队骑着斑斓大豹子的骑兵呼啸而来,手中八面重剑呼啸挥舞,在混乱的溃兵中卷起了大片血雾 人头滚滚,惨豪连连,更有力是,肇事的下层军官带着麾下士卒或者跪地求饶,或者赋予顽抗 散兵线中人阳马帆乱成了一团 处世的四只骑兵顺势冲杀,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他们有两只骑兵左右掩护,剑雨不断落下,其他两只骑兵拔出狭长弯曲的马刀,快若旋风的卷过了最后面的两只千人队 只是一个交错,两千多颗人头被锋利狭长的马刀劈下,大片血雾生腾,好大一片丘陵被驳梗中喷出的热血染得通红一片 混编的军队阵型越发混乱,骑着斑斓大豹子的满荒战士疯狂砍杀,一时半会也无法制止大队人马的乱举 若是李正,赵行这些豪门管事在场也就罢了,以他们的身份,威望,足以震慑这些私兵 奈何楚天机杀了十几个豪门管事,有两家豪门的管事被他杀了个干净,根本找不出负责的人,这两家豪门的私兵队伍算是彻底散了鸭子 其他的豪门管事都被营秀而扣押着,负责统侠这些私军的,只是各大豪门的私军将领 奈何这些豪门私兵还不是真正的军队,那些私军将领在私兵心中的地位并不高,反而是平日里给他们发薪水,给好处的管事们更有威严 兵无士气,将领无能,三十二家豪门的私军队伍看上去浩浩荡荡,实则战斗力已经趋近于零 混乱中,民州,芒州的州兵在自家校尉的呵斥声中冲杀了出去,他们也没有和两只冲杀的楚氏骑兵硬碰,只是远远的用弓箭射住了阵脚 一通乱箭打下,两只楚氏私兵留下了数十名中箭坠马的战士,一路呼哨着远去 悬崖顶部,楚天稳稳的蹲在一块形如秃旧的大石顶,嘴里叼着一根长草鸡巢的冷笑着 听绿姑说,大晋的那些王公贵族这些年是越发的风流豪奢,整日里就知道清唐欢宴,可是越来越无能的 今日一见,果然如此 这些蠢货,他们把开辟一个新州当做什么? 他们以为,十万蟒荒是随便派一群乌合之众过来,就能轻松征服,轻松建立一个新的州制的吗? 十万蟒荒,是会吃人的 随便乱来,是要死人的 楚天用力的将嘴里的长草吐了出去,他看着数十里外乱糟糟的战场,冷笑道,好得很,让他们先耗点力气,等白天他们打得差不多了,夜里才是我们出手的机会 楚天的眼睛里有一层灰色的幽光荡漾,眉心神窍中的石灯灯火突然一亮 这么多豪门司兵,这么多蟒荒战士 他们白天攻打楚家宝,定然会损耗极大部分的体力和精神 到了夜里,他们定然是倒头就睡 对修炼大梦神典的楚天来说,他们毫无反抗之力,是最好的种入梦种的对象 昨天夜里,他只是在楚家宝的上千人魂田中种下了梦种,他的法力修为都增加了这么多 若是能够将眼前这么多人全部种下梦种 楚天轻轻的笑着,扭头看向了烟火冲天的盖州城 盖州城,已经落入了满荒遗族手中,城内一片混乱,似乎营秀儿并没有派人维护治安 乱吧,乱吧,越乱越好,等盖州城被那些满荒遗族遭见得差不多了 如果楚天能够带着麦下的兄弟们收回盖州城,这才能显出他们的手段,显出他们的功劳 咱们,只是密探,可不是行军打仗的军队喝 这动辄几万人的大场面,我可不能让兄弟们白白冒险送死 楚天回头看了看站在身后的百多条精悍汉子 这些杀胚,可都是和楚天一起从大御寺的擅堂中受训活下来的兄弟,这些年折损了一些,楚天不想他们轻易的折损了 正琢磨眼前这一片乱局的时候,楚天突然看到正西方向的山林中秒却腾空惊起,树林动摇,烟尘冲天,隔着数十里距离,他都隐隐听到了疯狂的嚎叫声 楚氏的四只骑兵缓缓向远处退却,并没有进城 作为机动力极强的骑兵,若是进城死守,那才真是犯傻 这五千余人的骑兵留在楚家堡外,对城外的混编大军就是一个极大的威胁,犹如顶在他们后腰的匕首,随时能给敌人致命一击 上千名骑着斑斓大豹子的满荒战士奔驰而出,想要追上撤退中的楚氏骑兵 但是他们一个不谨慎,这些满荒战士跑得距离楚家堡稍微近了一些,距离城墙不到百丈的距离,楚家堡的城墙上一声帮子响,数百架纯金属结构的重弩突然翻出,伴随着可怕的弓弦弹动声,数千犹如小枪杆的弩屎飞出,覆盖在了这些斑斓大豹子骑兵身上 两百多满荒战士被长有八尺的纯钢弩屎死死的钉在了地上 好些满荒战士生机顽强,被弩屎穿透了小腹,大腿,胸膛,却一时不死 他们极力的挣扎嘶吼,怒吼声,痛呼声让后方坐镇指挥进攻的满荒族老门气得破口大骂 追杀楚氏骑兵的满荒战士急忙调转做起返回本队,再也不愿意靠近楚家堡半步 他们有三十二家豪门的私兵做炮灰,他们有明州,芒州的护卫队伍做炮灰,他们还抓住了三州这么多的头面人物 这些人家族所属的护卫,私兵都会成为他们的炮灰 用这些炮灰冲击楚家堡就够了,他们何必用自己族人去送死 战场上留下了两三千具尸体,偌大的战场一时间平静了下来 两千多名骑着斑斓大豹子的骑兵突然从满荒本阵中冲出,一路呼哨着向西方那树林摇动,烟尘喧天的方向冲去 他们冲刺的速度极快,一刻钟后,楚天就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身影 混编大军开始在楚家堡南方安营扎寨,挖掘壕沟,布置大营 楚天站了起来,静静的看着西方那片山林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日头一寸一寸的偏向西方 当金色的日光逐渐变得晕红,太阳只有半张面孔挂在西边山头上的时候 晚霞漫天,血光如水洒遍了整个大地 两千多莽荒骑士欢天喜地的笑着,一路吹着尖锐的口哨声回转 在他们身后,是密密麻麻一大片,犹如黑色潮水一样的人流 这些人一个个衣不遮体,更有好多人直接就是光着身体,拎着各色古怪的工具跟着大队狂奔 隔着老远的距离,楚天都能感受到这一望无边的人群上空散发出的滔天怨气 这是,楚氏的矿奴 站在楚天所在的大石下面,同样眯着眼向远处眺望的阿雀突然说道 阿雀拥有一类血脉,他的一对儿眼睛视力惊人 隔着数十里距离,天气晴朗,空气无尘的情况下,楚天只能看到楚家宝南方丘陵地带的大致动静 但是阿雀却能清楚地看到那片战场上的好些细节 在天气状况最理想的情况下,阿雀甚至能看清战场上那些战士大致的动作,分辨出他们模糊的五官 所以虽然黄昏光线暗淡,阿雀依旧能看出那些人是楚氏矿场的矿奴 衣不蔽体,骨兽如柴,好些人兽的就和骷髅鬼一样,这些人都是楚氏的矿奴 他们手中的那些金属工具,就是他们挖矿的器具 阿雀还看到了,好些矿奴的腰间,用草绳挂着一颗颗血肉模糊的人头 楚家宝遇袭,楚邪下令撤回最近那些矿场的矿场护卫回访楚家宝 但是他忽略了那些矿场的矿奴平日里饱受折磨,那可是一座要命的火山 楚天缓缓说道,现在,火山爆了,这些矿奴,应该是楚氏在西边山里最大的那座含铁矿的矿奴吧 被那些矿奴挂在腰间的脑袋,想必就是楚氏留守矿场的那些倒霉护卫和矿场总管了 嘶吼声震天,隔着数十里地都能清晰听到 楚天看到有一队人马从马荒本镇中迎向了这些矿奴 双方不知道说了什么,但是没两句话的功夫,那些矿奴就犹如蜂魔一样鼓噪怒吼着,呼啸着向楚家宝冲了过去 黑压压起码有十万矿奴在冲锋 他们衣不蔽体,骨瘦如柴,身上毫无假皱,手中更只有锄头,铁锹等简陋的工具 面对城防森严的楚家宝,疯狂的矿奴们毫无畏惧地冲了上去,他们嘶声咒骂着,问候着楚氏的十八代仙祖,浩浩荡荡地冲到了楚氏的护城河旁 疯狂的矿奴们毫不犹豫地跳下了水流湍急的护城河,竭力地向城墙游去 又是一声帮子响,楚家宝的墙头上,无数的弓箭手站了起来 他们面无表情地看着下方疯狂的,一望无边的矿奴,拉开手中强弓,黑压压的箭与倾泻而下 大片大片的矿奴被箭矢射穿了身体,他们枯瘦的身体根本挡不住强弓射出的箭矢,一只箭矢轻轻松能射穿他们三四个人的身体才会耗尽了所有的力量 护城河瞬间成了血色,矿奴们却毫无畏惧地,继续向楚家宝的城墙冲去 一波波剑雨不断落下,数千名幸运的矿奴已经扑到了城墙下,攀上了护城河的河堤 第五十九章十万迷梦 人命如草芥,热血如泉水 楚家宝的护城河血浪翻滚,无数瘦小的身躯在浪头上翻滚 幻仰在护城河中的凶猛石肉鱼疯狂地跳起来,大口大口地撕扯着被箭矢击杀的矿奴血肉 矿奴们不知畏惧,舍生忘死地继续冲突 他们冲到了城墙下,站在了城墙下宽只有六尺的巡防走道上 他们仍叠仁地搭起了人梯,晃晃悠悠地向城头攀爬了上去 楚家宝的城墙上,突然有数千块城砖挪开,露出了下面碗口大小的方洞 一根根锋利的短枪被击阔推动着,不断地从方洞中刺出 大片大片的矿奴被刺穿了身体,惨嚎着从人梯上摔落 城墙上两名处士供奉在大队重甲步促的簇拥下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一名供奉手一挥,护城河中树十道水缸粗细的水龙冲天而起 迅速在他头顶凝成了一片方圆三亩大小的水坡 另外一名供奉长啸一声,他张开嘴,一道火龙从他嘴里喷出 化为一道刺目的火光融入了水坡 碧波荡漾的水坡中火光翻滚,弱大的水坡在短短一盏茶的时间内被烧得沸腾翻滚 控制水龙的处事供奉手掌一番,弱大的水坡从城墙上狠狠地倒卷而下 沸腾的开水烫得城墙下数千矿奴皮开肉战 数千矿奴藏嚎着被开水冲进了护城河,大量肉食性大鱼一拥而上 更有一些藏于深水中的大鳄之类的凶物冲了上来 这些矿奴在护城河中翻了几下,就迅速沉底不见了身影 满荒遗族的本阵中传来了悠长的号角声 数十名骑着斑斓大豹子的战士快速冲向了城墙 挥动着双臂大声地呼嚎着 还在护城河边准备渡河的数万矿奴不依不饶地再次发动了一波进攻 再次被城头上的弓箭手射杀了数千人后 他们这才缓慢地向后退却 在后退的过程中,城墙上的两个处事供奉再次联手 一片沸腾的开水从高空落下 当场烫死了数百矿奴 有数千矿奴被开水烫得皮开肉绽 一个个血肉模糊的狼狈撤了回去 这些矿奴和楚氏,有深仇血恨啊 楚天蹲在大石上,用力地摇了摇头 楚氏倒是不吃窝边草 这些矿奴,大半都是莽荒不足的子民 还有很多是明州,芒州的刑商,利夫,杂义,流民 阿雀叹了一口气,就我们这三年探查出来的 每年楚氏那么多的矿场中,暴毙的,被打死的矿奴数以十万计 这愁,伸着呢 楚天黑着脸看着楚家宝的方向 除了阿雀所说的那些矿奴来源 楚氏的矿场中更多的矿奴,是盖州、明州、芒州配军营的次配士族 盖州、明州、芒州地处十万莽荒包围之内 是大晋最偏远、最贫瘠的州制 故而大晋各州府四成左右的罪犯,都会被次配到三州之地数边 楚氏势大,勾结三州配军营的统领,花费不多的钱财 每年都从三州配军营中弄出数量庞大的次配罪犯丢进矿场做矿奴 这些被次配的罪犯动辄有交好的朋友 或者是亲卷不远万里来三州探视 经常有人一路寻访到楚氏的矿场 这些人也大多被升勤活捉后贬为矿奴 这些年楚氏夜路走得多,经常碰到鬼 平日里楚氏司军汗勇,还能弹压得住 今日联军攻城,楚氏调集矿场的护卫返回楚家堡驻守 这些矿奴即刻造反,一群恶鬼逃了出来 自然第一时间找楚氏报复 伴随着凄厉的哭喊声,咒骂声 数万穷凶极恶的矿奴入住了联军大营 日头已经落下西山,山头的晚霞也已经模糊暗淡 夜幕笼罩大地,联军大营内篝火点点 一道道吹烟冲起来老高 号角声悠远不绝 楚家堡的城墙头挂上了惨绿色的灯笼 看似暗淡的灯光却照亮了城外树立之地 就连一只飞虫飞过 都在这斜翼的绿色灯光中留下了清晰可见的光焰痕迹 盖州城的方向 大队大队的利夫 杂意喊着耗子 押送着一辆辆满载的大车向联军大营方向行来 盖州的梁仓被打开了 堆积如山的梁草不断送进大营 有了盖州城做后勤基地 营秀而麾下的遗族大军就算在这里屯扎三五年 也不用担心粮草不济 夜色逐渐浓郁 到了夜间 又有几条火龙行进了联军大营 盈州而派出了精悍的人手突袭处世的各处矿场 数十个大型矿场的矿奴被解救了出来 这些矿场距离楚家堡路途遥远 但是跋涉了几个时辰 络溢的也有较劲的矿场中的矿奴赶来了加入联军 联军大营的规模又扩张了好大一块 闹腾了许久 大营内终于安静了下来 楚家堡方向寂静无声 只有惨绿色的灯笼在风中摇曳 一股阴郁之气让人心头质问的难受 阿狗 阿雀和楚天麾下一众壮汉已经休息了 鼠爷站在一块大石上警惕的看着四周 楚天盘坐在大石和山体之间的一条缝隙中 再次运起了大梦神典 一道道极细的 寻常人无法感知的幽风从楚天体内涌出 贴着地面向四周流动 蜷缩在草窝中熟睡的阿狗 阿雀还有上百大汉同时哆嗦了一下 下意识的蜷缩起身体 楚天方圆百丈内鸭雀无声 楚开鼠爷依旧精神抖擞 其他所有的小生物全部陷入了最深的熟睡中 楚天闭上了眼睛 他朦胧犹如雾气凝成的灵魂向外狠狠一窜 一道道幽风卷住了他的灵魂 他从身体内走了出来 通体轻快的绕着四周急速行走了一阵 四周的草丛轻微的摇晃着 鼠爷尾巴尖尖点在地上 尾巴鼻挺的撑起了他的身体 他瞪大了眼睛向四周张望着 但是任凭他用尽了所有力气 依旧没能发现任何的不对劲 有点意思 真有点意思 鼠爷咯咯轻笑着 真是鼠爷一把使一把尿养大的娃娃 这才对吗 整天用剑砍人 血滋滋的多难看 秘书啊 秘书啊 秘书才是 鼠爷突然愣在了那里 秘书才是什么的基础来着 秘书才是通往什么的路径 爷 这一块儿记不起来了 真个老糊涂了吗 可是我才多年轻啊 被楚家的那个老小子 也就是天歌儿的时代先祖 捡到鼠爷的时候 鼠爷那时候才多大呀 鼠爷今年多大了 呃 怎么记得稀里糊涂的 鼠爷轻轻的摇摆着尾巴 兴兴然的趴在了石头上 呆呆的翻着眼睛看着天空的圆月 幽风卷着楚天的灵魂 用一种可怕的高速在联军大营内忙碌着 一如楚天白天里琢磨的那样 那些矿奴身体白天长途奔波后 又在楚家堡城墙下耗尽了体力 好些矿奴甚至没有吃晚饭 刚刚进到大营就累倒在地 一个个昏昏沉沉的睡了过去 在楚室的矿场中 这些矿奴备受折磨 他们的身体亏好的厉害 灵魂也衰弱至极 正因为肉体亏好 灵魂衰弱 他们的灵魂波动比起正常人更加的剧烈 他们熟睡后噩梦不断 灵魂引动的天地灵髓的数量比普通人更浓郁了数倍 这些天地灵髓没有一丝半点存留在他们体内 全都随着他们过分剧烈的灵魂波动又回归了天地 天地灵髓犹如一柄柄小刀 在这些矿奴的身体内穿梭而过的时候 还带走了他们本来就不多的一丝丝精气 所以这些矿奴越是亏号 就噩梦越多 越是噩梦的多 他们的身体就越发的虚弱 前后几波赶到联军大营的矿奴们 他们的身体已经陷入了极度危险的复循环中 楚天接连闯入他们的梦境 亏是他们的身体情况 这些矿奴当中好些人的身体已经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如果不是有向楚氏复仇这个执念支撑着 这些矿奴早就一蹬腿呜呼哀哉了 楚天忙碌的进出这些矿奴的梦境 在他们的魂田中不断种下了梦种 根本不需要楚天再为他们营造梦境 这些矿奴的梦境清一色都是噩梦 他们梦到矿洞坍塌 梦到自己被楚氏的护卫砍杀 梦到楚氏的护卫驱赶恶犬撕扯他们的身体 梦到楚氏的护卫肆意的鞭挞他们 灵虐他们 有数万矿奴在睡梦中 他们的身体还在不断的静暖抽搐 他们的灵魂波动剧烈的让楚天都为之震惊 浓郁的天地灵髓随着他们的灵魂波动翻滚而来 不断营造出形形色色变化多端的噩梦梦境 随后梦境崩塌 这些天地灵髓又从他们体内不断流逝 带走他们身体内不多的一丝丝精气 梦种植入了这些矿奴的魂田 灵魂的剧烈波动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所有的灵魂波动以及吸纳而来的天地灵髓都被梦种掌控 一丝丝天地灵髓开始在这些矿奴的身体内沉淀下来 逐渐和他们的血肉融为一体 那些在梦中都静暖抽搐的身体逐渐的舒缓下来 唯有他们急速旋转的眼珠 还有他们不断抽搐的面孔 证明他们的梦并不是太赏心悦目 可不能合则而鱼 楚天感受着一丝丝天地灵髓在这些矿奴体内悄然沉淀 不由的笑了起来 若是任凭这些矿奴每天夜里噩梦连连 他们迟早会经血匮乏而死 有了楚天的梦种掌控 梦种只吸收他们的噩梦带来的九成天地灵髓 剩下的一成天地灵髓会反馈给这些矿奴 原本这些矿奴每天的噩梦让他们的惊血只出不尽 身体一日日的亏号 溃节 有了梦种调节 他们恐怖的梦境吸纳来的天地灵髓 会有一部分沉淀在他们体内 逐渐的强大他们的精神和血肉 补充他们的血气 只要他们不死在战场上 他们的身体也会逐渐的壮大 复原 大梦神典有莫测玄妙 让修炼者和被植入梦种的人互惠互利 也只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楚天在联军大营中快速奔走 一道细微的幽峰卷过营地 一念洞时 他就已经为数十矿奴植入了梦种 两个时辰后 加上昨天夜里他在楚家堡植入的梦种 他已经为整整一万人植入了梦种 眉心神窍中的石灯光芒大盛 灯中灰蒙蒙宛如雾气的灯油已经蓄满 无数龙头凤尾子路神章从灯斩的灯火上喷出 迅速融入了灯油中 灰茫茫的灯油骤然塌缩 凝炼 原本灰色中一点赤光冲天而起 短短几个呼吸间 灯斩中满满的灰色灯油 已经塌缩到了只有原本的一成左右 色泽泽是从暗淡的灰色变成了赤色 虽然和本体相隔数十里 楚天依旧只觉浑身一震 他犹如暗淡水雾凝成的灵魂骤然清晰了一些 也更加凝固了一些 他的身体四周的幽风也变强了一些 可以越发轻松的卷起地上的灰尘 原本他只能侵入一个人的梦境 然后在他的魂田中植入梦种 此刻灯盏中的灯油发生了奇异的变化后 楚天心头突然生出新的感悟 他悬浮在联军大营上空 双手结印轻轻一挥就有上百个梦种 犹如流星一般从他手中飞出 轻盈的落入躺在帐篷中的矿炉眉心 轻巧的植入他们魂田 一呼一息之间 楚天就能凝成上百梦种 每凝聚一枚梦种 楚天神窍十灯中的赤色法力就会消耗一层 但是上万梦种不断的反馈精纯而强大的力量汇聚回来 十灯中的赤色法力不仅没有消耗 反而一丝一丝缓慢的提升着 大片大片的梦种不断直下 不仅仅是那些远道而来疲乏到了极点的矿炉 那些三十二家豪门的士族 明州 芒州的州兵护卫 还有那些满荒遗族的战士体内 都被楚天植入了梦种 唯有那些满荒遗族的高层 楚天唯恐他们有什么秘法或者秘保护身 在没有弄清自己和他们的实力差距前 楚天远远避开了这些人所在的营地 没有碰触他们分毫 东方露出于赌白的时候 楚天已经在联军大营中部下了十几万枚梦种 每一个呼吸间 楚天都能感受到有一缕缕精纯异常的力量不断流入体内 他能清晰的感受到自己每一个呼吸间都在不断的变强 朝霞逐渐从东边山头涌出时 楚天急匆匆的窜回了自己本体 灵肉相合 他睁开了眼睛 神窍中灯火摇曳 一枚子鹿神章突然乍亮 楚天眉头一挑 欣然笑道 原来如此 脆 一声清喝 已经长高到灯斩六成左右的赤色法力 突然沸腾起来 一缕缕暗红色的流光不断从灯盏中喷出 只留下了越发精纯 越发精亮 同时也在一丝丝不断降低高度的赤色法力 这些暗红色的流光在楚天的掌控下 不断融入他的身体各处 楚天浑身的筋骨 肌肉都有序的蠕动着 缓缓的将这些暗红色的流光吐纳进去 通体热气腾腾 气血沸腾汹涌 楚天只觉浑身精力充沛至极 比一口吞下十颗暴胎丹带给他的力量还要强盛了数倍 联军大营内吹烟升起 两克钟后 隆隆战鼓声响起 大队大队三十二家豪门的司军走出了军营 有气无力的向楚家宝走去 第六十章楚世争宁 大梦神典运无穷玄妙 这个翠自觉 是楚天今日种下十几万梦种后 法力积攒的速度突飞猛进 突然心头灵光一闪感悟得到的秘诀 其一翠炼法力 截取法力精翠 让石灯中积攒的法力变得越发精纯 越发纯净 其二翠炼肉身 法力中分离的这些力量 同样是极浓厚的天地灵水 白白的将其释放回归天地 自然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用翠自觉将其引燃 化为一团熊熊燃烧精血烈焰 自然能翠炼肉身 壮大根基 楚天的血气再沸腾 使真个再沸腾 他皮肤开始裂开 一条条细小的白色裂痕清晰可见 若是用手触摸 可以发现他的体表温度 比刚刚烧开的热水还要略高一等 白色的皮肤裂痕下不断有蒸汽生腾而起 这些蒸汽都是暗血色 充斥着刺鼻的腥臭味 紧接着皮肤裂痕下 开始有暗红色的粘稠枝叶流出 这些枝叶同样腥臭难当 顺着皮肤不断滴落 迅速在地上凝成了一层薄薄的污垢 鼠爷一咕噜的从石头上跳了起来 愕然瞪大逗大的小眼珠子盯着楚天 脱胎换骨 逆转后天 唉 唉 也不对 更像是 更像是天品之上的绝代大妖 用本命妖火点燃自身本命精气 为本族的娃娃淬炼肉身 灌顶传功 这是什么秘术 怎么看上去 居然有着数十种顶级秘术融合一体联合失位的征兆 楚天通体气血沸腾 体内温度还在不断升高 血肉如高 骨髓如浆 他的骨骼 经络都被自身体内的高温烧得软化了 石灯中喷出的暗红色流光不断燃烧着融入五脏六腑 经络关节 他的肉体强度在一分一分的增强 经络更加宽广坚韧 穴道更加宽敞厚重 筋骨也越发的坚固灵透 鼠爷轻哼了一声 他突然一跃而起 身体带起一道荧光 还不等阿狗 阿雀他们苏醒过来 鼠爷尾巴在他们鼻头轻轻一抹 一股淡淡的草药未荡开 连带几个在远处草窝里放哨的大汗 楚天的身体被一层柔和的亮光包裹 这层光芒厚达一寸 宛如水银一样灵动剔透 这是四面八方的天地灵髓被楚天的身体吸引着 宛如万流龟须一样不断向他的身体融入 天地灵髓涌来的速度太快 楚天体内的惊血烈焰没能来得及消化外界的天地灵髓 以至于平日里无形无际的天地灵髓居然凝成了实体 犹如一层流水裹住了楚天 鼠爷上奔下窜的叫了几声 他猛的一张嘴将前两日楚天披在身上隐秘气息的白狐皮吐了出来 一声奇异的咒语喷出 白狐皮突然化为一道白气膨胀开来 茫茫白气扩散开 笼罩了方圆百丈的山林 恰恰将楚天等一行人笼罩在内 隔绝了一切窥视的目光 遮挡住了一切异象 楚天低沉的呼吸着 一呼一吸之间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 但是每次他呼吸时吐纳的天地灵髓却不断增加 他浑身肌肉有序的起伏着宛如水波一样灵动 蕴藏着某种难以言喻的韵味 血色烈焰在他的体内翻滚 石灯的光芒大盛 血色烈焰燃烧天地灵髓 淬炼他的身体 他的骨骼形状 肌肉轮廓 经络分布 脏腑外形 他的身体很多细节都发生着细微的调整 大梦神典宛如最高明的雕刻宗师 血色烈焰将楚天全身软化 一股莫名的力量在塑造楚天的身体 让他的身体朝着某种完美的致敬不断突破 就连楚天的五官轮廓 都在发生着细微的变化 原本楚天只能算是有几分俊朗之气 此刻在这股莫名力量的调整下 他的容貌开始向着俊男的方向转化 鼻头略高一点 鼻梁略挺一点 嘴角略微的拉长一点 嘴唇轮廓略微的棱角鲜明一点 这种调整极其细微 一眼能看出楚天就是楚天 但是仔细看去 所有的细节调整组合在一起 这变化就太大了 这只是面部轮廓的变化 他身体的变化却是更加的天翻地覆 啪的一声 楚天额头上一条白色的裂痕炸开 巴掌大小的一块死皮从他额头上脱落 露出了下面古铜色的光滑皮肤 一块块死皮接连从他身上脱落 一道血色火光从死皮上燃起 大片大片的死皮无声的燃烧着 化为一缕青烟融入了尘风 足足一刻钟后 这一轮脆自觉终于完成了对楚天肉身的锻造 石灯中亮晶晶宛如水银的赤色法力稳定在增展容量三成五分的水准 楚天盘坐在石灯下的灵魂凝结了许多 已经可以清晰的看到他灵魂的五官和手脚 楚天缓缓睁开眼睛 他亮晶晶的瞳孔外缘 一抹赤红色的神光一闪而过 楚天睁开眼时 鼠爷正凑在他面前和他对着眼 猛布丁看到楚天眸子里一闪而过的赤红色神光 鼠爷激灵灵的打了个寒颤 突然有一种浑身气血好似要燃烧起来的古怪错觉 好可怕的秘书 鼠爷在肚子里惊叹了一声 却是越发欢喜的用长长的尾巴拍了拍楚天的面颊 脱胎换骨里 有啥子感觉吗 楚天一跃而起 他用力撕下身上被体内流出的粘稠浆脂弄得污秽不堪的衣衫 光着身体走到了一块足足有卧牛大小的黑色山石前 鼠爷 半年前我们还测过一轮力气 楚天自言自语的说道 阿雀是我们当中身法最灵巧的 却是力气最小的 他一对臂膀 只能举起三千六百斤重物 阿狗身法最缓慢 但是蛮力最大 他一双臂膀 可以举起两万八千斤的巨石 我身法灵动快捷远不如阿雀 浑身力气也不如阿狗 原本我的速度只有阿雀的四成 我双臂的力量则是只有阿狗的三成 我大概能举起八千六百斤的重物 这块山石 加上泥土中的重量 怕不是能有两万斤 楚天双手抓住卧牛石的两个棱角 双臂微微一发力 他并没有感觉到太过于吃力 地面微微一晃 大片泥土裂开 一块足足有四头骨牛大小的山石 被他一把拔了起来 高高举过头顶 一次淬炼 让我的肉身力量 可以举起三万多斤的山石 盘坐在山崖顶部 那块形如突旧的大石上 远远的眺望着楚家宝方向 楚天暗自私存着 好强大 好可怕的秘法 若是这样的淬炼让我多来几次 单凭借肉身力量 我足以对抗天品高手 楚天微微一笑 平日里感觉还有点压手的青椒剑 轻如无物的在他五指指尖翻腾着 只不过 下一次淬炼 就要等到十灯中的法力发生下一次蜕变的时候了 具体是什么情况 还要不断修炼 不断感悟才行 楚天兴奋的一掌向山石拍下 他的手掌边缘一抹剑芒闪过 他的手掌犹如利剑 深深的陷入了坚硬的山石中 难以想象 若是我的肉体力量能有十万斤 二十万斤 甚至是百万斤的话 我一剑刺出 一拳打出 能有多大的威力 楚天摸了摸脖子上那条银色链子 祖传的小枕头已经消失了 但是他依旧挂着这条银色锁链做一个念想 大梦神典果非凡物 这神典中的秘术传承也就罢了 这附带的神通威能都如此不可思议 真正是厉害 真不知道 这传承究竟是谁留下 楚天深吸了一口气 体内五元在经络中欢快的流动起来 此刻楚天三百六十年修为的五元在他的经络中急速穿行 就好像一条小溪流淌在长江黄河的河床中 对他的经络没能造成任何的压力 如今楚天的肉体基础 绝对可以和那些天品的高手相提并论 甚至有有胜知 昏头昏脑的阿狗 阿雀眨巴着眼走了过来 鼠爷在他们身边轻快的蹦跋着 尽情的甩着黑锅 不能怪鼠爷 是你们天哥说你们这两天辛苦了 让你们多睡一会儿养足精神 吓 不就是给你们一人撒了点黑田香咩 有什么大不了的 赶紧的 麻溜的 去弄几头野猪野羊过来 哎哟 你们天哥可不是个能做饭的家伙 鼠爷这还饿着呢 记住了 那猪大肠得洗巴干净点呢 一点儿猪粪都不能留下 上次是谁谁谁那个小王八蛋 那么大一块猪粪留在大肠里 哎呀 这不是坑他属祖宗吗 鼠爷只高气扬的耀武扬威 昏天黑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阿狗 阿雀应了一声 带了十几个大汉 又急忙窜进了丛林里 数十里外 楚家堡南方 三十二家豪门的联军已经在绵绵起伏的丘陵中整理完毕 一个一个小小的千人对前后呼应 就听一声呐喊 以李氏 肇事的司军队伍为先锋 浩浩荡荡的豪门司军犹如黑压压的潮水 向楚家堡发动了进攻 这些豪门司军是周刘云为了开辟新州 建立工业 和三十二家豪门兑换了巨量的利益 这才由那些豪门花费重金送来了盖州 所以他们装备精粮 各色工程器械一应俱全 前锋队伍距离楚家堡的城墙还有两百丈远 还没有进入楚氏守军的弓箭射程 就看到司军队伍身后数十架高有八丈许的投石机猛的弹动了起来 一颗颗人头大小 形如鹅卵 表面雕刻了精细花纹的金属炸雷被投石机高高抛出 在空中画出了一道道完美的弧线 重重砸向了楚家堡的城墙 炸雷飞到了楚家堡城墙上空 还不等这些炸雷落下 大片水波一样的涟漪在炸雷前出现 无数条细细的灰色电光在涟漪中急速闪烁 还不等这些炸雷将内部蕴藏的恐怖威能释放出来 电光已经将炸雷本体打成了一缕缕青烟 偶尔有两颗炸雷还没碰到楚家堡的城防大阵 就被投石机投出的巨大力量引动了内部的击阔 炸雷在距离城墙还有十几丈的地方轰然爆开 烈焰火光席卷方圆数十丈的范围 火光滚滚冲到了楚家堡的城墙上 大片涟漪荡起 所有火光都被涟漪挡在了外面 站在城墙上的楚氏丝钉纹丝不动 就连一丝发丝都没有被卷动 三十二家豪门的统军将领们心头一沉 如此坚固的城防 用血肉支驱攻打 被死伤多少人才能攻破楚家堡 但是他们的管事被人家扣押着 既然管事们下令要攻打楚家堡 那就攻打吧 很有一些豪门司兵将领心头泛着异样的念头 楚氏豪富 若是能打下楚家堡 尽情的纵兵截掠一番 岂不是能卷一大笔钱 带着一些无法对人说的心思 大队豪门司兵冲到了楚家堡的城墙前 让人诧异的是 这一次楚家堡的守军并没有开弓放箭 不仅如此 就听咔咔鸡扩声响起 楚家堡城门前长长的吊桥缓缓缓落下 楚家堡的大门也冉冉开起 狼牙万斤闸也慢慢的拉了起来 这是 楚天猛的站了起来 楚家堡内部出问题了 鼠爷则是剧烈的抽动着鼻子 低声的咕咕着 不对 不对 我闻到了很熟悉的味道 要人命的味道 这门 不能进啊 进去了 会死人的 会死掉很多人 这味道 越来越浓了 是阴谋吗 楚天看了鼠爷一眼 那么 这门 不能进啊 楚天低声的咕咕着 可是三十二家豪门私兵组成的联军只是在城门外略微一犹豫 就见几个私兵统领大声的嘶吼着 用力的挥动着军旗 一队一队身披重甲 手持铁盾的重步兵从各家豪门的私军中调集 三十二家豪门凑齐了上万重甲步兵 浩浩荡荡的向楚家堡的城门冲了过去 宽大的吊桥足以容纳十人并行 重甲步兵排着整齐的队伍一雍而上 顺着吊桥冲过了护城河 大踏步闯到了楚家堡的城门口 只是略微一犹豫 排在最前面的重步兵们就被后面的同伴推搡着冲进了城内 城内没有喊杀声 更不闻弓弦声 也不见烈焰熊熊 更不听到任何击阔 陷阱发动的声响 上万众步兵闯入楚家堡后 楚家堡内鸦雀无声 城头上的守军也都闻丝不动 过了一会儿 就听阁的一声 好似有人吃饱喝足后打了个宝阁 大片残肢断壁浑着血水就好似喷泉一样从楚家堡的城门口喷了出来 大片血水喷出了数百丈远 再次将护城河染红 吊桥冉染拉起 满是鲜血的城门和狼牙万斤闸慢慢放下 门口满是血迹和残肢断壁的楚家堡静静的矗立在那里 纹丝不动 一股莫名的争鸣之气笼罩整个城堡 城外的三十二家豪门的联军浑身僵硬的站在原地 一个个看着鸦雀无声的楚家堡 突然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带头丢下了兵器 大队大队的私兵转身就走 哭天喊得的再次溃败 第六十一章 御敌 突然到来的敌人 那是 魔 鼠爷跳到了楚天的头顶 点起脚跳望楚家堡的方向 一尊 城门巨魔 鼠爷摇摆着尾巴自言自语 哟 真没想到 楚氏居然弄到了这种大家伙 楚家堡的城门 是一尊巨魔 那些私兵 把自己送进了巨魔的嘴里 魔啊 楚天双手抱在胸前 瞇着眼看着远处的楚家堡 或许是因为法力修为骤然跃升了一个等级的关系 楚天的势力得到了一些提升 昨天他还无法看清的一些细节 今天他已经能看得大致清楚 楚家堡的城门前鲜血满地 数千条残破的肢体胡乱洒了一地 朝阳的红光照耀在血水和残肢断壁上 血气生腾犹如火焰 为楚家堡平天争鸣 魔 这是一种不好归类的奇异存在 魔代表的是扭曲 是邪恶 是不尊规则 是扭曲破败 它们的外形齐形怪状 他们的本体可以是一切莫名的东西 一个马桶 可以是魔 一块山石 可以是魔 一株大树 也可以是魔 自然而然的 一座城门 也可以是一尊巨魔 处世的人日常出入楚家堡 这座城门就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城门 但是当有敌人进攻的时候 楚家堡的城门就显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上万铁甲重步兵傻乎乎的自动送上门去 就是将自己的血肉主动送进了巨魔的嘴里 刚才的楚家堡城门 并不通往楚家堡内部 而是通往了巨魔的肠位 上万人被巨魔一口吞下 他大口咀嚼吞咽 这一口血肉吞咽的太多了 大量血水和残肢断壁从他的牙齿缝隙中喷了出来 这才造成了楚家堡城门口血泉喷涌数百丈的可怕景象 魔性莫测 难以掌控 鼠爷伸出前找 轻轻的弹动自己细长的胡须 带着几分回味之色仰天嘀咕道 当年 还是你前七代仙祖的时候 鼠爷帮他收服了一刀 一剑 一抚三尊兵魔 就是依仗着那三尊兵魔 你七代仙祖为楚氏杀开了一片大地盘 巴搭一下嘴 鼠爷悠悠叹道 只不过 到了你前六代仙祖的时候 鼠爷一个不注意 那三个家伙居然反噬其主 鼠爷没辙 只能把他们都给啃碎了吞掉了 滋味还不错 这尊城门巨魔 十八年前的楚氏可没有这么个大家伙 这些年 楚氏的底蕴增加了许多呢 这大家伙 又是谁帮楚氏收服 镇压 让他乖乖卖命镇守城门的呢 鼠爷自言自语的发问 楚天则是站起身来 看着楚家宝卿笑道 是怀王的手笔吗 鼠爷晃了黄尾巴 在楚天的头顶蹦跋了一下 转向了太阳升起的方向 那也是大晋京城所在的方向 难说咯 耶 鼠爷还没去过大晋京城呢 有空咱们去走走 看看 顺便领教一下这位怀王的高招 一缕淫荡的笑容在鼠爷的小脸上荡漾开 他嬉嬉笑着 用力揉搓着两个小爪子 也不知道 怀王的王妃娘娘们 和盖州的大姑娘小媳妇相比 皮肤是否更加嫩滑一些 楚天抬起手 轻轻的弹了一下鼠爷的脑袋 鼠爷 正经 正经 您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 喝 看看这营秀儿该如何出招吧 满荒遗族营氏的少主吗 营氏 若是我没记错的话 前朝古秦的皇族 就是营氏吧 看起来 营氏的血脉也不旺盛吗 鼠爷欢快的摇晃着尾巴 让一个小丫头做少主 则 是他们营氏真的后继没人了 还是这里面有什么别的玄虚呢 楚天不吭声 只是眼睁睁的看着远处 高亢激昂的号角声传来 大队大队骑着斑斓大豹子的蟒荒战士从本阵中冲出 挥动着八面重剑驱赶那些豪门的私兵重新结阵 大概斩杀了千多个溃逃的私兵后 三十二家豪门的私兵又有气无力的聚集了起来 勉强在楚家堡的南方丘陵列下了军阵 东 东 东的战鼓声如雷鸣般响起 大地微微颤抖着 黑松林一片混乱 密林中飞鸟惊起 楚天看到大片大片的参天古墓不断倒下 数十头形如大象 通体皮肤漆黑 生了四颗长长象牙的山领猛马摇晃着巨大的身体 一步一个深坑的从密林中走了出来 这些山领猛马体型最小的都有八丈多高 领头的巷王更是身高十二丈左右 他们庞大的身躯从密林中强行挤压而过 沿途无数巨木被撞的粉碎 山领猛马 楚天重重的吐了一口气 这些猛荒遗族看来是真的准备强行攻破楚家堡了 这些山领猛马体型巨大 性格暴虐冲动 一如水中的江牛一般 其中佼佼者有掌控大地之力的神奇天赋 在十万猛荒 这些山领猛马就是山林中的一霸 寻常豺狼虎豹闻风远顿 根本不敢招惹他们 除开某些同样强大的一种 山领猛马在十万猛荒中可谓没有敌手 这些山领猛马犹如小山的身躯上披挂着大块大块的板甲 阳光下这些板甲熠熠生灰 分明都是锻造精良的合金钢片铸成 在山领猛马的背上 更筑起了高有数丈的剑楼 上下六层的剑楼上站满了强弓手 每一座剑楼的顶部更站着一名身披黑色长袍 周身隐隐有云雾缭绕的莽荒祖老 每一位莽荒祖老都是一位强大的秘书师 数十头山领猛马就代表着数十名秘书师即将加入战斗 隔着数十里远 楚天都能隐隐听到联军营地中传来的欢呼声 可想而知 这些巨大的战争怪兽的出现 对联军的士气会是多么巨大的提升 我很想看看 现在周刘云和那些大进豪门众人的脸色 楚天机翘地看着联军大营的方向 他们以为 开辟新州是这么容易的事情 当年如果不是鼠爷爷你帮忙 就算由我楚氏先祖倾尽全家财力帮助 盖州哪里是这么容易建立起来的 鼠爷爷很谦虚地卷起尾巴 遮住了自己的脸 嘻嘻 过奖 过奖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嘻嘻 这群蠢货 他们是真不知道满荒遗族究竟有多强的潜力 哎 当年要不是鼠爷我豁出去这把老骨头啊 大劲不可能有盖州吗 正谦虚地自吹自擂 鼠爷突然耳朵一动 他猛地转过身 天歌儿 快 狗子和雀儿出事了 阿狗 阿雀带着十几条大汉 二十几条大郎窜进了丛林 有二十几条比最惊悍的猎犬还要好用数倍的大郎帮手 阿狗 阿雀只用了一刻钟功夫 就成功地猎杀了两窝野猪 打死了八条成年大野猪 更猎杀了二十几半大的猪崽子 除了野猪 他们还猎到了九头大陆 七八窝兔子 在山林中找了一条流水湍急的小溪 阿雀 阿狗在溪水旁将这些猎物开膛破度 尤其是按照鼠爷的叮嘱 将那些野猪的下水整理了出来 仔细地清理得干干净净净 没奈何 鼠爷口味独特 他就喜欢吃一口下水 尤其是野猪大肠和某处不可描述的妙物 他最迷恋这一口 不要看鼠爷体格娇小 他的胃口极其惊人 这些野猪的下水 也就够他一顿吃的 十几个人忙碌着 大陆的下水 还有猪头 猪蹄 鹿头 鹿蹄之类的 都被阿狗拿去喂了那些大郎 二十几头大郎欢快地尽情撕扯 林子里血腥味四散 兴气扑鼻 几条大汉在一旁劈砍树枝 制作台棒 准备将这些洗巴干净的猎物运回去 他们顺手还劈碎了几株倒下枯死的老树 准备充当木柴熏烤猎物 一行人正忙碌着 突然一声清喝声从他们头顶传来 一大早的 弄得这么血肉模糊 兴气冲天 你们这些人也真是该死 阿狗丢下手中正在清理的猪大肠 一把抓起了放在身边佩刀 抬头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阿雀则是就地一个翻滚 身体几乎是贴着地面 离地只有三寸的刷刷几下就窜进了草丛中 他顺手抓起解下了背在身后的强弩 咔嚓一下拉上了弩弦 扣上了穿甲弩屎 十几条大汉同时拔出了兵器 两两一组背靠背的摆出了防御阵势 事发仓促 但是阿狗 阿雀他们的应变极其迅速 丝毫不给敌人可乘之机 搭的一下 一条矫健有力的人影轻盈的落在了十几帐外一株大树的树叉上 那是一名身高六尺五寸上下 身披黑色紧身皮甲 面容柔美的少女 哟 有条大狗子 真讨厌呐 少女微微勾楼身形 犹如一只准备扑杀猎食的猫儿 瞇着眼死死的盯着阿狗 他的耳朵微微的蠕动着 生有黑毛的双耳略成圆形 赫然是一对儿虎儿 半虎妖 不 你是一只虎妖 蠢种的 阿狗呲牙咧嘴的向少女发出威慑的吼声 她浑身肌肉隆起 一股兽性的气息不断扩散开去 狗子 还是和人混在一起的狗子 少女咧嘴一笑 痴痴笑道 真是自甘堕落呀 虽然是半妖 但是你身上毕竟流动着妖族尊贵的血脉 你居然会和人混在一起 轻轻摇了摇头 少女轻声道 不过想想 狗子嘛 难免的 我不是狗 我是狼 阿狗气恼的咆哮着 狗和狼 有区别吗 哎呀 反正是狗就让人讨厌 少女咯咯笑了几声 好吧 所有的狗都该死 更不要说 是和人混在一起 沾染了人味的狗了 无声无息的 连草叶波动声都没有 二十几条身披黑色软甲 身形矫健而灵活的壮汉悄然从林中蹦了出来 他们动作轻快轻柔 落地的时候没有发出半点而声响 他们手上并无兵器 只是带着金属制成的锋利爪套 指头上是长达半尺的尖锐利爪 这些壮汉身高七尺左右 身形矫健如豹子 脸颊上有黑色的斑纹 和阿狗一样 他们身上都散发出浓郁的兽性气息 杀了他们 撕碎他们 把那狗子的心脏挖出来 我要带回去泡酒喝 站在树叉上的少女指了指阿狗 快活地笑道 小心些 草丛里还有一个藏头缩尾的家伙 吸 冒腰 爆腰 嗯 你们和我一样 都是半腰 阿狗缓缓举起长刀 严肃地看着那些动作轻快远胜人类的壮汉 你们 不是盖州人 你们 从哪里来 站在树上的少女嘻嘻笑个不停 壮汉们一言不发地窜了上来 他们的动作快得惊人 每个人身后都带起了淡淡的残影 他们下手很湿很辣 奔跑中双爪狠狠地向阿狗带来的十几条大汉的脖梗 心脏 软肋等要害抓去 锋利的金属找套撕裂空气 发出了痴痴的细响 一个交错 就听一声闷哼 阿狗带来的十几条大汉有将近一半人倒在了地上不断翻滚 鲜血不断从他们的身上喷出 染红了大片的茅草 仓促之间 这些同样经受过严苛训练的大汉避开了脖梗 心口等要害 没有受到致命的攻击 但是他们的胳膊 大腿被对方的力罩划过 划出了深刻击鼓的伤口 呀 见血了 见血了 树上站着的少女兴奋至极的尖叫着 她瞪大了眼睛 缩字形的瞳孔缩成了一条线 兴高采烈的欢呼着 杀了他们 砍掉他们的脑袋 啊 他们的心脏 快 挖出他们的心脏 人的心脏 听说是最甘甜美味的 阿狗嘶吼一声 长刀带起一道恶风 向当面袭来的七条大汉砍了过去 刀光灵力 阿狗挥刀的力道极其刚猛 刀锋极快的划过空气 正对着阿狗的两名大汉无法闪避 只能举起双爪 用金属爪套狠狠拍向了阿狗的刀锋 一声问响 两个半腰大汉身体矩阵 他们不敢置信的看着阿狗 四条手臂怪异的扭曲着 山林中回荡着骨骼碎裂的可怕乍响 五条大汉绕到了阿狗身后 锋利的爪子狠狠抓向了阿狗的浑身要害 阿狗仰天一声长啸 他脑袋一歪 一口咬住了扎在他左肩上的黑色长毛 用力吐出了一声怪异的咒语 闻 本命妖物 呀 你背后有大妖礼 树叉上的少女惊讶的大叫了起来 哈 有趣 有趣 哎哟 你们当心 阿狗的身体急速的膨胀着 浑身不断长出黑色的浓密的长毛 犹如活物一样蠕动的长毛在他体表编织成了一层厚厚的软甲 五个半腰的爪子狠狠的画在阿狗的身上 却没能刺穿这层黑毛 草丛中寒光一闪 刺耳的破空声袭来 阿雀已然出手 他快速的上弦 搭剑 一张强弩硬是被他打出了连珠剑的效果 弹指间九只箭矢破空而出 围攻阿狗的五个半腰闷哼一声 有三个半腰的小腿被贴着地面射来的弩屎贯穿 另外十几条围攻阿狗 阿雀挥下大汗的半腰齐声长啸 他们手中的找套精准的挡住了射向他们的六只箭矢 刺耳的爆裂声不绝于耳 轰向他们的箭矢突然炸开 化为无数细小的铁片漫天乱射 第六十二章 虎兄 虎妹 楚天一声长啸 脚下一道长风卷起 让他身形如燕 向山林头去 眉心神窍时灯光芒一闪 一缕赤色法力化为红色流光注入灯火 楚天脚下的长风骤然变得湍急了许多 在他脚下凝成了一团肉眼可见的白色风团 楚天奔跑的速度骤然增加了三倍有余 他一步跨出的距离 更是超出了他自己的估算四倍以上 风之天印的威力加大了 楚天奔跑的速度更快 每一步迈出的距离更远 楚天还没来得及熟悉新增的速度 就全速的奔跑 他当即尝到了苦果 一株大树几乎是瞬间出现在楚天面前 楚天收不住步子 一头撞在了树干上 一声闷响 三人和爆粗的大树被楚天一头撞断 无数碎木飞溅 随着楚天穿透了树干 响密林中喷出了七八丈远 楚天双手捂着通红的鹅角 低声嘶吼着 在地上连连翻滚 痛得眼泪水不断的喷了出来 好快 得 好惨 鼠爷尾巴缠在一根树枝上 从几片树叶后探出头来 连连感叹看着楚天摇头 鼠爷先去照顾那几个小子 天歌儿 你自己爬起来吧 多大的人了 走路还撞墙怎的 一通稀落 嘲笑后 鼠爷咯咯怪笑着 化为一点荧光 几个闪烁就不知去向 楚天骂骂咧咧的捂着脑袋爬了起来 饶是他刚刚淬炼了一番身体 凭空增加了数万筋神力 筋骨 血肉都增强了数倍有余 它毕竟还是血肉之躯 这一头撞断了那么粗的一根树干 楚天只觉耳朵里温温乱响 眼前黑云翻滚 无数金星在黑云中乱闪 用力的晃了晃脑袋 一道五元从小腹升腾而起 顺着畅通无阻的经络迅速来到额头附近一阵盘绕 剧痛和眩晕快速消散 楚天看了看树干密密麻麻排列的密林 轻轻喝了一声咒语 他身体四周十丈内 一道道细小的幽风无声的吹拂着 他闭上了眼睛 半径十丈的球形空间中 一花一幕 一草一叶浸在眼中 楚天再次动了 他脚下一团白色风团爆开 他身边缠绕着朦胧的风 他腾空而起到了离地七八丈的高度 双脚狠狠跺在一株大树的树干中部 身体画出一道怪异的弧线 发出啪的一声音爆 向树杖外的另外一株大树弹射过去 啪 啪音爆声不绝于耳 楚天犹如一只巨大的跳蚤 快若流星的在树干之间 树干和山石之间快速的跳跃着 他的身形轻巧而流动 宛如一条鱼儿在水中流畅的游动 快节异常的穿过丛林 阿狗 阿雀狩猎的地方 距离他们所在的山崖不过几里地 直线距离就是五六百丈左右 楚天此刻的速度快得惊人 一呼一息间他能轻松的掠出百多丈远 几个呼吸后 他就循着空气中隐隐传来的嘶吼声赶到了阿狗 阿雀遇袭的现场 六只箭矢爆裂成数千尖锐的铁片 劈头盖脸的打在了阿狗 阿雀带来的十几条大汉身上 也打在了虎妖少女带来的那些半妖撞汉身上 半妖撞汉们的反应很快 无数细小的铁片胡乱蹦射 他们一边蜷缩身体向后击退 一边举起双手护住面门 饶使他们闪避的快 依旧有一些细小的铁片擦过他们的面颊 在他们的脸上带出了一缕缕细小的血水 这些特制的箭矢出自鼠爷之手 铁片上的麻药极其霸道 发作极快 阿狗 阿雀带来的十几个大汉一声不吭地软在了地上 脸上还带着幸灾乐祸的笑容 二十几个半妖相后击退了十几丈 一声嘶吼后准备再次冲杀上来 结果他们膝盖一软 一个个狼狈地扑倒在地连连翻滚 哎呀 站在树叉上的虎妖少女恶然瞪大了眼睛 她立声喝道 无耻 卑鄙 你们就不会堂堂正正的战斗吗 你们果然是和人混在一起太久了 你们堕落了 无耻 卑鄙 阿雀从草丛中钻了出来 朝着虎妖少女连声冷笑 你们这么多人围攻咱们兄弟 就不无耻 不卑鄙 吓 有种 你和我们大哥一对一的单打独斗 一边说话 阿雀手中强弩还在不断发射弩屎 围攻阿狗的几个半妖大汉怒笑连连 他们看到了自己的同伴是如何被这些箭矢暗算倒地的 他们根本不敢接挡阿雀射出的弩屎 一个个盲不迭的腾挪闪避 阿狗放声长笑 手中长刀带起一道蒙蒙黑气 法度森严地向几个半妖大汉劈砍过去 阿狗休息的是大禁军中的杀法 刀势狠辣 下手无情 刀光闪烁中 两个半妖大汉又被阿雀的奴屎分了心 一个不慎就被阿狗长刀接连劈中 一个半妖被拦腰截断 另外一半腰腹部 肩膀 大腿接连中刀 阿狗力量极大 被接连劈中的半妖私生哀鸣 一条胳膊 一条大腿飞起 鲜血洒得满地都是 虎妖少女气的眼角乱跳 他嗷嗚一声怒笑 私生吼道 一群废物 退下 围攻阿狗的几个半妖大汉狼狈的向后退去 一不小心 还有一个半妖大汉被阿雀的奴屎射穿了手臂 他一声痛呼 动作稍微慢了一些 阿狗已经扑到了他的面前 当面一刀将他脑袋劈下 猫咪 已然化为一条人力行走大黑狼的阿狗看着虎妖少女 低沉的嘶吼着 来 狗爷和你好好玩玩 小猫咪 嘿嘿 不知道怎么的 化身为狼人形态后 阿狗对虎妖少女突然充满了某种源自灵魂的恶感 他只想将这少女撕成碎片 将他彻底的挫骨扬灰 血脉卑贱的扮腰 虎妖少女弯下腰 恶狠狠的盯着阿狗 你们不会明白 真正的腰有多强 你的这颗狗头倒也长得稀奇古怪 我会把你的狗头砍下来 制成酒气 阿呸一声 虎妖少女厌恶的摇了摇头 你还没有资格成为我的酒气 太脏了 但是我可以把你的脑袋赏赐给这些没能的废物 一道黑影闪过 虎妖少女猛的向下一扑 瞬间到了阿雀身边 一掌向阿雀的胸膛拍了下去 以阿雀的反应 她只来得及勉强向后一弯身体 眼睁睁看着少女的手掌拍到了自己的胸前 虎妖少女一掌拍下 手掌距离阿雀胸膛还有三尺远 带起的刚风已经震得阿雀胸膛剧痛 娘也 天品大妖 阿雀骇然惊呼 一片白色羽毛骤然出现在她嘴边 一口叼着羽毛 击发羽毛的秘咒已经到了舌尖 啪得一声音爆巨响 楚天寻着一条美妙的弧形轨迹 宛如凌空跳跃龙门的鲤鱼一般 轻快而流畅的从一株大树后跳了出来 恰恰挡在了阿雀面前 楚天双眸微微泛红 死死盯着虎妖少女 眉心神俏中 石灯的灯光轻悠悠的 赤色法力骤然下降了一大半 化为红色流光没入了灯光 石灯表面齐光流转 风之天印骤然亮起 嗡 嗡这名声不断从楚天体内传来 修成法力后 楚天对自身五元的掌控也提升了一大截 在法力急速消耗的同时 他体内的五元循着一个怪异的经络轨迹急速流转 每流过一个翘穴 热腾腾的五元都快速的塌缩 凝练 那感觉 就好像将一块铁矿石锻炼成钢定 将钢定锻炼成剑胚 将剑胚碎炼成一柄千锤百炼的神兵 以楚天此刻的修为 他只能做到炼钢成剑胚的层次 饶是如此 他体内的五元体积也塌缩了十二倍 精纯度提升了十二倍 一缕缕极其可怕的剑意充盈他浑身经络 让如今经络宽阔 坚韧如丝的他都感到了一丝丝的刺痛 盖州楚世立家秘传 本位古琴残本 经大御寺完善后被评定为天品上阶的大周天星辰剑气 以人为熔炉 孝学为星辰 化五元为剑气 修炼至极致 周身每一处都可为剑 杀伐灵力 无坚不摧 如星辰坠落 生势骇人 盖州楚世可不仅仅是身家豪富 能够成为大御寺掌控一周的密探头目 自身实力也堪称惊人 以楚天原本的那点而修为 他还在凝聚星辰剑气的门槛上打转而 他的经络 还承受不住剑气快速切割穿行带来的伤害 经过大梦神典的改造 强化后 尤其是昨晚一夜的翠自觉强化 楚天如今的肉身强度堪比天品高手 再有十灯法力强力辅助 凝缩剑气自然一举成功 刷的一声 平日里楚天只是手掌边缘隐隐可见一层锋利如剑的锋芒闪烁 今日他一出手 剑笑阵阵 一道灰蒙蒙剑气从他手掌上喷出三尺长短 剑气异常凝聚 堪比普通钢铁锻造而成的长剑 更有一道钢风席卷而来 缠绕着楚天手掌上喷出的剑气 凭空增加了他出手的速度和力道 钢风肆虐 虎妖少女额头一缕发丝被钢风吹动 差点吹进了他的眼睛里 他下意识的眯起了眼睛 更是微微侧目 不去看楚天暗红色的眸子 一种源自本能的惧怕 让虎妖少女不敢对视楚天因为石灯法力而微微变色的双眼 那是一种 近乎于天敌的恐惧感 一声俱响 楚天手中剑气喷吐 和虎妖少女的手掌狠狠对撞在一起 剑气崩解 数十条细细的剑气四散 在地面上切开了一条条极细的剑痕 少女的手掌微微一颤 震碎了楚天的剑气后 他白皙细嫩的手掌上也被剑气切开了一条三寸宽的剑痕 剑痕破皮伤肉 一缕鲜血洒了出来 虎妖少女吃痛 顿时愤怒至极的发出一声咆哮 四周狼笑声不断 二十几头大狼逮住了机会 在阿狗的长声呼啸声中 他们一跃而起 配合阿狗向那些半妖壮汉扑杀了过去 这些大狼汉不畏死 更有妖化的阿狗带领 虎妖少女带来的半妖壮汉又有大半人被特制的奴使要翻 他们顿时手慌脚乱 被打得连连倒退 虎妖少女吃痛 在看到自家下属被打得如此狼狈 他气急虎啸 燃血的手掌越发用力的向楚天拍下 楚天来不及收手 又掌狠狠的和虎妖少女对碰了一击 又是一声巨响 楚天手掌上凝聚的剑气被一击震碎 他五指被打得倒翻过来 只被几乎和手背碰到了一起 五指筋骨剧痛 楚天立刻感觉不到五指的存在 天品 不 德尊巅峰而已 楚天抬起头来 狠狠盯了虎妖少女一眼 楚天此刻的肉体强度 足以和真正的天品高手相抗 如果虎妖少女真个是天品 这一击他肯定已经将楚天右掌打得骨断筋裂 但是楚天此刻右掌只是筋骨挫伤 好些手指肌肉被撕裂 除此之外并无大碍 这就证明少女实力无限接近天品 却还没有真个达到天品的实力 虎妖少女狂笑一声 左手呈胡爪 狠狠向楚天的面门抓下 一把要将他脑袋抓碎掉的架势 我的确只是的尊顶峰的修为 但是我的腰躯强悍 是你们这些卑贱的人能想象的吗 蹭的一声 虎妖少女的左手五指指甲弹出半尺多长 亮晶晶的指甲黑漆漆的 带起五条恶风狠狠向楚天的脸抓下 楚天的身体一晃 原本在他右臂护臂中藏着的青椒剑轻盈的飞出 顺着他的手臂犹如鱿鱼一样滑动着 轻快异常的从他的脖梗后击射而出 端端正正的挡在了虎妖少女的手掌前 虎妖少女哪里想到楚天能这么奸诈 他更做梦都想不到 楚天居然能将青椒剑控制的如此完美 简直犹如活物一般 他拍下来的这一找用尽了全力 他就算发现了青椒剑也来不及收手 更不要说他没看到青椒剑 扑哧一声 青椒剑轻松穿透了虎妖少女的手掌 大片鲜血顺着剑身喷出 虎妖少女痛得嘶声怒吼 疯狂的抖动着左手向后击退 他不抖手还好 他一抖手 青椒剑切割他的手掌 本来只有剑身宽的伤口 又被拉宽了一大截 差点没把他整个手掌给切了下来 大片鲜血飞剑 虎妖少女双眸含泪 连蹦带窜的向后击退 三两下就窜到了一株大树上躲了起来 哟 你是虎妖啊 怎么像猫一样爬树呢 阿雀拎着重弩站在楚天身后 不音不扬的开口讽刺虎妖少女 虎妖少女眼泪巴搭的捧着被刺穿的手掌 突然嘶声吼叫起来 大哥 有人欺负俺 远远的一声低沉的虎啸传来 呼的一声问响 有某个体积极大 极其沉重的物件划破了空气 楚天等人头顶光线一暗 一条身高过丈的魁梧身体重重的落了下来 好一条魁梧雄壮的标形大汉 身高一丈零七八寸的样子 通体都是馒头一样凸起的肌肉腱子 一缕缕煞气几乎凝成实质 不断从他身上冲起 他拎着一根足足有水桶粗的铁棒 半蹲在地上 微微抬头看着楚天 那 是你们打伤了俺小妹 没得说了 俺得连你们骨髓都吃干净才行 第六十三章 强且硬的腰 楚天看着气息也蛮雄浑的虎妖 油然生出了一丝亲切感 魁梧甚至堪称巨大的身材 雄壮如山的肌肉 面门上的特殊条纹 还有嘴角几根桀骜不逊的粗粗胡须 乃至他脑袋上那一对儿犹如猫儿的耳朵 咱兄弟 可是在虎妖洞里长大的 楚天轻轻微笑 随后收敛笑容 肃然向大汉抱拳行了一礼 这位兄弟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是你的小妹 先袭击了咱的兄弟 大汉慢慢的站起身来 他目不转睛的盯着楚天 眸子里闪耀着极其凶残的绿光 但是很快的 大汉凶残无情的眸子里 就充满了诧异 惊恶的光芒 他猛的上前了一步 用力的冲着楚天秀了秀 他退后了一小步 眯着眼 上上下下很是狐疑的看着楚天 人 该死的人 但是 你的骨髓里 怎么有一股子虎仔子的味道 人 你是吃虎奶长大的 虎妖大汉歪着脑袋 有点不敢确定的看着楚天 大哥 少废话里 他欺负咱里 打死他拉倒 虎妖少女蹲在后面大树的树叉上 饶有韵质的轻轻甩动细嫩的腰身 小腰一扭一扭的 若是屁股后面再多一条尾巴 他简直就好像一条卖萌的猫儿 格外引人喜爱 但是虎妖少女的眸子里凶光四射 说出来的话也极其不客气 对哦 和你们这些人 没什么好说的 嘿 杀光你们这些人 我们又能得到万年太平 虎妖大汉咔咔怪笑着 眸子里那一丝微不足道的狐疑之光 骤然被源自灵魂深处的凶残取代 屋的一声怪响传来 就好像一座全金属铸造的巨轮在用最大的力量奏响汽笛 恐怖的轰鸣声化为一波波肉眼可见的白色气暴向四面八方爆开 方圆三十丈内吐石翻滚 地面骤然被气暴削停了三尺身 数十棵大树炸成了粉碎 虎妖少女一声惊骂 他蹲在上面的大树也被突兀的气暴震碎 他狼狈的连同二十几位半妖大汉向后翻滚着撤出了老远 阿狗 阿雀同时怒骂出声 他们急速地翻滚着 连同几个伤势较轻的大汉 将几个浑身试血在地上动弹不得的同伴一把抓起 顺着气暴冲击的力道向远处全力扑出 好似有一柄重锤在他们后心上狠狠地轰了一击 阿狗张开双臂 护住了阿雀和十几条狼狈翻滚的大汉 气暴冲击在阿狗的后背上 就听一声问响 阿狗全身衣衫粉碎 他的后背凹陷下去了三寸深 阿狗死死咬着牙壁紧了嘴 大片鲜血依旧从他鼻孔内喷了出来 可怕的气暴 只是虎妖大汉挥动手中铁棒带起的鱼波 八成以上的力道凝聚在铁棒上 化为一道白色风暴呼啸着向楚天当头轰了下来 虎妖大汉和楚天之间隔着数丈远 铁棒一动 楚天和虎妖大汉之间的地面就凹陷了下去 四周的地面只是被削平了三尺 楚天和虎妖大汉之间的地面则是塌陷下去了七八丈深 地下有一块方圆树丈的山石 白色钢峰震荡 黑漆漆的山石弹指尖就炸成了无数拳头大小的碎石飞溅而起 碎石在钢峰中剧烈的摩擦震荡 瞬间就化为无数石粉混入了钢峰 让钢峰变得越发沉重凝炼宛如实质 虎妖大汉挥动大棒的同时 楚天一声长啸 双眸中隐隐有红光闪烁 青椒剑从他右手弹出 体内刚刚小成的剑气涌入青椒剑 骤然和短剑发生了奇妙的激化反应 一声剑鸣阵的四周丛林无数叶片纷纷从树枝上坠落 楚天手中青椒剑迸射出一团青林林犹如灵火的强光 剑尖上一道色泽古朴厚重的青色剑芒犹如水波一样吞吐不定 带动青椒剑就像虎妖大汉手中铁棒迎了上去 楚天自身凝聚的大周天星辰剑气只是灰色 经过青椒剑的奇异激化 剑芒化为水波一样灵动的青色 剑芒吞吐不定 在寸许长到三尺许之间不断变幻 真个犹如一条灵动变幻的青椒在翻滚扭动 铁棒带起白色钢峰狠狠砸下 气势刚猛犹如大山压顶 青椒剑剑剑芒吞吐 宛如青椒如海 撕开气势雄魂却凝聚度有限的白色钢峰向前击刺 刺耳的钢峰碎裂声震得人耳膜剧痛 虎妖大汉骇然瞪大眼睛 看着楚天周身被一道白色的蜂柱包裹着 身形如蜂 在一道青光的牵引下撕开了他铁棒上的钢峰 一剑重重的点在了他的铁棒上 白色钢峰击打在楚天身上 楚天身体好似被一层无形的结界笼罩 足以摧破山时 砸扁金铁的钢峰距离他的身体还有一尺远 就被无形的力量消融于无形 破 楚天对青椒剑的锋利极有信心 剑剑狠狠点在铁棒上时 他自信满满的大喝了一声 碎开 渣子 虎妖大汉也嘶声大吼 他双臂肌肉鼓起 在铁棒上越发加了一把子力气 既然无法用钢峰摧毁楚天的身体 那么就用自己强大无匹的力量 强行碾碎楚天 把他的每一根骨头都碾碎 把他的骨髓给炸出来泡酒喝 一声极其尖锐的撞击声响起 青椒剑剧烈的震荡着 楚天体内锋利 灵力 刚猛霸道的剑气激荡 弹指尖青椒剑都在虎妖大汉的铁棒上刺激数十次 剑尖一点火星飞剑 点点火光刺得人眼睛生痛 虎妖大汉的铁棒上也是一道火光蹦出 点点火光闪烁 大汉和楚天的胳膊上 肌肉线条突然发生了极其怪异的扭曲 楚天觉得自己不是一剑刺在了一根铁棒上 而是一剑筒在了一座大山上 一股可怕的反震力量滚滚袭来 每一波力量都震得他手臂的筋骨和肌肉几乎碎裂 剧痛让他眼前发黑 巨大的力量更是顺着手臂涌入肩膀 轰进身体 五脏六腑都在剧烈的颤抖 如果不是昨夜的翠自觉为他脱胎换骨 洗筋法水 更凭空增长了几万斤力量 楚天此刻肯定已经被虎妖大汉一棒将青交剑震飞 将他打成一块肉饼 虎妖大汉更是骇然看着楚天 楚天年纪不大 看他长相就知道 他的五元修为也就是普通寻常 大概三百多年不到四百年的帝师巅峰修为 虎妖大汉可是正儿八经的天品实力 超过了楚天一个大境界的修为 但是楚天 居然用肉体力量 接住了他这一棒 吃你大爷一拳 虎妖大汉狂笑 他丢下手中铁棒 双拳带起两条刺目的火光 双风灌耳拍向了楚天 被虎妖大汉丢下的铁棒和青交剑分离时 青交剑上一抹深绿色 犹如在古墓中沉睡了数万年的青铜器特有的古朴绿色光影一闪而过 厚重的绿色光影形如蛟龙 由无数细小的怪异符纹组成 在这一瞬间 青交剑好似突然活了过来 一种无法言喻的灵动生机在青交剑内回荡 虎妖大汉的铁棒表面也是一道黑色光影蜿蜒流淌而过 从棒头一直到绑尾 黑色的光影同样由无数细密的符纹组成 乍一看去 铁棒上和青交剑上的符纹完全圆出一脉 两者分离的时候 铁棒和青交剑都隐隐颤抖了一下 好似久别重逢的老友突然迫不得已的再次分离 他们发出了本能的感慨声 虎妖大汉粗之大叶的 完全没发现两人兵器的一变 楚天则是自幼把玩青交剑 这柄短短的八面剑每一个最细微的细节 都熟忍于心 青色流光闪过的一瞬间 他飞快的向青交剑看了一眼 手指一弹 青交剑就腾空飞起 稳稳的扣在了右手牛皮护臂上 来也 按照楚天的本性 虎妖大汉挥动双拳向他砸来的时候 他应该用青交剑去硬拼对方的拳头 刚刚虎妖少女就是吃了楚天青交剑的亏 差点没被他一剑把爪子剁了下来 但是面对这粗犯野蛮的虎妖大汉 楚天心里一阵莫名的感慨声出 他收起了青交剑 同样挥动双拳迎了上去 在这一瞬间 虎妖大汉的面旁和楚天记忆中的几张粗犯而青色的面孔重叠在了一起 虎妖大汉周身妖气弥漫 浓郁的黑气中掺杂着如同乌血的暗红色妖物 这丝的气息凶恶无比 残酷绝伦 绝对是一头杀人无数的凶妖 凶残暴虐的妖气和山林中浓郁的天地灵髓急速的摩擦撞击 纯净冰冷的天地灵髓剧烈的震荡着 就好像在一块烧红的铁板上撒下了无数细小的火柴头 大片火焰在虎妖大汉的拳头上骤然燃烧起来 顺着他的手臂一直燃到了他的肩膀上 紧接着 虎妖大汉的全身都笼罩在了暗血色的妖火中 楚天双手握拳 拳头上笼罩着灰色的剑气 双拳撕裂空气 发出刺耳的裂空声 狠狠撞在了虎妖大汉的拳头上 一声巨响 一圈圈灰色气泡向四周扩散开 地面再次被削掉了半尺后的一层泥沙 楚天双拳剧痛 双臂剧烈震荡 五脏六腑差点没翻了个个儿 刚刚他持剑和虎妖大汉的铁棒硬碰 虎妖大汉的距离已经让楚天吃了闷亏 此刻两人丢下了兵器 用肉体力量硬扛 数万斤距离相互激荡冲撞 楚天浑身剧烈的颤抖着 比虎妖大汉矮了半截的身体骤然向后倒退 一步一个伸入地面半指的脚印 楚天向后倒退了十几步 眉心神窍中风之天印爆发出一团夺目的强光 一道道狂风从他脚下冲天而起 打着旋而裹住了他全身 借助风暴之力 楚天好容易稳住了身体 双拳皮肤隐隐裂开一条条细小的血痕 大量细细的血珠不断从血痕中渗出 楚天喘着粗气看着虎妖大汉 冷笑道 依仗修为欺负人 虎妖大汉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只是双脚深深陷入了地面 也有一尺多深的样子 他瞪大眼睛愕然看着楚天 看着楚天只是裂开了一些血痕的双拳 似乎不敢相信楚天居然真的接住了他的这一拳重击 好大的力气 不过 修为是差了一些 虎妖大汉犹如发黄琥珀的眸子闪烁了一阵 他身上冲起来有七八尺高的暗血色妖火骤然熄灭 全身庞大的妖元内敛 虎妖大汉用力活动了一下庞大的躯体 恶狠狠的盯着楚天咧嘴凝笑 其实 刚刚也没用多大劲 只是用了相当于你们人五百年五元修为的妖力而已 虎妖大汉洁节节怪笑 不是我依仗修为欺负你 是你太弱了 人足小子 用力活动着身体 浑身骨节不断发出清脆的暴鸣声 虎妖大汉微微低下身体 凝声笑道 不过嘛 你区区人足地师的修为 能有这么强的筋骨 我们妖族 就是要强 而且要硬 又强又硬 这才是我们妖族 不用羞为欺负你 就纯粹肉身的力气 虎妖大汉用一种见到了满意猎物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楚天 硬碰硬 看谁先扛不住 你们不许跑 谁敢逃走 我就立刻全力施围 把你们的脑袋全啃掉 虎妖大汉威慑性的瞪了一眼跑到数十丈外的山林中 正在帮几个重伤的同伴包扎伤口的阿狗 阿雀一行人 又强 又硬 楚天吐了一口吐沫 暗红色的吐沫满是血腥味 他擦了擦嘴角 笑呵呵的看着虎妖大汉 好啊 又强又硬 那么 来吧 虎妖少女举起差点被楚天一剑斩下的爪子 小舌头轻轻的舔着伤口 带着一大群半腰壮汉悄然向这边围了过来 刚刚只有二十几条半腰大汉出现 但是此刻跟在虎妖少女身后的半腰 却足足有上百人 这些半腰壮汉有的人力而行 有的勾搂着腰身鬼鬼祟祟的从远处摸了过来 更有人四肢着地 悄无声息的蹦跳如飞 犹如真正的山猫 豹子一样快速的向这边逼近 谁也不许插手 虎妖大汉突然大吼了一声 在老子打碎这人足小子的头盖骨之前 谁也不许插手 尤其是你 小妹 难得碰到一个力气足够大的人足小子 你可别坏了我的兴致 虎妖少女没吭声 只是用极其阴狠的目光远远的看着楚天 楚天深吸了一口气 他同样活动了一下身体 心沉如水 一罐全身 楚天心中一片空明 宽敞的经络中 只有一缕缕刚刚凝成的极其精粹的剑气在缓缓流动 虎妖大汉是天品高手 比修为楚天肯定会被虎妖大汉惨无人道的教训 但是比纯粹的肉体力量 刚刚得到了极大提升的楚天 自问还有几分小小的把握 来吧 楚天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气息在胸膛之间流动 他的胸膛中隐隐发出了犹如虎啸的闷雷般响声 呼吸 虎妖大汉深沉的看了楚天一眼 他猛的一步迈向前 右手笔直的一拳轰向了楚天的脑袋 楚天同样一步冲向前方 身躯如弓 右臂如剑 全身力量带动右臂狠狠轰向了虎妖大汉的拳头 第六十四章 黄虎 黑蛇 六十一声巨响 楚天和虎妖大汉硬碰了一拳 依旧是手臂剧痛 五脏六腑好像翻过来一样 楚天吐了一口血墨子 踉跄着向后退了十几步 右拳五指静弯握紧 骨节不断发出沉闷的搓动声 右手的关节内剧痛难当 就好像被人用铁锤乱砸了数十下 楚天竭尽全力狠狠一甩 右臂咔咔响了十几声 骨节活动开后 这才勉强回复了活动力 虎妖大汉也是身体一晃 身不由己的向后倒退了七八步 痛 虎妖大汉低沉的哼哼了一声 恼羞成怒的看着楚天 楚天的拳头比虎妖大汉小了好几圈 两人的拳头对撞 楚天的整个拳头只是和虎妖大汉的三根手指一般大小 等于楚天用尽全身之力 和虎妖大汉的三根指头硬拼了一技 虎妖大汉三根趾骨巨痛 中指更是被楚天一拳砸的脱袖扭曲 同时楚天纯粹的肉体蛮力也超出了虎妖大汉的想象 楚天的肉体力量 居然只比虎妖大汉略小了一筹 伸直了右手五指 虎妖大汉左手握住脱袖的右手中指横横一掰 卡擦一声关节腹位 虎妖大汉一声不吭的矮下身体 横下右肩 身体带起一道恶风向楚天撞了过去 楚天同样一声不吭的矮下身体 咬着牙硬碰硬的横着肩膀撞了过去 两人相聚不过五六丈 一步迈出两人肩膀就犹如流星撞击般撞成了一团 地面骤然炸起了两团吐石 楚天一声痛呼 眼前骤然一黑 巨大的震荡力量让他脑浆都颤抖着 浑身骨结同时发出了不堪重负的闷响 虎妖大汉同样一声闷哼 楚天的力量实在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但也只是一点点优势而已 两人的身体僵持在一起动弹不得 他们肩膀上的皮肉裂开 坚硬的骨骼击穿了破碎的皮肉紧密的摩擦着 发出了沙哑难听的滋滋摩擦声 剧痛袭来 楚天和虎妖大汉同时痛呼一声 下意识的向后跳开 左手用力抹了一把满是鲜血的右肩 虎妖大汉凝笑着向楚天点了点头 好硬的骨头 好坚固的皮肉 人呐 你真是很强 但是 还不够硬 随着虎妖大汉的怪笑声 一团黑色混杂着血色的粘稠妖气从他的肩头涌出 楚天愕然瞪大了眼睛 眼睁睁的看着虎妖大汉血肉模糊的右肩在短短一个呼吸间就恢复如初 皮肤上一点而伤痕都见不到 如此强大的恢复力 楚天用力的往地上吐了一口血墨子 左手在腰带上摸了一把 掏出了一把止血的药粉用力的按在了肩膀伤口上 他看着虎妖大汉冷笑道 又强又硬的腰 怎么 不敢和我血拼到底 当然是血拼到底 但是我的身体 就是有这么强的恢复力 虎妖大汉凝笑着弯下了腰 他激嘲的看着楚天 目露凶光的冷笑道 人呐 我的确只会动用我的肉体力量和你分一个高低 但是 我自身的恢复力 也是我肉体力量的一部分 你受了伤 你没办法及时的恢复伤势 这是你的缘故 可不能怪我 虎妖大汉节节笑着 他猛的向后退了十几步 庞大的身躯骤然一晃 快步向楚天冲了过来 距离楚天还有七八丈远 虎妖大汉猛的一跃而起 身体几乎是贴着地面飞行一般 右膝带着一阵恶风 狠狠撞向了楚天胸口 楚天镇定精神 微微俯下身体 他脑子里一点灵光闪烁 这虎妖大汉的力量的确超过了他一等 而且自身愈合力太强 完全按照虎妖大汉的节奏硬碰硬 那才是找死 提起右膝狠狠撞来的虎妖大汉放声名笑 他已经迫不及待看到楚天被他顶碎整个胸膛 大口吐血倒地的美妙场景 楚天的身体骤然矮了下去 他身体向后倒下 犹如一颗飓风中突然折断的小树一样倒了下去 虎妖大汉瞪大了眼睛 有点呆滞地从楚天的身体上空划过 楚天猛地抬起了右脚 脚尖犹如箭矢一样弹出 带起了一声清脆的破空响 一声怒吼震动山林 虎妖少女身后上百名向这边不断逼近的伴妖大汉身体一个哆嗦 差点同时转身就逃 楚天的这一脚阴损到了极点 虎妖大汉蜷缩着腿从他身体上空掠过 他的脚尖猛地弹起 正好踹在了虎妖大汉两腿之间最脆弱的部位 此刻的楚天双臂都有三万多斤力气 他的两条腿上的力道比起双臂只强不弱 虎妖大汉的脸骤然变得一片惨绿 他的身体腾空飞起了十几丈高 双手在空中已经死死捂住了自己的要命部位 声嘶力竭地发出了震动山林的咆哮 一股黑色恶风宛如实质从虎妖大汉体内喷出 在楚天上空凝成了母许大小的一片黑云 虎啸山林 自然有风云从之 虎妖大汉一声怒吼 山林震荡翻滚 恶风中腥臭逼人 隐隐可见一头通体黑毛的血木大虎在黑云中若隐若现 我承认 我的力气美米大 楚天很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肉体力量的确不如虎妖大汉 开口认输的同时 楚天又闭青椒剑弹出 带着一道刺目的青光极刺天空 三尺多长的青色剑芒闪烁 一击撕开了虎妖大汉体内喷出的黑色妖风 瞬间刺到了虎妖大汉的小腹前 可是虎蝶说 对战无所不用其极 和你一头虎妖比拼又硬又强的肉体力量 你当我脑子坏掉了不成 楚天腾空而起 脚下一团旋风急速飞旋 让他跳起来得又高又快 虎妖大汉要害欲袭 剧痛顺着他的腹部经络席卷五脏六腑 难以忍受的剧痛让虎妖大汉眼前漆黑 脑子里一片凌乱 他除了放声大吼 就只能本能的放出护身妖气 一道道黑色狂飙从四面八方冲向楚天 却都被楚天手中青蛟剑喷出的青色剑芒脚的粉碎 大哥小心 剑来了 数十丈外 正盯着楚天的虎妖少女下的面无人色嘶声惊呼 剑光一闪 虎妖大汉护体妖气被青蛟剑一击洞穿 剑芒狠狠没入了虎妖大汉的小腹 白蟒江 商货码头 大近三十二家豪门的船队停靠在岸边 巨大的金属舰船上死气沉沉 每条船上都只留下了三五十个水手 其他人全都被营秀而一份征兆令调去围攻楚家宝 码头上空荡荡的 盖州城力行的利夫 码头上的挑夫 还有那些混浆糊的 吃刀口饭的泼皮们 都卷入了盖州城的大乱中 此刻正在盖州城内忙碌着杀人放火 打家劫舍呢 几条野狗得意洋洋的瞧着尾巴 在破损的战桥上走来走去 见或瞧起一条后腿 胆大万为的朝着那些巨大的小山一般的金属巨剑撒一抛尿 巨剑上的水手们一个个凄凄惶惶惶的趴在护栏上 目光散乱的看着那些野狗 此情此景 这些平日里仗着自家主家后台 只高气阳不可一世的豪门水手 在精气神上却连这些盖州城穷乡僻壤的野狗都不如了 阳光驱散了白蟒江上的浓雾 露出了碧绿如洗的一江浩水 一条长有十几丈的乌棚船降下了船帆 左右两弦各有两名大汉处着黑漆漆的铁膏 慢慢的撑着船逆流而上 那四条大汉身高九尺开外 很坦然的袒露着身体 浑身上下一丝不着 阳光下他们浑身壮硕的剑子肉闪耀着淡淡的黄光 仅仅四个人 他们也不升起船帆借力 硬是用人力撑动大船逆流而上 若是白蟒江上的老水手剑了 定然要惊叹他们胳膊上起码也要有几万金神力 通体涂了黑漆的乌棚船慢悠悠的飘了过来 在巨大的舰船之间穿梭了一阵 终于靠在了商货码头的角落里 当当一声巨响 一块三尺宽的铁木跳板被一个赤身大汉扛了起来 重重的砸在了岸上 距离最近的一座金属巨舰上 几个正在发呆的豪门水手被吓得浑身一哆嗦 急忙跑到这边护栏旁 低头向江面上看了过去 肥丝鸟 闹这般大的动静 吓唬你家爷爷 在水面上撕混的水手 极少有脾气好的 几个满脸横肉的水手指着乌棚船上的赤身大汉就是一通破口大骂 急着奔丧礼 不能好好的把跳板放下 怎地这么大声响 几个水手只求嘴巴上快火 他们还抱着一丝故意欺负人 看看能否从这四个赤身大汉身上炸出点便宜的心思 毕竟他们留守在船队上的同伴还有数千人呢 这里可就区区四个汉子 四条赤身陆体的大汉同时抬起头来 狠狠地向几个水手望了一眼 几个水手正骂得开心 猛不丁地见到四个大汉的眼睛 他们只觉心脏骤然一抽 一股莫名的恐慌凭空袭来 双腿颤力发软 有两个胆气弱点的 更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那是何等凶残无情的目光 四个赤身大汉看着这几个水手的眼神 根本不像是在看活人 而是四头凶猛猛獰的猛兽正盯着自己的食物 这些水手丝毫不怀疑 他们再敢多废话一句 这四个狠坦然地光着身体的大汉 会骤然抱起 犹如猛虎扑时 将他们撕成粉碎 嘿 肥丝鸟骂谁 一声冷笑从乌棚船的船舱中传来 声音低沉而有力 就好像九层牛皮叠在一起缝成的大鼓 被人用巨石重重地敲了一下 震得人五脏六腑都发麻 随着冷笑声 一条身高近丈 通体皮肤成浆黄色 仅仅在腰间缠了一条瘦皮裙 劈头散发豪放不羁的壮汉慢悠悠地从船舱里走了出来 嘶嘶声清晰可闻 一条身体最粗的地方有水桶粗细 通体漆黑 额头生了一只独角 惨绿色的眸子阴冷无情的黑蛇扭动着身体 慢悠悠地跟在黄皮大汉的身后游出了船舱 四个光着身体撑船的大汉同时向黄皮大汉点了点头 虎哥 虎哥抬起头 歪着脑袋看着金属锯剑上几个探头探脑的水手 突然呲牙咧嘴的一笑 一股蛮荒兽性的气息喷博而出 几个水手只是看了虎哥一眼 就觉得好似有一头斑斓大虎猛地向自己扑了过来 他们吓得暗然一声惨嚎 忙不迭地转身就走 这么点胆子 还敢出门在这伤高水深的地方闯荡 啊呸 这群若鸡仔子好肥 真肥呀 黄皮大汉往江水中狠狠地吐了一口吐沫 用力的一巴掌拍在了身后大蛇的脑袋上 老黑 你说是不是 黑蛇嘴角微微裂开 几根锋利的毒牙若隐若现 一丝贪婪的咸水挂在嘴角 又被他猛的一吸气 将咸水吸进了嘴里 嘶嘶 肥 三十二家豪门联手 既然进了三周之地 不狠狠出一把血 可没这么容易回去 黑蛇压低了声音 用仅仅虎哥和四个赤身大汉能听到的声音轻声说道 先找到天歌儿 嘶嘶 得问个清楚 到底这些肥羊来盖州是干嘛的 黑蛇很有点懵懂得像远处那些巨大 一字而排开的金属巨剑望了过去 总不至于 真的是送肥肉上门的罢 嘶嘶 虎老前些日子才说 后山缺苦力力 嘶嘶 虎哥呵呵笑了几声 从腰间掏出一条细细的黑色山藤 装模作样的在黑蛇的独角上绑了一个蝴蝶结 将山藤的另外一端拎在手中 就好像遛狗一样拉着黑蛇顺着跳板上了山货码头 船舱内又有十几条身高八尺开外 目光凶狠 身材魁梧的大汉走了出来 他们纷纷向虎哥挥手打招呼 虎哥 记住虎爹的话 打探消息 可不是来杀人放火的 虎哥 早去早回呀 别找麻烦 虎哥 多带点酒肉回来撒 能带几个娇滴滴的小娘儿就最好了 这些日子兄弟们憋得苦啊 虎哥 要不你先去买一批酒肉送来 先请几个妹儿过来和我们乐呼乐呼 兄弟们留在这里等你 也等得辛苦不是 一群大汉嬉皮笑脸的向虎哥打着招呼 虎哥回过神来 狠丢下手上那根细细的山藤 恶狠狠的向这群大汉 比出了两根笔直的 粗壮的中指 滚 虎哥一声大吼 岸边将水都荡起了几圈连衣 一群滚刀肉一般的大汉继续嬉皮笑脸的朝虎哥嬉笑着 同时目光游离的 用山匪土匪打量匪扬的目光 不断的向四周的金属巨剑望来望去 黑蛇叼起了虎哥丢在地上的山藤 将其塞进了虎哥嘴里 嘶嘶 就算是俺老黑装扮成阿虎你的战兽吧 装模作样也要像一点啊 阿虎啊 不许闹事啊 我们是来给天歌儿送药材的 顺便打探消息的 你可别闹事啊 虎哥黑黑笑了几声 他突然抬起头来 向远处山林望了过去 老黑 不对呀 那边感觉 气味不对 好像有过山虎呀 过去看看 这盖州的地盘 可是咱们的 第六十五章 猛虎扑人 无耻 青椒剑喷出的青色剑芒在虎妖大汗后妖一闪而逝 楚天手腕一眩 想要顺势用青椒剑切开虎妖大汗的小腹 将他拦腰斩断 虎妖大汗痛得嘶声怒笑 腹部血水喷涌如泉 更愤怒如狂的大声咒骂 说好的肉身搏杀呢 楚天突然出剑 完全侮辱了他们妖族又强又硬的理念 彻底垫辱了虎妖大汗对于荣誉的狂热 青椒剑横移三寸 剑锋切开虎妖大汗的小腹 一截如冻的肠子从伤口内吐出来三寸肠 肠臂被剑锋切开 大量腥臭的粘液不断从中喷出 虎妖大汗痛得眼睛里喷出了两行泪水 他猛的低头 张开大嘴向楚天狠狠的大吼了一声 一颗水缸大小的黑色虎头从虎妖大汗嘴里喷出 犹如一颗流星当头落下 瞬间到了楚天头顶 虎妖大汗没有再坚持所谓的又强又硬的肉体力量的比拼 直接动用了他天品的腰圆修为 倾尽全力发出了一声唬吼 楚天抬起头来 一根金色的长毛在他嘴里熊熊燃烧 瞬间化为一团金色的强光喷出 这根金色长毛中的所有力量 被楚天瞬间激发 毫无保留的化为一声唬吼脱口喷出 同样水缸大小的金色虎头冲天而起 和黑色虎头重重的撞击在一起 黑色虎头中一缕缕暗红色污血色泽的妖气缠绕 充满了各种污秽气息 更携带了可怕的腐蚀力量 染染黑气不断从黑色虎头中涌出 林地的地面被黑气侵染 沙石泥土都在缓慢的融化 变成一种粘稠而肮脏的黑色粘液 金色长毛中蕴藏的庞大力量所化的虎头 却赤裂如火 纯阳刚猛 气息更是纯净如春冰 不带丝毫的邪气 金色虎头中更蕴藏了一股勃勃生机 犹如蓄日东升 红大恢弘 两股迥对立的力量剧烈撞击在一起 金色 黑色的虎头急速的冲击对撞了数次 骤然融成了一颗半金半黑的人头大小的急速旋转的光球 楚天顾步的腰斩虎妖大汉 他静止落地 脚下一道狂风冲出 带起几条残影向阿狗 阿雀所在的山林狂奔而去 一边奔走 他一边嘶声大吼 走 快 逃命理 阿狗 阿雀眼看着楚天燃烧了一根金色长毛 瞬间爆发长毛中的所有力量 也只是和虎妖大汉喷出的黑色虎头打了个平手 他们吓得浑身一哆嗦 早就扛着几个重伤的大汉连滚带爬的向远处逃窜 外人不知道这金色长毛的来历 他们可是知道的 一旦瞬间爆发这根金色长毛内部的所有力量 楚天发出的这一击就等同于一名武员修为达到了一千两三百年的天品高手的全力一击 虎妖大汉喷出的黑色虎头能和楚天的虎吼僵持 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天品存在 两个天品高手硬碰 释放出的余波就足以将他们的小身板碾成粉碎 不赶紧逃走 留在原地就是死 不仅是楚天 阿狗 阿雀 带着上百半腰大汉紧逼上来的虎妖少女也是吓得怪叫一声 转过身用尽全速狼狈逃窜 娇小的身形在山林中带起了大片残影 倒霉的是那上百半腰 无论虎妖大汉发出的一声怒吼 还是楚天借助金色长毛的威力发出的虎吼 两声虎吼吓得百多个猫 抱一族的半腰浑身一软 一个个屁滚尿流的趴在地上动弹不得 虎啸山林 百受震惊 上百半腰近视猫 抱之鼠 天生血脉被猛虎克制 两声虎吼不是冲着他们去的 却对他们造成了难以想象的震慑力 虎妖大汉一手捂着被楚天切开的小腹伤口 庞大的身体重重落地 一声不吭的转身就逃 一边跑 他一边将牙齿咬得地动山摇般巨响 他恨啊 恨自己怎么就稀里糊涂地上了楚天的当 居然傻乎乎地答应了和修为远不如自己的楚天进行一对一的纯粹肉体力量的较量 他放下了兵器 准备用拳头近身格杀的时候 楚天居然对他亮刀子 长发一根根竖起 虎妖大汉嘶声怒笑 无耻的人足小儿 抱上宁来 两颗虎头形气劲融成的光球轰然爆发开来 一道道拇指粗细的金色 黑色的气劲四射 小小的不起眼的气劲落在地上 一声巨响就是一个直径数尺深达杖许的大坑 数千条密集的气劲覆盖了方圆百多杖的山林 五六十头半腰被气劲覆盖 大地剧烈地颤抖着 一道道杀石冲天飞起 三十几头半腰被四射的气劲命中 炸得粉身碎骨 还有十几头半腰被爆发的气劲狠狠抛飞 一个个口吐鲜血摔在地上爬不起来 强光一闪 一动重气爆向四周扩散开 刚刚跑出十几丈远的虎妖大汉闷哼一声 连续三重气爆结结实实轰轰在了他的后背上 虎妖大汉后背几鼓发出几声脆响 他猛的张开嘴 一口老血喷出了好几尺远 万分狼狈的摔倒在地 被气宝推得向前连连翻滚 楚天跑得快 他的速度比虎妖大汉快了许多 光团爆发时 他已经冲出了三十几丈 眼角余光骤然看到身后追来的黑 金二色的强光 楚天一声不吭地将身体蜷缩成球 一道道湍急的幽风卷住了全身 身后猛然袭来的气宝被一层层轻柔的幽风不断抵消 推动着离第三尺蜷缩如球的楚天向前击齿 楚天只感受到了一层层酥麻的震荡 他一呼吸间就追上了狂奔中的阿狗和阿雀一行人 楚天眉心一抹红光一闪而过 缠绕在他身上的幽风犹如八爪鱼的触手一样骤然张开 化为一张方圆十几丈的大网将阿狗 阿雀一行全都裹在了里面 可保楚天一人安然无恙的幽风分散在了十几个人身上 幽风对气宝的抵消力量顿时弱了一大截 一群人同时闷哼一声 一股距离从身后轰来 五脏六腑骤然一番 十几个人同时吐了一口血 腾云驾舞般被气爆冲飞了二十几丈 一头摔倒在了地上 楚天猛的回头 像刚刚和虎妖大汉交手的那片山林望了过去 山林中出现了一个宽达三十几丈 身有数丈的圆坑 坑内冒着屡屡青烟 边缘处三四十个满身是血的半妖大汉正浑身站立的趴在地上 一个个惊恐无比的看着楚天这边 山林中土石凌乱 楚天挣扎了一下 很是狼狈的站起身来 朝着远处那些半妖大汉咯咯笑着 用力的挥了挥手 那些半妖大汉慢吞吞的挣扎着站起 一个个目露血光的盯着楚天 更有人发出了嗜血的咆哮声 那些半妖身边 好大一片浮土突然动了一下 后背被炸的血肉模糊的虎妖大汉慢吞吞的从土里钻了出来 一只手捂着小腹上海碗大小的伤口 转过身来怨毒无比的看着楚天 还没死呢 楚天微笑着向虎妖大汉抱拳一礼 心里却是杀鸡大胜 盘算着要如何才能斩杀这虎妖 妖族最是记仇不过 楚天把这头虎妖坑得这么狼狈 又间接坑杀了他大批属下 如果不能斩杀了他 楚天未来有很长一段时间 连睡觉都不能安稳了 还没死理 虎妖大汉咯咯笑着 他突然一把抓住了身边一名被炸的重伤的豹妖 张开嘴一口咬在了豹妖的脖梗上 豹妖惊恐欲绝的疯狂挣扎着 却怎么都无法挣脱虎妖大汉的手 虎妖大汉一口将豹妖体内的热血喝得干干净净 一把撕开了他的胸膛 将一颗暗青色的心脏掏了出来 一把塞进了嘴里 用力咀嚼了几下 虎妖大汉将豹妖的心脏吞了下去 他身上再次涌出了浓郁的黑色妖气 更有一团团粘稠浑浊的血光在黑气中不断翻滚 虎妖大汉小腹上的伤口剧烈的蠕动着 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他的伤口已经愈合如出 再也看不出任何痕迹 数十名伴妖大汉吓得浑身直哆嗦 一个个下意识的退后了几步 远离了嘴角还挂着血迹的虎妖大汉 人族小子 小小手段 你奈何不了我 虎妖大汉张开满是鲜血的大嘴 嘶声怪笑着 只要有足够的血时 没人能杀得了我 楚天眼神一凝 心里骤然一阵 隔着远远的 他狠狠的看了虎妖大汉一眼 用力摆了摆手 招呼阿狗 阿雀 带着十几个手下 面朝着虎妖大汉一步一步的向后撤去 虎妖大汉向前走了几步 他看着一脸戒备之色的楚天 哀黑笑了一声 想走 小子 可没这么容易 敢欺负咱家小妹 敢用手段算计咱 非得一根根舔光你的骨头 连你的骨髓油都炸出来不可 虎妖大汉身体微微哆嗦着 一股嗜血的狂热气息犹如实质 融入了他身边翻滚的腰气 有太久太久 没有享受人族血时了 虎妖大汉呼哨一声 带着三十几个战战兢兢的半妖大汉 大踏步的越过山林中的大坑 大步向楚天一行追了过来 那些爱手爱脚的老家伙真是凡人 平日想要吃口血时 还要精打细算 今天啃调腿 明天啃调手 一个活人 得分半个月才能慢慢的啃干净 虎妖大汉放声大笑 笑得身边妖气中那头若隐若现的黑虎也在仰天长笑 但是这次好了 那些老家伙终于放咱出门放手猎杀 虎妖大汉的眼珠里一层浓郁的 粘稠的 污秽的血光涌了出来 他看着楚天宁笑道 先吃了你们这几个血时 楚家宝外的那些人 一个都别想逃 隔着百多丈远 楚天依旧听清了虎妖大汉的自言自语 他力声喝道 悟那大猫 是楚氏的人勾结你们 想要杀光楚家宝外的人吗 虎妖大汉放声大笑 他点点头正要硬末 一条娇小的人影急掠而来 刚刚狼狈逃窜的虎妖少女几个起落到了虎妖大汉身边 伸出带血的手掌狠狠的拍了一下大汉的脑袋 大哥 你又犯糊涂了 和血时有什么好说的 虎妖少女舔了舔嘴角 目光流转 向楚天一行人看了过来 他突然痴痴笑着指了指阿雀 不要废话 先把他们食多了洗巴干净 藏进洞府里慢慢啃着吃 这个戏高个 嘻嘻 我要玩得尽兴了 再把他吃掉 楚天神色怪异的回头看了一眼阿雀 鸟哥 楚天怪声怪气的说道 只以为你对那些寡妇很有几招散手 想不到 你连母老虎都能勾打 阿雀清秀的面孔一阵扭曲 狠狠的向楚天翻了个白眼 他一声不吭的举起了手中强弩 用力的拉上弩弦 以此代表自己心头的愤懑和忧郁 被一头真正要吃人的母老虎盯上 这可真不是什么好事情 阿狗嘿嘿憨笑了几声 用力挥动了一下手中长刀 发出一声沉闷的破空声 母老虎 嘿 送去给虎爹 正好 二十几条身躯硕大的青狼带着浑身尘土 哆哆嗦嗦的从四面窜了过来 环绕在了阿狗身边 这些青狼目光散乱 显然被刚才楚天和虎妖大汉的凶猛队撞下住了 但是他们依旧很是忠诚的窜了回来 守在了阿狗身边 好 真好 乖 真乖 阿狗咧嘴一笑 吐了吐舌头 用力摸了摸一头在他大腿上乱蹭的老狼脑袋 楚天正面虎妖大汉和虎妖少女 阿狗手持长刀站在他侧方 阿雀拎着重弩站在两人身后 十几条满脸凶器的大汉不管伤势轻重 一个个拔出了尖刀 很是凶狠的看着步步逼近的一众腰泪 一行人的气息隐隐气合成一个整体 犹如一座山 天哥 就着两头虎崽子 想要啃掉我们的骨头 可不能答应 一条腹部被撕开了一条大口子 肠子差点流出来的大汉咧嘴凝笑 可不是吗 两条小虎崽子 要是被他们拾动了 哪里还有脸回去见兄弟们 一个右肩筋脉被半腰划断 只能左手持刀的大汉怪笑 都说虎妖能辟邪 一个半边脸都被半腰扯得稀烂 露出了牙床的大汉怪笑 天哥 咱胆小 不敢走夜路 这头公老虎的牙 给我做串挂练呗 楚天看了一眼深厚的这群汉子 突然放开嗓子大笑 楚天一笑 阿狗 阿雀 十几条汉子同时笑了起来 虎妖大汉是天品高手 虎妖少女是帝尊巅峰 楚天他们的实力远不如对方 但是一行人并无丝毫畏惧 每个人笑的时候 似乎都在说大爷我见多了 大爷我不在乎 虎妖大汉和虎妖少女气恼的看着楚天一行人 他们居然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威胁 他们真不知道 兄妹俩是真正要吃人 会吃人的妖吗 一声怒笑 虎妖大汉和虎妖少女一跃而起 带起两道恶风向楚天一行人扑杀而来 第六十六章 援兵到来 山林中 楚天 阿狗 阿雀笑看虎妖兄妹 青蛟剑斜斜扬起 楚天一个斜步冲上前 青凌凌的剑光犹如一团鬼火 骤然炸开成无数片细小的鳞片状剑光 将虎妖兄妹笼罩在内 猎临杀 中 楚天嘶声长啸 经络中一缕缕剑气急速消耗 瞬间全身五元耗去了六成 虎妖大汉一声嘶吼 张开双臂 一缕缕黑色妖气在她臂膀之间披散开来 在她腋下犹如长出了一对而黑色掺杂着红色纹路的翅膀 将虎妖少女护在了身后 青色剑光犹如暴风雨打在虎妖大汉身上 黑色妖气剧烈波动 青色剑光穿透妖气 虎妖大汉身上浓厚的妖气一层层被削去 剑光不断逼近她的身体 痴痴几声响 虎妖大汉身上喷出了十几条血剑 青椒剑十几次洞穿虎妖大汉的皮肉 在她身上流了洞穿的伤口 虎妖大汉凝笑着 她张开嘴 一股浓浓的血腥味熏人欲吐 她的伤口急速的蠕动着 几乎是青椒剑离开她身体的同时 伤口就已经愈合了七八成 扑面一道恶风袭来 虎妖大汉以伤患伤 任凭楚天剑势在自己身上乱穿 双拳如山 带着梦雷轰鸣狠狠砸在了楚天的胸膛上 楚天只觉眼前一黑 胸膛内好似有一颗火雷爆开 心肝肺脏被一股污秽 阴邪的妖力乱冲 张口就是一道恶臭的黑血喷出 虎妖大汉的妖力刚刚轰进楚天身体 就对她的身体造成了莫大的伤害 吐出来的黑血腥臭无比 更是生机全无 尽被妖力破坏殆尽 虎妖大汉全尽威猛霸道 却又邪义万分 重拳轰在楚天胸膛上 楚天身体不退反进 被一股强大粘稠的吸附力死死拖拽着 令她身不由己的向虎妖大汉张开的怀抱扑去 虎妖大汉身后的黑色妖气翻滚 黑虎虚影扬天长啸 张开大嘴向楚天一口吞噬下来 虚空中一股莫大的犀利滋生 虎妖大汉张开双臂向楚天拥抱了过来 楚天浑身经血骤然移动 好似要顺着毛孔喷出体外 妖法 楚天又喷了一大口粘稠恶臭的黑血 嘶声惊呼 妖法 虎吞天地 虎妖大汉狂笑 他身后的黑虎虚影张开大嘴用力吞咽 楚天受到的吸力就越来越大 嘻嘻 我要掏出你的这对眼珠子 我在虎妖大汉身后 避开了猎林杀猛击的虎妖少女从鞋刺里冲了出来 双爪上弹出亮晶晶的指甲 狠狠挖向楚天的眼睛 沉闷的破风声响起 紧跟在楚天身后的阿狗一步跨了上来 手中长刀带起一道黑色狂飙 拦腰斩向了虎妖少女纤细的腰身 阿雀手中众弩连续轰鸣 弹指间他拉弦 激发九刺 九只长短粗细的奴使带着刺耳的尖笑声 或者笔直飞出 或者弧线绕行 或者打着绚而向虎妖大汉斩射 虎妖大汉放声大笑 他用力一把抱住了楚天 吏声笑道 抓住了 血食 咔咔骨节对撞声不断响起 虎妖大汉倾尽全力搂紧楚天 对阿雀的奴使视而不见 他的两条胳膊就好像两道铁箍 死死的缠住了楚天的身体 虎妖大汉咬牙切齿的使出了吃奶劲 浑身轻筋突起的他巴望着一把扭碎楚天上半身的骨骼 崩裂的碎骨会刺穿楚天全身的脏腑和上半身的血管 楚天的腹腔就会变成一团粘稠的血浆 正好方便虎妖大汉享受 楚天绷紧了身体 一边抵挡虎妖大汉腰法的犀利 一边苦苦抵挡他两条臂膀上传来的蛮劲 双臂如巨蟒 缠得楚天惧痛难当 楚天鼓足一口气 浑身筋骨如铁 和虎妖大汉双臂上涌来的距离不断对抗 他左手握拳 不断轰击虎妖大汉的软肋 右手青椒剑带起一道寒光 深深没入了虎妖大汉的侧腰 楚天的上半身被虎妖大汉死缠住 他右手能够活动的幅度极小 青椒剑刺进虎妖大汉的腰部 楚天手腕极力转动 剑锋一旋 在虎妖大汉的腰身上切开了一个海碗大小的伤口 大片粘稠的黑色妖气从虎妖大汉伤口内喷出 妖气如胶水 死死堵住了他的伤口 楚天手指用力 想要拔出青椒剑 黑色妖气死死粘住了青椒剑 任凭楚天用力 怎么也无法动摇分毫 虎妖大汉低头看着身形比他娇小许多的楚天 怪声怪气的笑道 小子 你的肉身力量和咱差不多 但是要论修为 咱可是实实在在的千年大妖 楚天脸色微变 左拳越发用力的轰击 虎妖大汉的腰部一道黑气喷出 将楚天的左拳也紧紧缠住 让他双地再也动弹不得分毫 一如虎妖大汉所言 他是天品高手 他拥有千年以上的妖元修为 千年大妖 这个头衔代表的 是对楚天压倒性的实力优势 楚天浑身毛孔内一点点血水渗出 妖法虎吞天地裹住了他全身精血 正一点一点的将他精血从毛孔中抽出 楚天只能死死憋住一口气 强行镇压浑身气血 这一口气若是一散 他定然浑身精血流逝 再无丝毫抵抗之力 虎妖少女放声大笑 他激嘲地看了一眼陷入困境的楚天 食指灵巧地敲击在阿狗的长刀上 密集如弹奏琵琶的刺耳响声中 阿狗轻力一刀劈出 在少女急速的攻击下刀是骤然散乱 随着虎妖少女食指急速的弹打 阿狗的身体微微颤抖着 被虎妖少女逼得向后连退三步 虎妖大汉放声狂笑 阿雀的奴使已经射了过来 他周身黑气弥漫 粘稠的妖气犹如沼泽中的臭水 九只奴使陷入妖气中立刻动弹不得 伴随着痴痴声响 金刚锻造的奴使居然被妖气快速地腐蚀 很快就化为点点铁锈碎片坠地 不用反抗了 血石 虎妖大汉看着怀中极力挣扎的楚天放声凝笑 这里会死很多人 不止你一个 除了你 还有很多人都会变成咱口中的血石 你不会一个人孤单单的去死 虎妖大汉嬉笑道 会有很多人陪着你一起死 楚天猛地张开嘴 嘶声喝道 鼠爷 这次 真扛不住了 鼠爷一直趴在百丈外的一株大树上 瞇着通红的小眼睛看着楚天一行人和虎妖兄妹的血战 细细长长的尾巴很是惬意地左右甩动着 听到楚天的求救声 鼠爷慢条斯理地站了起来 两只前找得意地摸了摸细长的胡须 则 两只小猫崽子 就把你们为难成这样 看鼠爷的 嘿 鼠爷张开嘴 一颗拳头大小的黑色蘑菇从他喉咙里翻了出来 细长的尾巴灵巧地卷起黑蘑菇 鼠爷身体一扭 黑蘑菇轻巧地飞出百多丈远 重重地砸在了虎妖大汉的头上 虎妖大汉体表浓浓的腰气能够轻松抵挡阿雀的重弩 这颗黑色蘑菇却轻松穿透了虎妖大汉的护体腰气 扑扑几声 黑色蘑菇炸开 无数黑色的包子从炸裂的蘑菇中喷出 化为一团黑色浓云将虎妖大汉笼罩在内 虎妖大汉的身体骤然一颤 他发出一声常人无法想象的声嘶力竭的惨嚎 疯狂地打着喷嚏 眼泪鼻涕糊了一脸的丢下了楚天 用尽全速向后退去 阿屁 阿屁 虎妖大汉疯狂地打着喷嚏 刚开始他喷出的是鼻涕 短短一个呼吸后 他鼻孔内喷出的就是混杂了大量黑色包子的热血 黑胶鬼菇 楚天也犹如贱鬼一般 用手死死捂着鼻子 犹如亡命一般向后逃窜 黑胶鬼菇 十万莽荒中的一种 其包子粘性极大 更辛辣无比 比寻常的尖头小辣椒辛辣了何止十倍 其孤体极其稚嫩 稍微碰触就会猛烈爆发 其爆炸力异常强劲 足以将辛辣可怕的包子喷出十几丈方圆 寻常人被黑胶鬼菇袭击 会被生生枪的昏厥 甚至会被活活辣死 虎妖的嗅觉灵敏 比人族灵敏数倍 被黑胶鬼菇袭击后 虎妖大汉感受到的痛苦 自然也是人族的数倍 疯狂打着喷嚏 大量鼻血不断喷出 虎妖大汉痛得嘶声哀嚎 双手死死掐着脖子 双眼不断翻白 虎妖少女眼看黑胶鬼菇爆开 她同样吓得怪叫一声 转身就走 阿狗同样怪叫一声 吓得脸色惨白的转身逃窜 她是绊妖 嗅觉同样灵敏异常 若是被黑胶鬼菇喷一个正着 她的下场比虎妖大汉好不到哪里去 鼠爷一个黑胶鬼菇 轻松就将楚天和虎妖兄妹分开 她得意的甩着嘻嘻的尾巴 嘻嘻的偷笑着 动手动脚的多不好 要用脑子 脑子 鼠爷笑得很嘚瑟 她突然抽了抽鼻子 有点狐疑的向远处山林望了一眼 犹豫了一会儿 鼠爷跳了起来 在树叉上来回走了两圈 摇摇头 又向楚天这边望了过来 似乎 有点不对劲 但是 天歌尔这里要紧 两条纯血的虎妖啊 爹 娘都是纯正虎妖的虎妖 喂 得看紧点天歌尔 可别让他真被老虎给吃了 大团的黑色包子悬浮在空气中 很缓慢 很缓慢的慢慢降落 无论楚天一行人 还是虎妖兄妹一伙 双方看着那迅速覆盖了方圆十几丈范围的黑色包子云 脸色都极其的难看 一个个如味蛇蝎的看着那团黑云 山林中一时变得静悄悄的 只有虎妖大汉痛苦中混杂着绝望的喷嚏声 咳嗽声不断 见祸的 虎妖大汉嘶声像站在他身边的虎妖少女哭喊 水 清水 越多越好 虎妖少女向一旁横移了一步 楚天立刻紧跟着虎妖少女横移了一步 带着怪异的笑容 楚天轻轻说道 听说黑胶鬼姑的包子辣度 可以持续十二个时辰 我很好奇 一头千年大妖被黑胶鬼姑折腾十二个时辰 会死吗 所以 一定不要用清水冲洗干净 否则岂不是浪费了这等天地奇物 楚天斜斜举起青椒剑 轻声说道 虎丫头 你大哥现在根本没办法动手 你觉得 你能逃过我的剑吗 虎妖少女站在原地 一张脸蛋剧烈的抽搐着 他却不敢动 刚刚差点被楚天一剑将爪子划拉了下来 虎妖少女知道他不是楚天的对手 所以他不敢动 虎妖大汉剧烈的咳嗽着 嘴里也开始喷出红色的吐沫 他周身黑气翻滚 强大的妖力席卷全身 竭尽全力想要驱散他体内的黑胶鬼姑包子 足以溶金化铁的黑色妖力却对这小小的黑胶鬼姑包子无能为力 或是 虎妖大汉的妖力对鼠爷丢出来的黑胶鬼姑包子无能为力 无数包子死死黏在虎妖大汉的鼻腔里 肺子里 犹如无数针尖在乱扎乱捅 细嫩的鼻腔粘膜和肺泡在燃烧 在碎裂 大量的血水涌出 痛得虎妖大汉想死 他宁可被楚天再捅百八十剑 也不愿意忍受这等让人疯狂的痛苦 一声轻轻的咳嗽声从虎妖兄妹后方的山林传来 楚天愕然看到 一个身穿样式奇异的白色长袍 一头青色长发犹如一汪柔顺的江水披散在身后 长发几乎碰触到地面的青年男子一步一步的从山林中走出 身材高挑 容貌俊美 轮廓分明立体感极强的脸蛋上没有任何瑕疵 几条淡淡的青色条纹在他脸上若隐若现 凭空让这白衣青年多了几分神秘灵异的气息 可真有够丢脸的 隔着老远 白衣青年冷声笑道 看看你们狼狈的模样 几个地级的人族而已 你们居然把自己弄成这个模样 轻轻叹息了一声 白衣青年抬起头来 看着天空的流云 用一种饱寒深情的语调感慨道 可是也难怪 毕竟你们是肮脏粗鲁 没开话的腰啊 虎妖少女呲牙咧嘴的朝着白衣青年怒目而视 虎妖大汉剧烈的咳嗽着 喷嚏不断的嘶声怒吼 少废话 水 清水 大量的清水 沉重的脚步声传来 袒露胸怀 紧紧在腰间缠了一条兽皮的魁梧大汉大步从山林中走出 他看都不看虎妖兄妹和白衣青年一眼 旁若无人的向楚天得意洋洋的放声狂笑 天歌儿 好久不见 哥哥我已经是天品 哈哈 虎爹总算是放哥哥我出来行走了 哈 这些年 你过得怎么样 嘶嘶声中 一条体长竖杖 腰身最粗有吊筒粗细 双眸终满是阴森 阴邪之气的黑蛇慢悠悠的从山林中游了出来 黑蛇死死的盯着虎妖兄妹 脖梗部位突然鼓起 嘶嘶笑了起来 一山不容二虎 除非一公一母 嘶嘶 这条母老虎好嫩 好嫩 正向楚天放声大笑的大汉猛的转过身来 蝉咸欲低的死死盯住了虎妖少女 哎哟 只顾着看天歌儿了 都没注意到 这里还有这么个大美妞儿 虎爹说了 看到喜欢的 就一定要下手抢 妞儿 你叫什么名字 嘿嘿 哥哥叫做虎大力 你看 我胳膊这么粗 是不是很有力气的样子 哥哥告诉你哦 哥哥的胳膊是很粗 但是哥哥还有更粗的宝贝哦 第六十七章折异 山林中 一根银毛散发出淡淡的光芒 带着细微的嗤嗤声急速飞行 遍体鳞伤的黑衣青年紧跟在银毛后面 一路洒下点点血迹 气喘如雷的在山林中狂奔 他的左右小腿上 两枚长有三寸用黑色羽毛制成的浮露光芒闪烁 青年每一步迈出 他的腿边都有大量的半透明黑色羽毛纹路闪现 身形如风 带起几条残影 青年绕过一株株参天古树 从一栋栋灌木 茅草上空急速掠过 跨过一条条小溪 越过一块块巨石 在他身后树里远的山林中 数十头通体有黑的山豹子轻快的奔跑着 循着黑衣青年一路洒下的血迹脊椎而来 更有十几头身高过丈的一种巨猿在树梢上奔走如飞 一边纵跳飞掠 一边发出尖锐的嘎嘎笑声 在巨猿河山豹的后方 近百名身穿黑色蛇皮软甲 面带黑色龙纹面具的精悍男子身形微微勾搂着 犹如鬼魅一样无声无息的穿过丛林 高空中一声轻笑传来 一头一展树杖的黑雕张开翅膀 几乎是擦着树梢急速划过 一名身穿黑色龙纹长袍 面容俊朗 神态惊悍冰冷的青年稳稳地站在黑雕背上 目光凶狠地盯着前方数里处快速奔逃的黑衣青年 赶潜入我屡市部落的地盘张望 谁给你的胆子 龙袍青年痴痴地冷笑着 不管你是谁的人 我要掏出你的心肝祭祀黑龙神 黑雕飞行极快 几个呼吸间就追到了逃窜的黑衣青年身后 黑雕背上的龙袍青年一声冷笑 袖子里一条拇指粗细的黑色绳索带着呼呼声响飞出 凌空荡起数十个水缸口大小的圈套 向着黑衣青年的脖梗缠绕过去 黑衣青年嘶声长鸣 他猛地向地上一扑 咕噜噜向前连连翻滚 一边翻滚 他一边抬起头来望了龙袍青年一眼 袖子里一声极其细微的鸡阔声响起 一道持续长的黑芒猛地飞出 黑芒速度极快 几乎是出手的同时就已经到了黑雕的腹部下方 黑雕嘶声长笑 双翅一拍 一个大翻滚想要避开黑芒 黑雕背上的龙袍青年身体一歪 手中绳索一抖 数十个绳圈擦着黑衣青年的身体画了过去 只听砰砰乱响 好几颗核爆粗细的大树被绳索打的拦腰断折 带着沉闷的响声重重倒下 极速翻转的黑雕没能避开黑芒 不过一寸长短的一根三棱尖针深深扎进了黑雕的身体 制作工艺精细惊人的三棱尖针刚刚入肉就立刻爆开 炸成了三十六根极细的牛毛独针四处乱射 三棱尖针内一个小小的空间中 一团绿豆大小的要面散开 迅速融入了黑雕的血肉 黑雕发出绝望的鸣叫 满身油光水滑的黑色羽毛骤然变得暗淡无光 大片大片的羽毛不断的凋落 黑雕身体沉甸甸的向地面栽落 还不等它落地 浑身羽毛已经全部散开 露出了黑雕变得紫黑色 还在散发出一股恶臭味的光溜溜的躯体 偌大的一只黑雕重重的砸在地上 薄薄的皮肤炸开 大片粘稠的黑血带着恶臭喷了出来 黑雕背上的龙袍青年怪叫一声 身体骤然向上飞起 避开了一道喷向他双腿的毒血 他惊怒焦急的看着摇摇摆摆站起身来 继续向前逃窜的黑衣青年 身体微微的颤抖着 好狠的毒 好绝的毒 他的这头黑雕做棋 已经是半妖化的胸琴 只要机缘凑巧 就能化身为妖 黑雕一身黑色羽毛坚韧异强 寻常的强弓硬弩都难以穿透 更能抵挡刀披斧 黑衣青年袖子里的三棱尖针能轻松破开黑雕的羽毛和皮肉 这暗器的制造工艺绝对是宗师级的 更可怕的是 三棱尖针中的毒 黑雕平日里以各种毒蛇为食 对各种毒性有着极大抵抗力 三棱尖针这么小的体积 里面能有多少毒素 黑雕在短短一呼吸间 体内血肉 内脏都化为黑色毒血 好贼子 龙袍青年怒斥 摇摇晃晃的落地后 也不看急速腐烂的黑雕一眼 脚下一道黑色水波冲起来七八丈高 拖着他向黑衣青年脊椎去 黑衣青年惨笑一声 他回头看了看越追越近的龙袍青年 突然拔出一根半尺长的木针 狠狠刺进了自己的心口 深红色的木针碰触到血液立刻化为一团深红色的火焰 犹如火雾一样钻进了黑衣青年的胸膛 黑衣青年的胸膛症中 一团拳头大小的火焰急速燃烧着 他体内的精血化为燃料 被这团火焰快速引燃 黑衣青年两条小腿上附着的羽毛浮露爆发出夺目的光焰 缠绕在他脚下的羽毛虚影凭空增加了十倍 他的身体骤然变得模糊朦胧 十几条残影在他身后拉开七八丈长的一条 他向前逃窜的速度骤然暴涨 龙袍青年已经追到了黑衣青年触手可及的身后 猛不丁的黑衣青年燃烧精血逃命 他一把抓出 却只抓到了黑衣青年的一块衣角 眼看黑衣青年逃得越来越远 龙袍青年怒斥一声 袖子里黑色绳索骤然飞出近百丈长 锁头犹如怪蛇 狠狠在黑衣青年后心砸了一下 清脆的骨折声清晰入耳 黑衣青年的后心大片血肉炸开 露出了一截粉碎的脊椎骨 他的上半身怪异的扭曲着 半截身躯和下身折成了一个可怕的角度 黑衣青年闷哼一声 大口喷出鲜血 脚下黑色羽毛虚影越发浓密 他嘶声长笑着 身体化为一道残影 快速追着那根散发出淡淡光芒的银色毫毛向着山林稀疏处逃窜 近百名戴着黑色龙纹面具的精悍汉子悄无声息的追了上来 龙袍青年咬着牙 向黑衣青年逃窜的方向狠狠一指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这贼子若是偷听到了什么厉害的消息 咱们屡是一族都有麻烦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龙袍青年轻声咕咬道 迎秀儿那小丫头 真没想到 迎视的那帮老不死 居然争个全力支持他 若是这贼子是他的人 若是被他知晓了一些不该知道的东西 真正是该死了 黑衣青年循着银色毫毛指引的方向狂奔 逐渐的 他脱离了十万莽荒的范围 来到了外围的山林 银色毫毛一路急飞 指引着他向楚家宝的方向狂奔而来 一边奔跑 他一边大口吐血 好几次 龙袍青年和他麾下的百多名精悍下属已经追上了黑衣青年 却都被他用各种精巧却又歹毒的小玩意逼退 其中一次 黑衣青年就抖手打出了两颗黑胶鬼孤 相得十几个措手不及的龙纹面具男私生惨嚎 大口吐血 逼得他们脱离了追杀的行列 后方传来龙袍青年阴侧侧的声音 跑 继续跑 我看你还有多少血可以涂 还有多少精血可以烧 黑衣青年惨笑几声 奋起最后一点力气向前猛扑 他已经听到了不远处一个粗豪有力的声音 这声音有点熟悉 黑衣青年眼里闪过一抹惊喜 他腾空而起 小腿后的两枚黑色羽毛制成的俘虏骤然然耗起来 化为一片黑云拖着他离的七八丈高飞出了山林 妞 看看大力哥的这大胳膊 大腿儿 还有这熊壮的腰身 虎大力熊啾啾 气昂昂的看着目瞪口呆的虎妖少女 大咧咧的将自己腰间缠着的兽皮一把扯了下来 腰身用力的向前挺了挺 虎大力大声笑道 还有 大力哥的这么粗壮的 话没能说完 一条黑影从鞋刺里的山林飞出 东的一声重重摔在了地上 一抹银光一闪 山林中一直飞在黑衣青年面前 为他指引道路方向的银色毫毛带起一道流光 急速飞到了鼠爷面前 静静的燃烧成了一团白色的青烟 鼠爷呆了呆 猛的一跃而起 难怪鼠爷觉得心血不宁 是哪个崽子出事了 虎大力歪过头 看着倒在地上挣扎的黑衣青年 他有点懵懂的问道 老黑 你看看 是不是我眼花了 这小子怎么有点眼熟呢 黑蛇的身体突然一跃而起 带起一道恶风跳到了黑衣青年身后 龙袍青年气势汹汹的从山林中窜了出来 他还没看清外面的动静 就立声笑道 逃啊 继续逃 没力气了 逃到这里 你 一边放声叫嚣 龙袍青年袖子里黑色绳索无声无息飞出 狠狠向黑衣青年的头顶打去 黑蛇恰恰飞来 粗壮有力的蛇尾狠狠一甩 和黑色绳索重撞在一起 一声问响 十几丈范围内吐石飞溅 黑蛇沉甸垫坠落在地 龙袍青年身体一晃 打着绚儿向一旁猎切了几步 差点就一头栽倒在地 龙袍青年的话没能说完 他抬起头来 愕然看着空地中的楚天一伙人 楚天 阿狗 阿雀也就罢了 区区十几个人 带着二十几条大狼而已 龙袍青年对楚天等人近乎视若无睹 虎妖兄妹俩 还有数十条半腰壮汉则是让龙袍青年愣了愣神 他的眸子里突然有一抹极其诡秘的幽光闪烁 当龙袍青年看到那身穿白衣 青色长发 面颊上还有奇异青色条纹的俊美青年时 龙袍青年嘴角微微瞧起 轻轻的向白衣青年点头致意 白衣青年愕然看了一眼龙袍青年 突然笑了起来 屡是少主 真巧 又碰到了 龙袍青年收起袖子里绳索 一边警惕的用眼角余光扫视黑蛇 一边双手放在胸前 用古琴里一项白衣青年深深的坐衣行礼 水公子 真巧 又碰到了 黑衣青年飞出山林的时候 楚天猛不丁看到了黑衣青年的面庞 他的身体晃了晃 心头突然一阵刀扎一样的剧痛 无数画面突然在脑海中闪过 楚天嘶声尖叫了起来 雀酒 阿狗 阿雀 还有他们身后的十几个壮汉身体同时机灵灵打了个寒战 他们同时像摔倒在地的黑衣青年看了过去 阿狗的身体反应总是比他的意识快了三个节奏 他一眼看到黑衣青年的面庞 已经抢在楚天和阿雀之前 大踏步的冲了出去 雀老九 你咋了 阿狗冲到了雀酒身边 伸开双手想要扶起他 雀被接踵而来的楚天和阿雀一人一脚将他踹飞了出去 雀酒身上遍体鳞伤 单单胸腹之间的贯穿伤和剑孔就有十几处 尤其惨重的是 雀酒后心被一股爆炸性的力量打伤 还碗大小的一块血肉不见了 露出来的脊椎骨已经彻底粉碎 能够透过碎骨看到他胸腔中的内脏 这样的伤势 被粗手蹦脚的阿狗乱动一下 雀酒必死无疑 雀酒咳咳干笑了几声 他艰难的抬起头来 奄然向楚天 阿狗 阿雀一笑 天哥 狗哥 雀哥 好久不见 能有两年了呗 嘴里突然喷出大量淡红色的泡沫 雀酒右手动了动 将一根细细的主管递到了楚天面前 所有的 在里面 雀酒嘶嘶笑着 目光转向了一脸阴郁的阿雀 雀哥 真后悔 当年没跟着你去偷看李寡妇洗澡 我还没见过 没见过 女人的身子里 咔咔喘了一口气 雀酒没给楚天他们任何抢救的机会 脑袋重重的磕到地上 再无半点气息 他胸口那团红色木针所化的火焰熊熊燃烧起来 雀酒的身体被大火包裹 迅速烧成了一团灰烬 雀酒 不 三狗子 楚天瞪大眼 脑子里一片空白 猛的伸手抓进了包裹在雀酒身体的那团火焰上 高温火焰烧得楚天双手皮肉痴痴作响 一股焦糊味迅速散发开来 阿狗 阿雀同时尖叫一声 一把抓住楚天的肩膀将它向后拖了一把 楚天的双手食指被烧得劈开肉眼 隐隐可见皮肉下的白骨 山风吹来 雀酒所化的骨灰被风一吹 纷纷扬扬洒洒的满天满地都是 十几条壮汉大步冲了过来 他们比楚天三人的速度慢了许多 康康见到雀酒化为一团灰烬被山风吹散的场景 大汉们的眼珠子顿时变得通红 无论伤势沉重与否 他们纷纷咬着牙 撕开了衣巾 将手中刀死死地绑在了手掌上 摆出了一副亡命拼命的架势 是 三狗子死了 虎大力呆了呆 他丢下手中的兽皮 突然向楚天嘶吼 三狗子 死了 楚天缓缓站起身 他感受不到双手食指的痛 瞳孔只有针尖大小 死死地盯着龙袍青年 盯着他身后络绎从山林中走出的龙纹面巨男 数十头通体漆黑的山豹窜出丛林 十几头巨猿搭拉着双臂 从大树上一跃而下 身穿白衣的水公子突然说道 虎三儿 这位屡一屡少主 是我们的盟友 联手 杀光他们 第六十八章 大玉寺的雀儿 水公子轻声笑着 他脸上的青色条纹一条一条亮起 他身边有浓密的水雾生腾 骤然蓝光一闪 一颗水缸大小的水球从水雾中凭空而生 带着呼啸声向虎妖大汉打去 虎妖大汉欣喜若狂的一头撞向了水球 张开大嘴 想要用清水冲洗掉鼻腔里 口腔里的黑胶鬼孤包子 蜷缩着身体 在楚天身后盘成蛇阵的黑蛇上半身突然向前一吐 扑斥一声 一颗人头大小的黑色毒液球从黑蛇嘴里喷出 快若闪电般撞在了清水球上 毒液球撞进了清水球 清澈的水球骤然被毒液污染 通体变成了墨汁一般散发出浓浓腥腥的毒水球 虎妖大汉怪叫一声 眼看着毒水球快要打在自己头上 他狼狈的一个翻身 大头朝下栽倒在地 将地面撞开了一个水桶大小的窟窿 身体一眩 虎妖大汉带着一阵恶风 贴着地面连连翻滚着 一个呼吸间就翻出了十几帐外 毒水球炸开 大片毒水洒在地上 烧得山石 泥土痴痴作响 冒出了大片白烟 水公子恶然道 好毒 你这丝 你身为妖族 黑蛇眯着眼 冷冷的看着水公子 冰冷无情的眸子里只有兽性的残忍和狠毒 吕逸突然上前了两步 他看着楚天缓缓说道 这位朋友 你若是不看主管中的东西 只要将他交给我 我们转身就走 楚天从腰间拔出雀酒递给他的戏主管 向吕逸晃了晃 你是说 这个 你就是为了这个 杀了我家兄弟 吕逸一点了点头 他身后戴着龙纹面具的惊悍男子分散开来 成员湖状向楚天一行人包围了过来 吕逸淡然道 如果不是你家兄弟刺探我吕逝机密 他也不会死 错 不在我们 水公子在一旁看了一眼吕逸 他双手下垂 手掌心凝聚了两颗人头大小的金蓝色冰球 一步一步向黑蛇逼近 黑蛇蜷缩着身体盘在地上 长长的蛇信子不断吞吐 他浑身鳞片张开 一丝丝黑气从鳞片下喷出 化为一团毒云将他包裹在内 虎妖大汉双手掐着脖子 在地上嘶声怒吼 水 清水 你们都是死人吗 虎大力将兽皮裙重新缠在腰间 握紧了双拳一步一步的向虎妖大汉逼近 他歪着脑袋 出鼻子瞪眼的吼道 老子的小弟死了 什么清水不清水的 你们也得死一个 不 死十个 一百个 除了这个小妞儿 你们都得死 一声大吼 虎大力虎扑而出 和虎妖大汉猛的纠缠在一起 两人就好像两条发狂的猛虎一般胡乱的抓扯撕咬 满脸是血的虎妖大汉身上的鲜血越来越多 嘶吼声越来越痛彻心扉 吼声中的力气也越来越弱 虎妖少女呆了呆 他仰天长笑一声 指挥着数十名半妖壮汉一拥而上 帮助自家大哥抵挡虎大力的猛攻 吕翼有点忌惮的看了看和虎妖大汉纠缠的虎大力 又看了看和水公子对峙的黑蛇 他语气温和的劝说道 这位朋友 对于你兄弟的死 我们吕氏一族愿意做出一定的偿妇 前提就是 你不要看主管中的东西 只要你将主管交给我 大家和和气气的分开 不要动手 岂不是两全其美 楚天紧紧握着系主管 突然抬头看天 脑海中 无数的画面一闪而过 三周交会之地 十八连环水道环绕之中 深山老林内 身体瘦弱 双眼又大又亮的三狗子拎着一串而拆去了翅膀的金蝉 笑着对楚天说 天歌 油炸一炸 醉鲜田不过理 明州善堂内 面对其他大灵孩童的联手欺凌 吓得哆哆嗦嗦的三狗子和阿狗 阿雀一样 拎着棍棒站在楚天身后 奋力和那些大灵孩童打成了一团 点点鲜血飞溅 三狗子纵身跃出 帮楚天挡住了打向他后脑勺的一棒 大玉寺森严可怕的训练营中 长高了不少 身形高挑 却依旧瘦弱的三狗子搭拉着脑袋 有气无力的向楚天咕弄 天歌 我真是个软淡嘛 可是我真不敢拔刀和人厮杀呀 你和狗哥 雀哥敢打敢杀 是群狼的人选 我 我 我做个真机丰生 查探情报的雀儿就好了 长年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一直黑着张脸的大玉寺教官拿着训练营的名册 叫出了一个又一个名字 楚天莫不作声的走出队列 站在了狼群的前列 两久之后 三狗子和其他十几个同样来自深山老林的同伴一起 哆哆嗦嗦的走进了雀群的队伍 两年前 楚天最后一次和三狗子见面 他已经是芒州某个商会的伙计小头目 跟着大队人马途经盖州商货码头 前往十万莽荒深处 收购那些莽荒不足的特产商货 楚天站在码头站桥上 远远的看了三狗子一眼 三狗子回头向楚天笑了笑 就没入了人群中不见 和和气气 两全其美 楚天游离的目光重新回复了神采 他突然笑了起来 然后笑声越来越大 渐渐的他的笑声中混入了一丝歇斯底里的味道 简直犹如一个疯子在狂笑 痛 难以形容的痛 让人浑身抽搐 连灵魂都好似被撕裂的痛 在那深山老林中 从能够摸爬滚打开始 就一起钻山洞 掏鸟窝 追击打狗 调皮捣蛋的兄弟 一起离开深山老林 进入善堂 进入大御寺的训练营流血流汗的兄弟 虽然没有血脉直亲 但是情分比亲兄弟还要亲密几分的兄弟 又死了一个 笑声戛然而止 楚天回复了瓶颈 目光清澈如水的看着吕翼 当年 我们一共是两百四十八个兄弟 已经只有百多人了 楚天被烧得皮开肉绽的手指突然用力 一把捏碎了主管 从中取出了一张巴掌大小的薄券 吕少主不下令动手 是见到我们这里有两位天品高手 害怕我们会带着消息逃走是吧 楚天笑呵呵的看着吕翼 所以 三狗子用命换来的消息 我是一定会看的 楚天低头 看清了薄券上短短的几行画 吕翼长叹了一口气 他骤然向前急冲 两手袖子里 两根拇指粗细的黑色绳索荡起一圈圈大大小小的绳圈 卷起一道道湍急的旋风向楚天 阿狗 阿雀一行人打了上来 杀 楚天仰天长丝 一根金色长矛在他嘴里轰然爆发开来 化为一团金色烈火冲进他的肚子 一股股滚烫的热流在腹中爆发 楚天遍体长出了金色长矛 身形骤然拔高了持续 满是撩炮 劈开肉渣的手指死死抓着青椒剑 楚天周身剑气纵横 森森剑气从他周身数十个穴道中喷出 化为肉眼可见的灰蒙蒙剑气吞吐鸡射 他就好像一头发狂的刺猬 大踏步的冲向了吕翼 阿狗化身为人力而行的黑狼 拎着长刀冲了上来 阿雀长嘶一声 他一声痛呼 身后衣衫炸开 一对而硕大的翅膀张开 拖着他飞上了天空 他双手一抖 无数飞刀 锈剑 铁针 铁刺 铁吉梨 而且尽是脆毒的百毒玩意犹如暴雨一样倾泻而下 近百名戴着黑色龙纹面具的惊汉汉子发出低沉的喘息声 他们驱动山豹 以十几头体积巨大的巨猿为先驱 越过吕翼和楚天等人 向楚天身后的十几条壮汉冲了过来 空气中突然有荧光一闪 百多根半寸不到长短 比牛毛还要细数倍的银色毫毛无声无息破空袭来 精准无比的洞穿了这些龙纹面具男 山豹和巨猿的眉心 银色毫毛在他们的脑子里燃烧开来 将他们的脑子烧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空洞 近百拥有帝军巅峰乃至的尊修位的龙纹面具男 数十头矫健凶猛可力敌的军高手 十几头蛮力无穷可抗帝尊的巨猿 这只强横的队伍身形同时凝制 随后重重的倒在了地上 急迟狂飙的山豹已经死去 他们奔跑的势头带着他们的尸体向前甩出了老远 在地上拉出了长长的痕迹 青椒剑和吕翼的黑色绳索撞击在一起 切斤断育直弱等闲的青椒剑上剑起点点火星 看似柔弱的黑色绳索坚韧弱异常 绳索和青椒剑剧烈摩擦 发出让人牙齿生痛的尖锐声响 楚天的手臂剧烈震荡 吕翼的修为极高 一波波洪水一般的距离顺着绳索不断袭来 震得楚天食指上的撩泡不断炸裂 大片血水飞洒 吕翼低沉的冷笑着 他袖子里的绳索缠绕盘旋 逼得楚天 阿狗 阿雀三人不断后退 他双手一翻 居然还从袖子里挥出了两柄巴掌宽 三尺长的骑行八面剑 剑锋撕裂空气 发出呜呜声响 吕翼身形如灵蛇一般如动着 轻快的逼到了楚天面前 两柄骑行八面剑笑声不断的向楚天的胸口 小腹要害次来 楚天青椒剑狠狠一化 三柄利剑撞击在一起 就听丁的一声 青椒剑和两柄八面剑上大片符纹亮起 点点火光洒出 落在楚天和吕翼的手掌上 烧得两人皮肉痴痴直响 混蛋 这是我大秦路天秘阁的古堡 吕翼目光扫过自己的两柄八面剑 剑到自己的剑锋上居然被劈开了两个芝麻利细小的缺口 他身体机灵灵一抖 又是贪婪又是震惊更是恼怒无比的嘶声怒吼 嘶吼声中 吕翼猛不丁见到自己带来的大群属下居然莫名被击杀 他刚刚只顾着对付楚天三人 居然没能看到自己的属下究竟是被什么人用什么手法杀死的 吕翼呆了呆 手下的动作骤然一将 低空急速盘旋飞舞的阿雀手腕一抖 一柄飞刀射出 差点划破吕翼的面皮 阿狗长刀一挥 当当一声巨响 惊恶的吕翼手腕一震 八面剑被劈开一个空缺 楚天手中青椒剑顺势长驱直入 直奔吕翼的胸膛刺去 空气中又是一抹银光闪过 一根银色毫毛无声无息的到了吕翼的面前 吕翼腰间一块黑玉雕成的盘龙玉佩轰然炸开 一块巴掌大小的黑色冰盾在吕翼额头前凝聚 挡住了鸡射的银色毫毛 一声炸鸣 银色毫毛炸成了一团银色的火焰 和黑色冰盾同归于尽 吕翼面色惊慌的向后击退 青椒剑险险刺进了他胸口半寸深 楚天顺势向下一拉 在吕翼胸口划出了半尺长的一条血口 楚天冷声笑道 吕翼氏一族勾结一族 以蟒荒一族出兵协助一族攻打大尽为代价 换取一族权力出手 诛杀前朝古秦皇室一族迎是一族 三狗子 你用命带来的消息 天歌一定不会让你白白死掉 楚天周身疾风环绕 眉心神窍忠实灯内的红色法力急速消耗 楚天身形被疾风拖着 几乎要腾空飞起 带起一抹残影追向吕翼 青椒剑发出高亢鸣叫 剑芒直指吕翼心口 和黑蛇对峙的水公子冷立一笑 人族 真是一个无能的族群 比这些粗鲁野蛮的妖物还要无能 这样的机密 居然都会被人探查得到 咦 还得麻烦我出手帮你们清理麻烦 话音未落 又是一根银色毫毛破空而来 水公子怪叫一声 他身后一道蓝色兵铺冲天而起 化为一个硕大的冰盾挡在他面前 显而又显的挡住了银色毫毛的偷袭 钉的一声 银色毫毛刺进冰盾三寸身 化为一团银色火焰将冰盾烧开了一个人头大小的窟窿 水公子脸色微变 他看了看左右寂寂无人的山林 微微犹豫一下转身就走 泄密就泄密了吧 这是你们屡是一族的麻烦 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如此尊贵的人物 可不能在这里吃亏上当 水公子跑得飞快 甚至都没招呼吕翼和虎妖兄妹一声 数十头半腰大汗就和那些龙纹面具男一样 他们眉心上一点血珠渗出 脑子里被烧开了一个空洞 无声无息的倒在了地上 一声大吼传来 虎大力一声怒笑 他的脑袋化为猛虎原形 一口将虎妖大汗的脑袋从脖梗上咬断 叼在嘴里扬天嘶吼 虎妖少女吓得魂飞天外 他哭哭啼啼的叫着大哥 芒不迭的连滚带爬的向后逃窜 虎大力黑黑一声怪笑 丢下口中叼着的脑袋 一个猛扑到了虎妖少女身后 一把将他按倒在地 重拳在他后脑勺上重重一击 将他打得昏厥了过去 好了 虎丫头 陪大力哥哥回家生孩子做耍子去 眼看水公子顿逃 虎妖大汗被虎大力轻松击杀 吕翼痛慢了一声 脚下一片黑云飞起 卷着他犹如一颗流星 几个闪烁就顿入了山林不见了踪影 楚天恼怒的收起青椒剑 朝着吕翼消失的方向嘶声怒吼 吕翼 欠债还钱 欠命还命 你 跑不掉的 咆哮了几声后 楚天看向了远处烟尘熏天的楚家宝 第六十九章 道种 楚家宝前 杀声震天 山岭猛马大声嘶吼着 巨大的象牙上黄光闪耀 硕大的符纹在象牙上若隐若现 随着山岭猛马的每一声嘶吼 他们身体前方都会凭空凝现大小不一的巨石 犹如炮弹一样向着楚家宝乱打乱砸 暴风雨一般的巨石倾泻而下 楚家宝上空无数圈水波一样的连一荡漾 灰色的电芒犹如雨网在空气中急速的跳动震荡 将山岭猛马凝聚的巨石炸成一团团浓密的环雾 站在山岭猛马背上的莽荒族老们面色冷肃 嘴唇微微如动 不断念诵着咒语 不时会有一声暴雷炸响 或者是一团狂风飞出 或者是一道水缸粗细的电光机射 又或者一团团直径仗许的火球犹如飞火流星从天而降 满荒族老们的秘术攻击绵绵不绝 楚家宝城墙上同样出现了一批秘术师 不断施展秘术将满荒族老们的攻击挡了下来 楚家宝出动的秘术师数量只有满荒族老的一半不到 但是借助城防结界的威力 楚家宝的秘术师们在局面上并不显弱 在山岭猛马和满荒族老的掩护下 大队大队的豪门司兵有气无力的嘶吼着 低着头 举着盾牌 小心翼翼的向楚家宝发动一波一波的冲击 每一次这些豪门司兵都是冲到距离城墙数十丈远的地方 遭遇一波箭矢打击后 就立刻掉头就走 他们逃走的速度甚至比箭矢飞行的速度还快 城墙上一波箭雨落下 每每只能留下三五十个伤兵 无法对他们造成更大的伤害 和豪门司兵们的表现迥异的 是那些不断从各处矿场赶来的矿奴 衣衫蓝绿 遍体鳞伤的矿奴们愤怒的嘶吼着 犹如一群疯狂的野兽 在豪门司军的两翼对楚家宝发动了舍生忘死的进攻 司军们进攻的时候 他们在进攻 司军们后退的时候 他们在进攻 司军们被督战队一通砍杀训斥后 重新冲上来的时候 矿奴们还在进攻 有进无退 浑然不顾自己的性命 矿奴们的尸体逐渐将楚家宝外的护城河堵塞 填满 逐渐的 他们能够踏着同伴的尸体 直接冲到楚家宝的城墙下 城外大营中 营秀儿在十几位祖老 数百护卫的簇拥下 登上了一座修建在小山包上的望台 他手持一只用赤铜铸造 两端镶嵌了打磨精美水晶片的千里镜 神色轻松的眺望着楚家宝外的战局 少主 伤亡太大了 一个满荒族老在营秀儿身边轻声说道 短短两个时辰 就折损了一万多人马 这伤亡 太大了 营秀儿许久没吭声 他身边的一众族老和护卫一个个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小心的平住了呼吸 过了许久许久 营秀儿放下千里镜 很轻松的说道 伤亡太大了一些 我们的族人 可折损了一个吗 刚才说话的族老呆了呆 用力的摇了摇头 我族的儿郎 并无折损一人 营秀儿轻轻说道 那么 继续进攻 我很好奇 环绕整个楚家宝 若搬大的一座防御结界 每一时 每一刻燃烧的灵精的有多少 他们楚家宝在财大气粗 他们能支撑这个结界全力燃烧多少天呢 轻轻一笑 营秀儿抿了抿红润的嘴唇 轻轻笑道 我们掌控了盖州 民州 芒州几乎所有的头面人物 所有大家族掌握实权的大人 都在我们手中 我们可以肆意的消耗三周的人力 物力 若是集中三周之力还无法攻下楚家宝 起码 苍龙脱鞘图 可以激活了吧 苍龙脱鞘图静静的悬浮在营秀儿身后 漫天风云卷动中 蜷缩成一团的苍龙散发出的恐怖气息让一众族老都不由的心惊感战 他们敬畏的看了一眼这张蕴藏了无穷神秘 可怕力量的蟒荒圣物 纷纷低下了头 苍龙脱鞘图 蟒荒遗族的最高圣物 前朝古秦耗费整个皇朝之力锻造而出的露天秘宝 只有营氏最纯正的血脉 才掌握了苍龙脱鞘图真正的秘密 营秀儿微微抬起头来 看着蔚蓝色的天空轻声笑道 十八年前 我的阿爹 阿娘 他们得有多天真 才会带着我族圣物离开十万蟒荒 来到盖州和楚市的人会面 他们怎能如此的天真 真以为献上苍龙脱鞘图 献上十万蟒荒的所有子民 就能让大晋接受我等遗族的存在 和我们水汝交融 将大家的力量融为一体 大晋与我大秦 他们是叛逆 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叛徒 若非他们的背叛 大秦怎会如此急速的衰亡 阿爹 阿娘他们怎会天真到相信叛逆的后裔 营秀儿轻轻叹息道 看看 看看 结果如何 阿爹 他娘他们 还有我营氏最精华的一批族人 一旁的蟒荒族佬们低下了头 更有蟒荒族佬的眼珠都变红了 十八年前 当时的营氏少族长 也就是营秀儿的父亲一时错误的决定 差点颠覆了整个营氏 十八年前的恶劣后果 一直到今天还余波绵延 极大的影响了营氏在蟒荒遗族中的权势和地位 幸好 十八年前的少族长离开满荒送死的时候 将刚刚出生的营秀儿留在了族中 天资聪颖的营秀儿不负众望 小小年纪就展示出了超人的材质和谋划 硬生生稳住了营氏的局面 这是营氏的中兴之主啊 或许 营氏的希望就在营秀儿的身上 十几个祖老神色复杂的看着营秀儿 只可惜 若是营秀儿是男儿身 那就更加完美了 营秀儿两条长眉微微促起 有点恼怒的看了看这些目光中满含遗憾的祖老 他轻哼了一声 大秀一甩就向望台的楼梯走去 每天就如此攻打罢 等苍龙脱鞘图吸取了足够的血迹之力 营秀儿留下了半截话没说 他嘴唇微微如动 用极其细微的声音自言自语 苍龙脱鞘图的作用 是让人成为道种 道种 什么意思 苍龙脱鞘图并非完全由大秦铸造而成 他来历莫测 他的胚胎来自于比大秦更加古老的古夏 道种一词 也是从那时候留下 山风吹来 江营秀儿的自言自语吹得支离破碎 除了他自己 再无人听清 绿姑姐姐 我来找你学琴了 嘻 我真没有弹琴的天分吗 不如 我们再试几天 反正现在盖州城兵荒马乱的 你回去清流小住也不安全理 走下望台 迎秀儿大声笑着走向一座单独架设的帐篷 楚家宝内 楚鞋四仰八叉的躺在一张墨玉雕成的靠椅上 有气无力的哼哼着 诸位供奉喝 这里午饭还差一阵子呢 我这喝药都喝饱了 看看我这肚子 一摇晃里面全都哗啦啦响 可结果呢 哎哟 不容易啊 终于能让我开口说话了 但是我这浑身贪软 想搂着几个小侍女快活快活都软塔塔的 你们赶紧想办法呀 楚鞋翻着白眼 躺在靠椅上强忍着心头火气 很是不客气的抱怨着 祖父大人闭关不出 父亲大人在怀王身边笑吏 诸位供奉喝 我储鞋平日里对大家不薄啊 好吃好喝好娘儿伺候着 你们可别故意整治我 一个形容枯搞 生得好似八皮后的老猴子的楚氏供奉端着一海碗黑漆漆 还在不断冒着水泡的汤药走了过来 他将海碗凑到储鞋嘴边 黑黑笑着 少主 忍一忍 再试试这一记六龙回洋汤 少主憋们 我们知道 这躺在这里都两天功夫了 能不憋们吗 可是少主喝 这些莽荒蛮子 他们用的是魂毒的手段 金林大鲤鱼只是药银子 他们试用了一种或者数种对蛟龙血脉有极大克制作用的密药 精心调制出的魂毒呢 换成旁人 我们用霸道点的法资解读 三两下也就能把这魂毒给测出来 可是少主您多金贵的人哪 咱们可不敢对您用虎狼之药 还请少主再忍一忍 最多还有一百一十二剂解药 怎么着我们都要让少主您行动如初 更兼龙惊狐猛才是 储鞋翻了个白眼 无奈的长叹了一声 很努力的勉强张开了嘴 一海碗足足一斤半的汤药灌进了肚子里 储鞋猛的打了个宝格尔 一股药水从他嘴角渗了出来 哭搞老供奉急忙叫了起来 哎哟 可不能吐了 这药配起来可麻烦理 堵上 拿东西给少主嘴巴堵上 两个侍女急忙围了上来 用一根雕琢精美的玉筛子 牢牢堵住了储鞋的嘴 储鞋呜呜哼哼了几声 恼怒异常的瞪着老供奉 屋子里的一众储士供奉就当没看到储鞋凶巴巴的眼神 围在一起仔细的探讨起来 六龙回羊汤也无效 如此看来 就不会是六散七草为主配成的那十二种混毒 浑身瘫软无力 也有可能是三花三草斩龙毒的效果 要不 配一记三阴三阳夺魂高给少主服下 这夺魂高阳力霸道 伏下后肠胃剧痛如刀脚 却有清洗肠胃 驱散体内杂质余毒的奇效 正好给少主调理一下身体 如何 一众供奉相互望了一眼 轻轻的点了点头 储鞋的脸色骤然变得惨白一片 腹痛如脚也就罢了 所谓的清洗肠胃 驱散体内杂质和余毒 不就是腹泻吗 此刻他一根手指头都动弹不得 真个腹泻的话 那才叫一个难看 他想要扭动身体已表示抗议 但是此刻他浑身贪软 哪里还动弹得 很快 储鞋养病的屋子就被一股刺鼻的药气充盈 一群供奉取了材料 开始配置药力霸道的三阴三阳夺魂高 吃得一声冷笑传来 冷笑声犹如一根细针 狠狠扎进了所有人的耳膜 几个储士供奉精通药力 是一等一的毒药宗师 但是他们自身的修为苦不甚高 这声冷笑就好像一根铁钉在他们脑浆里用力的捅了一下 痛得他们同时惨叫一声 手中的药拨啪的一下摔得粉碎 什么人烟敢放肆 静静的站在屋子里墙根下的十几名侍女齐齐上前一步 纷纷拔出腰间配剑 在储鞋身边组成了一座剑气森严的剑阵 这些侍女周身气息浮动 剑封上一抹寒光闪烁 剑尖上同时有一尺长的剑芒喷出 他们伸出左手 用一种极其奇妙的方式相互握手相连 十几个侍女的气机融为一体 最前方那位侍女手中长剑突然爆发出一声刺耳的鸣叫 剑尖喷出的剑芒赫然长有六尺 几个擅长战斗的储士供奉从屋子角落里闪身而出 悄无声息的围住了储鞋 肃然看向了冷笑声传来的方向 剑拔弩张的 做什么呢 一个面容绝美 周身气机冰冷可怕 面色惨白 嘴唇惨白 头皮晶莹剔透没有一根发丝 通体皮肤宛如白瓷娃娃般透着一股非人冷意的少女穿着一球白裙 赤着双足慢悠悠的走进了院子 几个处事供奉目光一鸣 同时向少女的脚下望了过去 他们的身体同时一将 这少女行走之时 他居然一直是离第三寸悬浮行走 白净的脚掌一尘不染 丝毫不和地面接触 玉气凌空 倒须行走 天尊之上 半圣修为 几个处事供奉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这生得和白瓷娃娃一样 周身气息冰冷鞋翼的少女 居然是一尊修为超乎寻常的可不高手 不得一声 一个侍女将储鞋嘴里的玉塞子拔了出来 储鞋喘了一口气 吐了一口药水出来 看着院子里的白衣少女黑黑冷笑 我说 是谁呢 是殷家妹子啊 则 几年不见 你该平的地方还是平的 该谷的地方 怎么还是平的 怪笑了几声 储鞋淡淡说道 诸位供奉 还有你们 都下去吧 这位殷家妹子 是咱青梅竹马的好朋友 西 差点就定娃娃亲的那种 一众储士供奉和侍女敲步退下 殷家少女慢悠悠的走到了储鞋身边 双手揣在袖子里 冰冷无情的看着储鞋 储鞋也懒散的笑着 目光逐渐从殷家少女的面孔 逐渐一路向下 殷家少女冷哼了一声 冰冷冷的说道 你迟早 会死在你的这张嘴上 我真不知道 鬼母怎么会看上你 挑选你成为道种 我帅 储鞋笑得很灿烂 每一根眼睫毛都好像爆米花一样炸开 帅没用 没有实力 你会被其他几道的道种吃得干干净净 没来由丢了我们鬼道的脸面 殷家少女淡然道 做好准备吧 武道精英齐出 这次莽荒遗族自己跳了出来 那些老家伙想要看看武道道种的成色 规则已经定下来了 随心所欲出手 生死不论 殷家少女笑得很邪义 他低下头 凑到储鞋面前轻笑道 现在 你还有兴趣说俏皮话吗 储鞋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有如此人的那种难看 第七十章鼠为使者 轩腾了一个大白天 储家宝外失衡遍野 血流成河 城头上的储氏弓箭手颇有默契的停下了攻击 借着最后一点夕阳的余晖 大队来自盖州城的利夫 杂役走上了战场 莫不作声地收敛尸体 低沉的轰鸣声中 几个储氏供奉在城墙上发动秘书 一道白花花的浪头从护城河和外界水域的交界处冲起十几丈高 顺着护城河将淤色的矿奴尸体冲刷一空 一条一条火龙蜿蜒行进城外大营 盖州境内 距离盖州城比较近的那些豪门大族的私军队伍开进了营地 因为营秀儿的严令要求 这些豪门大族不仅仅带来了自己的私军护卫 连带着那些恐无有力的家丁 能挥动棍棒的长弓 还有租种他们土地的垫敷等等 甚至是身强力壮的剑妇也都打包搬家一搬调遣了过来 这些队伍少则三五千人 多则上万人 也并无什么纪律可言 一路喧哗嬉闹着 在无数莽荒战士冰冷的目光注视下 浑然不知恐惧害怕的走进了大营 营地和新处 专门为绿姑搭建的帐篷内 盈州儿跪坐在一张琴台后 无比严肃的看着面前的古琴 绿姑懒懒的坐在另外一张琴台后 微微挑着眼角 似笑非笑的看着盈州儿 帐篷内暗箱流动 几个盈州儿的贴身侍女银牙死死咬着下嘴唇 身体微微的颤动着 他们耗费了极大的力气 才强忍着坚持着站在帐篷里 没有捂着耳朵逃窜出去 漠然间 盈州儿食指勾在了古琴上 手指僵硬的一挑 就听咚咚嗡嗡 嘎吱一声响 无比难听的琴音犹如洪水猛兽一般滚出 瞬间充满了整个帐篷 犹如迅雷不及掩耳 充满了所有人的耳朵 绿姑轻叹了一口气 她双手撑在琴台上 两根白净的手指轻轻塞住耳孔 轻轻柔柔的说道 盈少主 做一统兵征战的女帅却也极好 领军打仗的大将军 何必一定要精通音律 绿姑的意思是 你还是带着一大群莽撞的汉子去砍人吧 你对音律并无天赋 就不要在这里遭见你面前那张真心罕见的 从古琴时代保存下来的万年古琴了 盈州儿死死咬着牙 额头上一条青筋凸起老高 强忍着心头的恼怒 语气平和的笑道 秀儿愚钝 让绿姑姐姐见笑了 只是 绿姑阿娘精通诗词歌赋 琴棋书画 绿姑指示 学得阿娘几分就好 长叹一声 双手轻轻推开古琴 盈州儿垂头丧气的说道 今日罢了 绿姑姐姐休息就是 若有一应所需 只管向下面人开口 绿姑姐姐是我盈氏一族贵宾 谁也不敢怠慢的 站起身来 盈州儿往帐篷外走去 绿姑眸子闪烁了击下 他在盈州儿身后问道 盈少主 你这般所为 究竟为何 真个只是为了攻破楚家宝 为你爹娘复仇吗 绿姑紧接着问道 绿姑不通军务 却也看出 这几日盈少主似乎 并不急于攻破楚家宝 难道 盈少主只是故意在消耗军力 盈州儿沉吟片刻 转过身来 笑着向绿姑常常作依一礼 绿姑姐姐何等清静逍遥的人物 这些俗事 绿姑姐姐就不用过问了 绣儿所作所为 自有绣儿的用意 微微一顿 盈州儿沉吟道 绣儿铁为盈氏少主 自然要为盈氏一族谋划 至于其他 确实顾不得了 这其他理念 自然就包含了那些豪门司军的性命 甚至是各家豪门的头面人物 若是需要牺牲他们的时候 他们自然也是要牺牲的 不等绿姑开口询问 盈州儿笑呵呵的向他反问道 绿姑姐姐可知 这牺牲二字作何解释 绿姑沉默不语 盈州儿收敛笑容 向绿姑再次行了一礼 转身走出了帐篷 所谓牺牲 其本意自然不仅仅是在战场上战死 在大晋之前的古琴 牺牲的运意是为了向天地祭祀 而大量屠宰的牲畜 他们被称之为牺牲 在盈州儿心中 联军大营中那些来自各家豪门大族的司军战士 也只是牺牲而已 太阳彻底沉了下去 浓厚的夜幕笼罩天地 在十万莽荒上空 夜幕似乎越发的沉重 厚重 今夜没有月亮 同样也没有星星 天空黑沉沉的近视乌云 一道道冰冷刺骨的凉风从云缝中吹了出来 吹在人身上 让人浑身阴冷 打心眼里凭空生出绝望之意 盈州儿抬起头来 看着黑沉沉的天空 突然下意识的孤农道 据说 万年之前 大秦沦陷之日 天空三年不见日月星辰 黑暗笼罩天地三年 天有血雨 地生妖鬼 强盛一时的大秦 就这样亡了 不知道 和今日的黑夜相比 那绵延三年的黑暗 又是什么模样 痴痴 小丫头知道的还不少 咦 这么油光水滑的小丫头 居然就是这些孤魂野鬼的统帅吗 人族 无人蚁 一带不如一带喝 激巢的冷笑声从一旁黑暗中传来 盈州儿身边的几位贴身侍女立刻尖声大喝 一道阴风袭来 绿营营一只方圆帐许的骷髅鬼手在阴风中向盈州儿猛扑 眼看就要将他一把抓在手中 盈州儿的几个侍女手中长剑击射而出 四五条银亮的剑光狠狠化在骷髅鬼手上 只听痴痴声响 几点鬼火附着在长剑上熊熊燃烧 三两下就将牵练金刚锻造的长剑烧成了铁水 几个侍女手掌被烧得通红的剑柄烫得直冒黑烟 她们齐声痛呼 身体更被一股电流一般的诡异力量打腿花枝而乱颤 亮呛着向后连连倒退 只剩盈州儿孤身一人面对扑面而来的骷髅鬼爪 她轻喝一声 一道狂飙从她身后冲出 苍龙脱窍图从黑暗中扑了出来 哗啦啦有声的绕着盈州儿急速盘旋 图上苍龙双眸星红 一声若有若无的龙吟声传来 苍龙眸子里两道血光击射而出 狠狠打在了绿盈盈的骷髅鬼爪上 黑暗中传来一声闷哼 骷髅鬼爪凌空粉碎 好 苍龙脱窍图 真是一群废物 当年送上门的肥肉 居然硬是没能得到这件宝贝 黑暗中 那击窍冰冷的声音急速远去 不过 也不迟 你这水灵灵的小丫头把这宝贝 又送到了咱面前 这口肥肉 这次是一定要吞下了 藏在黑暗中的莫名存在刚刚顿走 几道狂飙 火光 冰封 雷霆呼啸而来 十几名满荒祖老面色惊慌的冲到盈袖儿身边 忙不迭的向盈袖儿请安问候 更有两个性情暴躁的祖老拎着长剑 大声呼喝着像刚刚那声音消散的方向追了下去 盈袖儿静静的看着两个祖老追杀的方向 轻轻的摆了摆手 是楚家宝的人 犹豫了一会儿 盈袖儿摇了摇头 轻声道 或许 也不是楚家宝的人 但是 和楚家宝定然分不开关系 一众族老极其严肃的看着盈袖儿 盈袖儿淡然一笑 柔声道 吩咐下去 让族人都小心一些 我们一直提防的那些人 或许他们 已经按捺不住了 算算日子 也该是他们逐渐出手的时间了 大营内 营氏一族的精锐悄然调动 一层层重甲战士将盈袖儿所在的营区围了个水泄不通 几头山岭猛马驻守四方 一层厚厚的黄色结界笼罩了盈袖儿居住的那几座帐篷 十二根高有三丈的图腾柱在盈袖儿的帐篷外竖了起来 密密麻麻雕刻了无数风云水波蛟龙腾空图案的图腾柱散发出淡淡的光芒 附近营地内的人突然感觉心头好似被巨石压住一样 说不出的难受 仓促之间 营氏一族已经将他们行军之时所能布下的最强防御尽致不知妥当 盈袖儿松了一口气 带了几个侍女走进自己帐篷 正要休息时 滋滋数叫声中 一只油光水滑的黄毛山鼠从盈袖儿的书案下钻了出来 两只前爪捧着一个小小的纸卷而放在了盈袖儿脚下 一夜树惊 几个侍女刚要惊呼出声 盈袖儿已经请声呵斥 将侍女们的惊呼声憋回了肚子里 盈袖儿回头看看处在帐篷门口的图腾柱 再看看镇定自若趴在自己脚下的肥大山鼠 轻利的小脸蛋微微一抽 目光中多了几分凝重 无论这山鼠是之前就躲在他的帐篷里 还是在这些防御手段都布置下去后再钻进来的 这只山鼠能出现在这里 就证明有人能够随时威胁到他的安全 小小一只山鼠 盈袖儿笑了笑 捡起了纸卷而慢慢展开 纸卷上用盈头小楷 极其工整的笔画 书写了一行小字 盈是少主 可敢相见 十八年前故事 当是水落石出之日矣 若敢 若愿 请随蜀志 请随蜀志 盈袖儿笑了笑 手指一盒将纸卷捏碎 弯腰将山鼠抓起 用力扯了扯他的鼠须 山鼠嘶嘶叫了一声 尾巴甩了甩 在盈袖儿的手指上敲打了几下 让伤云族老 伤灵族老随我去见见这有趣的人 另外 带上百名黑龙禁卫在后方侧应 盈袖儿笑盈盈的看着乖巧不动的山鼠 轻声说道 真有趣 你的主人 会是谁呢 一刻钟后 盈袖儿披着一件大斗篷 在伤云 伤灵两个老头儿的护送下 悄然离开了大营 在他们身后数里远的地方 一百名身披重甲 面带浮雕黑龙面具的满荒禁卫带着数百头矫健凶猛的战兽 摇摇的跟在了后面 距离满荒大营数十里 正是白天里楚天张望楚家宝战场的那片千丈悬崖下方 带路的山鼠气喘吁吁的一路狂奔到了这里 身体在一块山石下打了个旋儿 钻进了一个地洞跑得无影无踪 四周黑压压的不见五指 唯有伤云 伤灵两个老头手掌中拖着一颗拳头大小的白色明珠 放出强烈的白光照亮了方圆树杖之地 迎袖儿紧了紧身上的斗篷 苍龙脱鞘涂无声的喷吐着水雾悬浮在他身后 他看着前方高耸的千丈悬崖 轻声喝道 送信的朋友 怎么不愿意出来见人吗 千丈悬崖上空 阿狗拎着一盘一盘接驳在一起的山藤逐渐放下 楚天腰间缠着山藤 逐渐降落到了离地数十丈的悬崖上 他找了一块稍微突出的山石站定 蹲在山石上俯瞰着迎秀儿一行人 迎少主 好手段 好本领啊 盖州 明州 芒州 三州的头面人物被你玩弄于手掌之间 嘖嘖 这里的消息若是传回大晋京城 周大学士 寻老夫子 他们都没脸见人了 楚天语气轻挑的打着哈哈 盈秀儿立刻听出了楚天的声音 他皱起眉头沉声道 楚天 楚档头 猛不丁的 盈秀儿扑斥一笑 他抬头看着站在数十丈的高处 朦朦胧胧连大致身影都看不清的楚天 带着几分挑衅之意笑道 楚档头敢绑架了燕儿姐姐 借机脱身 那日楚档头那般大的胆子 怎么今日就不敢和我见面吗 怕死 所以 还是不要距离盈少主太近的好 楚天诗诗然笑道 周大学士这几日 肯定在催促盈少主取下我的人头吧 以盈少主的手段 心性 为了大进三十二家豪门能够全心全意的为你出力攻打楚家宝 定然也是想要取下我的人头的 所以 我们还是这样说话来的安全 楚天掏出了一只白蟒浆的渔夫夜间补鱼使用的防风蜡烛点燃 随手插在了身边的一条石缝里 淡淡的烛光照亮了楚天半截身体 他的面孔依旧隐藏在黑暗中 迎袖儿看着一身黑衣 站在黑漆漆悬崖上的楚天 无奈的摇了摇头 好 楚档头用这种手段将我引来 想要说什么 就直说吧 关于十八年前的事情 楚天急促的说道 我掌握了一些 可能世间只有我知道的真相 所以 我希望知道一些 可能只有营少主你才知道的事情 真相 迎袖儿嘴角微微一抿 轻轻的点了点头 什么样的真相 你又想要知道什么 伤云 伤灵犹如两头凶狠的老猎犬 一左一右站在迎袖儿身边 冷静到冷漠无情的目光直勾勾的盯着楚天 好似随时就能扑杀出去 如果不是楚天站在离地数十丈 将近有百丈高的悬崖上 这两个老头儿宝不准已经扑上来了 我想要知道 关于那些飞人 营少主知道些什么 楚天轻声说道 比如说 有一种 将自身藏匿于人体内的飞人 将他们斩杀后 他们绘化为一道阴气融入天地间 他们究竟是什么东西 营绣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他喃喃自语 原来 楚档头居然有能力 斩杀鬼道的那些恶鬼 第七十一张天有六道 鬼道 楚天眉头一挑 欣喜地笑了起来 营少主 你看 这就对了 这正是我需要的信息 有些东西 藏着掖着可不对 若是能分享出来 对大家都有好处 不是吗 楚天用力地搓了搓双手 急切地看着营绣儿 然后呢 营绣儿抬起头来 极力想要看清楚天的面孔 那根防风蜡烛的光很暗淡 任凭他用尽了力气 依旧无法看清楚天此刻的表情 无法通过楚天的表情分析他的心理活动 这让自幼就有着对人表情变化敏锐洞察力的营绣儿 感到了极其的恼火和无力 他看了看站在身边的伤云和伤灵 两人同时微微摇头 楚天站得太高了 离地将近百丈的悬崖 又是这么陡峭的地势 还是如此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 想要凌空跃起声琴活捉楚天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们没有自信把握楚天 营绣儿眉头一蹴 柳声问道 楚档头 似乎也要说一些 我感兴趣的东西 楚天就笑了 对 信息的交换 应该公平公正才对 那么 十八年前 你的爹娘带领的营氏一族的精英族人 还有那些最惊悍的黑龙禁卫 泱泱近万人被一网打尽 没有一个逃脱 是因为 楚天突然停下说话 低头看着营绣儿 营绣儿身体猛的一颤 漂亮的大眼睛里几乎喷出血光来 楚天所说的 正是他急切想要找寻的十八年前的真相 在这结果眼上停下话头 营绣儿恨不得将楚天碎管了 喘了一口气 营绣儿沉声道 那些能够将自身完全藏匿在一个活人体内 犹如穿衣一样顶着活人肉身四处活动的一族 是来自鬼道的恶鬼 天地有六道 我们人族是为人道生灵 除开人道 鬼道 还有妖道 魔道 灵道 神道 这六道是我人族的称谓 在他们各自族群中 对自己还有其他的称呼 比如说妖道的那些妖物 他们对自家的称呼就是大罗众生道 楚天立刻问营绣儿 这是你们古琴典籍中记载的机密吧 大进建立时 古琴的典籍几乎被焚毁一空 无数知识断绝了传承 我昨日还碰到一位身穿白衣 青色长发 面颊上有青色纹路 可控水雾冰霜的男子 他是 而且还生得俊美非凡 简直俊美非人 营绣儿冷笑一生 那定然是神道生灵 他们生而遍体神闻 能自如指掌一系自然之力 五等人足十万 百万人之中才能出一秘术师 任何一个神道生灵 他们天生就是强大的秘术师 神道生灵秘术强大 但是肉体孱弱 若能近身格杀 越皆杀敌并非难事 营绣儿继续说道 神道生灵更骄狂自负 自诩天地宠儿 生当凌驾众生之上 他们寿命绵长 据传若非被人斩杀 他们寿命可轻易达到万年之久 故 他们极其怕死 经常临阵逃脱 楚天想起了昨日水公子的表现 不由的点了点头 一如营绣儿所言 那水公子 果真是一个胆小怕死的祸 稍有可能威胁到他生命的事情 他就立刻丢下盟友逃之夭夭 营绣儿已经给出了一定的信息 楚天当即加以回馈 十八年前 营少主的爹娘身边 单单快要超越天品的祖老就有十二人之多 其他天尊巅峰的高手更有百人之众 其他营士精英各个伸手了得 以当年楚氏的实力 并不可能全间营少主爹娘带领的使节团 那他们是如何死的 为何一个人都没逃出来 营绣儿的眼珠立刻通红一片 和营少主在盖山书院的手段如出一辙 毒 楚天缓缓说道 毒 发作缓慢 但是一旦爆发就让人气机崩溃 血脉溃散 再无还手之力 只能任人宰杀的剧毒 在腰间碧水皮囊中掏了掏 楚天掏出一根通体袜蓝色 几乎半透明的植骨丢了下去 伤云一抬手抓住了这根植骨 借着明珠的光辉仔细的端向了一阵 她突然手一紧 用力的握紧了植骨嘶声怒笑 勾魂蓝琉璃 这是我大秦宫廷密钥 勾魂蓝琉璃 伤灵在一旁惊呼 无色无味 如水无形 一旦服下 三日中通体骨骼化为蓝色琉璃状 终者无救 最终 连浑身血肉都会化为半透明琉璃状 这是我大秦宫廷密钥 专为大秦帝皇殉葬人勇而至 典集中固有记载 却早已失传 营秀儿身体微微颤抖着 她看着那根色泽怪异的植骨 嘶声说道 我爹娘 堂堂营氏一族的少主 是中了我营氏祖传的密钥之毒 连带这么多精英族人一并 楚天不等营秀儿三人的情绪缓和下来 她继续说道 楚氏屠杀你营氏一族的使节团后 用大火焚烧其尸身 所有人的尸身都被烧成灰烬 装进了一百口大瓮中绝的深埋 这根植骨 是我一位长辈冒险偷入火场 从大火中抢出来的 抢出来 楚天微微摇了摇头 她想起了鼠爷那鬼鬼祟祟的模样 当是鼠爷不顾风险 从火场中偷出来的才对 亏了鼠爷 当年带着楚天逃出生天后 立刻回转盖州打探消息 这才从那一场大火中抢出了这么一根植骨 今日楚天才能出示这证据 当年 你营氏的使节团总人数为一万三千五百五十八人 但是火场中的尸体 只有一万三千五百五十人 有八个人 他们没死 楚天沉声道 我家那长辈 亲眼看到八个人改头换面 装作独行的药贩子 顿入了满荒之中 有叛徒 是谁 营秀儿低声怒吼 双手紧紧握拳看着楚天 有叛徒对我阿爹 阿娘 还有这么多族人下了勾魂蓝琉璃 是谁 是谁 那一次使节团中 不仅仅是我营氏族人 更有商 王 李 吕等各部代表 他们 楚天轻叹了一声 他向营秀儿摆摆手 轮到营少主你继续说下去了 营秀儿语气一致 差点被楚天的这句话憋得吐血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营秀儿沉声道 楚荡头可知道我们这一方天地的由来 楚天茫然的看着营秀儿 这一方天地的由来 这种问题 似乎太玄傲了一些 我就知道 你不知道 营秀儿强压心头情绪 激潮的向楚天笑了几声 你们大晋的这些叛臣逆腓 你们从我大晋接收的 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记载 你们又怎可能认识真正的天地 楚天顿时无语 万年之前 古秦覆灭 无数小国林立 大晋是在古秦的废墟上 经过了近千年的战火 吞并 经历了无数次的血战之后才建立起的大一统的皇朝 古秦覆灭时 古秦点击万不存一 连连战火 更让无数的知识断绝了传承 今日的大晋 可以说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 借助古秦的一些学识的残片 自行摸索着 好容易演绎发展起来的 如果古秦的点击上有着关于天地的记载 那么大晋还真缺少这方面的知识 尤其这些年来 大进自上而下的奢靡之风 迷迷之气大盛 所有王公贵族 学士文人 都忙着醉生梦死 肆意享乐 忙着争权夺利 盈盈狗狗 谁还会思索这等虚无缥缈的玄幻问题 还请少主指教 楚天肃然向迎秀儿抱拳行了一礼 迎秀儿冷哼了一声 他瞇着眼 向伤云和伤灵看了一眼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楚荡头可知 这天地如废汤 天地有六道 六道生灵 分别居住在六座悬浮在天地废汤之上的世界中 也不管楚天在百丈高的地方是否看得清楚 迎秀儿蹲了下来 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了一个大圆 又在大圆内画了六个小圆 楚天点点头 迎秀儿的描述很清晰 他画出来的这幅图虽然简陋 却也能让人看得明白 楚荡头可否想象 这虚空如废汤 如何托起这把广袤 这般沉重的六方世界 迎秀儿抬起头来 清丽的小脸蛋上充满了某种难以形容的神圣和神秘 这一方天地有多广袤 不说其他 单单十万莽荒 就广袤无边 我迎是历代祖先深入莽荒四处探索 都没能探索到莽荒的边缘究竟在哪里 想必你们大进 也没能探索出大地的边缘究竟在何处 楚天再次点头 这一点 大进的官方点击上是有记载的 大进的集东方 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深渊大海 海上巨兽怪物无数 大进的集西方 就是十万莽荒 内有无数移民和无数的凶勤猛兽 大进的集南方 则是一片广袤无边的戈壁沙漠 只有极少数逃犯罪民的后裔苟延残喘 大进的集北方 却是挨挨无边的血域冰原 冰雪是那里的主宰 寻常人根本无法生存 大进就位于大海 莽荒 沙漠 雪原的包围中 东西南北各有千万里的疆土 风调雨顺 物产丰富 人烟繁茂 繁荣富足 但是这一方天地究竟有多么广大 谁知道呢 十万莽荒就无边无际 更不要说大进本土和其他三个方向 如此巨大的世界当有多么沉重 十万莽荒的一座大山就沉重无比 非人力所能托起 营秀儿的脸上浮现出一丝难以掩饰的恐惧之色 某些事情 唤起了他心头最本能的 源自灵魂深处的绝望和极大恐怖 那么 虚空如废汤 他需要何等力量 才能托起这么巨大的世界 还是六座之多 楚天眨巴着眼睛 他抬起头看着天空 再低头看看脚下厚实的大地 他很想对营秀儿说些什么 但是他一时半会不知道从哪里说起 这天空的太阳啊 这天空的月亮啊 这天空的星辰啊 难道这些太阳 月亮 星辰 都不应该是一方世界吗 难道这些天体 不应该都悬浮在虚空中横谷不变的吗 为什么营秀儿要说 这六块大陆 是犹如小船一样漂浮在一片废汤上 如果真是这般说的话 楚天也无法想象 那一片废汤是如何构成 要有何等的力量 才能托起这么巨大的六块世界 还请少主告知 楚天肃然向营秀儿拱手一礼 那八个人 楚当头可知道他们的名字 营秀儿立刻反将了楚天一军 其中不为首的一人 宁约营紫棋 楚天立刻说道 他是你爹血脉最近的堂弟 天尊巅峰的修为 擅长驱使毒蛇毒虫 对制毒用毒颇有心得 他 并不是主谋 营紫棋 伤云 伤灵的身体微微一晃 他们飞快的看向了营秀儿 营紫棋 三十七叔 原来没死 真是太好了 营秀儿眉开眼笑的眯起了眼睛 这就真的是太好了 太好了 秀儿 一定要找出三十七叔 问问他这些年究竟干什么去了 突然营秀儿越发灿烂的笑了起来 两位祖老 秀儿三岁多的时候 炼功突然走火 经骆寸断 再也无法修炼武道 似乎 我大秦宫廷密钥谱中 已经绝传的焚精散就有这个效果喝 伤云 伤灵同时向营秀儿深深鞠躬行礼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楚天神色诡异的看着营秀儿 惊若寸断 无法修炼 这么一清理无匹的娇柔少女 是如何统领这一帮子强悍凶狠的满荒移民的 营秀儿收起笑声 抬起头看着楚天朦胧的身影 血迹 六道血迹 血迹的力量 可以让虚空废汤翻滚 拥有足够的力量拖起六道世界 若是没有血迹 六道世界将逐渐沉入虚空废汤 天地黑暗 天灾无数 杀死无数生灵 虚空自行收取六道生灵血迹之力 当血迹之力足够之后 虚空废汤才让六道世界重新浮出 故而 太古最初 六道强者经常在虚空废汤之力衰竭之时 破开虚空 抵达其他各道世界放手杀戮 以其他族群生灵之血肉 灵魂 向天地献上足够血迹之力 楚天的身体微微颤抖着 营秀儿所描述的这一切 是如此的不可思议 如此的神奇瑰丽 却又如此的血腥残忍 这一方天地的世界法则 就是要让六道众生尽情的相互厮杀 相互屠戮 营秀儿脸上露出了一丝绝望和恐怖的笑容 她在笑 但是笑得好似一个死人 太古之时 是这般情况 但是逐渐的 这六道血迹演变成了 其他五道高手联手 尽情屠戮我人道生灵 用我人族一族之血肉 血迹天地 让六方世界永久漂浮在废汤之上 第七十二张灵 道降临 为何是五道高手联合屠戮人族血迹天地 因为你若 盘坐在山崖顶部 楚天一个字一个字回想他和营秀儿交换来的信息 六道众生 六道世界 为了让六道世界漂浮在虚空废汤上 不至于六道沉沦杀死亿万生灵 残酷的血迹成为了六道世界漂浮在虚空废汤的原始动力 因为人族弱小 所以 人族成了其他五道生灵的祭品 每隔万年左右 虚空废汤的力量逐渐削弱之时 六道世界之间的虚空屏障逐渐消失 就有五道大能施展逆天手段破开虚空 将一对一对的五道精英送来人道世界 这些划空而来的五道精英 配合潜伏在人道世界的五道所属 一次次的掀起了人道世界的血腥战乱 战火硝烟笼罩整个世界 无数人族子民被屠戮一空 万年前的古琴 如是 再万年前的古夏 如是 再再万年前的古汉 亦如是 古琴的典籍 最多也就记载了古汉的一些残破信息 古汉之前的人道世界是何等模样 近古 中古 太古之时的人道世界是何等模样 就连迎秀儿也说不清楚 迎秀儿所知道的是 万年前的古琴 疆域方圆千万里 子民人口万万亿 九成九九以上的子民被五道高手 还有被他们掌控的人族势力有条不紊的屠杀殆尽 鼠爷趴在楚天的头上 细长的尾巴左右轻轻甩动 仪惠尔用尾巴尖尖勾一勾楚天的耳朵孔 仪惠尔在他的后颈上挠挠痒痒 白天里 鼠爷耗费了百多根毫毛 击杀了吕翼带领的大群属下 数十名虎妖兄妹的半妖下属 他有点无精打采的趴着 搭拦着眼皮 陷入了似睡非睡的状态 楚天一个字一个字复述营秀儿所说的那些信息时 不知道那些词句刺激到了鼠爷 他突然打了个呵欠 抬起头来含糊的说道 古汉 我似乎有点印象 老糊涂了 但是我似乎记得 我在古汉的皇宫里住过一段时间 古汉的琼花公主 真是漂亮的不像世人 歪了歪脑袋 鼠爷尾巴尖尖用力的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他用力的拉扯着自己的胡须 有点无奈的叹息着 我这脑子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团江湖一样 不是那赢家的丫头说起 我还真想不起来 这六道的人合适 我似乎也记得一些 哎 琼花公主 我为什么记得他呢 对了 他是古汉灵霄秘宫的主持 武道大军攻破古汉都城的时候啊 他站到最后一兵一蹴 哎 最后他被武道道众围攻 围攻 吓 真下作 他们下作 鼠爷自然也下作咯 那个魔道的道众霍心天罗王 就是被鼠爷在脚踝上咬了一口 吸 当场死得硬了 他的魔盒 蛮好吃的 楚天目瞪口呆的倾听着鼠爷的自言自语 他知道这头被处世时代前老祖收养的银毛老鼠了不起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鼠爷 如果他不是在胡说八道 他岂不是活了三万多年 鼠爷星红的眼珠边有一丝淡淡的水气渗了出来 他晃了晃脑袋 这一丝水气就消失不见了 他低声咕咕道 哎 多少年前的古董事了 记起来头痛 还是 不要记起来的好 这一段记忆 打碎了去 打碎了去 浑身银毛一阵浮动 一抹荧光从尾巴间一路翻滚上来 最终淹没在头顶部位 鼠爷的神态变得轻松了许多 他突然说道 刚刚那营是小妞怎么说的 大御寺原本只有赵玉和铁玉 赵玉监察天下百官 铁玉监察天下武道 秘术高手 这血玉设立的时间只有短短百年 负责监察天下一切非人意识 楚天眉头一挑 而且 提议设立血玉的 还是杜家百年前的家主 也就是绿姑的曾祖父杜铁魂杜老爷子 血玉的手刃镇玉冥王 正是杜老爷子亲自担任 鼠爷重新趴在了楚天的脑袋上一言不发 楚天缓缓点头 是的了 杜老爷子怕是察觉到了些什么 所以才一力主张新开血玉 检查一切非人意类 朝堂之人都只以为 杜老爷子要对付的 是类似于镇三山这类巨扣中的妖族 实则血玉的目标 自建立以来 一直以来 就是武道一族 所以 杜家被扣上谋反的罪名 灭了满门 鼠爷轻叹了一口气 天歌儿 你说现在大进的朝堂之上 有多少人皮下面 都藏着一具鬼道的恶鬼呢 楚天只觉浑身冰冷 无法抵挡的寒气从心而生 一丝丝一缕缕的顺着毛孔钻出身体 冷 冷得让人绝望 冷得楚天游目四顾 却无法在这天地之间发现任何的光和亮 所以楚天立刻调换了话题 他甘巴巴的笑道 也不知道 营秀儿会如何处置当年的事情 营紫棋是他的堂叔 呵呵 他还一直以为 营紫棋早就在十八年前死掉了 鼠爷可是亲眼看着 营紫棋 吕不易八个人 活蹦乱跳的逃进了十万蟒荒 鼠爷由衷的感慨着 大秦的这些后人哪 都沦落到十万蟒荒中作业人了 居然还不忘争权夺利 哎 他们怎么对得起大秦的开国大帝黑龙尊皇营 小宝呢 营小宝 楚天愕然 抬头在鼠爷的脑袋上轻轻按了一下 诺 当年营小宝还是一个放牛娃的时候 不就叫做小宝吗 鼠爷滋滋笑了起来 希 他的第一个媳妇儿 大秦的开国皇后 要不是鼠爷帮他偷了三串铜钱 他讨得起媳妇吗 楚天漠然 他很想向天空翻一个白眼 鼠爷 他的人生经历似乎太丰富了些 哎 鼠爷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沉年浪谷子的事情 怎么又想起来了 去 去 不想 不想 一带不如一带 一带不如一带 死于烂虾瀉 两只爪子抓过长长的尾巴 将尾巴缠在脖子上 仔细的打了个蝴蝶结 鼠爷两个爪子捂住眼睛 重重的趴在了楚天头上再不吭声 楚天抬头看看天色 黑茫茫的天空不见一点而光亮 他叹息一声 闭上眼睛 一缕幽风从他眉心飞出 他的身体骤然僵硬 灵魂架着幽风穿过山林 迅速没入了盈秀儿的大营 法力又深厚了许多 楚天制作梦种的速度更快了三分 几个时辰过去 东边天空麻麻亮的时候 楚天悬浮在盈秀儿的帐篷上空 犹豫着是否要给盈秀儿的脑子里也种下一颗梦种 虽然和盈秀儿交流了很多信息 楚天对好些事情都有了模糊的判断 他敢发誓 盈秀儿脑子里 肯定有着更多的关于六道 关于天地 关于这一方世界的知识 如果能够在盈秀儿脑子里种下梦种 那么这些知识就能随他翻阅 犹豫了片刻 楚天倾笑一声 我可不是有意偷看你的隐私 下定了决心 楚天正要凝聚梦种 帐篷的门帘突然分开 裹着一件大斗篷的盈秀儿面色憔悴地从帐篷中走了出来 没睡吗 楚天无奈地看着盈秀儿 几个侍女跟在盈秀儿身后 一个个平住呼吸 低眉顺眼地看着自己的脚尖 没有一个敢发出半点儿声音 盈秀儿站在帐篷门口发了一会耳呆 他走到了一根图腾柱下 伸手轻轻地抚摸图腾柱上雕刻精美栩栩如生的水波藤龙图 盈氏居然会有叛徒 你可对得起我大秦的列祖列宗 嫡系 庞系的争执 值得你们这么做 吕氏 吕氏 我大秦皇后 时有二三出自吕氏一族 大秦丞相 更几乎为吕氏世代相传 吕氏一族的权势荣华 仅在我嬴氏一族之下 你们却又为何 一定要取而代之 不惜做出那等丧心病狂的事情 历代秦皇殉葬大典 都为你吕氏操持 勾魂蓝琉璃若是还有留存 当在你们手上 大敌当前 轻负之祸就在眼前 你们却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们是真的蠢 还是有别的心思 楚天看着盈秀儿 突然很想将三狗子用性命换来的情报告诉盈秀儿 吕氏一族勾结一族 想要杀尽盈氏皇族 如此重要的消息 三狗子用性命换来的消息 怎能如此轻易的交出去 盈秀儿若是不付出足够的代价 楚天宁可看着他们满荒遗族内乱 看着他们打得头破血流 甚或 他还会推波助澜 将三方都狠狠的坑一把 就在这时 盈秀儿还有他身边的侍女没有察觉到 满荒大营中的那些天品高手没有察觉到 满荒遗族中的那些秘书高手也一无所知 唯有以灵魂形态悬浮在半空的楚天突然看到东边的天空一道极细的白光闪过 极其刺耳的撕裂声远远传来 冲得楚天宛如水雾凝成的灵魂体一阵动荡差点崩解 楚天急忙念诵大梦神典中精咒 强行稳定灵魂 又深眉心神窍中 石灯内已经快要满意的红色法力一层层的降低 楚天灵魂四周有无形的幽峰翻滚 化为无形的波动挡住了那尖锐的破空声侵蚀 那细细的白光化空而来 瞬息间就从极远的东方天际来到了楚家堡上空 白光化出一道湍急的转折线 猛然向地面落下 看白光落下的方向 分明是在楚家堡的西北方向 大致有七八里远的一座大山中 楚天孤凉了一下距离 他犹豫了一下 然后咬咬牙 身体带起一阵清风 悄无声息的划过虚空 几个呼吸间就掠过了十几里距离 来到了那道白光坠落的地方 一道柔和的白光照亮了方圆数百丈的山林 白光的正中是一团让人无法直视的白色火焰 直径在十丈左右 隐隐有如龙如马的嘶吼声从白色火焰中传来 猛不丁的白色火焰向内一脸 它缩成了一颗拳头大小的白色宝珠 放出一道道极细的白光密密麻麻的扫过四周山林 楚天藏在里举外一块大石的背后 看着那些细细的白光交织成间隔一寸不到的光网 密密的向这边扫了过来 白光的温度极高 地面升腾起了蒸汽 树干被切出一条条极细的痕迹 好些小鸟小兽被白光烫得体无完肤 芒不迭的从巢穴中逃窜出来 扑的一声 一对而极其华美的白色羽翼在那白光核心处张开 一盏超过五丈的白色羽翼光洁如水晶 通体半透明 雍容华贵 神圣非凡 那对白色羽翼的主人 是一头神郡非凡的独角白马 他体长三丈左右 四蹄成淡金色 蹄字上缠绕着一丝丝白色的烈焰 白马不耐烦的一蹄字踏在了地上 吃的一声 地面就被白色烈焰烧出了一个身有持续的大坑 白马拉拽着一架通体营白的车架 几个生的身形纤细 秀美异常的青年男女站在车架上 神态巨傲的向四周张望着 这就是人道的世界 被那些孱弱 愚蠢的人族占据这等中灵流秀的天地 真正是浪费 一名白衣青年冷笑了一声 他背后突然有一对硕大的白色羽翼张开 流光一彩的羽翼用力的一挥 他就离得飞起 悬浮在了十几丈高的空中 这些人道生灵并无可取之处 他们唯一的用处 就是多多的繁衍 每隔万年 让我五道放心的血迹一次 这 也是他们对六道世界唯一的贡献了吧 一名白衣少女鸡翘的笑着 他手掌一拍 他左手镯子上攀附着的一只拇指大小的小小玉蝶腾空飞起 弹指尖就化为车轮般大小 轻盈的落在了少女脚下 少女站上了玉蝶 玉蝶轻盈的飞起 拖着少女飞到了十几丈高空中 楚天看着这几个青年男女 背后天生一对白衣 随着实力的不断增长 后背会有灵力凝聚的各色光翼不断生长出来 更精通降噪之术 所锻造的兵器 甲咒 珠般秘宝关绝六道 一如少女脚下的玉蝶 乍一看去就是一只活生生的蝴蝶 哪里像是人造之物 灵道生灵 这些青年男女 他们是灵道生灵 他们乘坐这架一马拉拽的车架破空而来 他们是直接度过了灵道世界和人道世界之间的虚空废汤破空而来 远处传来了尖锐刺耳的笑声 冰冷冷的笑声中 光头 士族 身穿白衣 面容美而妖异的阴性少女脚踏一头身形朦朦胧隆 被一层灰色雾气笼罩的突就凌空飞来 嘿 嘿 嘿 你们来了 可算是齐全了 生死不论哦 你们可知道这次的规矩 一马额头独角上放出的白色光网已经快要扫到楚天身上 楚天感受到白色光网上逼人的热力 这是他如今的灵魂还无法承受的可怕力量 他下意识的向后倒退了几步 几缕幽风就轻轻浮动了一下 阴性少女和几个灵道生灵同时回头 目光森冷向楚天这边望了过来 第七十三章可怕的灵兵 楚天浑身汗毛骤然竖起 直觉到了危险逼近 谁在那里 阴性少女白惨惨的小脸崩得紧紧的 声音中透着一丝狐疑 他 还有灵道的几个青年 只是察觉到了山石后面几缕风尽的不自然 但是他们并没有察觉到楚天的存在 首当其冲的 那头一马头顶金角骤然一闪 一道拳头粗细极度凝炼的白光破空而出 狠狠击打在山石上 巨石无声无息的破开了一个透明的窟窿 楚天身边幽风极炫 卷着他向一旁飘开了几寸 白光几乎是擦着他的灵魂掠过 可怕的高温烧得楚天浑身灼热难当 他的灵魂剧烈的震荡着 犹如烈阳暴晒下的露水 从他身上不断升起一丝丝朦胀胀的雾气 他朦胀的身形骤然暗淡了许多 楚天不敢怠慢 全力激发风之天印 他身边一道狂风冲天而起 略带一丝翅红色的狂风卷着他的灵魂 四周林木摇动 草叶乱飞 他双脚轻轻一点 就已经飞腾出了两三里地 灵魂体无形无质 飞行速度最快不过 但是楚天刚刚飞出 就听到了身后传来的羽翼扑击声 他回头看去 就看到最初的灵道青年背后巨大的羽翼急速拍打着 周身包裹着白色的光焰 已经追到了他身后不到三十丈的地方 灵道青年很显然并没能真正发现楚天灵魂的存在 他只是死死的盯着楚天身体四周呼啸滚荡的狂风 目光焦点并没有集中在楚天的灵魂上 楚天顿时放下了一半的心 这些灵道生灵原来也无法发现自己的灵魂本体 看来是刚才自己畏惧那白色的光网 身边的幽风力倒略大了一些 晃动了附近的草叶和灰尘 这才引起了这群警觉的一族青年的注意 暗自骂了一句自己的不够小心 楚天双手分别向左右一指 呼呼呼几声风啸 环绕他的狂风中又分出了七八团风劲 楚天混在了其中一道风柱中 贴着地面刷刷的向前击齿 狂风骤然裂开 楚天背后的灵道青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他愕然看着突然分裂向四处散开的风柱 力声喝道 鬼道之人 在灵道青年的身后 阴性少女同样紧追不舍 他脚踏通体烟雾缭绕的突就快速逼近 力声喝道 你可闻到了一丝半点的阴气 鬼气 这丝能有棘手纵风的法子 但是绝对不是我鬼道之人 灵道青年呵呵一声笑 他手掌一翻 从袖子里掏出了一柄光洁如玉 形状犹如象牙的骑行宝剑 楚天看到这柄造型奇异的宝剑时 他心头突然警照大作 他骤然停下 全身向一侧飘去 藏在了一株大树的阴影中 刚刚裹着他的那道风柱则是继续向前击齿 八九根风柱冲出了里许多地 灵道青年自信满满的一挥手 他手中的骑行宝剑突然裂开 裂成了数十万根比头发丝还要细的白色光丝 无数光丝刷的一下向四面八方扩散开去 将八九根风柱整个笼罩在内 附带着将方圆里许的山林整个包裹了进去 白色光丝落地 深深扎入地下 灵道青年一声轻喝 手中剑柄上一团刺目的白光冲出 无数光丝崩得紧紧的向内一合 就看漫天白光摇曳如雪飞降 几根光丝几乎是擦着楚天的鼻子掠了过去 他能嗅到这些白色的光丝中那种极度纯粹 纯净到了极致 不能容忍任何杂志存在的光和热 这种极端的光和热犹如石质一样绷紧 收缩 细细的光丝锁过之处 树人和暴粗细的参天巨木无声无息被切成无数细细的木片 然后瞬间燃烧成灰烬 一层层灌木和茅草直接在高温中蒸发 瞬间化为一缕青烟飘散 地面上的岩石 泥沙也在快速的溶解 气化 以楚天放出的几根丰柱为核心 一个直径两里的圆形大坑在急速的成形 在这直径两里的圆形区域内 万物都被极致而纯粹的光和热化为乌有 无意能够幸免 痴痴声不绝于耳 短短一个呼吸的时间 零到青年手腕一抖 无数白色的光丝骤然收回 刷得一下在他手中重新凝成了形状犹如象牙的奇形宝剑 楚天身前三尺远的地方 一个直径两里的光滑圆形大坑静静的躺在哪里 坑壁光滑如琉璃 更呈现出高温的赤红色 一缕缕热气不断的升腾而起 零到青年悬浮在大坑上空 低头俯瞰着最深处足足有三十几丈的圆形大坑 自信而骄傲的笑了 任凭是藏匿功夫多强的敌人 在他如此重击下 定然和那些草木砂石一样化为青烟了吧 巨大的白色羽翼扑腾了一下 零到青年转过身来 像站在秃鹫背上的阴性少女炫耀的轻笑 阴悠悠 你们这些在人道世界出生长大的道种 还没见识过我们武道世界真正的高端力量吧 得意的挥动了一下手中宝剑 零到青年眯着眼笑道 我的这柄灵兵如何 这还不是他最大的威力 一旦我全力施展 他能瞬间击杀方圆十里范围内的一切生灵 阴悠悠轻喝一声 他脚下的秃鹫就就悬浮在了空中不动 他目光冷利的看着灵道青年 语气森冷的说道 大日千军 你的灵兵的确威力无穷 只不过 你们灵道也就只能依靠这些身外之物罢了 冷冽一笑 阴悠悠慢条思理的说道 更不要忘了 万年前古秦覆灭 可是我们这些生长在人道世界的道种先辈 立下了手工 灵道青年大日千军俊脸一沉 盯着阴悠悠冷笑 你的意思是 我们这些血脉纯正的武道道种 还不如你们这些生养在人道世界的 咋种 阴悠悠冰冷的双眸骤然变成了一片惨绿色 他盯着大日千军立声喝道 你说 谁是咋种 大日千军毫无畏惧的看着阴悠悠皱然色变的眸子 他痴痴轻笑道 武道都已传遍 你们鬼道这次居然弄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作为道种 嘿 嘿 大日千军的目光在阴悠悠身上扫来扫去 他的态度很明白 因为鬼道这次出现了一个活人道种 所以他有必要质疑阴悠悠是否也是不纯粹的鬼道生灵 他或许就是一个杂种 阴悠悠身体微微一晃 一道黑色阴风从他体内扩散开来 凝聚成一个硕大的鬼头悬浮在他头顶 他身体一晃 团身向大日千军冲了过去 楚天凝神看着大日千军和阴悠悠的战斗 武道的道种 鼠爷几个时辰前的自言自语中 也提到了道种这个词 道种 道种 顾名思义 一道的种子 而种子的意思是心生 是生命力 是未来的希望 能够被武道选为道种 楚天很期待他们有惊艳的表现 阴悠悠扑向大日千军 距离大日千军还有数十丈距离 他头顶的硕大鬼头就发出一声凄厉的奸笑 一波波无形的诡异声浪翻卷开来 空气中荡起了肉眼可见的奇异扭曲 大日千军闷哼一声 他背后流光一彩的羽翼光芒骤然暗淡 更有数十片华美的白色光与崩裂 纷纷扬扬从羽翼上脱落下来 楚天更见到 大日千军的嘴角流出了一缕乳白色半透明的枝叶 这些枝叶一碰到空气就剧烈的燃烧起来 这应该是灵到生灵的鲜血 紧接着怪异的笑声就袭到了楚天的面前 凄厉的鬼笑声犹如无数饼钢刀在楚天的耳朵里乱叫 他眼前一阵黑云翻滚 朦胧的身形骤然散乱起来 阴幽幽的鬼笑声不仅仅对大日千军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更让楚天受到了鱼池之灾 这鬼笑声的威力 对楚天灵魂体的杀伤力还远在大日千军之上 楚天不敢在原地多留 急忙顺着一道吹来的山峰轻盈的飘起 几个起落就飞出了七八里地 随后他发动风之天印 一道道幽风卷着他的灵魂 用最快的速度顿回了本体 僵硬的肉身骤然一动 趴在楚天脑袋上的鼠爷猛的惊醒 他两只小爪子解开了自己脖子上扎成蝴蝶结的细长尾巴 懒洋洋的咕农道 又做了坏事回来了 有啥子发现吗 楚天一跃而起 他急促的说道 灵道生灵降临 里面有个叫做大日千军的 还是灵道道种 鬼道的一个道种阴悠悠 正在和他大打出手 鼠爷身体僵了僵 然后再次软塌塌的趴在了楚天头上 想要做什么 就去做吧 道种降临 这是武道再次血迹的仙兆喝 若是挡不住 呵呵 大劲喝 大劲的天子还在做长生不死的美梦呢 后面传来了虎大力的骂裂声 他光着身体 连腰间的兽皮都懒得缠绕一下 就这么慵懒的 宛如吃饱后的大虫一样懒洋洋的晃着膀子 走了出来 吓 那小妞真个泼辣 不就是杀了他大哥吗 咱们可是妖怪 咱杀了他大哥 他更应该尊崇强者 乖乖的趴在地上为咱生娃娃才对 怎么一晚上就只知道撒泼呢 虎大力打了个喝歉 恼羞成怒的骂道 咱大力哥第一次出山 抢到的第一个娘儿 不舍得对他下狠手 嘿 给他三天时间 若是再不从 咱大力哥可不是委屈求全的人 他若是不从 咱就送他去见他大哥 一股莫名的凶煞之气从虎大力体内扩散开来 他朝着楚天黑黑笑道 天哥儿 哥哥我昨晚上熬了一晚上劝那小娘儿呢 你一夜忙活着 做什么呢 身躯巨大的黑蛇慢悠悠的游了出来 他尖声尖气的说道 大力啊 少在这里给天哥儿添麻烦 赶紧把带来的药材给天哥儿几个 虎爹是让咱们出山来探查消息的 探查三十二家豪门联军意欲何为呢 三十二家豪门联军不足为据矣 楚天长叹了一声 有热闹 看不看 天外而来的飞人在打架里 一边说着 楚天一边一跃而起 脚下一道狂风冲起 拖着他的身体静直从千丈高崖上跳了下去 昨夜为了不让盈秀儿和伤云 伤灵两老弄清自己的底细 楚天当着他们的面用长长的山藤将自己从悬崖顶部掉了下去 今天当着自己人的面 楚天懒得掩饰什么 直接发动风之天印 一道狂风卷着他轻盈的从悬崖顶部滑翔而下 安然无损的落下了千丈高崖 虎大力和黑蛇被吓了一大跳 他们忙不迭的跑到悬崖边低头看去 看到楚天安然落在了悬崖下方 他们同时骂了一句粗口 这天歌儿 居然成了秘术师 大御寺 真有传闻中这么厉害 虎蝶当年怎么不答应 让咱大力哥混进民州善堂呢 虎大力叙叙叨叨的 身形纵月如风 借着悬崖上一个个微小的凸起 轻巧的跳下了山崖 大力恶 你是虎妖啊 用点脑子好吗 大御寺怎可能收容妖物 黑蛇无奈的长叹了一声 他腹部的鳞片犹如刀片一样一枚没竖起 轻松的扎透了坚硬的山石 他从九十度垂直的山崖上一路蜿蜒向下 没用多久也下到了下方山林 阿狗 阿雀眼看着楚天几人跳下了山崖 他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 知道自己实力不够 楚天这是有意不待他们 阿狗恼怒的一脚踹在了一块山石上 然后痛的抱着脚趾嗷嗷哭喊 阿雀掏出了一枚羽毛想要塞进嘴里 但是想了想 他又舍不得的将这枚羽毛收起 无奈的看着山崖叹了一口气 阿狗啊 我们不能拖天哥的后腿 得赶紧修炼哪 黑叔送来的那些药材 我们这就赶紧服药修炼吧 否则 我们会被越甩越远的 楚天带着虎大力 黑蛇 头顶鼠爷 一路狂奔到了刚才大日千军和阴悠悠敖战之处 他不敢靠近战场 而是选择了数里外的一个凸起的小山头 一行人藏在山头上 远远的眺望着还在疯狂厮杀的两人 大日千军手中骑行宝剑聚散不定 剧则是一柄散发出高温高热的利剑 散则是无数白色光丝漫天乱扫 阴悠悠也拿出了一套骑行兵器 那是一套九柄鬼头匕首 持许长的灰色匕首凌空飞行 手柄上镶嵌的鬼头在高速飞行时不断发出尖锐的笑声 犹如白鬼夜窟 隔着几里地远 兜阵的楚天几个人浑身气血沸腾 不得不死死捂住了耳朵 阴气缭绕的匕首不断和大日千军手中宝剑相撞 每一次撞击 发出的都是冰水浇在烧红铁板上的痴痴巨响 不断有大量的光焰 烟气从撞击处喷出 虎大力张望了一阵阴悠悠和大日千军的战斗 不由的摇了摇头 没吓死力气拼命吗 虎大力话没说完 两人战斗之处下方的山林中突然一片湍急的黑色光芒冲了出来 无数拇指粗细 三尺长断的尖锐黑芒犹如暴风骤雨 瞬间将阴悠悠和大日千军淹没 一声惨嚎传来 阴悠悠脚下烟雾缭绕的突就指示弹指尖 就被黑色光雨打成了一团散乱的灰雾飘散 第七十四张妖道虎啸天 楚天被这突然的变故弄得作声不得 很显然 有人伏击了阴悠悠和大日千军 瞬间覆盖百丈方圆空间 密集如雨不给人丝毫闪避机会的黑色光雨 分明是一种威力绝大的秘术连弩 秘术连弩发射的不是实体箭矢 而是将天地灵髓转化为杀伤性的能量 压缩而成的能量箭矢 和实体箭矢相比 能量箭矢的破甲能力略弱一等 但是飞行速度和杀伤力被提升到了可怕的程度 大日千军手中的骑行宝剑崩解成无数白色光线 细细的白光在它面前组合成了一块六角棱形光盾 苦苦抵挡着无数黑色光雨的暂射 阴幽幽则是冷声呵斥 她的身体喷得一声爆开 化为一团黯淡的白色幽光悬浮在空中 这一层幽光介于实质和阴影之间 无数黑色光雨不断穿透她所化的幽光 溅起大片涟漪 但是很显然并没有对阴幽幽造成什么伤害 楚天的瞳孔一凝 大日千军的宝剑化盾固然奇妙 但是盾牌这种东西 只要力量足够 还是能找到法子攻破 阴幽幽自身化为一层虚实之间的幽光 任凭光雨冲击却丝毫无损 这等轨道秘术悬而又悬 才是她未来要注意的地方 这等轨道秘术 若是找不到克制的办法 阴幽幽争个立于不败之地 谁也拿她没辙 但是大进的天下 从没听说有人擅长抓鬼呀 黑色光雨无声无息的冲天而起 一直飙射到离地千丈的高空这才缓缓散去 密集的光雨持续了足足一盏茶时间 这才慢慢停歇下来 阴幽幽身形一晃 重新凝成实体 大日千军怒骂一声 从光盾后面探出头来 他的光盾表面斑斑勃勃尽是拳头大小的坑洼 屡屡黑烟从光盾上不断喷出 偶尔还会爆发出大片火星 隐约可见破碎的符纹在光盾内闪烁不定 他的这柄灵兵 居然被这一阵暴风骤雨般的突袭打得彻底损坏 大夜破军 给我滚出来 我知道是你 只有你才会如此无耻的用我领导的灵兵在背后偷袭 大日千军气的暴跳如雷 狠狠将手中光盾丢在地上 指着那一片山林嘶声怒骂 呵呵冷笑声传来 一对儿通体漆黑 深邃深沉的羽翼张开 一鸣身穿黑色甲皱 黑色长发披散在身后 苍白的脸上满是冷意的青年冉冉从山林中飞出 青年的肩膀上扛着一具造型奇异的重弩 常有一杖的弩伸成龙形 弓壁是两只张开的黑色羽翼 拇指粗细的弓弦是一道不断震荡的黑色悬光 嗡嗡震荡声隔着好几里的距离都清晰可闻 大日千军怒视大夜破军 他嘶声怒道 你 想要干什么 大夜破军扛着重弩 懒洋洋的说道 那些老家伙说了 正是发动之前 以这三周之地 以这三周的人族生灵 让我们这些各道挑选出来的道种做一次试炼 这事情 大家都知道了吗 老家伙们可是说了 这次试炼 只求验证一下各道道种的橙色 被挑选出来的这些道种只管肆意失为 死活不论啊 大夜破军很灿烂的笑着 轻挑的向大日千军挑了下眉毛 我见你久久收拾不了阴幽幽这丫头 所以 好心帮你轰他一弩 帮你弄死他 你要 感谢我才对 长篇大论了一番 大夜破军很认真的向大日千军说道 我好心好意帮你的忙 也是看在我们都是零到一脉的份上 虽然你我分数大日 大夜两宗 你要感谢我呀 大日千军被大夜破军的一番谬论气的说不出话来 阴幽幽则是冷笑一声 九柄盘旋飞舞的鬼头匕守护住了他全身 他脚踏虚空 一步一步的向楚家宝的方向走去 你们灵到两宗的争执 可别纠缠到我身上 大夜破军 刚刚的事情 我记住了 阴幽幽嘎嘎笑了起来 笑声尖锐难听 犹如告死的乌鸦 我鬼道之人最会记仇 而且我鬼道之人最擅长刺杀 以后你做什么的时候 都小心你的脑袋 大夜破军黑黑笑了几声 黑漆漆毫无光泽的眼珠死死的盯着阴幽幽的腰臀部位看个不停 这娘儿 有点劲儿 要不是鬼道的娘儿一个个冰冷冷的 搂在怀里一点儿热气都没有 黑黑 迟早不会放过他 羽翼扑鸡声响起 数十名被生黑色羽翼的灵道男女从山林中飞起 隔着两百多丈的距离和大日千军身后的七八名灵道生灵对峙 大日千军的脸色就变得很难看 大夜破军则是放声大笑起来 我就知道 你们这些在武道世界土生土长的天之骄子 一个个最骄傲不过 嘿 就带了这么几条狗腿子过来 要不是有外人在 我真想 大夜破军瞧起大拇指 慢慢的划过自己的脖梗 呲牙咧嘴的向大日千军凝笑不断 外人 大日千军呆了呆 他猛的转身向四周张望起来 外人 楚天心头警罩突生 他身边一缕缕幽风释放出去 瞬间覆盖了方圆十几丈的范围 他猛的发出一声警笑 双手双腿在地上狠狠一弹 他就好像一只跳蚤一样圆的蹦起来了十几丈高 东的一声巨响 一根通体漆黑的狼牙棒狠狠砸在了刚刚楚天匍匐藏身的地方 地面轰然炸开 炸出了一个直径数丈 身有三丈多的大坑 土石飞剑 呼啸飞出的碎石轰得四周的树干炸碎 灌木 草丛更是被炸得支离破碎 虎大力和黑蛇在楚天井啸时就同时动了 虎大力顺势向前一个猛扑 一个扑击就冲出了二十几丈 恰恰避开了飞剑的土石 黑蛇则是周身翻滚着大片黑色水云 他头顶黑脚喷出一道滑光 带着他冲天飞起 弹指间就冲上了近百丈的高空 黑蛇修长的身体在空中一个转折 回过头来不管不顾的向着地面就是一口湍急的毒雾喷出 细细的毒雾喷土划过百丈空间 席向了大踏步冲向楚天的一个魁梧身影 那身高过丈的魁梧身影狂笑一声 顿时方圆树里的山林巨木摇晃 滚滚旋风贴得而起 掀飞了无数土石草木 巨大的笑声更是震的楚天 虎大力 黑蛇双耳剧痛 眼前骤然一黑 身不由己的摔向地面 高大魁梧的汉子一声狂笑 抬起手来用力一抓 他掌心一道水缸大小的湍急旋风急速旋转 黑蛇吐出的毒气被他一掌抓下 旋风一阵旋转压缩 瞬间毒气消失 大汉的掌心多了十几颗黄豆大小亮晶晶宛如宝石的黑色珠子 黑蛇昏头转向地摔在了地上 他身体一眩 肠尾卷起了大片土石砸向了魁梧汉子 他私声道 强敌 走吧 黑爷的毒物能被凝成毒株 这丝的修为起码比黑爷高了三个小境界 黑蛇是刚刚踏入天品的蛇腰 虽然没化形 一身腰圆修为实打实达到了千年大腰的水准 比他起码高出三个小境界 这魁梧大汉岂不是达到了天尊巅峰 甚至可能更高 楚天一声长啸 脚下生风向一侧山林冲去 刚刚大汉一声长啸 震得楚天眼前昏黑 五脏六腑都好似被闷雷轰击过一般 他能清楚地感知到自己的脏腹被震开了裂口 正在不断渗出鲜血 一大早的还没有吃东西 肠胃中却有着一种怪异的饱足感 这时脏腹渗血进入了肠胃 将肠胃都快要塞满了 楚天嗓子眼里血腥味一股股地冲上来 要不是他强忍着 他早就喷出血来 强 强得超乎想象的强 楚天此刻的肉体强度可以和天品高手相比 那也只是出入天品的水准 这天尊颠峰级的高手一声大吼 直接震得楚天肉身重伤 差点就要肉体崩裂暴毙当场 黑蛇肠围卷起无数土石犹如箭矢一样飞剑 他借力一个向后腾空转身 快速跟着楚天向外逃窜 无数土石啪啪有声打在魁梧大汉的身上 黑蛇这一击倾尽全力 好些拳头大小的石块带着笑声撞在大汉脸上 居然直接炸成了大团大团的石粉 魁梧大汉眼睛都不眨的随意扫了楚天和黑蛇一眼 他一把抓过一枚向他打来的小石子 手指一弹 石子啪的一下发出一声可怕的音爆 带起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白色气泡 急昼摩擦着空气向黑蛇的七寸打去 小小的石子和空气剧烈摩擦 短短十几丈的飞行距离 石子居然通体被烧得赤红 几乎到了融化的临界点上 黑蛇怪叫一声 他修长有力的身体突然弯成了一个怪异的弧线 石子擦着他的身体掠了过去 就听密集的碎裂声响起 黑蛇身上厚厚的鳞片被石子震碎了数十片 一道深深的血痕陷进黑蛇的身体 一道冰冷的血水喷出 痛得黑蛇嘶嘶直叫 孩儿们 去 撕碎了他们 吞了他们 魁梧大汉冷哼一声 眼看楚天和黑蛇都已经重伤 他不以为然的挥了挥手 十几条同样高大魁梧 通体散发出恐怖兽性气息的大汗从山林中狂奔而出 仰天长笑了一声 大踏步的向楚天 黑蛇追来 刚刚一个虎扑冲出二十几帐外的虎大力在地上翻滚了击下 刚刚抬起头来 就看到楚天和黑蛇重伤 十几头虎妖正大声嘶吼着追杀过去 他顿时气急咆哮 一声声唬哮声冲天而起 镇的方圆里许的山林再次风云激荡 大片灰尘扬起 头颅上生出无数黄毛 脑袋迅速化为虎头 双手 双足也变成了虎爪 一条海玩口粗细的虎尾从身后探出 虎大力长尾一甩 大声吼道 崽子们 来你亲爹这里 一个虎扑 化为虎妖形态的虎大力脚踏黑风 口吐乌云 一个扑击就冲出了百多丈远 康勘拦在了楚天和黑蛇身后 他身后长尾顺着扑击的势头狠狠一甩 将一个冲得最快的虎妖蓝妖打飞 十几头气息赤裂的虎妖扬天狂笑 他们眸子里泛起血光 一个个疯狂的向虎大力扑了上来 一群人迅速缠斗在一起 虎大力头顶 牙咬 爪丝 脚踢 肠尾乱甩 当即就有七八条虎妖被虎大力爆击打飞 一时半会爬不起来 一声大喝后 虎大力张嘴一吐 一柄通体青色厚重异常的青龙眼月刀从他嘴里喷出 长达一丈八尺的青龙眼月刀顺势一抹 就好像真有一轮青色的月亮在大地上冉冉升起 五六条正向虎大力扑击的虎妖措手不及 被他一刀拦腰斩断 鲜血四剑 蚕尸被大刀距离抛出数十丈远 虎大力双手横刀 重重一步向前踏出 大地一声轰鸣 虎大力呲牙咧嘴的向着那站在原地纹丝不动的魁梧大汉咆哮道 你爷爷虎大力在此 孙子 抱上鸣来 块头比虎大力还要威猛一劫的魁梧大汉双手抱在胸前 歪着脑袋看着虎大力赞许的点了点头 小虎妖 有意思 一人之力 力敌十几倍的敌人 其中有三人的修为比你还要高出一大劫来 怎么样 做我的侍卫吧 魁梧大汉身体一晃 他的脑袋也变成了一颗硕大猙獰的白虎头 咔咔一笑 星红的舌头舔了舔嘴角 白虎大汉沉声道 老子是妖道道众 虎啸天 你既然是纯正的虎妖一脉 你就应该是我妖道众人 做我的侍卫 我不计较你杀死虎三儿的事情 虎三儿的妹妹 也能送给你 虎大力呆了呆 他看着虎啸天骇然问道 你怎么知道 是老子宰了那虎三儿 虎啸天很无奈的摇了摇头 仰天长叹道 毕竟是人道世界土生土长的妖 堂堂虎妖 连我们虎妖一族的复仇血印都不知道 你杀了虎三儿 他的血印就在你身上 只要是我虎妖一族的族人见到 自然知道是你杀了虎三儿 冷哼了一声 虎啸天向虎大力招了招手 指了指自己脚下的地面 我欣赏你的战力 能够击败 斩杀我麾下的孩儿们 你的血脉天赋 你的潜力定然超出他们许多 妖族的天才 不应该被我轻易击杀 跪在我的面前 发誓效忠于我 虎啸天用命令式的口吻喝道 小虎妖 你还在犹豫什么 这是你一步登天的机会 可不要自悟 来 跪下 虎大力怪笑一声 他一个猛扑到了虎啸天面前 青龙掩月刀当头一刀跺下 第七十五章 紫霄声的善意 不知死活的东西 虎啸天摆虎头上 两颗暗绿色的眸子转了转 一拳轰了出来 重拳轰在了虎大力刀柄上 停下脚步转身看向虎大力的楚天就看到青龙掩月刀碗口粗的刀柄居然被虎啸天打得微微弯曲 虎啸天的拳头上一道拳钢飙出 虎大力魁梧的身体就好像风中落叶一样 一边吐着血 一边向后飞出 东的一声 虎大力正好摔在楚天脚下 大量鲜血不断从虎大力嘴里涌出 喷泉一样的血流迅速染红了他全身黄色的长毛 丢人现眼里 哥哥我第一次出山 虎大力死死拎着大刀 一边吐血一边向楚天苦笑 传出去的话 哥哥都没脸见人了 天歌儿 口风紧点哪 楚天想笑 他胸膛刚刚一动 一口血就从嘴里冒了出来 他急忙扶下了两颗治疗内脏出血的救命药丸 斜斜举起了青椒剑 人 你想要和我动手 就你 虎啸天垂下双手 一步一步向楚天 虎大力这边走来 刚刚他凝缩的黑蛇毒株 被他一颗一颗丢进嘴里 好像吃糖豆一样吞下 暗绿色的眸子里凶光四射 虎啸天痴痴嘲笑道 人 天生就不如我妖族强大 锋利的爪牙 强大的躯体 更有血脉传承的修炼功法 你们人 什么都没有 所以 你们人唯一的下场 除了成为我们的血食 就是 楚天淡然一笑 血迹的祭品嘛 虎啸天的脸色一僵 你 知道血迹 那么 你和那些前朝古秦的余孽有交情咯 不过 知道又如何 当我们决意发动的时候 你们人道的人族 绝无反抗的余力 这么多年都是这样 虎啸天感慨的说道 你们的文明 你们的一切 只要我们轻轻一推就土崩瓦解 偏偏你们人族最能生养 单凭你们人道一道 就能积攒足够的血迹祭品 免去了我等武道的牺牲 这是多好的事情 狂笑一声 虎啸天的胸膛突然高高隆起 他的眼珠突出 张开大嘴就向着楚天 虎大力 黑蛇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虎啸 鼠爷从楚天头顶人力而起 正要施展手段 一道蒙蒙紫气从天而降 化为一个紫色天罗 将楚天等人笼罩在内 紫气天罗奇异的立场向内塌陷 虎啸天悍然失声 身不由己的向前一扑 随后紫气天罗急速旋转 一股距离狠狠向外一旦 虎啸天怒骂一声 好似一颗皮球一样连滚带爬的向后弹出了数十丈远 还不等虎啸天站起身来 紫气天罗腾空而起 带着楚天一行人化为一颗紫色流星 贴着树梢几个闪烁 就顿入了茫茫山林中 让虎啸天想要跟踪追杀都找不到半点而痕迹 山林中响起了虎啸天震惊 震怒的笑声 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同时骇然忽视一眼 六道之中 妖道的正面厮杀战力最强 尤其虎族天生的肉体强横 在妖道诸族中的战力足以排入前十之列 虎啸天更是虎妖一族这一代的佼佼者 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都不敢说自己能胜过他 是谁 能如此轻松让虎啸天吃一个闷亏 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同时纳闷的开口询问 两人心头沉重的相互望了一眼 再也没有兴趣纠缠下去 纷纷放下了几句凶狠的相互威胁的话语 带着自己的追随者藏匿了身形 快速向楚家宝顿去 紫气天罗在山林中急速穿行 没多久就顿出了百里之遥 隆隆水声震耳欲聋 荡日楚天刨至楚夜拷问口供的瀑布边 紫气天罗露出一个口子 虎大力和黑蛇同时落了下去 狼狈无比的落进了水潭中 在虎大力中气十足的咒骂声中 紫气天罗带着楚天一路向上 瞬间就到了瀑布的顶端 在一块被瀑布冲刷的仙尘不染的大石上停了下来 一张琴台 一张古琴 一个香炉 一套茶具 洁白如雪的毡子上 紫消声很没形象的放直了两条腿靠在一块大石上 看着楚天懒洋洋的打着喝歉 紫气天罗散开 楚天轻轻落地 他很干脆的低下头 大口大口的吐出了大量发黑的淤血 五脏的出血已经初步止住 刚刚淤积在体内的淤血吐出后 楚天只觉五脏六腑火辣辣的痛 他好容易抬起头来 向紫消声抱拳干笑了一声 哟 紫公子 好巧 紫消声撇撇嘴 厌恶地看了一眼楚天吐出来的淤血 手一指 瀑布中一道水缸粗细的水流冲出 将淤血冲刷得干干净净 他又看看楚天被烧得狼藉一片的食指 不由地直摇头 两天不见 怎么弄得这么狼狈 你们这些人 怎么就喜欢打打杀杀的 叹了一口气 紫消声有点茫然地抬头看了看天 是不是 那老家伙说的有点道理呢 只要用规矩约束着 就不会有打打杀杀的事情了 这两天 我可是看多了你们这里的刀光剑影 血雨横飞 楚天呆了呆 他不知道如何接紫消声的这个话题 很奇怪 这对紫色有着偏执爱好的家伙 怎么突然从疯疯癫癫的性格 变得有点多愁上感了 这家伙 到底有几重性格呀 干笑一声 楚天摇头叹息道 规矩这种东西 什么规矩 能够约束天下人呢 紫消声沉默了一会儿 点点头说道 这种规矩 若是想要有 自然是会有的 莫名说了几句话 紫消声从袖子里掏出了一个拇指大小 通体淡紫色润泽无比 几乎能看到紫色枝叶从中滴出来的小小长颈瓶 拿去 拿去 里面有颗伤药 赶紧吞下 看看你这狼狈的样子 唉 看得我难受 毫不掩饰自己对楚天狼狈模样的厌恶 紫消声忙不迭的掏出了一柄折扇 用力的晃了晃 楚天干笑 他拔出精巧的瓶腮 从中倒出了一粒比绿豆还要小几圈的细小丹丸 毫不迟疑的将当丸丢进嘴里 楚天只觉一股心香异常 唇厚无比的凉气从口腔一路涌入腹中 然后迅速流转全身 一缕缕烟气从楚天毛孔内喷出 楚天体内所有淤血 所有暗伤瞬间化为浊气露出体外 就连他双手上的烧伤都在以肉眼可见的速率愈合 紫消声满意的看着楚天伤口愈合的情况 他突然开口道 再讲个故事怎样 坐在雪白的毡子上 把丸着手中小药瓶 楚天蛮想说上次的梁柱故事 紫消声还欠他一个答案呢 但是想想看 有些答案 他已经从营秀儿那里得到了 举起手中小药瓶 楚天笑道 看在这颗药的份上 一张口 楚天就闻到了自己的满口心香 体内的凉气没有降低丝毫 还在他体内不断的流转 这颗小小的药丸药力超乎想象 远比楚天服用过的任何丹药强出百倍 愣了愣 楚天抬起头看着逐渐亮起的天空 慢悠悠的说道 这个故事 是当年我在路边遇到一个老乞丐 他快渴死了 我给他一碗水救命 他就说了这个故事给我听 可惜他喝水太急了 一不小心枪死了 所以这个故事 天下只有我知道了 紫霄生一脸阴沉 狠狠盯着楚天 他的表情明摆着在向楚天无声的咆哮 你当我白痴吗 上次也是这么个说法 风仪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静静的站在紫霄生身后 一对儿尿眸盯着楚天看个不停 这个故事 发生的朝代 年月 地点 都不可考了 楚天慢悠悠的摇头晃脑 将一区牡丹亭缓缓说来 话说 那年那月那日那时 那地有一女子 明曰杜丽娘 荡气回肠 口齿流香 楚天缓缓述说牡丹亭故事时 浑身是水的虎大力狼狈的从瀑布边缘探出头来 扯着嗓子尖叫 雾纳紫衣公子 是你救了大力哥的命理 你可小心些 天歌尔从小最会胡说八道 咱们不知道上了他多少次当 紫霄生勃然大怒 他看着突然开口搅局的虎大力 劈面一巴掌打了过去 一道狂飙平地而起 刚刚爬到瀑布边缘的虎大力怪叫一声 劈面一耳光打得他向后摔倒 被瀑布一路翻滚着冲了下去 楚天黑黑一笑 继续说来 将一个原本就美妙动人的故事说得越发是婉转动听 兴致到来 楚天手指轻弹琴弦 慢声唱出了良辰美景奈何天 便赏心乐是谁家怨一句 随后一区区精致至极 词汇甘美无比的唱词随口而来 悠扬屈声 唱腔融合在一起 紫霄生和风仪就好像两头被雷霆劈中的呆头鹅 呆呆地张大了嘴作声不得 紫霄生身后传来奇异的声响 他身边的六条护卫中的一条大汉 正跪坐在地上 身前是厚厚的一叠玉板纸 右手运笔如飞 将楚天的每一词 每一句都牢牢地记了下来 楚天看了那大汉一眼 不紧不慢地将故事缓缓讲述 风仪越是听 她的心情越是激荡难耐 到了最后 她周身霞光隐隐 一股恐怖之极的力量叙事呆发 楚天只觉浑身一阵发寒 娇艳明媚 美艳不可方物的风仪 居然给她一种比太古巨兽更恐怖的错觉 强忍着风仪带来的压力 楚天终于将整个牡丹亭的故事述说了一遍 瀑布顶部鸦雀无声 楚天讲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 那护卫也正好抄录到了最后一个字 她悄无声息的落下最后一笔 然后站起身 带着厚厚的一叠玉板纸敲步退回了一侧的山林中 紫霄生双手紧握玉霄 呆呆地抬起头看着天空 一遍一遍地学着楚天的唱腔 一遍一遍地重复那精美 精彩 动人心魂的唱词 过了许久许久 紫霄生好容易才稳定了心情 眸子里奇光闪烁 紫霄生面带一色地看着楚天 突然开口问道 楚天 你可知这天地广大 楚天呆了呆 她看着面色奇异的紫霄生 有点忐忑地问她 紫公子 不会是武道之人吧 紫霄生哑然一笑 手中玉霄轻轻挥动 她沉声道 六道血迹 看来你已经知道了 我和那武道并无任何关系 我只问你 你可想 去见识见识大尽之外的风景 见识见识大尽之外的风景 楚天看着神态很认真的紫霄生 心中油然有一种荒唐至极的感觉生出 昨天夜里 迎秀儿还在向楚天感慨 他们迎是一族无数年来 一代一代的精英向十万莽荒的四面八方进发 想要找到这一方天地的尽头 无数年来却一无所获 紫霄生却如此轻松的 说出了要带他楚天离开大尽 见识外界风光的邀请 离开大尽 是否就意味着能够避开六道血迹带来的漫天血星 紫霄生的这份心意为何而来 就因为他楚天说了两个在他看来很是平常的故事吗 可是 楚天在这里有这么多的牵挂呀 走不开 走不得 不能走 不愿走 我的双眼为何饱含泪水 因为我太爱大尽这份热土了 楚天很认真地对紫霄生说道 紫公子一方好意 楚天心灵了 但是 楚天走不开呢 紫霄生深沉地看着楚天 他喃喃自语道 走不开吗 楚天喝 楚天 你就只是一个大御寺的小小密探头子吗 楚天有点羞懒地摸了摸鼻子 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紫霄生 确切地说 咱是大御寺的大熟头子 大御寺的密探 打手 可是惊 恶 界限分明的两个体系 打手头子 紫霄生不由地抿嘴一笑 手中玉霄下意识地向楚天脑袋轻轻一敲 风仪的瞳孔骤然一凝 楚天则是一个翻滚避开了紫霄生手中玉霄 怪叫道 紫公子 你不会是想要打晕了我绑走吧 紫霄生呆了呆 尴尬地笑着收起玉霄 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回头看了看风仪 风仪目光严厉地看着紫霄生 轻轻地摇了摇头 紫霄生无奈叹了一口气 沉声道 既然不愿离开 那 给你一个忠告 不等楚天开口 紫霄生手指一勾 楚天右手护臂中的青椒剑静直飞出 落入了紫霄生手中 紫霄生掌心一缕紫色火焰喷出 将青椒剑整个裹在了里面 青椒剑内 无数青色的灵动符纹犹如烟花一样飞溅出来 紫霄生另外一只手抓出了几块光霞缭绕的透明晶石 落意投入了紫色火焰中 不断化为一缕缕奇异的霞光融入青椒剑 十万蟒荒 将有大变 我这两天 见到了很多有趣的人 紫霄生慢声道 盖州 宁州 芒州 还有更东边的七州之地 都将沦为血腥鬼域 这是五道生灵的第一波攻击 使他们对盗种们的试炼 更是他们相互之间的一次竞争 带着你的熟人 走 走得越远越好 坑腔一声 外形丝毫未变 内部却发生了天翻地覆变化的青椒剑一声坑腔 化为一条青色的龙影飞回楚天身边 直接融入了他的右臂 成为了他右手小臂上一条持许长的青色龙形纹身 第七十六章正式败剑 良辰眉景奈何天 变赏心恶事谁家愿 紫霄生摇头黄脑的唱着屈儿 看着楚天脚踏狂风 从瀑布顶部一跃而下 楚天会糊了虎大力和黑蛇 一人两腰大步离去 很快就没入了茫茫山林 紫霄生的唱词声戛然而止 他背着手走到瀑布边 凌空站在薄薄的水雾上 皱着眉头陷入了沉思 过了许久 他才询问站在后方水波上的风仪 明知道有莫大的危险 为何一定要迎难而上去冒那不可测的风险呢 楚天蠢吗 他不蠢 所以 他应该明白 跟着我 他能得到的比他在这盖州 在这大劲要多出百倍 千倍 亿万倍 我能赐予他的 是他绝对想象不到的前途 他为了一些 繁俗的人类 一些野蛮粗俗的妖物 居然放弃了我赐给他的机会 紫霄生的表情很是微妙的看着远处山林 刚刚他说 他的人生理想很简单 我本来就是一个小人物嘛 只求太太平平的过日子 姬姆帝 一小院 一头老牛 一个美妻是极好的 七八个美妾是可以有的 再有三五亿两黄金的身家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盖山 这日子美滋滋啊 美滋滋 有这种想法的人 应该是慵懒 懒散 不求上进的 他这样忙忙碌碌的 究竟是为了什么 风仪沉默了许久 最终奄然一笑 不再依靠天赋的神通直接窥伺人心 开始学着根据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分析人性 公子 这些天 你长大了不少 紫萧生很无奈的翻了个白眼 他悠悠叹道 我倒是想要看清这丝心里想什么 奈何 看不透啊 这两天 把他的出身来历查了个底朝天 这小子 真是救了路边的老乞丐 居然就听来了这么精彩的故事 这么绝尿的唱词 风仪的嘴角微微抽搐 楚天摆明了是在胡说八道 但是 紫萧生显然是被楚天的胡说八道弄得魔正了 可是 可是 楚天讲述的两个故事 怎么就能够这么的美呢 美得让人心醉 让人心碎 让人神魂颠倒 让九经人士的风仪都神魂荡漾 难以自已 这样的故事若非真个发生过的 得有多精才绝艳的才学 才能凭空编造出这样的故事来 就这个修为浅薄 却敢掺和在六道血迹中打打杀杀的小家伙 就这个家门破灭 被家养的一只鼠妖带到镇三周的老巢 从小在一群妖怪 大盗 恶棍 混蛋当中长大的鱼形档头 就这个七八岁的时候就混入了大玉寺 现在只是大玉寺一个历史级的打兽头子 带着一帮子杀胚到处惹事的楚天 公子 在心里翻转了千百个念头 风仪笑吟吟的说道 看这样子 楚天这一阵子还不会出什么事 有空 直接找他 把他肚子里的那些故事都炸出来就是了 紫霄声怅然长叹 他摇头叹道 全炸出来 就这一个杜丽娘 足以让我心神震荡好几天的 唉 怎经得起一个又一个故事呢 好一个良辰美景奈何天 唉 唉 楚天在山林中快步挤走 手中死死抓着紫霄声给他的一块黑铁令牌 巴掌大小的令牌上雕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恶鬼头颅 恶鬼的眼眸里镶嵌了两块小小的红色晶石 被秘书师施加了某种秘法后 令牌微微晃动 恶鬼的眸子就流出圣人的血光 令牌的背面 是一副可怕的血祭图 数十头恶鬼簇拥着一名赤身露体的人族少女 将她放在一座祭坛上开膛破度 天空有一对朦朦胧胧的新红色眼眸俯瞰着祭坛 地上密密麻麻尽是碎裂的人族躯体 令牌出手冰冷 邪气冲天 仔细倾听 似乎还能听到无数恶鬼凄厉的嚎叫声 这是天鬼叫的令牌 这是紫霄声前两天利用他可以轻松看透一切人心的恐怖天赋 循着一条线索一路追踪下去 扑杀一名天鬼叫的乡主后 从他身上夺来的令牌 据紫霄声得来的口供 天鬼叫已经秘密存在了数百年 行迹诡秘 成员稀少 但是数年前起 天鬼叫在各州的底层百姓中 犹如野火燎原般疯狂扩张 传教过程中 天鬼叫显露出来的各种匪夷所思的手段 比如赤脚踏火 口吞刀剑 凌空虚步 踏灰无痕等等 糊弄了无数愚夫愚妇 收录了无数信徒 而天鬼叫高层喊出的口号就是 大尽天子无道 大尽国运当绝 天将恶鬼静世 唯有信众得生 他们更是向无数信徒许诺 等到恶鬼静化世间时 天鬼叫的信众就是恶鬼静世的党羽 等到恶鬼将整个世间彻底静化一次后 天地重返清明 所有信众都将是新皇朝的开国功臣 人人可想荣华富贵 很粗陋 很质朴 但是很有蛊惑力的口号 天鬼叫 嘿 就在我们的鼻子下面 居然一直无所察觉 楚天一边挤走 一边自嘲的自言自语 但是也难怪 这三年来 绿姑 还有我们的所有注意力 都放在了楚氏身上 对于市井 对于民间百姓的监察 我们可没注意这个 天鬼叫 虎大力低声喘息着在楚天身边快步行走 他听到楚天的自言自语 不由的说道 哥哥我认识他们的人啊 他们这些年 好几次登门 想要邀请蝴蝶他们加入天鬼叫 还说未来大功告成后 起码也是一地亲王的好处 楚天心里骤然一沉 蝴蝶他们答应了 虎大力摇摇头 他嘎嘎笑道 蝴蝶他们怎会答应 我们镇三周全火好汉 大碗吃肉 大碗喝酒 过得不知道多逍遥快活 谁有兴趣掺和这种改朝换代的事情 虎大力挺起胸膛 得意洋洋的说道 虎老说得好 不管这天下是谁的 总而言之 想要从我们镇三周的地盘上过路 就得乖乖的给买路钱 楚天的头皮一动 刚刚紫霄声用紫气天罗将一行人救走的时候 漠然不知去向的蜀爷 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回来 又趴在了楚天的头顶上 楚天早已习惯了蜀爷的神出鬼没 他也没多问什么 一行人加速奔走 两个多时辰后 他们来到了满荒遗族的大营前 虎大力 黑蛇藏在一旁眉线身 楚天刚刚出现在大营门口 刺耳的呼哨声接连响起 数十名骑着斑斓大豹子的满荒战士侧骑狂奔 笔直的向楚天撞来 距离楚天还有数十丈远 三名满荒战士手一挥 三根唇钢锻造的镖枪呼啸着投掷了过来 净直刺向了楚天胸膛要害 楚天右手一挥 他只肩一道青色剑气吐出一尺多长 三根手腕粗细的镖枪被剑气一卷 就听痴痴声不断 就和切黄瓜一样 三根长有六尺多的镖枪被切成了一片片极薄的钢片 纷纷扬扬的落在了地上 楚天手指一收 惊喜无比的看向了右手臂上附着的青色龙形纹身 青椒剑附着在手臂上 不需要将它召唤出来 楚天祖传大周天星辰剑气修成的剑芒流过纹身所在的经络 就骤然提纯 凝练了数倍 剑气威力比以前楚天手持青椒剑时 直接用青椒剑的剑锋攻击威力还要大了一倍有余 剑气威力堪比原本的剑锋实体攻击 青椒剑原本就是古秦路天秘阁流传下来的秘宝 威力绝强 经过紫霄声的一番看似简单的加工后 青椒剑更被提升到了一种神乎其神 悬而又悬的地步 起码现在的楚天已经弄不清青椒剑究竟强悍到了什么程度 哈哈一声大笑 楚天大踏步向神色难看的莽荒战士们迎了上去 诸位 还请通报一声 就说楚天想要求见贵族少主营秀儿 数十位莽荒战士无声的吐了一口粗气 他们已经侧其狂奔到了楚天面前 一饼饼加重加长 专门用来齐战的八面剑带起道道寒光 狠狠向楚天周身披下 楚天一声长笑 他举起右手 五指剧烈弹动 体内剑芒发出嗡嗡清明 不断涌入右手臂上的青椒剑 经过青椒剑的增幅加强后 化为一道道清脆欲滴 犹如青色宝石的剑气呼啸着从他手中冲出 剑狱图 数十道青色剑气倒卷而下 化为一个直径杖八的半球剑狱 将楚天环绕在内 一饼饼八面剑划过剑狱 一道道青色剑气纵横撕扯 千段金刚打造的八面剑犹如豆腐干一般 被青色剑气轻松斩断 数十名满荒战士只觉手一轻 手上就只剩下了一个光秃秃的剑柄 组成剑狱的青色剑气骤然向外一吐 痴痴声不绝于耳 数十个满荒战士头皮一寒 他们满头长发被楚天剑气瞬间切断 无数发丝随风飘舞 满荒战士们光着头侧其冲过楚天身边 一个个胆战心惊继续侧其狂奔 甚至不敢回头看楚天一眼 好 一声长啸从大营内转来 当日追杀的司马追风狼狈不堪的迎风拖着一柄特大的八面剑 披挂着重甲 大踏步的冲出了营门 楚天 你是自寻死路 周刘云纳斯 非要见到你的人头 才肯和我们乖乖合作 迎风放声大笑 虽然那等酸书声没什么鸟用 但是少主既然颁发了追杀令 你还是死罢 迎风几个跨步冲出近百丈远 瞬间到了楚天面前 双手握见一个当头猛批 一道寒光拉出十几丈长 几乎将楚天的身体整个笼罩在内 更该死的是 你不该挟持燕儿妹妹 迎风挥剑的时候 她的眼珠在喷火 更该死的是 你们不该牺牲女人 无论是多高尚或者神圣的借口 你们不该让一个娇滴滴的大姑娘 去陪一个足以做他祖爷爷的遭老头子睡觉 楚天大喝道 你们还有脸 提起伤燕儿吗 体内剑气经过青胶剑的加成 完全蜕变成了另外一种迥异的力量 一道清脆胶艳 宛如宝石一样晶莹剔透的剑气从楚天掌心喷出一丈多远 带着刺耳的剑鸣声荡起一道青色弧光 和迎风手中宝剑硬碰了一击 吃来一声巨响 迎风手中特大号的八面剑剑起一场溜火星 剑风上无数的符纹闪过 迎风突然心痛异常的大吼一声 拖着长剑向后跳出了三步 面孔抽搐的举起长剑仔细打两 楚天的剑气 居然应声声在迎风的秘宝长剑上 切开了一条长有三尺 几乎将长剑洞穿的裂痕 无数细小的火光不断从裂痕中喷出 这柄威力极大的秘宝长剑 显然是废掉了 你 你 你 迎风又惊又骇 又是愤怒 又是羞愧的看着楚天 他没看错呀 楚天掌心吐出的是一道剑气 只是一道剑气 他并没有手持任何神兵利器 他的这柄八面剑 可是品级极高的秘宝 是营室的大宗师采集五金精华用古琴秘法锻造而成 坚固异常 无坚不摧 断金岁域只是寻常 楚天一道剑气能够直接将他毁掉 他莫非是天尊巅峰的高手 咚咚咚三声鼓声传来 商云 商灵等几位莽荒族老从大营内快步走出 他们看了一眼面皮红白不定的迎风 商云立声喝道 楚天 你居然敢来这里 好胆量 好 好 进来吧 扫主下令要见你 楚天呵呵一笑 擦着迎风的身体大步走过 他来到商云等人面前 商云压低了声音 急促的喝道 你来此作甚 扫主颁发了对你的追杀令还没取消 昨夜成情 你告诉了我等这么多秘密 扫主对你并无杀意 但是你现在堂而皇之的出现 你是逼着我们杀你 楚天微微低头 同样压低了声音 我来这里 用一个消息 换走几个人 至于周刘云 呵呵 也该做一个了断了 堂堂白鹿书院的学士 这么死缠烂打的 也很烦人啊 商云苦笑着摇头 他看着楚天冷笑道 周刘云是少主手中极重要的棋子 楚天 你凭什么认为 你的价值会胜过周刘云 会让少主做出有利于你的决断 楚天掏出了天鬼胶的令牌 向商云晃了晃 他慢悠悠的说道 关系着你们嬴是一族生死存亡的大事 够不够呢 周刘云只是你们把玩的棋子 不管你们想要在他身上做多少文章 比得上你们自家的生死呢 商云呆了呆 他咬咬牙 伸手向大营内一指 既然如此 楚荡投好胆气 请 请 请进 第七十七章掠夺雷种 大营 中军杖内 足够容纳数百人意识的大帐内 四周环绕着一圈儿红底黑龙纹的盾牌 两面巨大的黑龙踏波旗从帐顶垂下 正中一张用九条黑龙浮雕装饰的宝座上 一夜未睡 憔悴异常的营秀儿双手揉搓着太阳穴 不动声色的看着楚天 超过三十位满荒族老簇拥在营秀儿身边 很是警惕的盯着楚天 刚刚楚天一道剑气斩破迎风手中密宝常见 满荒族老们可都看在眼里 那一道清脆欲滴却又威力可步的剑气 依稀还在他们视野中闪烁 帐篷就这么大 楚天距离营秀儿不到三丈远 若是他暴起发难 谁知道会发生什么 相对于危险的楚天 坐在楚天对面的一张大椅上 和楚天相距五丈远的周刘云则是完全无害 他体内的魂毒还没完全驱除 除了说话行走 周刘云什么都不能做 当然 周刘云还能目光凶狠的盯着楚天 盯着这个让他一次次丢人现眼的下等之人 众目睽睽下 楚天端端正正的坐在椅子上 端着营秀儿侍女凤上的香茶仔细端详 过了半晌 楚天长叹一声 将茶盏放在了手边 茶很香 水很好 奈何不敢入口 周学士何等风流潇洒的人物 一片鱼肉就被放倒了 如今只能任人宰割 呵呵 楚天向周刘云笑了几声 羞得他面红耳赤 气得他双目突出 盈秀儿好似没听出楚天言语中的讽刺之意 他温和的笑道 我大秦仙祖有言 杀场厮杀 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任何法子 只要能击杀敌人 就是好法子 痴痴一笑 盈秀儿尿谋向楚天手边的茶掌看了一眼 楚档头没喝茶 这就对了 里面浑了一滴百香蛇的咸液 若是楚档头喝下去了 我也就不用烦恼楚档头带来的麻烦了 楚天下意识的看了看手边茶掌 笑道 幸好没喝 我这人一向小心谨慎 嗯 少主觉得我的提议如何 我用几件少主肯定感兴趣的机密 换周流云的性命 以及带几个人走 盈秀儿把玩着伤云递给他的天轨交令牌 陷入了沉思一言不发 楚天看着盈秀儿手中的令牌 同样一声不吭 过了好一阵子 将近有一刻钟 盈秀儿才沉声说道 我对周流云周学士 还是寄托众望的 在我本来的计划中 周学士的地位无法取代 大进三十二家豪门的联军 加上盖州 民州 芒州三州之地各大家族的私军队伍 用他们攻破楚家堡 为我十八年前冤屈而死的阿爹 阿娘复仇后 周学士会上奏大进天子 说 楚天打断了盈秀儿的话 接口道 他会找一个借口 完美掩饰联军攻破楚家堡的前因后果 在少主的计划中 周学士将带领联军深入蟒荒 在盈世的配合下 争个开辟出一个甚至多个新州的疆土 顺理成章的 周学士 还有周学士身后的白鹿书院 将成为新州疆土 甚至是盖州 民州 芒州三州之地的太守不二人选 楚天淡然笑道 但是周学士的小命被少主掌握着 有他做内应 白鹿书院派来的那些太守 怕是都会成为少主的傀儡 从此 少主在不经意间 就直接掌控了大进数州之地的大权 数州之地的人力 财力 物力 甚至是这几州的军力 都将成为少主的囊中之物 楚天细细说来 盈秀儿的脸色变得极其精彩 周流云脸色羞红的看着楚天 他咬着牙 双手紧握 关于盈秀儿对自己的算计 周流云思寸许久 多少也琢磨出了一丝清晰的脉络 但是楚天信口说来 将他思索了好几天才琢磨出来的算计轻松说破 这让周流云凭空生出了巨大的挫折感 楚天区区市井俗人 他怎么可能拥有和自己相当的智慧 盈秀儿深深地看了楚天一眼 他悠悠笑道 楚档头既然都说得这么明白了 那么可否告诉秀儿 为什么秀儿要将如此重要的一颗棋子交给楚档头呢 为了 楚天抬起头来 看着仗顶那条张牙舞爪的黑龙图腾 突然带着一丝不正经的笑说道 为了这一方世界的云云众生 为了这一方世界的太平祥和 为了和平 为了爱 为了真 善 美 嘿 少主信不信 盈秀儿和一众莽荒族老木瞪口呆的看着楚天 他说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等盈秀儿开口发问 楚天骤然站起身来 伤云等祖老立刻紧张地上前了几步 好几个祖老的手掌中有火光雷霆奔涌 早已经准备妥当的秘术顺势呆发 只要楚天再敢有丝毫异动 这些起码天军以上修为的祖老 会毫不犹豫地联手攻击 将楚天打得粉身碎骨 楚天收起不正经的笑容 很严肃地看着盈秀儿 其实 我有实诚实的把握 在少主的大营中暗杀周流云 不仅是他 整个盖山书院上下 对我有敌意的人 我若是想要杀他们 早在少主到来之前 我就可以下手 盈秀儿想起了莫名出现在他帐篷中的山鼠 认可地点了点头 周流云则是激嘲地看着楚天 轻轻地一甩袖子哼了一声 在他看来 楚天简直是大言不惭 若非他现在浑身无力动弹不得 他一定要好好教训楚天一顿 但是我没有下手 而是选择面见少主做一个交换 其一 我想要和少主结一份交情 楚天目光炯炯地看着盈秀儿 少主手段 让人惊叹敬畏 楚天想要和少主做朋友 而不想因为我暗杀了周流云这一老匹夫 反而让我们成了敌人 周流云气得一跃而起 他指着楚天立声喝道 夏剑斯 你说谁是老匹夫 盈秀儿冷哼一声 苍龙脱鞘涂一斗 一道狂飙平地卷起 将浑身无力的周流云掀了个跟头重重摔在地上 周流云痛呼一声 趴在地上半天动弹不得 盈秀儿看着楚天沉声道 其二呢 楚天叹了一口气 他看着盈秀儿沉声道 六道血迹 还是从少主这里得知的 但是少主可否知晓 那五道的道种 已经鱼罐破空而来 楚天周深散发出让人心计的含义 他一个字一个字的说道 就在几个时辰前 我亲眼见到灵道道种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 亲眼见到鬼道道种阴悠悠 更和妖道道种虎妖虎啸天交手 盈秀儿脸色骤然惨白 一下子跳了起来 一众莽荒足佬更是一阵慌乱 好几个人甚至惊呼出声 楚天静静的看着很有点乱了阵脚的盈秀儿和一众莽荒足佬 过了足足一盏茶时间 盈秀儿才厉声呵斥了一声肃静 一众莽荒足老好似突然找到了主心骨 一个个深深呼吸后 强行压下了澎湃的心绪 沸腾的气血 一个个面无表情的站在了盈秀儿身边 盈秀儿缓缓坐回了宝座 他看着楚天寒声道 大日 大夜 这是灵道两宗的宗性 阴性 则是鬼道阴 鬼 忧 名四大氏族的族性 楚档头能说出这些姓氏 可见你是真的见过那些破空而来的一族生灵 楚天点了点头 是 我见过他们 我还知道他们关于莽荒一族的计划 盈秀儿面色纹丝不动 反而是那些族老一个个神色骤变 下意识的向盈秀儿看了过去 楚天不由的在心中嘖嘖惊奇 这盈秀儿如此娇柔娇弱的模样 他怎么能设服这些实力强横的长老 让他们对他俯首听命 甚至成为他们的主心骨 盈秀儿手指在面前巨大的条岸上一阵清点 他目光如水静静的看着楚天 楚天也镇定自若的看着他 两人目光相对 逐渐的 盈秀儿转过头 错开了目光 楚档头 看来对自己的消息很有信心 盈秀儿把玩着天鬼交的令牌 问道 这令牌是什么 也是楚档头交换周学士的条件一部分吗 楚天笑着点了点头 是 周刘云狼狈的从地上站了起来 他力声喝道 盈少主 盈秀儿手中令牌一阵急速翻滚 盈秀儿声音轻微 但是无比坚定的说道 给周学士一个公平的决斗机会 楚档头若是能亲手击杀周学士 则一切都按照楚档头的条件来 不容周刘云反驳 抗议 两名蟒荒祖老闪身而出 抓着他的肩膀将他推出了帐篷 楚天站起身来 笑着向盈秀儿点了点头 如此 多谢盈少主 杀了周刘云后 用我带来的消息为代价 我还要带走绿姑 红姑 以及清流小柱的几个侍女 盈秀儿不由的放声笑了 楚档头倒是一个多情的人 只是 楚档头认为 你能护住绿姑 楚天摸了摸鼻子 语气古怪的说道 绿姑跟在盈少主身边 怕是才会更危险吧 兵荒马乱的 盈少主确定 你能照护的周全 盈秀儿沉默不语 他扭头向十万蟒荒的方向看了过去 楚天同样看向了十万蟒荒 他知道 盈秀儿已经大致猜出了一些东西 一刻钟后 蟒荒大营一处笑场上 楚天和周刘云相隔百仗摇摇相对 周刘云已经服下了解药 全身气息奔涌如潮 身后老大一块云雾生腾 其中隐隐有雷光闪烁 寻玉为首的盖山书院众多学士 博士 带着数千书院门人在笑场一侧劣阵 默默无声的为周刘云掠阵 寻玉的老脸上满是愤怒 看向楚天的目光中怒火几乎凝成了实质 突然间 寻玉大吼了一声 市井小人 你何德何能 谁给你的胆量 挑衅我白鹿书院 楚天双手下垂 笑着摇了摇头 他五元震荡 声音如雷响彻全场 寻老夫子要讲道理 不是我挑衅你白鹿书院 是周刘云对我不依不饶礼 事已至此 周刘云也干脆撕破了面皮 他举起一柄向盈秀儿所要的四棱铜茧 力声喝道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楚天 你杀我父亲 夺我家积业 我周刘云今日定然要将你一雷轰杀 迎秀儿坐在校场边 有点不耐烦的挥了挥手 锅造什么 拖拖拉拉的像什么样 动手吧 按照我大秦的规矩 无论对错 谁能从决斗中活下来 就是有道理的 周刘云仰天大笑 古琴居然有如此的规矩 我喜欢 一声大笑 周刘云眉心一道雷光硬狠闪出 他全身都被三寸长的电光笼罩 他手持铜茧 一步一步犹如雷神将士般向楚天逼了过来 楚天一跺脚 脚下一道狂风卷出 他的身形骤然变得朦胧一片 寻常人根本看不清他的动作 只听嗖嗖破空声 楚天带着几条残影 弹指尖就到了周刘云面前 周刘云一声大喝 他手中铜茧雷光闪烁 突然一道碗口粗细的狂雷从天而降砸向楚天 楚天不躲不闪 右手一道青色剑气喷出杖许长 雷光和剑气对撞 只听一声巨响雷霆炸开 剑气撕开了雷光 瞬间洞穿了满脸不可置信的周刘云心头 楚天手腕一震 剑气宛如一朵青色莲花炸开 将周刘云胸膛破开了一个水桶粗细的透明窟窿 青椒剑微微震荡 楚天手臂上的青色龙形纹身一阵如动 威力惊人的雷霆之力被青椒剑破得干干净净净 空气中些许雷霆愚微只是让楚天皮肤一阵麻痹 没能对他造成任何伤害 果然 青椒剑已经脱胎换骨 变得 我都有点不认识了 挥动了一下右手 楚天喃喃自语了一声 看着鲜血洒了满身的周刘云 向他报了报拳 周学士 恩怨了了 你可满意了 周刘云咯咯惨笑 他胸膛被粉碎 只是依仗着强大的修为死死掉着一口气不死 他看着楚天立声道 楚 楚档头 恩怨了了 那也要我们一起死才对 想我周刘云 无限前途 居然 居然 恨呐 周刘云眉心青紫色的雷霆纹印突然飞出 伴随着沉闷的雷霆轰鸣声 他眉心的雷霆纹印喷放出大片垫浆 瞬间扩张到了水缸大小 自爆传承雷印 刘云学士刚硬如斯 不愧是我白鹿书院这一代最杰出的俊艳 寻遇在校场边鼓掌长叹 可惜 可惜 大叶未成身先死 死吧 周刘云一声大吼 带着无边的快意 一同捡轰向了雷印 楚天从雷印上感受到了极其可怕 狂躁的能量波动 这一颗雷印一旦爆发 绝对会将他和周刘云一起炸得粉身碎骨 他想要向后退 但是身体却纹丝不动 楚天眉心一道红光喷出 照在了雷印上 只听周刘云声嘶力竭的一声大吼 红光一卷 周刘云得自白鹿书院的雷法传承雷印 居然被红光强行拖入了楚天眉心 一旁寻玉气的面色赤红 他声嘶力竭的大吼着 从书院弟子当中狂奔而出 抓起一块石头狠狠拍向楚天的脑袋 视景背剑泼皮 烟港亏去我白鹿书院秘传 第七十八章 脱手的剑 楚天脑子里一阵轰鸣 造型古朴的石灯上 在那封知天印的一旁 悄然出现了一枚青紫色的雷印 一枚眉龙头奉为神异文字凭空而生 雷印的诸多细节急速变化 一道博大的信息涌入楚天灵魂 他居然直接获得了一枚雷之天印 掌控天地雷霆 驾驭周天雷法 一丝丝青紫色的电光从雷之天印中涌出 顺着楚天宽敞坚韧的经络急速流动 楚天修炼出的大周天星辰剑气中 就混入了一丝灵动的雷光 耳边突然有风声响起 魂毒依旧没有全部驱除 浑身无力只能勉强奔走的寻玉拎着一块碗口大的石块跑到了楚天面前 牙刺欲裂的一石头拍了下来 楚天脚下狂风缭绕 身体表面更有一丝雷光闪烁 他的身法在风一样的灵动飘逸之余 又多了一份雷霆的刚猛快捷 他向后一步迈出 就听密集而细微的雷暴声响起 一道青紫色的雷光残影还留在原地 楚天已经急退出了数十丈外 寻玉的全力一击失去了目标 身体一个亮相 重重撞在了楚天身体留下的雷光残影上 只是一条残影 上面附着了一丝微不足道的雷霆之力 雷进轰入寻玉身体 数十条细细的雷光在寻玉身上一阵急速跳动 寻玉身体剧烈的抽搐着 满头长发一根根的笔直竖起 盖山书院的门人们顿时乱了 数千人齐声高呼谩骂 在数十名书院学士 博士的带领下 他们纷纷从地上捡起石块 吐疙瘩 一个个亡命的向楚天冲了过来 杀人凶手 杀人偿命 岂有此理 光天化日之下 烟敢谋杀我盖山书院学士 朱同门 同来 同来 一并击杀此寥 为周学士报仇 被雷进电德七婚八素的寻玉更是振臂高呼 盖山书院的儿郎们 起来 诛杀此寥 为刘云学士报仇血恨 寻玉恨哪 他身边的十几个追随他从大晋京城前来盖州 在这荒僻之州建立盖山书院 耗费十年苦工教书育人 囤积人脉关系的学士 博士恨哪 他们白鹿书院的诸多筹划 其中最紧要的关节就是周刘云 今日周刘云被楚天击杀 被杀死的不仅仅是周刘云一个人 更是重创了白鹿书院建立新州 扩张书院势力 更借此拉拢大晋豪门 增加对大晋影响力的庞大计划 寻玉疯魔了 被自己最爱的小妾商燕而出卖 被来自满荒部落的野人们算计 被囚禁在野人的大营不得自由 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 一件件的浮上心头 犹如毒液 烧得寻玉五脏六腑剧痛难当 烧得他六神无主 争个如风如魔 数千书院门人同样陷入了风魔状态 这些日子发生的一切 老于世故的寻玉等人都承受不了 何况是年龄幼稚 未经过什么风波险阻的他们 经寻玉一声召唤 数千书院门人犹如洪水一样冲向了楚天 一个个面孔扭曲 好似恨不得将楚天撕碎了 嚼碎了 将他升身份识下去 楚天向后击退 再退 一直退 最终他退到了盈秀儿附近 盈秀儿冷哼了一声 他手一摆 苍龙脱窍图在他身后一眩 平地一股黑色狂飙哭啦啦冲起来十几丈高 好似一堵墙壁向寻玉等人碾压了过去 数千书院门人被狂飙卷起 一个个扎手扎脚的飞了起来 被重重的摔飞了数十丈外 好些人摔断了手脚 痛的缩在地上大哭惨嚎 盈秀儿冷声道 不要忘了 这里做主的 是我 不是你们 再敢妄动 寿篮里的豹子们 这些天似乎肉食正有些不够 寻玉等人吃了苦头 这才突然醒悟 他们的性命 还有书院中好些门人弟子的族人的性命 都掌握在盈秀儿的手中 满荒遗族有什么不敢干的 盈秀儿一声令下 他们真敢涂光了在场的所有人 盈秀儿只要掌握了三州之地各大家族的首脑 就能号令他们的司军去攻打楚家宝 此时此刻 反而是盖山书院的这些书生 真正是对盈秀儿没有一点而用处 满荒遗族有自己的文明传承 难不成他们还会请盖山书院的书生去给他们的族人教书 群玉垂头丧气的站起身来 呆呆的看了一眼倒在地上的周刘云尸身 苦着脸向盈秀儿深深的拜了下去 盈少主 刘云学士毕竟是我白鹿书院之人 还请盈少主 赐他一句上好的棺木吧 盈秀儿摆了白手 伤云 伤灵等族佬带着大群满荒战士一拥而上 将这些哭天喊的的书院门人驱赶回了他们的营地中 至于周刘云的后世 自然有寻玉等人操办 说吧 你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 盈秀儿把玩着天鬼交的令牌 看着楚天说道 如果你的消息能够让我满意 那么 你现在就能带着绿姑和红姑等人离开 楚天组织了一下语言 将紫销声告诉他的 关于天鬼交的所有消息和盘托出 盈秀儿和一众莽荒族佬的眼角剧烈的跳动了一下 盈秀儿站起身来 向着这几日面积在不断扩张的大营望了过去 也就是说 在被我控制的那些豪门大族的司军当中 甚至是在处世的那些矿奴当中 都有数量不详的天鬼教徒 摇了摇头 盈秀儿不以为然的摆了摆手 就是有 又如何 我只是送他们去攻打楚家宝 天鬼教 有点意思 但是对我们的威胁不大 楚天看看自信满满的盈秀儿 冷声道 那么 这个消息又如何 你们满荒一族的吕氏一族 勾结一族 以满荒一族出兵攻打大劲为条件 换取一族帮吕氏一族图光你迎是皇族 盈秀儿呆了呆 笑脸一阵惨白 围在四周的莽荒祖佬中 四名长得有六七分相似的祖佬突然齐声怒喝 胡说八道 满口胡柴 少主 这丝不是好人 他是故意挑拨我吕氏和皇族的关系 齐心可诛 一声大喝 一位腰间佩剑的祖佬一步到了楚天面前 腰间长剑无声出鞘 随后骤然发出一声刺耳的雷霆声 带着一缕刺目的雷光极刺楚天小腹 吕祖佬助手 迎秀儿手一挥 苍龙脱鞘图内一声风浪翻卷声传来 苍龙眼眸中喷出两道血光重重打在祖佬剑上 血光所致 长剑上雷光蹦裂 雷暴声震耳欲龙 大片雷霆犹如潮水从长剑中冲出 无差别的攻向四面八方所有人 迎秀儿花容失色向后猛退 苍龙脱鞘图发出一声低沉的龙吟 黑影一闪将迎秀儿包裹在内 楚天等人都在向后击退 唯有出手的吕士族佬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他惊呼一声 手中常见一声铿锵脱手飞出 带着一道电光巧而不巧的向迎秀儿刺了过去 除了这族佬 没人能明白 为什么分明刺向楚天的一剑 被苍龙脱鞘图从旁中击后 脱手飞出的时候 恰好会刺向迎秀儿 商云 商灵齐声怒喝 吕不渝 你好大胆 两人同样腰间配剑 剑光一闪已经出窍 半途向吕不渝脱手飞出的长剑劈了过去 当郎一声响 鞋刺里三柄长剑刺出 架住了商云 商灵手中长剑 吕不渝身边的三位吕士族佬齐声喝道 两位族佬 是少主苍龙脱鞘图打飞的剑 为何向不渝出手 除开这几个站的最近的祖老 其他的满荒祖老根本来不及出手 只能眼睁睁看着吕不渝脱手飞出的长剑带着奔勇如潮的电光刺向迎秀儿 同样向后击退的楚天剑的此景 昨夜又得知迎秀儿又年时疑似被焚惊散所害 自身没有半点而武道修为 根本不可能挡下这一剑 至于苍龙脱鞘图嘛 这毕竟是外物 迎秀儿能发挥他几分威能都是未可知的事情 刚刚后退了几步 楚天提表电光闪烁 狂风浑着雷光 将楚天的速度再次提升到了极致 楚天近乎瞬移 瞬间到了迎秀儿面前 右手五指张开 五条青色剑气喷出六尺多长 犹如风车一样不断斩在了吕不与脱手飞出的长剑上 雷光如潮 剑光如电 两者冲击对撞 好似放烟花一样剑气漫天光焰 吕不与长剑上的雷霆宛如活物 顺着楚天剑气就向他身体蔓延了过来 楚天眉心浮现了一抹青紫色雷印 他周身同样雷光大胜 吕不与长剑上的雷光大半威力被雷印吞噬 滋不得他雷印光芒大胜 剩下的小半雷光威力被楚天的身体消瘦 以他如今的肉体强度 倒也勉强受得 一波波雷进不断涌入身体 楚天浑身被垫的乱抽 通体酸麻 长发一根根的竖起 刚刚才让寻玉吃的苦头 此刻楚天也亲身体验到了 被雷霆轰击的职位 真不好 楚天出手前 迎秀儿的眼珠骤然变成了诡秘的紫红色 楚天出手后 迎秀儿的眼珠颜色瞬间回复了正常 他镇定自若的站在楚天身后 冷声喝道 吕不与祖老 你意图谋反吗 笑场上 大群满荒战士不知所措的看着大打出手的几个祖老 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唯有营氏直属的黑龙禁卫力声呵斥着 上千身批重甲的黑龙禁卫在迎风等人统领下 组成了杀气腾腾的军阵向这边围了过来 黑龙禁卫移动 四周的满荒战士中 同样有大群战士骚动起来 在几个将领的呼喝声中 这些战士组成了两个掩跃阵 一左一右的向黑龙禁卫前置了过来 四周无数满荒战士顿时齐声哗然 组成掩跃阵的满荒战士 赫然正是吕氏一族的直属族人 以及两个平日里和吕氏极其亲密的小部落的队伍 楚天全神贯注应付吕布与这力道十足的一剑 他浑身酸麻 被长剑上的力道阵被不断后退 每退后一步 他都在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他身后的盈秀儿随着他一步一步后退 苍龙脱窍途内不断发出低沉的风浪咆哮声 一个极大的威势悄然散发 盈秀儿立声喝道 诸位祖老 谈压族人 看看都闹成什么样子了 一众不知所措的祖老急忙回头 这才发现黑龙禁卫已经和数倍于己的吕氏军队对峙在一起 双方剑拔弩张 随时可能爆发冲突 几个祖老立声怒喝 急忙跑上前去 冲着两方领军的将领就是一通破口大骂 无论是嬴氏还是吕氏 统军的将领一个个满脸煞气的盯着对方 对于祖老们的呵斥 他们根本好像没听到一样 除非是他们本族的祖老 嬴氏也好 吕氏也好 他们何曾将满蝗一族其他士族的祖老放在心上 祖老们不知所措 远处响起了号角声 此次的行动毕竟是盈秀儿主导 他带来楚家宝外的满蝗大军以嬴氏的军队为主 发现了这边的异动 嬴氏的统军大将立刻召集族人 沉重的步伐声响起 大队嬴氏族人全副武装 从四面八方向叫场围了上来 楚天全神贯注看着一寸寸向自己逼近的长剑 吕布宇的这一剑威力强的离谱 他倾尽全力 连续一百二十八道剑气斩了上去 也只是将长剑上如同波涛的雷光劈散了不到一半 这还是吕布宇脱手飞出的一剑 若是这一剑掌握在他手中 楚天绝对不敢正面应对 楚天的指尖上开始有电芒跳动 他的剑气中开始混杂了一定的雷霆之力 他的剑气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刚猛 更蕴藏了一丝极其霸道的爆炸力 剑气和长剑接触的时候 发出的雷鸣声越来越响 逐渐震的地面都隐隐颤抖 无数小石子纷纷跳起了一尺多高 四周的莽荒族老都不由得隐隐色变 骇然看向了楚天 吕布宇的一剑能有如此威势不奇怪 他可是天尊巅峰高手 可是楚天 这小子的五元修为分明只是第师级的小喽啰 他怎能挡住吕布宇无意脱手的这一剑 体内剑气运转的速度越来越快 经络逐渐发烫 瀑布顶部 紫霄声赠送的那颗疗伤药丸庞大的药力只消耗了不到百分之一 九成九的药力正囤积在楚天体内 此刻楚天全力出手 全神贯注应付吕布宇的这一剑 急速流动的剑气立刻激活了那颗药丸的药力 一缕缕紫色药气不断融入剑气 楚天的五元修为开始提升 剑气更是开始了奇异的蜕变 一如藏于地下数十年的金蝉幼虫 一日御风蜕变后立刻高飞九天 升阵百里 十条剑气融为一条 新生的剑气沉重如水银 点点滴滴犹如走盘珠在惊络中急速穿行 渐渐的新生的剑气越来越多 无数颗走盘珠连为一条线 犹如一条涓涓小溪奔走不息 漠然间 楚天一直点出 一道青色剑气晶莹剔透 宛如凝固的青色悬冰 击穿了吕布宇剑风上的雷光 狠狠点在了剑风上 这是楚天的剑气第一次和吕布宇的长剑直接接触 一声脆响 吕布宇的长剑上擦出了大片火光 一条惊心动魄的裂痕从剑间直透剑柄 第七十九章 幽鬼祭堂开启 楚天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缓缓一口长气吐出 吭枪一声 楚天嘴里喷出的吐息锋芒如剑 笔直的射出十几丈远 淡青色的吐息中隐隐可见紫色的电光闪烁 一条拳头粗细的裂痕从楚天脚下 顺着它的吐息喷出十几丈外 裂痕边缘光滑无比 就好似利剑切过的豆腐一般 紫消声赠送的药丸 庞大的药力还在不断融入新生的剑气中 楚天体内好似有无数柄极其细小的宝剑在相互刺激碰撞 所有人都似乎听到了楚天体内隐隐的剑鸣声 更看到楚天满头长发一根根笔直竖起 在风中发出轻微的剑笑 刚刚还在一旁交手的伤云 伤灵和三位吕氏族老恶然停下手 吴炳长剑交错在一起 因为楚天体内的剑气纵横 吴炳长剑微微震荡 摇香呼应发出轻微的剑鸣 吕布雨低头呆呆的看着掉落在地的长剑 他的配剑和迎风手中的八面剑不同 迎风手中的剑 是如今的满荒族老采集五金精华 用古琴秘法铸造而成 而他的配剑 却是古琴陆天蜜阁流传下来的古堡神兵 就算在满荒仪族内 保存完好的陆天蜜阁古堡也是极其珍贵的神兵利器 寻常人根本不得一见 吕布雨的这柄配剑 更是一柄极度气和他修炼地功法的雷属性利器 小子 你该死 你该死一万次 吕布雨猛地抬起头来 他的眼珠同时喷出夺目的电流 变成了两颗亮的惊人的电球 你用了什么斜法 居然毁了老夫配剑 你该死 迎秀儿在楚天身后立声喝道 吕布雨 你想做什么 楚档头 是我贵宾 吕布雨的两只大秀中同时传来可怕的雷鸣乍响 他立声喝道 就算是贵宾 也没有登门打坏主人宝贝的道理 楚天 拿你的命 赔偿我的剑 吕布雨身后一道雷光闪烁 他骤然向前一扑 双拳带起两颗拳头大小的雷球 痴痴有声向楚天打了过来 他是存心不讲道理 一心一意要灭杀楚天 一旁的莽荒族老们突然醒悟 纷纷在心中暗骂吕布雨的狡猾 他们都不相信楚天能够用自己的力量 破坏一柄流传自露天秘阁的重宝 那么 唯一的解释就是 楚天手上有一剑品质极高 比吕布雨的配剑品质更佳 威力更大的重宝 吕布雨这是在抢找借口 想要杀人夺宝 盈秀儿的声音已经变得和万年玄冰一样阴冷 吕布雨 吕祖老 吕布雨充耳不闻 双拳上的雷球突然分裂出十二道拇指粗细的雷光绳索 化为一张大网向楚天照了下来 盈秀儿的眼珠再次瞬间变成了诡异的紫红色 他急促的呼吸了几下 好容易他的眸子才回复了正常 他紧握着双手 若是有人能看到的话 就能发现他双手食指的指甲正在缓慢变长 而且色泽也变成了奇异的紫红色 吕布雨正面扑来 雷霆爆裂声声 震得手当其冲的楚天双耳剧痛难当 雷光绳索当头落下 楚天事业所及之处 尽是雷光跳动翻滚 好似整个天地都变成了雷霆地狱 自身只是狂暴的雷霆中一颗微不足道的小豆子 会被轻松碾成粉碎 楚天长啸 向侧后方击退 挡不住 不能挡 吕布雨的修为几乎堪比虎啸天 根本不是现在的楚天能应付的 一边向后击退 楚天右手五指挥动 一道道在药丸之力催动下再度凝聚催炼的剑气喷勃而出 无数条青色剑光狠狠击打在吕布雨的雷电绳索上 震得雷光四射 雷声巨响 够了 营秀儿突然一声大吼 苍龙脱壳图画为一片巨大的黑影挡在了吕布雨面前 吕布雨的瞳孔一凝 他脸上闪过一丝犹豫 突然他一咬牙 双手继续向前挥出 无数条疯狂跳动肆虐的雷光 就这么毫不收力地打在了苍龙脱壳图上 苍龙脱壳图表面风云翻滚 巨浪腾空 蜷缩成一团的苍龙双眸血光隐隐 好似随时能从图卷上一跃而出粪而杀人 一道道狂飙不断从苍龙脱壳图中喷出 将吕布雨手上喷出的雷电尽数挡在了外面 电光不断炸裂开 沉闷的雷声轰鸣 狂飙和雷霆在虚空中不断撞击湮灭 苍龙脱壳图剧烈地震荡着 图中苍龙一片片林甲开合 好似一条真正的苍龙藏身其中 伤云 伤灵 还有其他数十位祖老齐声呼喝 吕布雨 烟敢冒犯少主 速速收手 几个距离吕布雨最近的祖老大步上前 想要挡住吕布雨 但是吕氏的另外三个祖老同时拦在了他们面前 其中一祖老吕声喝道 诸未喝 布雨并非有意冒犯少主 只是收手不住 布雨功法刚猛霸道 一发难收 还给他回气之机才是 楚天看着这个吕氏祖老闪烁的目光 他心头灵光一闪 放声大笑道 吕祖老 吕布雨 是想要掂量掂量你们少主护身宝物的橙色吧 伤云 伤灵齐声呵斥 手持长剑鼓荡风雷大步向前 其他十几位莽荒祖老也是脸色一变 纷纷拔出兵器围向了三位吕氏祖老 远处的营氏 吕氏军队更是躁动不安 迎风已经在挥动配剑 指挥着黑龙进卫摆出了强行突击的架势 眼看一场内斗就在眼前 一个冰冷中带着鸡丝鸡翘之意的声音突然响起 水灵灵的小丫头 来吧 这次没有这幅鬼徒护着你 嘻嘻 让我好好宠宠你 一道墨绿色的阴风从天而降 整个教场的气温急速降低 空中更有墨绿色的雪片飘落 轻盈的雪片落在人身上 那些修为较低的满荒战士立刻被寒气冻伤了皮肉 一个个痛的嘶声大吼 雪片不断落下 校场上骤然就多了上万被雪片冻的皮肉脱落 浑身血迹淋漓的满荒战士 一族 营绣而猛的抬头 昨夜让你逃了 今日又来吗 今日我又来了 而且 我来了就不走了 你的属下 会是我的写实 而你们 以你的姿色 想来三个月内 我是不会更换宠物的了 冰冷的声音从高空那道墨绿色的阴风中传来 紧接着一声低沉的鬼笑声袭来 一个巨大的阴影当头砸下 重重落在了教场正中 一 三 五 九 自上而下 十八个黑色骷髅头垒成了一座祭坛 体型巨大 直径过三丈的骷髅头七窍中墨绿色的鬼气弥漫 邪气冲天 空中的阴风打针炫耳 化为一根封柱冉染染降落 静直落在了最高的那个骷髅头上 阴风散去 一鸣声的邪魅无比的阴冷女子蹲在祭坛上 墨绿色的眼眸眨也不眨的盯着迎秀儿 秀色可参哦 阴冷女子痴痴笑着 一条淡绿色的舌头轻轻的舔了舔嘴角 说出了让人不寒而栗的话语 可是 我是真会吃了你哦 楚天向后退 急退 祭坛落下的时候 他只是被祭坛带起的一道阴风雨波扫了一下 他就半边身体骤然麻痹 皮肤上洞出了薄薄的冰片 体内渐气运转的速度都骤然慢了下来 好似蜗牛一般一点一点的向前挣扎 楚天立刻知道 这上身穿着一件黑色鳞皮小砍肩 下面穿着一件同样质地的短裙 除此之外浑身上下别无其他衣物 有黑的头发更是剔成了干净利落版寸头的邪魅女子 定然又是轨道的道种 一个她现在根本招惹不起的存在 敌强则退 楚天强忍着周身的寒意全速退却 脚下风雷声隐隐 楚天撤退的速度却比平日里慢了七成以上 唯有神窍忠实灯光芒大盛 青色幽光照耀了整个直径丈许的圆形空间 楚天的灵魂前所未有的活泼灵动 和风 雷两枚天印遥相呼应 小小的神窍空间中顿时风雷滚滚 一丝丝电光从神窍涌入身体 不断冲击侵入体内的邪气 电芒和寒气不断对撞烟灭 楚天的身体微微颤抖 好些肌肉 筋骨被烟灭的力量震得剧痛难当 但是随着邪气不断消散 它退后的速度也越来越快 营少主 我的消息 你可相信了 按照你的承诺 我可要带走我要的人了 楚天这个时候还不忘放声高呼 提醒迎秀儿遵守诺言 这里是满荒大营的核心地带 没有迎秀儿的许诺 就算绿姑和红姑都是天品高手 他们也不可能闯出大营 迎秀儿手一挥 一块黑龙盘绕的令牌划出一道弧线落在楚天手中 它力声喝道 只管去 你的消息果然准确 只可惜 我大秦遗族当中 果真有狼心狗肺的贼子 楚天咧咧嘴 没吭声 闷头只顾着溜走 吕布宇的电网还在和苍龙脱窍图猛烈对撞 硬生生纠缠着苍龙脱窍图让他脱身不得 那座巨大的骷髅祭坛喷出无边邪气 化为冰冷刺骨的阴风 凝成肉眼可见的一条条墨绿色大蛇 呼啸有声的扑向四周的满荒祖老 一座祭坛的威力 居然逼住了数十名满荒祖老 数十位强大的天品高手 秘术师 居然没一个人能够靠拢祭坛 更不用说保护孤零零一人站在祭坛边缘的营秀儿 如此佳人 若是将你制成化皮傀儡 真是赏心悦目 祭坛上的邪魅女子跳下祭坛 来到了营秀儿面前 她上下打亮着脸色有点难看的营秀儿 伸手去抚摸她线条柔和 轮廓精致的下巴 怎么样 营氏少主 你是喜欢我宠爱你 还是吃了你 还是 将你制成化皮 营秀儿任凭邪魅女子捏住了自己的下巴 她冷声问道 鬼道 邪魅女子笑了 鬼道 幽千寻 你当然不知道我的名字 但是提起一个人 或许你会知道 万年前亲手砍下大秦末代皇帝脑袋 将他拿去喂狗的鬼道统领 就是我的十一代鼻祖 幽利血 一边说话 幽千寻一边认真的打量营秀儿的面色 见到营秀儿白玉般的面颊冷静如初 连一丝愤怒 一丝恐惧都没有 幽千寻不由的叹了一口气 人心不鼓 这就是形容你们人道人足的话 想不到 连祖宗的仇恨都忘了 营秀儿轻轻一笑 语气平淡的道 祖宗的仇 自然是不会忘的 否则何以为人 只是 吕氏是真的和你们勾结的吧 幽千寻呆了呆 他猛的回头看了看正在猛攻苍龙脱窍图的吕步渝 突然下下的笑了几声 他的笑声古怪难听 就好像一群老瓜在乱叫 听的人心烦意乱 听的人浑身发麻 吕步渝身边的三位吕氏族老神色诡异的 带着一丝敬畏 一丝恭紧 一丝溜须拍马的低声下气 手持长剑向这边的幽千寻轻轻轻点了点头 其他的莽荒族老被祭坛散发出的阴风大莽纠缠着 没能发现几个吕氏族老的怪异 正在和三个吕氏族老交手的伤云 伤灵则是齐声怒喝 你们果然 勾结一族 阴风肆虐 风啸声惊天动地 大地都被风啸声震得隐隐颤抖 伤云 伤灵的怒吼声迅速被风卷散 附近的满荒族老没有一个能听清他们到底说了什么 错了 我和他们不是一伙的 幽千寻突然咧嘴一笑 浅绿色的舌尖舔了舔嘴唇 反手一掌重重的按在了十八颗骷髅头组成的祭坛上 一声沙哑难听 好似下水道腐烂了三千年的死老鼠在嘶吼的声音声从祭坛中传来 四条惨绿色的人影突兀的从祭坛中飘出 这四条人影通体被阴冷的绿光包裹 绿光中可以看到四具形如骷髅架 眼眶中闪烁着幽蓝色鬼火的奇异身形 他们飞行绝技 速度快的让人无法想象 吕布与四人做梦也没想到 幽千寻会首当其冲对他们下手 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伤云 伤灵和苍龙脱鞘图上 根本没注意到从他们身侧祭坛中飘出的四条人影 啾啾鬼笑声声 四条怪异的身影一闪而过 瞬间没入了吕布与四人的身体 四人的身体骤然一将 吕布与还好 他只是被苍龙脱鞘图发出的狂飙震退了数十步 另外三位吕士族老手一松 伤云 伤灵运见如风 瞬间在他们身上刺穿了数十个窟窿 雷霆声声 风声震震 伤云见风上雷光闪烁 稍得三位祖老的伤口进成交叹 伤灵见风上锋刃四射 更是将剑伤扩大了数十倍 伤云 伤灵被突兀的变故吓了一跳 急忙收剑护在胸前 下意识的退后了几步 三位浑身筛子一样的吕士族老节节笑了一声 突然同时高高举起双手大吼 天降恶鬼竟是 唯有信众得生 优千寻轻轻抚摸着营秀儿的下巴 兴奋欲狂的仰天尖叫了一声 优鬼祭坛 启动 天鬼交的信众们喝 放手杀吧 杀出一个荣华富贵 杀出一个锦衣玉石 杀 优鬼祭坛的十八个鬼头同时张开嘴 喷出无数条拳头大小的绿光 仔细看去 每一团绿光中都有一条小小的人影潜藏 整个满荒大营突然乱了 无数地位最卑贱的矿奴 长弓 店户 女佣 下人 这些平日里犹如牛马一样温和温顺的男女 突然同时嘶吼着张开嘴 任凭那些小小的绿光飞进了他们嘴里 天降恶鬼竟是 唯有信众得生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第八十章 艰难逃生 满荒大营的布置 楚天这两天夜间拨洒梦种的时候 早已经查得清清楚楚 周身电芒闪烁 一路驱散侵入体内的邪气 楚天奔走的速度越来越快 屡是四族老辈幽千寻狠下拉手时 他已经找到了站在帐篷外向叫场眺望的绿姑和红姑 楚天见了两人 顾步的寒暄闲话 开门见山道 走 迟则生辩 那是 平日里总是一脸慵懒 好似什么都懒得放在心上的红姑骇然看着矗立在校场上的幽鬼祭坛 楚天 你怎会在这里 走 去哪里 绿姑的斗笠微动 垂下的青纱晃了晃 他沉声道 营秀儿统军攻打楚家宝 我还等着看楚家宝被攻破的那一日 怕是 营少主没机会攻破楚家宝了 楚天无奈苦笑 看着站在原地纹丝不动的绿姑 他只能急促的 选择性的将营秀儿说给他的关于六道 关于血迹的消息说了个耿概 耿概还没能说完 幽千寻已经发动了幽鬼祭坛 无数团绿色光芒从祭坛中冲出 无数渔夫渔夫从四面八方的帐篷里冲了出来 欢呼雀跃的跪在地上 张开嘴任凭这些当中包裹着一条小小人影的绿光没入自己嘴里 这些渔夫渔夫 基本上就是盖州各大豪门大族奉迎秀儿之命 带来楚家宝外充当工程炮灰的家仆下人 他们平日里生活在盖州的最下层 是豪门大族的老爷们不屑一顾的蝼蚁 甚至豪门大爷们在吟师作对的时候 还会悲叹类似于扫地不伤蝼蚁命的句子 但是对于这些最下层 最下层的子民 他们连这一丁点最廉价的同情心都不会有 大爷们对这些蝼蚁不屑一顾 蝼蚁们对大爷们自然视如仇寇 楚天眼睁睁看着这些空有百八十斤蛮力 连一丝半点拳脚功夫都不会的渔夫渔夫们 他们吞下了那些绿光后 他们的身体剧烈的抽搐了一阵子 漠然间他们的瞳孔变成了诡异的淡绿色 他们欣喜若狂的一跃而起 一个个纵跳起来足足有三五丈高 楚天只觉后心汗毛竖起 浑身一阵毛骨悚然 一跃而起三五丈高 这是天 地 人三阶五道修炼者中 人品高阶的舞者才有的能力 他更看到一个身材矮小 穿着青衣 戴着小帽 不知道是哪个大户人家家丁的十五六岁少年 他突然一声大吼 一把将身边的一匹高头大马举了起来 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可怜这匹生的颇为神郡的大马硬生生折断了颈骨 在地上抽搐嘶吼了几声 就蹊跷流血而亡 哈哈哈哈 老子早就看这头畜生不顺眼了 凭什么 他每日里都能吃二十个鸡蛋搅拌顶上好的黄豆 老子常年累月 连一个鸡蛋都吃不到 凭什么 少年家丁私生呐喊 世道不公 大进当王 天降恶鬼进士 我等信众放手杀戮进化这世间 未来人人都是锦衣玉石 人人都有娇妻美妾 杀 一声大吼 少年家丁犹如一头疯狗 向他身后帐篷外站着的 几个明显身份地位在他之上 应该是大户人家管家身份的中年扑了过去 少年的招式并无章法 只是出自本能的乱打乱砸 一拳过去 头颅爆开 一掌劈下 胸膛凹陷 五指如钩狠狠一扯 就连脖梗都整个撕开 几个五谷不分 四体不勤的管家只是哀嚎了几声 就被少年当场击杀 鲜血洒得满地都是 血腥气充满鼻腔 四周无数的天鬼教信徒呆了呆 犹如入魔一样手舞足蹈 一个个蹦蹦跳跳的大吼大叫 向着四面八方胡乱扑去 楚天注意到 所有的天鬼教徒的瞳孔都变成了淡绿色 任何两个瞳孔发绿的天鬼教徒都绝对不会相互袭杀 他们之间有着某种奇异的感应 他们只是疯狂的像四周那些非天鬼教徒的司军战士 莽荒族人疯狂出手 惊天动地的嘶吼声传来 挟刺里一只矿奴为主体的天鬼教徒向着楚天这边冲了过来 为首的 十几名衣衫蓝履 骨骼粗壮的大汉挥动着铁锹 铁铲 声嘶力竭的尖叫着 恶鬼将士 妒己信众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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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所有误会之人 有一小队营士部落的战士驻守在绿姑的帐篷附近 这是营秀儿特意为他安排的护卫 眼看大队疯狂入魔的天鬼教徒冲杀了过来 这一支百人队伍立刻全套披挂的冲了出去 正面迎了上去 领队的百人掌挥动长剑立声喝道 滚回去 这里是贵人居所 你们想死不成 回应这个百人长的 是领队的矿奴大汉当头披下的撬棍 手腕粗细的唇钢撬棍击打在百人长的长剑上 只听一声巨响 长剑和撬棍同时弯曲 但是矿奴大汉的力量却比这百人长大了一大截 硬生生将长剑连同撬棍砸在了百人长身上 百人长半截身体被砸的凹陷了下去 鲜血脑浆洒了大汉一声都是 楚天骇然看到百人长的体内一道血气冲了出来 被矿奴大汉一口吞了下去 大汉提表一阵血光奔涌 他瞳孔内的绿光骤然强盛了数倍 哈哈 乡主没骗咱们 恶鬼将士 杀死这些污秽之人 恶鬼会赐予我们无上力量 大汉疯狂的吼叫着 他猛的一跃而起 居然足足跳起来了十丈高 这赫然已经是帝师巅峰级高手 也就是五元修为三百年以上的高手才有的实力 其他的那些矿奴顿时封魔了 他们一拥而上 数千人将百来个满荒战士围在了中间 肉体力量增强了许多的他们犹如一头头疯狂的野兽 三两下就将这一对满荒战士撕成了碎片 有三倍以上的矿奴被这些满荒战士击杀 但是无论是被杀死的满荒战士 还是那些矿奴 他们的身体内都有一道道肉眼可见的血气喷出 被那些吞入了绿色光团的天鬼教徒吞入体内 这些肉体力量暴涨的天鬼教徒们 很多人体内突然就凝聚出了不弱的五元 俨然变成了修为小有成就的小高手 浩浩荡荡的人流呼啸着向楚天他们这边跑来 无数双兽性的眼眸死死盯着绿姑 红姑 还有他们身后的几个侍女 眼看这些人已经入魔 而且身上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 绿姑身体微微颤抖着 他真是想要亲眼看到营秀儿攻破楚家宝 他真是想要趁着楚家宝被攻破的那个机会 出手制住楚氏的重要高层 从中找到十八年前自己兄长杜玉被杀 牵连着法整个杜家都被足灭的真相 天鬼教徒们面容猙獰如鬼 一个个私生呐喊着冲了上来 他们越冲越近 最前面的那十几个实力最强的大汉已经距离不到十丈 绿姑狠狠跺了跺脚 他飘身进了帐篷 不多时就将他常年随身携带的那具古琴抱了出来 语气阴冷的喝道 撤退 楚天 等会仔细给我说说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十几条矿奴大汉已经冲到了进前 绿姑冷喝道 无知之辈 坏我大事 你们该死 手指勾住了古琴上最细的那根琴弦 绿姑手指一弹 冬得一声翠响 琴弦上一道夺目的光滑喷射而出 犹如刀锋横扫 冲在最前面的十几个大汉 还有身后的百多名矿奴胸腹之间同时喷出大量鲜血 所有人同时炸成了两段 已经很多次见过绿姑出手 但是这一次 楚天依旧吐了吐舌头 几位大姐当心 这可不是玩笑 这是玩命了 楚天手掌一翻 手臂上的青色龙形纹身化为青椒剑从他掌心弹了出来 十几个矿奴冲到了楚天面前 他们对刚刚同伴的死视若无睹 反而有好些人趁机的大口呼吸 抢夺从这些死去同伴体内泄露的血色精气 顺利的抢到了一道血气 一个声给争鸣丑恶 面颊上有佩军金印的大汉指着绿姑私生叫了起来 我知道这个女人 我听那些楚氏的护卫说过 这娘们是盖州城最有名的秦师律姑 太守大人想要睡她都没能睡成的女人 兄弟们 上啊 上啊 睡了她 太守都没能睡成的女人 哈哈 我赌一根毛 她是处 一定还是处 我要第一个 滚 这娘们这么娇滴滴的 是我的 是我的 那个穿红衣服的老女人 才是你们的 疯狂的矿奴们已经陷入了不可思议的蜂魔状态 他们的言行举止 他们的气息目光 已经完全没有半点而人类应有的味道 他们已经化身为另外一种可怕的生物 或者说 另外一种生物正在取代他们的灵质 掌控他们的肉身 最终彻底替代他们 楚天挥动青椒剑 一道道剑光喷洒 那些口出慧炎的矿奴只觉眼前清光一闪 大片头颅飞起 鲜血伴随着痴痴声不断喷出 杀了一波 四面八方更多的矿奴贪婪的嘶吼着 大声讨论着绿菇和红菇的身材究竟如何的问题 一边吞噬被楚天杀死的矿奴体内喷洒出的鲜血 一边疯狂的向楚天发动进攻 楚天更是惊惧的看到 在那些被他斩杀的矿奴体内 一颗颗绿色光团又从喷血的伤口内飞了出来 而且光亮程度 光团体积都比刚刚飞出祭坛时增强了许多 楚天骇然大惊 他左手五指一挥 五道剑气穿过了五颗光团 却只是让光团颤抖了一下 光团骤然暗淡了些许 并没能对光团造成太大的伤害 下意识的 楚天右手青椒剑一炫 又是一道猎林杀呼啸而出 上千点榆林一般的青色剑光喷洒而出 洞穿了数十个脱体飞出的绿色光团 青椒剑轻声阵鸣 剑光所过之处 一颗颗光团犹如烈日下的雪花 弹指尖就化为乌有 楚天突然明白了 古秦路天秘阁锻造的这些秘宝神兵 他们的目标 从一开始就锁定了这些来自域外世界的五道生灵 离许地外的笑场上 传来了幽谦群音策策的笑声 孩儿们 尽情的杀吧 尽情的吃吧 这么多的血食 稀稀 热辣鲜香的血食 在我们老家哪里能这样肆意的大吃大喝 杀吧 吃吧 杀光你们所见的人 吃光你们所见的人 幽鬼一族提前千年布局 分身降临人道世界 组建天鬼教 就是为了今日 更多的绿色光球从幽鬼祭坛中飞了出来 在空中急速盘旋着 寻找着可以和他们融合的天鬼教徒 盈秀儿这些日子 强迫盖州 明州 芒州三州之地的豪门贵族们 用尽全力抽调来的各家各户的司军 仆役 还有那些数量惊人的楚世矿奴 他们当中赫然有超过六成人都是天鬼教的教徒 大片大片绿色光团犹如飞火流星从天而降 无数天鬼教徒疯狂嘶吼着天降恶鬼静世的口号 张开嘴任凭这些光团钻进他们的嘴里 越来越多瞳孔范绿的天鬼教徒长身而起 他们蹦跳如飞 一个个都变成了最少都有千金神力的大力士 犹如风魔一样嘶吼着 在盈秀儿的营地内掀起了一道道腥风血雨 盈秀儿落入了幽谦巡守中 盈秀儿身边的祖老们被幽鬼祭坛缠着 盈秀儿麾下的那些部落将领们相互之间并无同属权 他们一个个只能带着各自的下属独立作战 短短一刻钟的时间 盈秀儿的下属死伤惨重 而那些天鬼教徒则是越战越强 凄厉而猙獰 其中又带着浓浓满足意味的长笑声不绝于耳 那是一些好运的天鬼教徒吞噬了足够的血气 他们居然在一刻钟内 硬生生蜕变成了天品高手 更让人觉得绝望的是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些天鬼教徒瞳孔中的绿光越来越明亮 越来越皎洁 他们再也不是出自本能的乱打乱踢 他们的出手中 居然带上了一些鬼气森森 邪气逼人的武技招式 楚天一马当先 青蛟剑势若破竹 催枯拉朽般撕开了数十名天鬼教徒身体 左手舞蹈剑气喷出一丈多长 纵横交错间无数残肢断壁犹如喷泉一样喷出 短短一个呼吸间 楚天向前突破了数十丈距离 但是一声惊呼传来 他只转过身 大吼着向后冲去 在他身后 绿姑 红姑的八名贴身侍女可没有楚天这样的战力 楚天冲得太快 他们一个跟不上 就被一群天鬼教徒围在了中间 楚天反过身来 剑气如雨洒下 一个个天鬼教徒头颅破开 私生栽倒在地 他冲到八个侍女身边 立声问道 绿姑呢 红姑呢 身后十几帐外一声鬼笑传来 刚刚被祭坛中冲出的怪异身影侵入体内的吕布宇还有另外一位吕士族佬 眼珠彻底变成了墨绿色的两人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居然缠住了绿姑 红姑 一通猛攻逼的两人脱身不得 不仅如此 四周还有更多的天鬼教徒滚滚而来 眼看着足足上万人将一行人困在了大营的角落里 嘻 这么娇滴滴的小丫头 少主定然欢喜的 吕布宇目光贪婪的看着身形窈窕迷人的绿姑 怪声说道 绿姑 解下你的斗笠 让优爷看看你的脸 楚天脸色一变 这吕布宇 已经不是吕布宇了 第八十一章内斗 逃出重围 幽千寻从天而降时 恢复了元气 行动自如的储协正坐在楚家堡的城门楼上 设下盛宴款待贵宾 宽敞足够容纳百人宴会的城门楼四面门窗全部卸下 除了几根大柱子 再无任何的杂物阻碍视线 占得高望北远 与会宾客可以清楚看到十几里外营秀儿大营中的一举一动 十几名身形纤细苗条 动作矫健有力的五娘挥动着水秀 一边唱着从大晋和新高于智的淮州传来的风流词耳 一边犹如一朵绽放开的大荷花 洒尽热情的狂舞着 除开楚鞋 猎袭的有鬼道道种阴悠悠 妖道道种虎啸天 灵道道种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 还有一名神道道种水兵玉 这几人都是楚天的熟人 唯有一个水兵玉 是一个看起来只有十二三岁 生得雪白粉嫩的弱智少女 她的一举一动 每一句话 都娇娇弱弱 轻轻柔柔 配合她精致柔美的长相 端得惹人喜爱至极 配合上满头冰蓝色长发 银蓝色的眸子 水兵玉就好似一尊冰雪精英雕琢成的娃娃 和楚天对过阵 和黑蛇对峙过的水公子陪坐在水兵玉身边 他顾不得自己品尝储鞋准备的美酒佳肴 全部心思都放在水兵玉身上 水兵玉往酒壶望一眼 水公子就急忙端起酒壶为他倒酒 水兵玉往某盗鱼看一眼 水公子就忙不迭的用银插银刀取一块鱼 剃掉鱼刺后奉集水兵玉 偶尔水兵玉吃得太酣畅淋漓 嘴角挂上了一点点油渍 水公子也忙不迭的用一条洁白的丝巾 为他轻轻擦拭干净 易英人等面对美酒佳肴 还有精美编排的歌舞 除了水兵玉无忧无虑的尽情吃喝 其他人都是远远看着营秀儿大营的方向 虎啸天突然开口大笑 忧千寻这娘们 这么心急下狠手 嘿嘿 他这性子 倒也有几分咱们妖道的风范 一旁的大叶破军不音不扬的怪笑道 他怕是 冲着那位营士少主去的 哎 美女这东西 谁不爱呢 那营士少主也不知道长得怎样 若是足够动人 说不得我要下手了 端起酒杯 大口灌了一杯葡萄酿的水兵玉笑嘻嘻的抬起头来 娇柔柔的说道 破军哥哥喜欢美人吗 那兵玉是美人吗 破军哥哥喜欢我吗 千寻姐姐也是女孩子 他为什么会喜欢女孩儿呢 大叶破军机零零打了个寒战 水公子急忙笑道 小妹 你还小 喜欢什么的 等你长大了再说也不迟 一边笑 水公子一边用老母鸡护崽子的眼神 狠狠的向在场的所有人挨个盯了过去 阴悠悠白惨惨犹如此娃娃的面旁纹丝不动 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连连冷笑 楚鞋上下看了一眼水兵玉一眼 机零零打了个寒战 飞快的扭头看向了迎锈儿大迎方向 唯有拎着一条血乎乎三成熟的烤牛腿 上面撒了厚厚一层辣椒粉的虎啸天抬起头来 呲牙咧嘴的向水冰玉笑了笑 水丫头 虎爷不挑食 是个母的旧城 要不 你们神道和我妖道 结个庆家 水冰玉眉头微微一皱 轻声哼了声好丑 水公子则好似被人踢了屁股的公牛 红着眼珠跳了起来 指着虎啸天就要破口大骂 楚邪突然一跃而起 指着迎锈儿大迎方向惊呼道 爱也 你们神道和鬼道有仇吗 水冰玉 你不是说吕氏一族已经勾搭了你们水势 成了你们的坐下走狗了吗 幽千寻 怎么冲着吕氏的人下毒手了 殷幽幽也站起身来 瞇着眼看着幽鬼祭坛的方向 真下毒手了 气候将近万年的幽鬼入体 又被幽鬼祭坛镇压了心神 那四个吕氏的祖老 完了 水冰玉的手指微微一动 咔咔几声响 一道幽蓝色寒光从他脚下扩散开 无数雪片状冰晶急速平地生出 半尺厚的寒冰迅速冰封了整个城门楼子 连带十几位美艳的巫女 还有不断进出的侍女 下人一并冻在了里面 一道阴风席卷而来 楚铁图悄然无声的出现在楚邪身后 他身边一缕缕阴风散开 化为一道风墙将楚邪裹在了里面 驱散了不断逼来的寒气 幽千寻姐姐 是对我水家不满 还是 水冰玉随手从地上揭起一块持续大小的冰片 冲着光洁如镜的冰片仔细地瞅起了自己的倒影 哎哟 原来我这么漂亮 比幽千寻姐姐漂亮得多理 水冰玉丢下冰片 笑呵呵的一跃而起 蹦蹦跳跳的走出了城门楼子 难怪 他一定是嫉妒了 所以才故意杀了我们的人里 回头直指水公子 水冰玉重重的 像个小老头一样叹了一口气 我这个大哥虽然不成气 对我这么可爱的小姑娘又有点见不得人的心思 但是呢 他收罗这些走狗打手也不容易 一下子被人杀了四个 我要给他出口气才对 嘻嘻笑了一声 水冰玉手一指 他脚下一团冰云翻滚而起 拖着他娇小的身体快速向大营方向飞去 水公子大叫了一声小妹 芒不迭的一跺脚 一道水浪平地而生 他踏着水波一路追着水冰云去了 城门楼下 近百名发色青蓝 白净的面皮上隐隐生出青色 蓝色纹路的神道之人齐声呼哨 纷纷施展手段越过楚家堡城墙 紧随着水冰玉 水公子冲出 呵呵 楚邪干笑了两声 他拍了拍除铁图 示意他散去了护身的阴风 向着一脸诡秘的虎啸天 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笑道 这水冰玉看着焦滴滴 粉嫩嫩的 脾气这么火爆 可惜了咱惊心调教的五妞儿 长叹了一口气 楚邪带着一丝恶意的挑了挑眉头 几位兄弟 看着幽千寻和水冰玉拼命 高兴不高兴 开心不开心 我们是不是 应该痛饮三杯才对 虎啸天哈哈大笑 张开嘴将结冰的烤牛腿啃得咔咔直响 楚邪正要幸灾恶祸的笑上几声 幽千寻突然发动幽鬼祭坛 无数绿色光团从祭坛中呼啸而出 无数天鬼教徒私声高呼天降恶鬼静世的口号时 他的脸色也骤然一变 这个鬼娘们 他赶在我楚氏的地盘上 安插他幽家的势力 大营中 楚天一声唬吼 震散了目露邪光 继续朝着八位侍女扑上来的大群天鬼教徒 将他们带到了两行路角之间 让他们暂时节阵自保 绿姑身边的这八位侍女 同样出自大御寺铁血营地 她们在绿姑身边的时间比楚天还早了好几年 修位和之前的楚天一般 都是地狮高阶到地狮巅峰的水准 满荒营地中用来抵挡楚氏骑兵突击的路角高有六七尺 长有数丈 上年密密麻麻进士尖庄历次 几个侍女仗舰在两行路角中截下战阵 每次只有两三个天鬼教徒能够靠近他们 被他们轻松斩于剑下 无数天鬼教徒垂涎八位侍女 一个个尖叫鬼嚎地冲了上来 好些人收不住脚 被身后的同伴推搡着撞在了路角上 被长长的尖装刺穿了胸膛 一个个口吐鲜血在路角上抽搐证命 楚天横剑闯了出去 无论面前是谁 都被他一剑劈开 铁盾 木盾 一剑两半 铁锹 铁铲 铁铲 一剑断折 人头 人腰 一剑飙血 有几个天鬼教徒不知道从哪里抢来了几头坐骑 侧骑狂奔向楚天杀来 同样被一道青色剑气当头斩下 轻松将他们连人带马斩成了两段 如此冲杀了十几丈远 楚天偷偷靠近了吕布鱼身后 绿姑轻喝一声 手指尖五根琴弦齐齐阵铭 演过了楚天靠近的脚步声 他手指一勾骨琴上最粗的一根琴弦 就听一声龙银般巨响 一团人头大小的赤裂红光从琴弦上喷出 红光中隐隐可见一点金光若隐若现 刚猛无比直撞吕布鱼 闻 九天君阳之气 吕布鱼惊呼一声 眸子里绿光直闪 出自本能的向后退去 他不退还好 他一退 乱军中楚天一箭飞起 青椒剑发出一声高亢的剑鸣 好似遇见了素仇的将军 一股莫名的力量迸发开来 带动楚天向吕布鱼后心刺去 青椒剑上仗许长剑光清幽碧绿 清光照得方圆树杖的天鬼教徒面旁发绿 好似渡上了一层青铜 吕布鱼听到了身后传来的剑气破空声 他痴痴笑了 激嘲道 你们人道中人 每次都要好似由锅中已经开膛破肚的鱼儿一样 拼死命的挣扎一阵 可是 有用吗 吕布鱼反手一挥 他五指上五条绿色阴风呼啸而出 无数点芝麻力大小的鬼火突然从阴风中崩裂出来 啪啪啪炸的漫天都是 楚天一剑刺在了吕布鱼批出的阴风上 五道阴风齐齐断裂 但是无数细小的鬼火附着在青椒剑上猛烈炸开 楚天只觉剑风俱颤 可怕的力道震荡剑身 震得楚天五指剧痛 差点就握不住剑柄 更有细细的鬼火顺着剑身一路炸了上来 沉闷的爆炸声不绝于耳 眼看肆虐的鬼火就要波及楚天手臂 楚天被逼无奈 手腕一震 青椒剑化为青色龙形纹身缩回手臂 他收手击退 避开了密集的鬼火锋芒 但是依旧有几点炸裂的鬼火粘在了他手臂上 爆鸣声中血肉横飞 楚天的右臂硬生生被炸飞了大片血肉 紫霄声赠送的那颗药丸 依旧在楚天体内发挥效用 柔和的药力迅速涌到手臂上 眼看着楚天被炸伤的手臂生出新的皮肉 两三个弹指尖伤势就已愈合 吕布鱼黑黑笑了几声 他甚至没回头看楚天一眼 他只是随意反手一击 就打得楚天狼狈不堪 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绿姑打出的那团红光上 他食指上一道道绿色烟气喷出 犹如蜘蛛网一样不断缠绕上去 红光和绿烟撞在一起 顿时爆发出刺目的光焰 更有沉闷的雷暴声不断传出 果真是九天君阳之气 这丫头 少主定然欢喜无比 吕布鱼和另外一位吕氏族老兴奋的浑身都在哆嗦 不自禁的低声欢笑 笑声中 红姑突然闷哼了一声 他被吕氏族老喷出的一口阴风冻住了身体 被对方一爪子拍在了肩膀上 锋利如刀的爪子刺穿了红姑的肩膀 几点鬼火没入血肉猛的爆开 红姑的左肩被炸的血肉横飞 露出了白惨惨的肩胛骨 绿姑怒急而笑 五指上一缕缕红光隐隐 死死扣在了琴弦上 显然要发动一波大的攻击 楚天想要上前牵扯 干扰一下吕布与两人 但是数十个天鬼教徒汉不畏死的扑了上来 抓脑袋的抓脑袋 抱大腿的抱大腿 楚天一箭话出 他身边的天鬼教徒被斩杀了二三十人 但是依旧有四五十人扑了上来 将楚天死死的压在了下面 随后是更多的 越来越多的天鬼教徒扑了上去 他们根本不和楚天动手 完全依靠人数上的绝对优势 将自己当作肉盾 死死缠住了楚天 就在这时 虚空中一片冰云翻卷而来 水冰玉站在一片小小的冰云上 远远的向着幽千寻甜甜的笑着 千寻姐姐 你打死我们家的走狗 可是要赔钱的哦 嘻嘻一声笑 水冰云天真异常的说道 可是 钱这东西 我们都不缺呀 所以 拿命来还就好了 一声嘻笑 水冰云双掌一分 天空占地百亩大小的冰云中传来嗖嗖声响 无数一尺多长锋利无比的冰锥从天而降 带着刺耳的笑声向地面乱杂杂的打了下来 冰锥落下 轻松穿透了满荒战士身上厚重的甲咒 更加轻松的穿透了天鬼教徒们脆弱的肉身 细小的冰锥穿透肉体后 立刻爆炸开来 一团团方圆丈许的幽蓝色洞气四散 无数蟒荒战士 天鬼教徒全都被冻成了冰雕 生命气息瞬间消失无踪 水冰云出手 不仅是嬴氏族人被他击杀 不仅是天鬼教徒是他的目标 就连那些已经和他兄长水公子达成了盟约的吕氏一族的战士 也都惨死在了他手中 隐隐的 能听到水冰云低声的自言自语 哎呀 还要分辨什么敌友 多麻烦呢 反正都是人 全杀了多好 不就是死一些走狗呢 人道之人 兮兮 以他们的秉性 还怕缺了走狗不成 不仅是水冰云出手 水公子带来的百多名神道高手也纷纷发动 幽千寻看看水冰云 再看看他身后的一众神道之人 他突然仰天长笑了一声 四面八方无数的天鬼教徒 包括吕布宇等人同时长笑回应 转过身不顾一切的向幽千寻汇聚了过去 楚天抖了抖依旧有点疼痛的手臂 一把扶起大量失血已经快要休克的红姑 将他甩到了自己背上 大踏步的向营地外狂奔而去 绿姑长笑 手指猛的一勾 数十团红光飞出 将身边的两三百个天鬼教徒炸成了粉碎 跺跺脚 急忙跟在了楚天身后 只听一声巨响 天空中一座通体青蓝色的九层尖塔坠落 当头砸向了幽千寻的幽鬼祭坛 第八十二章浩劫 刚刚冲出满荒大营 左近一条岔道里 数百名满荒战士丢盔气甲狼狈逃了过来 在他们身后 是数千名盖州力行的利夫 早已被迎风收服 甚至前几天还在配合着迎秀儿的军队进攻楚家宝的利夫们 如今一个个眸子里闪烁着淡淡的绿光 如风似魔一样做起乱来 他们手持铁棒撬棍 犹如蚂蚱一样蹦跳如飞 随意就能跳起三五张高 七八丈远 平常这些利夫手上就有数百斤蛮力 此刻吞下那些绿色光团后 他们的力气更是暴涨十倍 好些莽荒战士被追得心烦意乱 又羞又恼地转过身去和这些利夫厮杀 无数铁棒撬棍与点一样落下 这些不通武技 纯粹用蛮力砸人的利夫大声嘶吼着 一通乱砸将这些敢于反抗的莽荒战士砸成肉饼 一道道血气从他们尸体中喷出 不断被这些利夫吞噬 更有一些走火入魔的利夫厮声笑着 随手抄起地上的血肉就往嘴里塞去 他们大口咀嚼 弄得满脸满身是血 乍一看去就是一群从地狱中逃出来的恶鬼 哪里还有半点儿人的味道 逃窜的莽荒战士迎头碰到了楚天一行人 楚天呆了呆 突然大吼了一声天降恶鬼静视的口号 数百莽荒战士一愣神 居然被楚天一声大吼吓得四散逃窜 楚天哈哈一声大笑 一马当先擦着利夫们的队伍向一旁山林逃去 数千如风似魔的利夫呆呆愣愣的看着楚天一行人的背影 好些人鼻翼煽动 像楚天一行人身上秀了又秀 很是想要追上去查明正身的样子 但是楚天鼓足中气 一路大吼大叫刚刚学来的天鬼教的口号 这些猛猛懂懂 受性本能压制了人性的利夫们呆了一会儿 终于继续朝着逃窜的莽荒战士追了过去 十丈 百丈 千丈 很快楚天一行人逃到了大营后的山林边 楚天 绿姑 红姑同时回头向大营望了过去 几个人的心里同时一沉 营秀儿掌控了三州几乎所有大家豪门的头面人物 威逼他们将自家的司军 护卫 家丁 奴仆等人调集过来 回攻楚家宝 短短几日时间 明州 芒州的大家豪门路途遥远 他们的家族兵力还在调集的路上 但是盖州的豪族司兵 却是几乎来了七成 加上盖州城的城湖射属 市井闲人 营秀儿的大营中汇聚了起码数十万男女 几乎新建了一座小城 如今一朵墨绿色的鬼云被一层层粘稠的阴风包裹着 鬼云中无数被幽光笼罩的骷髅人形若隐若现 更有一颗极大的恶鬼头颅吞云土雾 不断向地上一座九层的冰晶宝塔喷出一团团鬼火 一道笔直的寒气从冰晶宝塔顶部喷出 在天空化为一朵散盖型的冰云 冰云中可见无数巴掌大小形如银里的奇异生物在波仔幅 它们不断喷出一道道拇指粗细的寒光 密密麻麻的击打在恶鬼头颅喷出的鬼火上 寒光 鬼火在高空对撞 化为一道道瑰丽的光运向四周扩散开来 巨大的光运将营秀儿的营地整个包裹在内 青蓝色的雪花 幽蓝色的雪片纷纷落下 将整个营地冻得好似冰川雪原一般 青蓝色的雪花是鬼气阴风所化 落在人身上立刻顺着血肉腐蚀了进去 直到将人全身精气血肉彻底吞噬一空 只留下一具骷髅架子 而幽蓝色的雪片则是水冰玉的寒气凝成 凡是被命中者浑身酷寒难当 精血气息被寒气冻结 动作缓慢的在雪地中挣扎几下后 就立刻冻成了一座座冰雕 幽千寻也好 水冰玉也好 两人出手狠辣无比 根本不关心地面上那些人的死活 无论是天鬼教徒 还是吕氏族人 又或者满荒部族的其他子民 在他们眼里 他们都是人道生灵 都是随手可以牺牲 可以放手屠戮的祭品 远远看去 因为水冰玉的到来 幽千寻将他身边的主要战力全部召集了过去 营秀儿倒是趁机摆脱了幽千寻的控制 苍龙脱窍图回到了营秀儿身后 化为方圆十几丈的一幅巨型画卷 不断喷吐出一道道狂飙将四周袭来的雪片吹飞老远 伤云 伤灵等一众满荒族老狼狈的退回了营秀儿身边 纷纷发出长笑声召唤自己的心腹族人 笑声震天 却压不过高空幽千寻 水冰玉缠斗发出的雷鸣巨响 四面八方发出笑声回应这些族老的 也只有寥寥无几满荒将领 整个满荒大营都乱了 乱成了一团 没人知道谁是敌人 谁是朋友 好些满荒不足的族人已经开始胡乱厮杀起来 但是往往不等他们奋出一个胜负 天空落下的两色雪花 就将他们冻成了一具巨僵尸 或者是一具巨僵硬的骷髅架 营秀儿的这支军队 毁了 绿姑悠悠叹息了一声 亏了他如此奇思妙想 居然这么早就在寻狱身边安插了暗庄 一举将这么多的豪门大家的实权人物制服 可惜 可惜 绿姑很是惋惜的摇了摇头 再给他一些时间 怕是楚家宝定然被迫 楚天看看绿姑 最终摇了摇头 没把楚鞋其实和这些一族飞人是一伙的事情告诉他 树石里外盖周城方向突然烟火冲天 更隐隐有巨大的响声传了过来 楚天纵身而起 在树枝上借力跳了几下 蹦到了一株古木的树梢头向盖周城望去 入眼的场景 让楚天不由的张大了嘴 和前些日子 盈秀儿的手下夺城的时候点起的数十道烟火不同 此刻的盖周城 整个变成了一个烈火地狱 整个城池都在燃烧 好似所有的乌与楼阁都被火油浸满了一般 盖周城东南西北四道城墙的中间位置 所有的一切都在燃烧 红色的火 黑色的烟 摇动的火光笼罩了一切 无数扭曲的人影站在城墙上 犹如鬼怪一样手舞足蹈大声嘶吼欢笑 在楚天可以看到的盖周城西门 更多的人影 数以万计的人堵住了西门口 他们拎着各色稀奇古怪的兵器 只要城里有人冲出来 他们立刻欢呼着一拥而上 将逃出来的人剁成肉酱 这些天鬼教徒 他们纵火焚成 不仅如此 他们还锁死了四门 想要屠城 这就是幽千寻建立的天鬼教所谓的境事 将所有人都杀光了 作为血迹的祭品杀光 这世间不就干干净净了 树叉摇晃 绿姑 红姑平地腾空而起 没有任何借力 竟直来到楚天身边 站在两条蜡烛般细小的树枝上 绿姑 红姑向盖周城方向望了过去 两人的身体同时晃了晃 红姑平日里甜美 甜蜜的嗓音骤然变得钢刀般冰冷坚硬 秀妈妈 还有这么多人 应该能逃出几个吧 楚天蹲在树枝上 双手抓着头发喃喃自语 秀妈妈这么贪财 又最是胆小怕死的 肯定事情不对 抱着他私藏的金子就跑出来了 整个院子 都是咱们的人 都不纯啊 该能逃出来的 绿姑 红姑建立的青柳小柱 里面的每个仆役 每个下人 都是大御寺的密探 他们的实力或许不强 但是藏身匿迹 安身保命的本领一定不弱 如果事先有警觉 他们逃出来是不难的 但是天鬼叫发动得太突然了 楚天刚刚从紫霄生那里得到一些关于天鬼交的内幕 刚刚向盈秀儿说出其中的厉害 优千寻就不管不顾的发动了 这个疯子一样的女人 不 女鬼 他完全不按常理出牌 他就这么漠然的发动 不计较一切后果的发动了 秀妈妈她们 能有逃命的机会吗 看这满城的大火 轰的一声巨响 盖州城的西城墙剧烈的摇晃了一下 隔着数十里地 楚天等人都能清晰感受到树干剧烈的摇晃 整片山林都好像飓风下的海面一样 荡起了一波波的临海惊涛 一只隔着数十里都清晰可见 大概能有百多丈长的巨大骷髅手臂从盖州城的西城门下 撕开了地面笔直的伸向了天空 鬼火缠绕的骷髅手臂剧烈的晃动了一下 一把朝着盖州的西城门拍下 就是刚刚听到的那一声巨响 骷髅手臂将盖州西城门拍得粉碎 连带着城门篓子上肆意狂笑 蹦跳雀跃的上千名天鬼教徒也一起拍成了肉饼 随后这条骷髅手臂抓起了一截长有七八丈的城墙 重重的投掷进了城里 不知道这骷髅手臂拥有何等诡异的神通秘术 这么长一截岩石混合铁制胶筑而成的城墙 在他手上就化为一团绿色的岩浆状物质 骷髅手臂将城墙投掷出去的时候 这团巨大的燃烧着的绿色岩浆爆裂开来 化为数百团水缸大小的绿色火球轰进了城内 熊熊燃烧的盖州城内腾空而起数百道高有数十丈的火柱 绿色的火柱被一道道阴风纠缠着 阴风肆虐席卷 绿色的火柱吞噬了四周焰红的火焰 就好像在一副红色的丝绸上滴下了大团大团绿色的颜料 绿色火光极速的蔓延开来 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盖州城就被绿色的鬼火笼罩 木质的屋与楼舍瞬间飞灰 砖土搭成的小屋化为青烟 大户人家的高墙大院 用青砖石块垒成的大宅子 也在绿色的鬼火中急速的融化崩塌 鬼火从城内蔓延到了城墙上 盖州城的四道城墙被绿色火光吞噬 城墙上无数的天鬼教徒声嘶力竭的喊着口号 主动跳进了绿色的火海中 矗立了百多年 那般高大坚固的盖州城墙 在绿色的火海中只是爆出了几道微弱的火光 城墙内铭刻的防御符文就被火海焚烧殆尽 四道城墙就这么消失了 绿色的火海继续燃烧了大概一盏茶时间 等到那条巨大的骷髅手臂缩回地下时 绿色火海逐渐熄灭 盖州城 消失了彻底不见了 原地只剩下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大坑 深达十丈的大坑 所有的建筑 所有的生灵 全都在绿色的火海中化为乌有 鸡犬不留 草木不生 就连下水道的老鼠和蟑螂 也都被绿色的鬼火烧得干干净净 鬼道 幽千寻 楚天双手抱着脑袋 呆呆的看着盖州城 他经历过很多场的血腥厮杀 他和兽群厮杀过 和市井无赖火并过 和州府的州兵 衙役 寻补交过手 这些日子他的经历更是丰富 但是他从没想过 世间会有如此残酷的手段 一座城 一座常住人口过百万的大城 日常流动人口不计其数的大城 就这么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没有了 就算是一百万头牲口 你挨个杀过去 也要杀上十天半个月 楚天心头脚痛 满面通红 双眼密布血丝 私声尖叫道 就算是一百万头牲口 就这么一下 就这么一下 见过很多死人 也亲手杀死过很多人的楚天突然从树梢头摔了下来 他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双手抱着脖子 大口大口的呕吐起来 咚的一声 绿姑也从树梢头栽了下来 他脱去了长棉带着的斗笠 转到了树干后面 随后也传来了剧烈的呕吐声 只有红姑站在树梢头 双手紧紧握拳 身体剧烈的颤抖着 两行热泪滚而下 楚天剧烈的呕吐着 他没有吃早饭 所以胃里空荡荡的 他很快就吐光了胃液 接着连苦胆水都吐了出来 五脏六腑在翻滚 脑子里一片混乱 他终于明白了 所谓的六道血迹这么简简单单的一个词 蕴藏了多大的恐怖和绝望 这是正常人无法想象的绝望 这是正常人无法感受的恐怖 这是在刀光剑影中撕混了十几年的楚天 同样无法承受的心灵黑幕 渐渐的 楚天身上的气息逐渐变冷 他的脑子里 一遍又一遍的回荡着那条骷髅手臂一把抓起一段城墙 将整个盖州城点燃的恐怖景象 鬼道 幽千寻 六道血迹 楚天喃喃的重复着一个又一个词 天哪 红姑突然在树梢头嘶声悲鸣 楚天重重土了一口苦涩难当的苦胆水 一跃而起到了树梢头上 他顺着红姑所看的方向望了过去 他的身体顿时一将 差点再次从树梢头摔了下去 盖州城南方三十里 白莽江渔庄的方向 滔天火焰冲天而起 先是红色的火焰浑着黑色的烟尘 随后就是一片茫茫绿意生腾了起来 熟悉的绿色鬼火 熟悉的无情杀意 树下面 传来了绿姑的声音 我们去找大开官吏将军 他手控重兵 我用大玉寺的令牌 调他出兵灭鬼 第八十三章 开关见鬼 楚天跟在绿姑身后 一行人绕过满荒大营 向盖州城北面行去 绿姑 这不是去风雨九重关的路吧 楚天看了看绿姑前进的方向 不由的恶然发问 数日前 大开官吏将军 已经应司马太守之命 调兵前往盖州 盖州瞬间被毁的惨状依旧在眼前浮现 绿姑的声音凭空多了几分冷力 前几日 迎袖儿发动的那一日 楚天不由的怒骂 未见一兵一蹴 司马太守他打的是让那些豪门大族和楚氏两败俱伤 他从中取利的主意 司马太守毕竟是司马氏出身 大晋开国门阀的子弟 这手万本领能差吗 绿姑悠悠说道 大开官吏将军 他的风雨九重关只属大晋太尉府所辖 司马太守一份手书 能够调动他的兵马 这本领也不小了 楚天干笑了一声 这些事情 绿姑这几天被关在盈秀儿大营里 还能知道的清清楚楚 这本领也不小啊 绿姑 红姑同时咳嗽了几声 过了好一会儿 红姑才没好气的骂道 楚天 没人给你说吗 你真不适合拍马屁 几个侍女和楚天也是烂熟 一个名曰春姓的侍女白了楚天一眼 轻声骂道 楚档头 你这满口胡拆 迟早挨绿姑的耳光子 绿姑是自愿留在盈秀儿大营中探查敌情 什么叫做被关在里面里 楚天就很憨厚的笑了 他的笑声很难听 但是多少驱散了一些盘绕在大家心头的阴云 那惊天动地的一击啊 偌大的一个盖州城 就这么毁了 还有白蟒江的渔庄 那里的渔民 水手 卖苦力的汉子 连同他们的家眷 起码也有上万人 这是和楚天朝夕相处三年有余的人 里面有多少熟人 一把鬼火冲天 他们也就这么 毁了 所以楚天憨笑 红姑轻笑 绿姑无声的微笑 几个侍女傻大姐在傻笑 大家一路说着没什么营养的话 从中随意找个词而笑几声 就这么一路笑着 在山林中一路狂奔 绕过几个山口 绿姑带着一行人走出山林 来到了一条宽有两丈许的道路上 顺着大道向前走了没多久 一行人正在笑着 前方突然一声鼓响 数百名笑刀手拎着砍刀 举着授面盾牌 从前方路口流水一样冲了过来 见到楚天一行人 这些笑刀手左右一分 亮出了中间大道 数十名身劈铁甲的精锐甲式步伐铿枪 簇拥着一名身穿银甲 背后劈着一条黑色披风的将领大步走了出来 什么人 敢冲撞军阵 不要命了吗 满脸胡须的将领威风八面的向楚天等人望了一眼 指着楚天他们大声呵斥 在这一队兵马后面 不宽的道路被无数士族站满 惊奇飞舞 骨脚生生 道路两侧的山林中也有大队大队的步促在缓步前进 看这些士族的数量和指数万 近似风雨九重关的主要兵力都被带了出来 绿姑惊讶的轻呼了一声 他快步上前了两步 脆生生的喝道 立将军何在 大胡子将领黑黑笑了几声 他上下瞥了一眼绿姑 回过头去向着身后的士族放声笑道 哎哟 邪门了黑 咱们大将军生的那等模样 居然有这么娇滴滴的小娘儿拦路找他 一众士族纷纷大笑 连带着道路两边的丛林中都有士族走了出来 探头探脑的向绿姑张望 楚天的眉头顿时一皱 没有上官命令 大开官立将军麾下的士兵居然擅自停下行军 站在路上看热闹 这按照大进军律 这些士族各个都是死罪 这位立将军的治军 似乎不够严谨 而且他只是一个杂号将军 在大进的军制中 他只是勉强摸到了高等将领的边儿 他的麾下将领 居然敢以大将军来称呼他 要么是这胡须将领纯 根本不明军制中的大将军是何等含义 要么就是立将军平日里嚣张惯了 在自己的部下面前 纵折以大将军自居 楚天正在付匪大开官立将军麾下的士族素质 绿姑手一扬 一块巴掌大小的令牌脱手飞出 砸向了胡须将领的面门 这大胡子反应极快 一把抓住了绿姑故意用力砸过去的令牌 哎哟 一声怪叫 绿姑丢出令牌的时候稍稍用了点力气 大胡子掌心砰的一声响 硬生生被这小小的不起眼的令牌震得向后退了好几步 小娘儿 你 大胡子怒骂一声 低头看向手中令牌 他猛的张大了嘴 呆滞了足足两个呼吸的时间 这才猛的抬起头 犹如见鬼一样看着绿姑 大御寺 寻查判官 天呐 大胡子怪叫一声 抓着绿姑的令牌转身就跑 一路分开后面道路上的士族 一下子就跑得不见了人影 过了没多少时间 道路上的士兵同时向两侧山林中退去 让开了正中一条大道 形容惊悍 生了一张锥子脸 周身煞气逼人的大开官吏将军骑着一匹高头大马 带着一大队骑兵浩浩荡荡的冲了过来 楚天一眼看到了脸色惨白 整个人精气神都好似被抽空的盖州太守司马追风 被迎风中伤的司马追风骑在一匹战马背后 马动一步 司马追风的眉头就抽搐一下 显然他身上的伤势依旧严重 大御寺的人 立将军将绿姑的令牌拿在手上 上下的抛了抛 他狐疑的看着站在道路正中的绿姑 慢吞吞的说道 大御寺 可管不到咱头上 除了太尉府的命令 绿姑很冰冷的打断了立将军的话 非常时刻 大御似有便宜行事之权 立将军若是不奉我命令 我有权将你就地斩杀 你的所有亲眷族人 都将以叛逆之罪入狱 立将军呆了呆 他回头看了看身后大队大队浩浩荡荡的队伍 突然放声笑了起来 笑了几声 立将军笑容一脸 举着绿姑的令牌冷喝道 好 我遵从大人的命令 敢问大人 想要咱做什么 山林内鸦雀无声 立将军挥下所有的兵马 都在死死的盯着绿姑 让楚天不安的是 道路两侧的山林中 都有大队的士族在快速的运动 他们不像是在向前赶路 反而像是要将楚天一行人包围起来的模样 立将军既然已经带兵到了这里 盖州城外有一族作乱 还请立将军调动兵马 斩杀一族 救我大尽百姓 绿姑冷冰冰的下达了命令 但是他似乎醒悟到自己的语气太冰冷了 所以他急忙补充道 只要立将军能立下功劳 本官将向天子奏名 啊呸 大开关立将军突然惊天动地的吐了一口吐沫 一口浓潭差点飞到了绿姑的身上 艾杰的绿姑眉头一皱 急忙向后退了好几步 向那个一心一意追求长生不死的老王八蛋 奏名本将军的功劳 立将军不屑的连连冷笑 然后呢 升本将军的官 给本将军长个千二八百两黄金的俸禄 或者 给本官摆来请鸟不拉屎的荒土做封地 立将军摇摇头 再次一口浓潭吐在了地上 不仅是立将军 他身后的大胡子将军 还有数十位富江 校尉等中层将领同时重重地往地上吐了一口浓潭 道路两侧的山林中 无数士族拔出了刀剑 更有弓弩手拉开强弓 搭上硬弩 远远锁定了楚天一行人 两侧迂回的士族已经绕到了楚天等人身后 在他们后方摆来丈远的道路上 两三千名士族茫茫碌碌的组装鹿角 巨马 山牌等防御利器 在不宽的道路上连续射下了十几重防线 更夸张的是 他们居然快速的在鹿角 巨马等物后面 架上了一架用来攻城使用的重型床弩 大开关 立将军 绿姑的嗓音变了 一族恶鬼作乱 已经将盖州城祸害的无比凄惨 风雨九重关的驻军 是盖州地面上编制最大 装备最精良 战斗力最强大的一支军队 如果他们也随之作乱 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造成的破坏 对黎民百姓的杀伤 绝对是相同数量的天鬼教徒的十倍甚至百倍以上 你 想要造反 绿姑双手抱着鼓琴 冲着立将军立声呵斥 造反 怎么是造反呢 立将军连连摇头 他放声笑道 不是造反 绝对不是 深吸一口气 立将军看着天空喃喃自语道 怎么是造反呢 咱曾经也对大晋忠心耿耿 咱带着一群苦哈哈的兄弟们 在风雨九重关防御蟒荒一族 常年和那些蟒荒蛮子打声打死 遍体伤痕累累呀 咱们有功 这不是假话 咱们对大晋有功 真的有大功 立将军立声道 但是 有功他没有赏啊 咱这个杂号将军 待在头上多少年了 给咱一个封号将军 不应该吗 给咱兄弟们长点军饷 不应该吗 立将军放声大吼的时候 司马追风的脸色越发的惨白难看 他哆哆嗦嗦的溜下马 哆哆嗦嗦的想要逃走 但是还不等他走出一步 他身边的十几位富将 校尉同时放声大吼 拔出兵器刺穿了他的身体 十几柄斩马剑 大砍刀一次次的在司马追风的身上劈砍下去 硬生生将他剁成了一滩模糊狼藉的血肉 司马追风 则 盖州太守吗 他倒是聪明 见到咱兄弟们心里有怨气呀 就用各种金银珠宝 绫罗绸缎 还有娇滴滴的小娘儿收买咱们 立将军咧嘴节节怪笑 他愿意送 咱们就愿意收吗 有什么不乐意的呢 只不过 他绝对想不到 咱兄弟们 嘿嘿 绿姑死死咬着牙 朝着立将军立声喝道 你究竟投靠了谁 满荒遗族吗 不 怎么可能 咱杀了他们那么多人 立将军低头看着自己双手 翻来覆去的看着自己的双手 我这个人 贪财 好色 还喜欢没事砍几个脑袋玩 所以 咱经常带着兄弟们进入满荒杀人放火 奸淫掳掠 这不是好事 我知道 满荒遗族当中好些人恨得我要死 我也知道 所以 我怎么可能投靠那些莽荒蛮子 楚天向后退了两步 他转过身看着身后拦路的那些士卒 重点看着那具让人头痛的床弩 绿姑是吧 看你的装束 看你的打扮 我知道是你 大开官吏将军双手用力揉搓着 不断发出金铁摩擦的刺耳响声 我听过你的名气 虽然我没见过你 因为我在人前要演戏 我是一个恪守大进军法的手将 我不能离开驻地擅自进入周城呢 哥哥怪笑了几声 丽将军冷声道 你知道吗 我曾经无数次在干那些莽荒娘们的时候 把他们当做了你 嘻嘻 丽将军的锥子脸上浮现出一抹无法形容的邪恶笑容 癫狂 贪婪 银邪 龌龊 世间的一切负面情绪 似乎都能在他的脸上找到 四周的士卒不断地围了上来 更有一些公奴手爬上了道路两侧的大树 居高临下的锁定了楚天等人 所以 现在我回答你的问题 我当然不是叛乱 也不是造反 丽将军理直气壮地说道 我是在做一件足以媲美大进开国大地丰功伟业的大事 我要带着这群兄弟们 净化这不公平的大进天下 洗涤这污秽人间 让兄弟们在刀剑上 搏一个荣华富贵 干 楚天听到丽将军的话 不由地放声骂了一句 堂堂大进驻守风雨九重关的守将 居然是天鬼教徒 你这是开什么玩笑呢 绿姑 现在我可以告诉天下人 我这个大开关外号的来历了 可不是说我杀的那些莽荒遗族家家户户打开棺材埋人 而是 棺材打开后 你能看到什么 丽将军的双眼骤然变成了惨绿色 他私生尖叫道 当然是 打开棺材 只能见鬼 哈哈 大进天子无道 大进国运将决 天将恶鬼竟是 无等共享荣华 丽将军身后的好些将领 校尉 大半的士族瞳孔纷纷变色 唯有那大胡子将领 还有一些副将 校尉 还有不到三成的士族目瞪口呆的看着身边同僚的变化 大胡子怪叫一声 突然连滚带爬的冲出队伍 向楚天这边逃了出来 他刚刚跑出不到一丈远 丽将军凌空跃起 一掌重重的向他后心按下 大胡子被丽将军一掌命中 他浑身血肉瞬间枯萎 只有一具血肉模糊的骷髅架子哆哆嗦嗦嗦的向前踉跛了两步 一头栽倒在了地上 孩儿们 杀 丽将军双手插腰 志得意满的大笑了一声 这天下 该换各主儿了 第八十四章 此恨绵绵无绝期 撤 楚天一声长啸 脚下狂风喷涌 犹如一片飘絮 诡计变幻莫定的向道路左侧山林冲去 他想要为绿姑等人破开一条逃生的通道 他冲向了山林中士族最密集的地方 脚下生风 楚天腾空飞跃时身体左右呼闪 更带起了几道朦胧的残影 狂风还卷起了大片的烟尘草蟹 更让远处的人看不清他的身影 道路两侧山林中 攀爬在大树上的弓弩手齐声呐喊 随着一声帮子声 数百张强弓 百多张强弩 其中更有几只怒焰冲 甚至还有两具杀胶弩同时向楚天喷出了箭矢 杀胶弩的弩使速度最快 力道最猛 数十只弩使化为一个极大的扇形扑了上来 楚天反手一眩 五指喷出青色剑气 十几只靠近他的弩使全被剑气搅碎 紧接着楚天身体一震 几只怒焰冲喷出的重型弩使撞在了剑气上 青色剑气激荡 将弩使斩成了两段 楚天身体也是一个亮枪 硬生生被怒焰冲的强大冲击力撞落在地 漫天剑使就带着刺耳的破空声笼罩了下来 烟尘中 楚天的身形若隐若现 踏着匹肤剑简单却颇为奇妙的步伐 进退之间剑光闪烁 一道绿色光状环绕全身 所有靠近他的剑矢都被剑光搅得粉碎 东的一声巨响 堵住了楚天等人后路 架起了十几道防线 更撑起了一架床弩的士族将床弩锁定了楚天 一鸣富将一拳砸在了床弩上 造型怪异的床弩最前方是一个虎头雕像 虎头的两颗眼珠溢溢发光 两道极细的红光从眼珠中喷出 落在了楚天的身上后 无论楚天如何的左右横移 两道红光始终锁死了他的身体 随着红光的左右偏移 这具床弩犹如活物一样自行左右调整射击姿态 副讲一拳砸下后 床弩通体亮起了无数复杂的符纹 床弩后方的卡槽中 一颗拳头大小的灵晶瞬间燃烧殆尽 巨响声中 常有丈许的床弩中 赫然只是射出了一颗拳头大小 形如橄榄的金属弹丸 金属弹丸飞行的速度比杀骄弩的弩使还要快了数倍 刚刚飞出 就立刻激发了一团人头大小的白色气泡 伴随着沉闷如雷的音爆声 金属弹丸以数倍音速的高速呼啸而来 屠龙中弩 正警惕看着大开官吏将军的红沽眼角余光看到那副将激发床弩的动作 金属弹丸刚刚飞出 他就立刻认出了这床弩的来历 这是大进宫廷宗师级大将密造 专门用来威胁天尊巅峰级高手的杀戮利器 楚天看到了副将激发床弩的动作 他出自本能的 同时做出了应对的姿势 右手向下一沉 想要横溅胸前挡住金属弹丸 屠龙重弩威力太大 金属弹丸飞行速度太快 楚天右手还没完全放下 弹丸已经到了他胸前 急速旋转的弹丸前方隐隐可见三寸长的钢气寒芒 带起的急速旋风距离楚天胸膛还有半尺远 就已经将他胸前衣衫撕的粉碎 躲不开 躲不过 眼看金属弹丸就要结结实实轰在楚天胸膛上 斜刺里红沽一掌劈出 楚天闷哼一声 被红沽绵绵绵韧任犹如大江大潮不断涌来的掌力推出了七八丈远 金属弹丸擦着楚天的左臂掠过 钢气寒芒撕裂他的手臂 带起了大片鲜血 更扯走了他一大块皮肉 幸好紫霄生的那颗药丸潜藏的药力还在滋养楚天全身 一股股暖流涌入左臂 鲜血立刻止住 伤口附近的皮肉也急速重生 惨壕不断 屠龙众弩弹出的金属弹丸循着一条几乎绝对笔直的直线 轰入了丽将军身后密密麻麻站着的士族队伍中 扑齿声不绝于耳 一连串三十几个士族被金属弹丸一击洞穿 要么胸膛破开一个大洞 要么手臂被骑着肩膀切断 一条笔直的血线在密集的队伍中喷出老远 犀利的惨壕声不断传来 一切发生得太快 数十个士族被一击洞穿时 丽将军才刚刚将大胡子将领击杀 听到惨壕声 丽将军猛的回头向身后望了一眼 咧开嘴笑着骂了起来 一群没福气的烟杂货 咱要带着你们打下一片大大的疆土 带着你们做开国功臣呢 你们这就完蛋了 真是没福气呀 丝毫不以被误杀的士族为意 丽将军哈哈笑着 一个胯部向绿姑逼了上去 伸出手就去抓绿姑的斗笠 绿姑 咱想了你多少十日了 洞房之前 先让咱渐渐成色 丽将军迫不及待的笑道 郑公娘娘你是别想了 咱起码也要找个大进正儿八经的公主做正宫 但若是你姿色足够 许你一个妃子的位子还是不在话下 丽将军笑得得意争鸣 墨绿色的眼珠里喷出的斜光足足有一尺多长 一句话间 丽将军连续伸手近百次 四次不离绿姑的斗笠 绿姑长裙翻舞 步伐轻盈犹如灵波行走 轻轻巧巧的就避开了丽将军的近百次突袭 丽将军 背叛大进 投靠一族 你最该诛灭九族 绿姑的声音中 已经带上了浓浓的怒气 只要能够得了天下 九族算什么 丽将军周身不但有一缕缕墨绿色的阴风喷出 他双爪如风 不断向绿姑的斗笠抓去 咱老爹早死 只有一个老娘在京城 那老太婆 你们把他千刀万寡也无妨 丽将军张开嘴 他的满口牙齿都逐渐蒙上了一层绿色 反正 天降恶鬼竟是 那等无用的老前婆 你们不杀 我也要亲手杀了他 所有人都听到了丽将军的话 楚天一阵无语 绿姑 红姑和几个侍女同时怒斥 畜生 畜生 丽将军带着一脸的银鞋之翼 眼珠子看着绿姑不断的转悠着 绿姑 等会就是咱这头畜生 得好好的品尝品尝你的身子 眼看绿姑不乏轻盈其妙 自己始终无法碰到绿姑的斗笠 更不要说抓住他 丽将军终于按捺不住心头怒气 指着绿姑立声喝道 来人哪 上 上 上 不许用弓弩 抓活的 抓活的 喊杀声冲天 无数士族顺着道路涌了过来 急速挤压着楚天一行人的活动空间 绿姑 楚天右手见光一眩 靠近他身体一丈之内的士族全都被他腰斩 眼看着这些士族体内一道道精血气息喷出 被四周别的士族大口大口吞了下去 这些吞噬了精血气息的士族眸子里斜光大胜 气息步步高涨逼人 四面八方无数的士族不断涌来 若是被这些可以无限吞噬精血气息增强自身的士族困住 只要是人都会被活活困死 楚天心头焦急 不由的大喝了一声 一旁一声大吼传来 一个手持八棱铜刮锤的副将偷偷藏在人群中 瞅准了春信挥剑挡住三个士兵刺出的长枪时 一锤子轰在了春信的手腕上 春信痛呼一声 手腕剧痛握剑不稳 长剑当郎一声掉在了地上 七八个士族一拥而上 一个个张开手就要去升擒春信 绿姑怒急轻笑 她五指如伦 急速划过琴弦 密集的琴音犹如东海巨掏 翻翻滚滚呼啸而来 一波波白色气泡从绿姑骨琴中喷出 方圆十丈内 无数士族七窍喷血 一个个犹如风中落叶被高高抛起 下一瞬间 红姑双手水袖一挥 无数根极细的白色丝线上穿着一根根亮晶晶的绣花针 化为无数细密的银色光雨从她袖子里飞了出来 比牛毛还要细小的绣花针被红姑附着了极其庞大的五元 穿透士族的身体时 在他们身上留下的是一个个拳头粗细的窟窿 无数丝线带着无数的绣花针漫天乱飞 笼罩了方圆十几丈的空间 被绿姑琴音震飞的士族被红姑一通乱扎 当场炸成了一团团血物 绿姑手指一勾一抖 一声极其尖锐的琴音突然响起 双手鼓荡音风 不断破开靠近自己的绣花针的立将军闷哼一声 他的动作突然僵硬了一下 痴痴声不绝于耳 两根绣花针狠狠刺进了立将军的眼珠 红姑五元一催 将他眼珠炸得粉碎 十根 百根 千根 不知道多少根绣花针绵绵扎在了立将军的身上 每一根绣花针都爆开了立将军一团血肉 当即将它炸成了一副鲜血淋漓的骷髅架 走 绿姑一声轻喝 一马当先冲在了最前方 右手五指翻舞 琴音如雷霆轰鸣 锁过之处方圆石杖内吐石飞剑 无数士族被震的翻滚倒地满口喷血 给我 杀了他们 只剩下一具血骷髅在地上抽搐的立将军嘶吼了一声 他突然腾空飞起 除了一颗头骨悬浮在空中 其他所有骨骼都好似飞刀一般击射而出 敞嚎声大作 立将军飞出的骨头接连洞穿了近千士族的胸口 将他们击杀当场 被立将军飞骨击杀的士族身体急速干扁 所有血肉精气都被飞骨吞噬一空 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立将军浑身骨骼飞回 重新拼凑在一起 就听刷刷声不绝 新鲜的血肉精络 五脏六腑急速从这些骨骼上生长了出来 弹指尖立将军就恢复如初 而且身上气息越发的雄魂强大 也就是这几个呼吸的时间 绿姑带着楚天一行人已经冲出了一里多地 沿途被他琴音震倒了两千多士族 更有数百人被鸿姑的绣花针打成了筛子 立将军怒急 大声喊打喊杀 但是他麾下的将领也好 校尉也罢 更不要说那些普通士族 根本没有一个人能挡住绿姑 就连立将军挥下几个天品级别的高手 刚刚靠近绿姑 就被一道雷音阵翻 连滚带爬的一路逃窜 好容易才避开了红姑接踵而来的绣花针杀招 都是一群废物 立将军摇了摇头 长叹了一口气 他一个纵身到了刚刚那具屠龙重弩前 大喝一声 将重达数千斤的床弩扛在了肩膀上 一名校尉给床弩的卡槽中填入了一颗新的灵精 又重新装填了一颗金属弹丸 立将军腾空跃起二十几丈高 他脚下一道阴云生出 拖住了他的身体悬浮在半空 他扛着屠龙重弩微微瞄了瞄 两道极细的红光锁死了绿姑的后心 既然得不到 那就毁了吧 嘿 如花似玉的美人儿 临死前的滋容 才是真正的迷人喝 一拳砸在了床弩上 就听一声闷响 拳头大小的橄榄形金属弹丸急速旋转着喷出 在空气中炸开了一圈圈白色气泡 带着隐隐雷音瞬间到了绿姑身后 楚天在为绿姑的几位侍女抵挡四面八方袭来的箭矢 红姑在配合绿姑击杀那些拦路的士族 几个侍女的修为最弱 他们在三人的保护下勉强能够跟上队伍 他们不时的前后左右的张望 警觉的向楚天等人提供敌人的动静 还是春兴第一时间发现了击射而来的金属弹丸 他惊呼一声 横挪一步挡在了绿姑身后 叮当一声巨响 春兴胸前衣物被炸得粉碎 一块大玉寺的身份令牌被他放在胸前暗袋中 金属弹丸打在了坚固异常的令牌上 硬顶着令牌穿透了春兴的胸膛 金属弹丸凝聚在一点的冲击力被令牌分散开 无数道可怕的力道在春兴胸膛中爆发开来 楚天回头的时候 正好看到春兴的整个上半身轰然炸开 鲜血洒了绿姑和其他几个侍女满身满脸 金属弹丸顶着那块大玉寺令牌 重重砸在了绿姑的后心上 绿姑身上的浅绿色长裙爆出一团柔和的光芒 稳稳地拖住了金属弹丸一弹纸的时间 啪的一声巨响 大玉寺的令牌粉碎 长裙表面的光芒碎裂 失去了大半力道的金属弹丸击穿绿光 结结实实命中了绿姑 绿姑的脊椎骨发出歌的一声响 他们哼了一声 身体骤然向前飞出了七八丈远 他人还没有落地 已经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 落地的时候他狼狈地向前翻滚了十几圈 一头撞在了一株大树上 头顶斗粒碎裂 露出了一张清绣绝伦 清纯犹如蓝瓣露珠的俏脸 绿姑当场昏厥 平日里从不离手的古琴也翻滚着飞出了七八步 红姑声嘶力竭地叫了一声小妹 无数绣花针漫天乱射 四周冲上来的百多个士族全部面门中枕 整个头颅趴得一下炸开 春姓姐 绿姑 楚天心头一股恨意冲了上来 一口溺血喷出 身体猛的晃了一下 一颗心简直犹如被在油锅中猛炸一样 整个人的思维都凝固了 第八十五章 遍地鬼欲 绿姑浑身是泥 无比狼狈地蜷缩在大树下 额头上不断有血流下 楚天突然想起了在民州善堂 他第一次见到绿姑的场景 那般娇柔 稚嫩的一个少女 强装出成年人的气度和气概 在洪姑和几个度家的老家臣簇拥下 分明是硬撑着胆气 站在了一群被擅堂收养的孩童面前 你们生而卑微 但无人天生卑微 路边乞丐 可成君王将相 流民盗贼 也有锦绣华福之日 我大进的开国大帝 西年也不过是田头一普通农人 为地主种地为生的垫敷 我 给你们一个超脱卑微 改变命运的机会 楚天记得清清楚楚 那时候他还是一个孩童 绿姑却也比他大不了击碎 他壮着胆子在善堂上千的孩童面前 面红耳式的说出这番话的模样 不觉威武 只觉可爱 然 天上不会掉馅饼 绿姑瞇着眼 眼睫毛因为紧张而轻微的颤抖着 你们可能会流血 可能会受伤 可能会 死 善堂的孩童们懵懂的看着绿姑 君王将相 锦衣华福 这些东西 在场的孩童除了楚天 再没一个人对此有清晰的认识 所以 绿姑一挥手 一大筐一大筐的大肉馒头 一块块炖的稀烂的红烧肉 一壶壶香甜的米酒 就流水一样送了上来 楚天目光扫过春姓的半截身躯 他同样记得很清楚 春姓比绿姑略小几岁 比楚天又略大几岁 那时候的他 正是豆蔻年华 楚天从春姓手上接过肉馒头 红烧肉和米酒的时候 春姓很温柔的笑着 笑容如春风 让楚天想起了他的母亲 那般温柔甜美的笑 在后面好几年 一直出现在楚天的面前 训练时被棍棒打得鼻青脸肿 是这甜美的笑送来了药酒药油 隔沙时被野狼咬的遍体鳞伤 是这甜美的笑送来了纱布伤药 感染风寒高烧烧的神智模糊 是这甜美的笑在身边彻夜守护 大开观立将军 楚天转过身 浑身数十处重要窍学同时喷出了青色剑气 除了贴身的一剑蛇皮紧身水铐 楚天浑身不一都被剑气炸得支离破碎 化为无数残片随风飘散 我操你的祖宗十八代 楚天大声嘶吼着冲了回去 向着李许外脚踏阴云悬浮在离地十几丈高空的立将军冲了过去 大群大群的士族冲了上来 目光贪婪的挡在了楚天面前 经过刚才的一通冲杀 楚天他们击杀了上千士族 这些士族的精血气息被吞噬后 造成了数百名实力飙升的强大战士 他们呼啸着挡在了楚天面前 一个个呲牙咧嘴宛如恶鬼 大声嘶吼着向楚天扑来 张嘴想要从他身上扯下一块血肉 剑气生疼 楚天周身三十六个大穴内剑气吞吐 它就好像一只刺猬 一只刀轮冲进了士族群中 大片血雾生疼 剑光过处 刀剑 盾牌 甲咒 肉体全都平滑无比的被切开 大群士族惨嚎着倒在了地上 几个抽搐后就没有了气息 更多的士族冲了过来 他们不忙着进攻楚天 而是趴在战死的铜袍身上 贪婪的吞噬他们体内喷出的精血气息 红姑在身后声嘶力竭的尖叫 天歌儿 滚回来 剩下的几个侍女也是惊声大叫 纷纷让楚天赶紧回来 四面八方围上来的士族越来越多 丽将军将风雨九重关的大半主力带来了这里 除了一部分被天鬼教徒偷袭斩杀的 剩下的士族还有数万之众 数万人分布在山林中 一眼望去四面八方都是人影 唯有楚天他们刚刚冲击突围的方向人影较少 但是附近大群大群的士族正向这个方向包围过来 想要将楚天他们彻底困死 现在不撤走 就真的走不了了 百多帐外 丽将军站在阴云上 扛着屠龙重弩放声大笑 误那小子 来 咱大好人头在此 等你来砍 等你来拿 咱的十八代祖宗嘛 你有兴趣去挖坟 随便你操 楚天气急 身后鸿沽轿的金黄 四周蜂魔的士族嘶吼着包围了上来 前方立将军在放声挑衅 他浑身气血骨荡不安 紫霄声赠送的那颗药丸庞大的药力迅速融入周身 经络中急速奔流的剑气不断凭空滋生 一缕缕相互融合 逐渐壮大 一声闷响 楚天体内十几处药学同时剧烈的弹跳震荡 一缕缕新生的剑气从这些药学中奔涌而出 他身上喷涌剑气的穴道又多了十几处 他腾挪之时身边剑气造成的杀伤越发可怕 在药力的激荡下 楚天的五元修为一路水涨船高 四百年 五百年 六百年 很快楚天的五元修为飙升一倍有余 硬生生提高到了八百年水准 帝尊中皆修为 楚天举手投足之间威势徒长 指尖剑气喷出足足有三丈多长 各处大穴中喷出的青色剑气更是长达一丈八尺 但凡靠近者无步筋骨摧折 残枝断臂 哟 临阵突破 不错 不错 悟那小子 若是你肯归顺 将绿姑升秦了线上来 咱让你做咱的先锋大将 丽将军虽然已经被恶鬼入体 变得杀意生疼 性格大变 但是他的经验 眼光 他作为一个将领的阅历依旧 他一眼看出了楚天大周天星辰剑气的价值 更看出了临阵突破的楚天若是能够归附他 能给他带来多少帮助 打天下嘛 就算是恶鬼境势 打天下还是要人才的 楚天对丽将军的回应就是 他狠狠的朝着对方远远的比了一根中指 转过身就朝红箍方向汇合过去 临阵突破 不仅让楚天实力大增 更让楚天充血的脑袋清醒了许多 现在不是为春兴 绿姑报仇的好时机 只有先从乱军之中活下去 才能谈报仇的事情 一路斩杀 好容易和红箍会合在一起 几个侍女已经浮起了昏厥的绿姑 抢回了绿姑的古琴 楚天一马当先 红箍殿后 一行人向前冲突了百多丈 眼看就能突破立将军麾下的包围 吕将军怒斥一声 带着一大群副将 校尉 带着大队精锐兵马离地跃起 踏着山林的树干 树叉 一路追杀了上来 四周大军合围 吕将军带着大队人手 其中更有二十几位天品高手追了上来 团团围住了楚天一行 天罗帝网骤然合围 楚天都不由地生出了一丝绝望 唉 咱的娇妻美妾 三五亿两黄金 一座小院 采菊东黎 望前盖山的小日子啊 楚天仗剑看着四周合围的兵马 看着一脸猙獰的丽将军 不由地苦笑一声 数万兵马 不要说楚天刚刚借助要力突破的尊修为 除非他是天尊巅峰级的高手 更精通秘法 手持神兵 否则谁能突破数万大军合围 可逮住你们了 丽将军看着被侍女抱在怀里的绿姑 异常贪婪 凶残地笑了 绿姑 我就亲自享受了 这几个娘们 你们人人有份 数万名已经被附身恶鬼弄得人性全无 打骨子里充斥着兽兴的士族重重地喘息了一声 目光狂热地冲着红姑和几个侍女上下打两个不停 就这时 昏厥的绿姑猛地睁开了眼睛 他深吸了一口气 两手一把抢过身边一名侍女抱在怀中的骨琴 低沉地呵斥了一声九天君阳 破斜圣音 古艺盎然 周身隐隐有光芒闪烁的古琴突然爆发出刺目的红光 绿姑的手指上一缕缕紫红色的光芒涌入琴弦 犹如大日坠地 犹如大地开裂 犹如天地重合重重撞击在一起 无法形容的恐怖巨象震荡整个山林 大音息声 当古琴中爆发出那等嘹亮恐怖的声响时 楚天反而什么听不到了 他就眼睁睁地看着一团一团水缸大小的红光 带着灼热难当 但是晒在身上却并不感到难受的光和热从古琴中飞出 绿姑手指上翻滚的紫红色流光牵引着这些红色的光团笔直的升上高空 右眼可见一缕缕阳光从天而降 不断注入这些巨大的光团中 绿姑手指一引 红色光团落地 数百团红光爆发开来 高温 烈焰席卷山林 每一团红光都在山林中破开了一个直径十几丈的大坑 坑内沙石进阶融化 更让楚天惊骇而是 这些罩在他身上并无任何杀伤力的红光落在这些恶鬼附身的士族身上 就好像最歹毒的强酸一样 腐蚀得他们浑身皮肉开战 不断有绿色的烟气从伤口喷出 距离楚天他们最近的两三千名士族同时惨毫倒地 他们皮肉全部融化 骨头就好像晒干的木柴一样被引燃 变成了数千具人形火把在地上熊熊燃烧 距离楚天他们只有数丈距离的丽将军私生哀嚎 他的半边身体皮肉也被烧得干干净净 在宏光就要引燃他的骨骼前 他腾空而起 用全速向后退却 丽将军麾下的数十位富将 校尉其声哀鸣 一个个狼狈无比的转身逃窜 除了七八个实力最强逃得最快的幸运儿 其他的富将 校尉全都栽倒在地熊熊燃烧起来 绿姑又是连续三口血喷出 他的那句古琴更是光芒暗淡 再无任何光泽 乍一看去就好像是一根从淤泥中挖出来的烂木桶 光秃秃 灰扑扑的好不难看 让楚天心计的是 绿姑的气息也骤然虚弱了下去 从原本楚天根本感受不到的 犹如深渊大川一般的深不可测 变成了清晰可感知的弱小 比一般七八岁的孩童还要弱小 走 红姑一声怒笑 一把抢过绿姑 带着楚天等人脱离重围扬长而去 四面八方无数恶鬼附身的士族还在私生惨嚎 他们有的被红光晒烂了皮肉 有的眼珠被红光烧成了焦炭 轻重伤势不同 但是无不都是骨软筋麻 躺在地上半天动弹不得 山林中一路急迟 在红姑带领下 楚天等人远远避开了漩涡中心的盖州城 退到了白蟒江的一条支流烂桃江上的秘营中 这是烂桃江一处偏僻的江湾 密集的水道纵横交错 大大小小的芦苇荡星罗密布 杂木丛生且沼泽处处 不熟悉地形的人若是误入 很有可能被困死在里面 绿姑动用了禁忌之术 用本身精血为代价 强行激活了他的古琴九天军阳琴自带的强大秘术神通 九天军阳琴乃上古流传下来的重宝 年月还在古琴 古夏之前 其来历已经不可考求 这古琴威力绝大 尤其内运一股九天军阳之气 破斜珠魔 威力大得难以形容 唯独其威力虽大 消耗同样巨大无比 绿姑修为不够 强行催动精血一击之下精血亏损巨大 三个月内他根本无法形容 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内 他是别想和人动手了 在烂桃江的这片芦苇当中 就有绿姑按照大御寺在外行动的章节 早几年前就布置下来的九号秘营 这里修建了数十栋和四周环境完美融合的木制小屋 足以容纳数百人在此起居 平日里有十几名和楚天同样出自民州善堂的兄弟轮番职守 楚天动用联络暗号 将阿狗 阿雀和自己手下的百多个兄弟召集了过来 红姑也不断发号施令 调派人手打探消息 各处雀儿反馈回来的消息很不好 盖州已经是全境沦陷 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天鬼教徒犹如海啸一般席卷整个盖州领地 所到之处这些穷凶极恶 泯灭人性的家伙吃光了一切 杀光了一切 同样也烧光了一切 百多年来 一代代盖州先民辛苦建立起来的城池 一座一座的不断被夷为平地 无数盖州子民连同城池一并毁灭 无数的天鬼教徒犹如凶恶的兽群 在盖州的土地上往来游荡 摧毁他们见到的一切 情报中好些消息更是让楚天等人牙字欲裂 这些天鬼教徒不是生产 他们在短短几天内遭建完了盖州领土上大半存粮后 他们居然开始以人为食 除此之外 更有好些灭绝人性 丧尽天良的事情 那些雀儿都无法一一在情报中述说 总之 好几个雀儿传回的情报就是 盖州已经遍地鬼域 处处恶鬼 这几天 楚天一直在琢磨 所谓的遍地鬼域是什么意思 这一日 他正蹲在江水边 想要抓一条黑鱼盾汤给绿姑补补身体 他突然看到江水对面 大群大群的百姓双眼惊恐而绝望的瞪得溜圆 哭天喊得的跑到了江边 在他们身后 无数疯狂蹦跳雀跃的天鬼教徒手持长矛长枪 一路追赶着 将这数量上万的百姓一路戳翻在地 短短一盏查时间后 江水浸成血色 江面密不浮湿 楚天呆呆地看着这一幕 他丢下捞鱼的工具 转身走进了芦苇荡 我从来不是什么大人物 也从没想过做什么大人物 但是 你们 太过分了 第八十六章 癫狂的狼群 烂逃江边 芦苇丛中 脸色苍白几乎透明的绿姑扶着红姑的手臂 咬着牙看着江对面那些疯狂蹦跳欢呼的天鬼教徒 他们竖起了一根高高的木杆 上面撑着一颗水缸大小的木雕恶鬼头像 数千天鬼教徒唱着阴气森森的歌谣 高喊天降恶鬼静世的口号 将一颗一颗死不明目的人头在木杆下整齐的马放起来 砍下这些被屠戮的百姓头颅时 这些天鬼教徒也不知道用了何等秘法 楚天他们就看到这些百姓的尸身急速的干瘪下去 唯有他们的脑袋变得通红透亮 好似注满了血浆的气球 一名戴着鬼面具 手持一根血色长香的男子在木杆下蹦跳起倒了一阵 那些通红透亮的人头蹊跷中就有一缕缕晶晶的精血气息喷出 被木杆上的恶鬼雕像大口吞了下去 如此一刻钟的时间 砍下来的数万人头都变得枯萎干瘪了许多 戴着鬼面具的男子这才一声长笑 犹如癫狂一样浑身抽搐着大声嘶吼起来 儿郎们 享受写实吧 恶鬼将士 杀光一切污秽 烧光一切污秽 只有我们这些虔诚的教徒 可得富贵康宁 数千天鬼教徒齐声欢呼 他们凑到那些人头旁大口呼吸 一缕缕血色精气不断从人头的蹊跷中涌出 被天鬼教徒们大口吞下 一颗颗人头快速的干扁 腐朽 最终变成了一滩灰色的骨灰 欢笑声震天 这些天鬼教徒毛子里的绿色光芒又强了一分 他们的气血力量又增强了不少 长笑声传来 近百名天鬼教徒吞噬了足够多的精血气息 居然当场突破成为了地品高手 他们欢天喜地的原地蹦跳 每一个都跳起来十几丈高 凌空挥刀时 刀锋前已经隐隐有一丝刀芒闪烁 一只通体被灰色鬼气缠绕的突鹫突然从天空降落 一名天鬼教徒连滚带爬的从突鹫背上跑了下来 兴奋无比的冲到了戴着鬼面具的男子面前 乡主 乡主 又找各一个污秽贱人们藏身的商骨 一眼望去 起码有七八万人 七八万人哪 一旁桃花庄 桃叶庄 桃蕊庄几个庄子 还有附近十几个村镇的污秽贱人 一定都躲在里面去了 戴着鬼面具的乡主手舞足蹈的大笑起来 难怪找不到他们人影 原来都躲起来了 只不过 天降恶鬼竟是 他们注定都要被净化的 逃 能逃到哪里去 双手捧起那根长长的木杆 鬼面相主大声嘶吼着 带着数千名疯疯癫癫的天鬼教徒 一路笑连连的跟着腾空而起的突鹫狂奔而去 绿姑轻轻的咳嗽了一声 他转过身 向楚天缓缓点了点头 做你想做的事情去 大御寺建立的目的 就是匡正大进绿条 维护大进的天下 这些天鬼教徒 人人可杀 你 只管放手去做 楚天向绿姑抱拳行了一礼 转过身来 像站在身后的阿狗 阿雀 还有百多条汉子立声喝道 兄弟们 我带你们去杀畜生 怕死的 留下 没人动半步 只有阿狗伸出舌头 舔了舔嘴角 天哥 我的棒子丢了 得给我找根大棒子才是 会有的 楚天一拳打在了阿狗的胸膛上 转过身向红姑深深的行了一礼 红姑 绿姑就拜托你照顾了 红姑轻轻的摆了摆手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去吧 你们 都要当心些 张了张嘴 红姑想要说什么 最终他还是没说出一个字来 只是原本俏丽如花的面庞骤然变得憔悴了许多 整个人的精气神好像一下子都泄了个干干净净 楚天深深的看了红姑一眼 十八年前 他是绿姑大哥的妻子 十八年来 仇恨支撑着他一直走到今天 一族来袭 天鬼叫报起 想要继续追查十八年前的真相 为度是洗刷冤情 为绿姑的大哥度与报仇血恨 眼看着是近乎不可能了 没有了复仇的强烈意志支撑着 红姑这短短几天功夫 就好像老了二十岁 楚天沉声道 红姑 有机会 我把楚鞋那小子带到你面前来 当年的事情 大家都想弄一个明白 咬咬牙 楚天转身就走 阿狗 阿雀 百多个全副武装的飙形大汉紧跟在楚天身后快步离开 每个人经过绿姑 红姑身边的时候 他们都肃然向两女深深鞠躬行礼 楚天大踏步的向前走 心乱如麻 不知道该如何履行对红姑的承诺 真个能够生擒活捉楚鞋 真将他带去红姑面前 楚鞋已经被一族恶鬼附身 或者 他还是真正的楚鞋 楚天知道楚鞋是自己一母同胞的兄弟 他甚至清晰记得在母胎中时 他稚嫩无比的小手轻轻触摸楚鞋同样无比稚嫩的小脸蛋的感觉 他清晰的记得 他的心跳和楚鞋的心跳循着同一个频率跳动的感觉 他清晰的记得 每次他好奇的 好玩的去触摸楚鞋面颊的时候 那种血肉交融的奇特感觉 楚鞋若是已经被恶鬼附身 他就不是楚鞋 杀之可也 如果楚鞋还是真的楚鞋 那么红姑这里如何交代 楚天大踏步的行走在芦苇当中 步伐轻盈 没有碰到哪怕一颗芦苇 心情沉重 但是形势的小心谨慎 已经铭刻在了他的骨子里 绿姑并不好阔 楚天心知肚明 绿姑能够掌控的资源极其有限 能够在家破人亡之后 带着几个忠心耿耿的老家臣 去民州建立一座铁血训练营 训练出一批嫡系的心腹下属 这已经是绿姑手中资源能做到的极限 这些年 楚天他们缴纳上去的收获有多少 楚天心知肚明 他更是知道 每次鸿姑懒洋洋的丢给他的药品里 那些丹药的价值 是他们缴纳的收获完全无法换回来的 楚天 阿狗 阿雀 都用胡老秘传的心法掩饰了自己的真实修为 每次鸿姑将丹药丢在楚天手中时 都会带着一丝脑怒 一丝关切让他们努力修炼 千万不要被人轻易给打死了 很莫名的 楚天从鸿姑身上感受到的 是类似于母亲的关怀 我真他妈的是脑子坏掉了 楚天恼羞成怒的骂了一句 离开九号密营 楚天一行人在山林中连夜奔驰 他终于知道了所谓的鬼域是何等模样 一个个村子被烧成白地 一个个镇子被彻底焚毁 一个个城池连带城墙都被烧得干干净净 无论村子 镇子 城池 但凡曾经的丐州人烟茂盛之地 到处都横击树八躺满了身形干瘪枯兽 浑身惊血都被彻底抽空的无头尸身 所有尸体的头都被砍掉了 用楚天在烂逃江边见过的那种秘法砍掉了 短短一个白天的时间 楚天他们路过了二十几个村落 更路过了一个原本颇有规模的小城 他们见到了超过五十万具尸体 五十万具皮包骨头犹如骷髅架的尸体 就这么毫无遮挡的暴露在露天下 楚天还见到了一群群的野狗在流荡 这些同样饿的皮包骨头的野狗碰到这些暴露在野外的尸体时 他们胡乱的啃几口死人的胳膊腿儿 然后都很厌恶的将嘴里腐朽的骨渣子吐出来 天鬼教徒们的秘法恶毒无比 这些尸体的所有精血 所有营养都被秘法榨干 干瘪的尸体内空荡荡的 就是一把和石头沙子没什么两样的骨头渣 这些死人 连恶的眼珠子发绿的野狗都不屑于果腹 阿狗啊 再次路过一片狼藉躺在地上 绵延足足有十几里 显然是被人一路追杀 一路砍死在荒野中的尸体时 楚天突然站定了脚步 他看着前方狼藉的尸体中往来游荡 不断发出七粒长啸声的数百头野狼 力声喝道 阿狗 还记得你小时候对我炫耀过 被我教训后严禁你在使用的天赋吗 一路行来 楚天的小小队伍中气氛僵硬到了极点 所有人都绷紧了脸 一个个脸色阴郁犹如死人 猛布丁听到楚天讲话 阿狗呆了呆 拳头用力的砸了砸脑袋 天哥 你是说那个 用吧 从今天起 一直到我们干掉所有的天鬼教徒 干掉所有的一族恶鬼之前 我允许你肆意妄为 楚天咬着牙冷冰冰的说道 当年不许你用 是怕你被人嫉妒 背后挨了黑刀子 但是现在们 呵呵 阿狗点了点头 问声问气的说道 咱狗哥可从来不怕挨刀子 不过 能不挨自然是更好 阿雀等人好奇的看着楚天和阿狗 他们还真不知道 楚天和阿狗之间 还有这样的小秘密 阿狗有什么天赋异能 是他们不知道的吗 要知道 他们可是从小还没穿衣服开始 就在泥巴地里一起摸爬滚打魂出来的兄弟啊 天哥 有好事 也不告诉我 阿雀有点吃醋的耸耸肩膀 怪声怪气的哼击了几声 你看着 然后告诉我 是不是好事 楚天沉沉的叹了一口气 转过身 用力的拍了拍阿雀的肩膀 如果被人知道阿狗有这样的本事 估计我们兄弟们的骨头 早就能荡柴火烧了 阿狗放下了手中兵器 丢下了身上一切的人造物 他光着身体 大踏步的向那群足足有数百头的野狼走了过去 他一边走 嗓子眼里一边发出低沉的笑声 犹如野狼相互之间嗜好 亲密的笑声 那些野狼原本警惕的看着阿狗 当他们听到阿狗的笑声后 这些野狼呆了呆 有点迟疑的向阿狗缓步走了过来 狼群的头狼来到了阿狗身边 凑到他身上嗅了嗅阿狗身上的味道 这头体型堪比一头大股牛的头狼当即趴在了阿狗的面前 阿狗呜呜的笑着 他咬破自己的手指 将自己的一滴血滴进了头狼的嘴里 一股黑漆漆的妖气从阿狗的手掌中涌出 带着一声声低沉的狼笑声 迅速注入了头狼的身体 头狼的身体骤然一将 随后剧烈的抽搐起来 眸子里一抹红光极速的亮起 头狼身上的肌肉剧烈的蠕动着 浑身长矛一根根树的笔直 百多个大汉目瞪口呆的看着这条身形巨大的头狼缓缓的人力而起 他的身形一阵变幻如动 居然硬生生变成了一头人力行走的狼人 他 或者说他变成星红色的眸子里依旧充斥着野蛮 混乱的兽性 但是偶尔红光闪烁 一缕智慧的 属于高级生命力特有的智慧之光若隐若现 这群野狼的头狼 已经从一头彻头彻尾的野兽 直接一变成了一头狼妖 哪怕他体内的妖气是如此的弱小 几乎是可有可无的程度 他的真正实力比起刚才只是提升了不到一成 但是他的生命形态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从野兽 到妖物 阿狗的一缕妖气 直接赐予了头狼可能需要他数十年甚至数百年 还不一定能够走完的进化结果 过来 崽子们 阿狗兴奋的面红耳赤 身体不由的哆嗦着 来吧 崽子们 都成为妖怪吧 哈哈 妖怪 妖怪 我们都是妖怪 楚天的头顶微微一沉 这两天不知去向的鼠爷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出来 又趴在了他的头皮上 死死咬着自己细细的尾巴尖尖 鼠爷带着一丝不解看着阿狗 哎呀 你们瞒得鼠爷好苦 奇怪野灾 这小子自己只是一头半腰 他只是一头半腰混血儿啊 他怎么可能用于纯种王族妖怪的天赋能力 直接将本族的本命兽化为妖怪呢 细细的尾巴在楚天的脸上抽了两下 鼠爷喃喃自语道 就算是你们虎爹 也是他修炼到了半步圣位 体内血脉经过妖力提纯道极之后 才觉醒的这种能耐呀 如果不是你们虎爹觉醒了妖化天赋 就虎大力那傻大哥的天赋 他起码还要苦修数百年 才有可能从一头四肢着地乱爬的老虎崽子 变成现在的人磨人样呢 鼠爷的话音刚落 虎大力和黑蛇就带着十几个半当从一旁的荒野中窜了过来 他们呆呆愣愣地看着阿狗 看着阿狗将一头头野狼叫到自己身边 不断地往野狼的嘴里滴血 再给他们输入一道黑漆漆的妖气 随后这些野狼纷纷人力而起 直接从野兽化为了狼妖 在阿狗还一游位进食 荒野中已经乱杂杂地站着五六百头狼妖 在头狼的带领下 这些狼妖纷纷向阿狗跪拜了下去 一个个养着脖子发出了悠长的狼笑声 楚天笑了 很好 现在 我们去找一个倒霉蛋 第八十七章狼祸 任劳任怨 担任了楚天三年做齐的老黄狼缓缓站了起来 这头毛发鹤黄的老狼吐着长舌头 好奇地垫着两条后腿走了几步 半人半狼的脸上露出了一丝人性化的微笑 他转过身来 向楚天咧嘴一笑 天 天歌儿 楚天一惊 然后骤然大喜 真是出乎意外的惊喜 这头老黄狼 赫然是阿狗转化的所有狼妖中岁月最久 造化最高的 刚刚化为狼妖 居然就能开口说话 不仅如此 老黄狼体内更有一丝丝很不弱的妖气扩散了出来 起码相当于的军级别的妖气 配合上狼妖远比人族强悍 敏捷的身躯 老黄狼足以和帝尊级的人类高手抗衡 老黄 以后 你就是这些狼的头领 这些狼崽子 都得听你的 楚天走到了老黄狼面前 抬头看了看比自己高出了两个头的老黄狼 放 放心 老黄狼摇头黄脑的咧嘴一笑 扭头像歪歪扭扭站在身后的上万头狼妖看了一眼 鼠爷站在一块大石头上 身后站着数百只神器活现的吐蕃鼠 山鼠 田鼠 竹鼠之类的鼠背 挺着胸膛向这群狼妖呼喝指点着 指点他们如何运转体内微弱的妖气 萃取天地灵髓增强妖力修为 上万狼妖认真的倾听着鼠爷的讲述 一个个气息悠长的大声呼吸 一缕缕天地灵髓从虚空中渗出 不断融入他们的身体 阿狗转化的第一头狼妖 野狼群的头狼 他身上的狼毛已经收敛了许多 乍一看去就和一条普通的生格丑陋些的汉子没什么两样 他头顶黑气滚滚 体内妖气颇有年份 俨然已经踏入了地级境界 足足耗费了三天时间 楚天带着阿狗在山林中往来奔走 将附近山林中能够收罗到的狼群全部搜刮了出来 阿狗几乎将全身的血都换了一遍 这才造就了这上万规模的狼妖大军 黑蛇老黑盘在地上 面色惨白浑身冷汗的阿狗哆哆嗦嗦的坐在他身边 大口大口的啃食一条千年火厚的河手屋 白色的河手屋之夜从阿狗嘴角流淌出阿来 阿狗的脸色逐渐的恢复了一丝血色 老黑张大嘴 又是几根老火厚的山餐从他嘴里喷了出来 落在了阿狗面前 哎 小狗子 你真记不得你小时候的事情了 则 当年老黑书在草丛里发现你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光定的没断奶的狼崽子吗 谁想到 你居然有妖化狼群的天赋 这可不得了啊 吃吧 吃吧 这本来就是蝴蝶让老黑书送来 给你们几个崽子补补身体 增强修味的好东西 这么多 嗯 多吃点 反正等会要放手杀鬼 不多点力气怎么行 黑蛇叙叙叨叨的嘶嘶叫嚷着 长长的蛇尾巴轻轻的抚摸着阿狗的后颈 楚天走到了黑蛇身边 看着他吐出来的那些山餐 沉声道 老黑呀 你这次带了多少灵药过来 我挑选一匹狼头儿 让他们也分食一点儿 让他们充当狼腰群的骨干 你看怎样 老黑点了点头 嘶嘶叫了一声 我看行 全给他们吃下去吧 也不用小气 这玩意儿 在咱们老巢那边 真心不值什么 吃光了 咱老黑再跑一趟就是 张开大嘴 老黑用力往外一喷 顿时一株株散发出奇异相味的 起码也是千年以上气候的灵药纷纷飞出 迅速在老黑面前堆起了老大一堆 看这些灵药的体积 可比老黑自己盘在地上的身躯大了好几倍 他的肚皮里也不知道有什么玄虚 居然能将这么大一堆灵药藏在肚皮里 老黄狼很不客气的走了过来 年老成精 再加上他现在真的是狼妖了 自然认得好东西 他嗅了嗅 立刻从大堆灵药中找出了两根火候最深的金纹肉灵芝 咔咔笑着一口吞了下去 随后老黄狼站在鼠爷所在的山石边 跟着鼠爷开始吐纳呼吸 吸收天地灵髓 同时消化体内的灵药 楚天终于见识到了妖怪的可怕 换成楚天 阿狗 阿雀 还有他们手下的这帮子兄弟服用了这种灵药 起码有七八成甚至八九成的药力会来不及吸收 随着食物残渣一起流出体外 但是老黄狼吐纳呼吸时 明显能感受到一道道强大的药力不断融入他全身 没有丝毫浪费的被他强大的妖怪躯体吸收或者囤积了起来 这是 妖怪的本能吧 真是让人羡慕的本能 楚天眨巴着眼睛 呆呆地看着头顶一道黑气冲出 身上妖气迅速增强的老黄狼 也不用楚天招呼 这些狼妖耳聪目明得很 一个个耳朵一抖 都能听到百里外细微动静 他们早就听到了楚天的话 不用人组织 他们自然按照实力强弱 以及以前在狼群中的地位 鱼灌走了上来 挨个挑选了两件灵药吞了下去 老黑带来的灵药足够多 足足三百多狼妖服下了灵药 它们身上的气息快速的增强 原本体内寥寥无几的妖气 也在灵药的催化下迅速增强 不多时这些狼妖就纷纷突破了地品 四面八方的狼妖感受到自家首领气息的极速增强 它们纷纷扬起头来长笑不断 一声声高抗优远的狼笑声划破了空气远远飘荡出去 远处同样传来了低沉 沙哑 充满阴暗气息的笑声 不多时 一名头戴面具的天鬼教乡竹举着一根长长的木杆 上面挑着一个硕大的恶鬼头像 呼喝有声的带着两三千名天鬼教徒朝这边跑了过来 显然 他们听到了狼妖群的动静 是过来查探消息的 鼠爷背着两个小爪子 颇有大将之风的转过身来 看向了本来的天鬼教徒 老黄狼停下了吐纳呼吸 眸子里妖光闪耀 同样转过身朝那边看了过去 一头头狼妖转过身来 鼻息羞羞 目光森森 呲牙咧嘴的望了过去 带队的天鬼教乡竹骤然一将 距离这边还有两三里地 他终于看清了这边的动静 那密密麻麻人力而起站在荒野中的 不是他们想象中的污秽贱人 而是一群可怕的妖 狼 狼妖 天鬼教乡主的嗓音都有点变了 这里 怎么会有这么多狼妖 撕碎他们 楚天脚下狂风骤响 一丝丝雷光在他皮肤表面跳动不停 轰的一声 风雷之力推动楚天 带起朦胧残影向天鬼教徒的大队人马冲了过去 一步迈出三四十丈远 两三里距离弹指而过 天鬼教乡主的眼眶里刚刚出现楚天被雷光缠绕的身影 楚天右手五指一挥 五条剑气横扫而出 将他连同他身后的十几名天鬼教骨干拦腰斩断 鲜血飞剑 十几颗人头大小的绿色光团嘶声尖笑着 从这些人的头颅中窜了出来 笔直的向天空飞去 楚天袖子一动 青椒剑腾空而起 一个盘旋带起一道弧线 十几个绿色光团被一箭击穿 凄厉的鬼笑声中 这些光团纷纷炸裂 光团中小小的骷髅人影崩解 十几道拇指粗细的蓝绿色气流冲天而起 就要融入天地之间 一声狼笑传来 楚天跑得足够快 但是老黄狼和十几头气后醉酒的狼腰来得也不慢 他们几乎是跟在楚天身后冲杀到了天鬼教徒面前 十几道蓝绿色的鬼气冲天而起 老黄狼他们腾空而起 张开大嘴一口咬在了这些鬼气上 痴痴声中 大半鬼气被老黄狼他们一口吞得干干净净 老黄狼满意的打了个宝格 他身上的妖气骤然浓郁了数倍 隐隐有突破道地尊敬的趋势 妙喝 楚天放声大笑 恶鬼吃人 那么这群野狼吃恶鬼 也是天理循环 一抱还一抱 楚天带着老黄狼他们冲进了天鬼教徒的大队中 两三千天鬼教徒猛不丁见到自家乡主被杀 心头凶器骤然消散大半 阵形也变得散乱了许多 楚天双手食指剑气吞吐三丈许 周身数十处穴道剑气奔涌丈许长 绿营营宛如宝石雕成的剑气纵横飞舞 所过之处方圆十丈内草木不生 老黄狼和十几头老狼妖私声长啸 他们挥动爪子 张开大嘴用力撕扯 一个照面的功夫 近百个天鬼教徒被他们撕开了胸膛 咬碎了脑袋 百多个绿色光团摇摇摆摆的从惨死的天鬼教徒体内飞出 带着凄厉的鬼笑声想要冲上天空 老黄狼等狼妖一边打着宝格 一边张开大嘴疯狂吞噬这些绿色光团 他们大口咀嚼 将光团中若隐若现的骷髅人影三两下嚼得粉碎 他们身上妖气大胜 老黄狼身后妖气犹如一片大骑飞舞 其中隐隐可见一头狼形虚影若隐若现 狼笑声不断 楚天他们来得快 后面的狼妖群速度略慢了一些 但是妖化的群狼 他们奔跑的速度比起他们还是野狼石 起码增加了两倍以上 上万狼妖狂奔而来 他们浑身长矛随风飘荡 大张的嘴里不断流出贪婪的咸水 他们不知道这些不断飞起的绿色光球是什么东西 但是老黄狼和十几头头狼所画的狼妖都在疯狂的 出自本能的争抢这些光团 这些狼妖简单的脑子坚定的认定 这就是好东西 狼妖冲了上来 熟练无比的按照狼群狩猎的方式 从四面八方将天鬼教徒围在了中间 一头头狼妖凶残无比的冲进了天鬼教徒的阵列 锋利的爪子轻松的撕开了天鬼教徒的身体 坚硬的牙齿毫不费力的咬碎了他们的脑袋 狼妖们嘶声的长笑 他们从咬碎的脑袋中直接吸收了绿色光团的力量 他们能清晰的感受到一股神奇的力量融入了身体 他们的身体变得更加强悍 妖力更加强大 甚至他们混沌一片的脑子 似乎都清明了一丁点耳 楚天只来得及杀死了百多个天鬼教徒 两三千名天鬼教徒就被撕成了粉碎 走到被击杀的天鬼教乡主身边 楚天一剑劈开了木杆上杵着的恶鬼头雕像 一丝丝浓郁无比的精血气息犹如长江大河 呼啸着从恶鬼头雕像中喷出 楚天犹豫了一阵 咬咬牙 狠狠跺了跺脚 与其白白消散 不如便宜了你们 老黄 你们 来吧 楚天退后了几步 转过身去闭上了眼睛 老黄狼等狼妖可不知道这些精血气息的来历 数百头最强大的狼妖一拥而上 站在破碎的恶鬼头雕像旁大口呼吸 将一缕缕精血气息不断的吞入体内 清晰感受到老黄狼他们的肉体力量和妖力再次狂飙 楚天嘴唇微动 默默的念诵起一片超度亡灵的经文 一刻钟后 满肚皮火气的楚天带着阿狗 阿雀 百来个兄弟 大群狼妖 浩浩荡荡地冲到了临近的一个小镇旁 四五千名天鬼教徒正嘶声嘻笑着 尽情地折磨凌辱小镇中仅存的百来个村民 黑压压的狼妖群一拥而上 天鬼教徒们还来不及组织反抗 就被疯狂肆虐的狼妖们淹没 狼妖群的实力再次提升了许多 将近一半的狼妖的妖力修位都突破到了地品 楚天带着他们 继续向视野中另外一处烟火冲天之处狂奔而去 一只天鬼教徒被拳肩 又一只天鬼教徒被拳肩 狼群的耐力最好 长途跋涉 追杀猎物 世间再无其他兽群能够做得比狼群更好 在楚天 阿狗 阿雀这三头凶残至极的头狼带领下 浩浩荡荡的狼妖群一日一夜之间奔走数百里 轻缴了超过二十只天鬼教徒队伍 击杀的天鬼教徒数量超过十万 狼妖群的实力突飞猛进 吞噬恶鬼光团 似乎对妖怪有着特别的增补作用 老黄狼吞噬的恶鬼光团最多 他几乎达到了帝尊敬的极致 隐隐有突破天品的征兆 一路袭杀 杀死的天鬼教徒数量过十万 但是救下的盖州子民数量不过千余 楚天心头杀意更甚 不眠不休的带着狼妖群放手厮杀 谈指尖就是五天五夜过去 被狼妖群撕碎的天鬼教徒数量已经将近百万 逐渐的 这附近的天鬼教徒当中 开始流传一些不怎么好的传闻 似乎 他们已经知道 有太多太多的教徒同伴莫名的不见了踪影 第六天的功夫 天色刚刚亮的时候 一只有五六万天鬼教徒组成的大队人马修气的营地外 突然传来了绵绵狼笑声 营地内井中长鸣 一声声急促的尖叫声撕破了清晨的宁静 狼 狼 好多狼 不 狼妖 狼祸 狼祸 是狼祸呀 第八十八章 踏入天品 天鬼教徒有甲咒 有兵器 有强弓硬弩 所以狼妖有甲咒 有兵器 有强弓硬弩 而且都是从近十万套军械中挑选出的精品 这几日奔波中 楚天一行人又碰到了好些群野狼 阿狗豁出去伤损元气 也将这些野狼妖化 万五千头狼妖顶盔树甲 拎着寒光熠熠的兵器 在尘雾中整齐的排在了天鬼教大营前 有鼠爷监督着 猎队的狼妖们也在深深的呼吸 大口吞吐天地零碎翠练体内妖力 万五千头狼妖整齐划衣的深长呼吸 在他们头顶隐隐卷起了一道颈风 尘雾中无数个小小的漩涡滴溜溜的旋转着 渐渐雾气离得飞起 在狼妖队伍的头顶凝成了一片浓浓的雾霾 雾霾中 有一头背声双翼的骑行凶兽隐约可见 所有狼妖通体的战役 煞气凝聚在一起 在特殊的军阵催动下 就凝成了这头凶兽虚影 这是前朝古下的禁军杀法大阵陶雾杀阵 鼠爷某日夜里哼哼唧唧地咕拢了一阵子 不知道从他哪个零碎的记忆残片中找到了相关的技巧 花费了几个时辰 让这些狼妖操演熟练了 老黄狼拎着一柄三亭大砍刀 熊啾啾气昂昂地站在陶雾杀阵最前方 万五千头狼妖的气息灌注在老黄狼一人身上 老黄狼向前走了几步 整个陶雾杀阵就随之向前 呼哈一声大吼 老黄狼手中大刀一阵 一道刀芒从刀锋中喷出 杀阵上方的陶雾虚影一闪而过 融入了刀芒之中 破空百丈向天鬼教徒的大营劈了过去 数百名驻守在大营门前的天鬼教徒鬼哭狼嚎般嘶吼了一阵 高有十几丈的刀芒一闪而过 粗壮原木拼成的大门轰然粉碎 无数碎片向后击射 打得无数天鬼教徒浑身飙血 刀芒撕开大门 一路撕裂地面 飞进大营中近百丈远 劈死了沿途数百天鬼教徒 这才冉冉消散 陶雾虚影仰天无声长啸 无助煞气弥漫虚空 被刀芒搅碎的数百天鬼教徒头颅中寄生的绿色光团被煞气一卷纷纷粉碎 化为点点绿色光芒飘散 几个站在老黄狼身后的老狼腰哼哼了几声 很是不满的用手指戳了戳老黄狼的腰身 这一刀威力太大 绞杀了这么多的绿色光团 这些光团可是能够极大的提升狼妖们的实力和修为 就这么白白浪费了呀 老狼妖们深深的明白在自然界烈时的辛苦和困难 任何浪费食物的事情 都是被鄙视的 老黄狼抓了抓脑袋 同样哼哼了几声 他也没想到 陶雾沙阵的威力这么大呀 隔着百丈出刀 他自以为最多劈开大营的大门就是了 谁能想到这刀芒居然还能劈进大营百多丈远呢 楚天分开狼妖群 大步走到了陶雾沙阵前 青椒剑指着大营中目瞪口呆的天鬼教徒力声喝道 你们管事的是谁 给我出营一战 这些天 楚天带着狼群四处绞杀天鬼教徒 遵循的都是这个规律 楚天先找到对方的头领 抱起击杀后 狼群趁乱突袭 往往只要一个冲锋 就能将战役全无的天鬼教徒打得灰飞烟灭 眼前的天鬼教徒起码有五六万人之众 楚天也想用斩首战术 先干掉对方的头领 再趁机掩杀 楚天 楚档头 又见面了喝 呵呵笑声从大营中传来 吕布宇在数十名重甲战士的簇拥下 慢悠悠的走了出来 他的眼珠整个变成了墨绿色 就好似两颗墨绿色的宝石 在沉袭中散发出悠悠闭光 看上去极其甚人 不仅如此 吕布宇的四肢也发生了一些异变 变得飞人的修长 他的双腿 双手 起码比正常人长出了两尺有余 让他看上去又高又瘦 就好像一条人形的竹节虫 嘶嘶鬼气缠绕在吕布宇身边 他的身体好似萤火虫一样实鸣实灭 暗绿色的鬼光从吕布宇皮肤中亮起的时候 透过他半透明的身体 可以看到他体内一具修长的蓝绿色骷髅人影 那骷髅人影的眼眶里燃烧着两团赤裂的绿色鬼火 悠悠鬼火透过吕布宇的双眼 正死死的盯着楚天 我要叫你吕祖老 还是恶鬼某某呢 楚天下意识的向前跨出了半步 右手的青椒剑已经自行的微微震荡起来 一副见到了生死仇敌的模样 楚天甚至能感受到青椒剑的意志 他在呼唤楚天轻力一击 将青椒剑送入吕布宇的身体 我 当然还是吕布宇 吕布宇痴痴笑着 用一种激潮的目光看着楚天 你根本不知道鬼道的伟大 不知道鬼道的神奇 你以为我被夺走了神魄灵智 不 我还是吕布宇 当然 我也不是以前的吕布宇了 以前的吕布宇 太狭隘 太无知 他根本不知道真正的力量是何等模样 不知道鬼道是何等的神奇 伟大 我现在是吕布宇 等我帮助幽千寻大人完成了血迹之后 幽千寻大人将为我举办转生祭典 将我从人转化为鬼 寿命起码是人足十倍以上 拥有无穷力量的鬼 吕布宇说话间谋子里幽光大圣 周身鬼气肆虐 在他身边卷起了一道道湍急的旋风 孙寒的鬼气冻结了清晨空气中的水气 无数细小的蓝绿色冰晶从空气中吸出 悄然无声地落下 将地面冻结了老大一块 好好的人不做 你要去做鬼 楚天不屑地看着吕布宇 你确定 幽千寻会让你成为鬼道生灵 吕布宇微微一笑 他身后大团鬼气阴风呼啸而起 他腾空掠起 犹如一只大鸟向楚天扑了过来 小子 想要挑拨离剑 可没这么容易 当我吕布宇是什么都不懂的小儿辈吗 原本吕布宇的秘术神通是雷霆术法 被恶鬼附身后 他的秘术神通骤然发生了古怪的变化 原本纯阳刚猛的雷霆秘术 已变成了阴流诡秘的鬼道阴雷 一条条暗绿色的雷光在吕布宇的身上闪烁 无声无息 光芒暗淡 吕布宇双手一搓一放 就好似有数千只萤火虫从他的掌心飞出 无声无息的向楚天还有他身后的大群狼腰洒了下来 老黄狼长笑了一声 三亭大刀连绵劈出 一道道匹链般刀芒不断飞出 带起大片霸道威猛的刚风 将天空悠悠洒洒落下的阴雷卷上了高空 无声落下的阴雷飞上高空后密集的爆开 只听隆隆闷想不觉 大片大片墨绿色的鬼火雷光笼罩了上空数亩大小的一块天空 唯 这杀阵 吕布宇已经飞扑到了楚天面前 老黄狼用杀阵之力破了他的阴雷 他下意识的抬头向天空望了过去 楚天一步迈出 匹夫剑诡秘极端的步伐发动 一声雷霆响起 得了雷之天印 楚天别的不说 他行动时的爆发力飙升了数倍 身形移动犹如雷霆蹦裂 近乎瞬移的到了吕布宇面前 青椒剑铿枪轰鸣 直刺吕布宇胸膛 小而无知 吕布宇激嘲地笑了一声 他双手用力向下一按 他掌心中突然有两颗猙獰的鬼头隐喜出现 只听啾啾鬼声不断 一道细微的阴风平地而起 化为一个湍急的阴风龙卷将楚天环绕在内 楚天身体一阵 神志一阵模糊 他只觉浑身炽热好似燃烧一般 通体精血化为一缕缕火焰 顺着浑身毛孔就向外流去 体内炽热如火烧 体表却阴冷无比 随着精血向外流逝 更有一缕缕阴含鬼气不断向体内渗透 楚天想要挣扎 但是他却好似身处噩梦之中 任凭他如何挣扎 浑身僵硬无力 根本无法挣脱这一道看似微弱的阴风束缚 老黄狼看出了楚天所处的困境 他一声长啸 一个大步蹦跳向前 一刀向吕布与妖间横斩 陶雾杀阵上空陶雾虚影仰天怒吼 滚滚煞气弥漫 万五千狼腰齐声呐喊鼓噪 紧牵狼腰弓手同时拉弓开剑 密集的剑语纷纷向吕布与射去 吕布与身上蓝绿色的长袍上十几个刺绣的鬼头突然齐声怒吼 大声嘶吼着从他袍子里跳了出来 这些鬼头吞吐浓烟鬼火 化为水缸大小的尸体 纷纷挡在了老黄狼的大刀和密集的剑语前 大刀劈砍在鬼头上 吕布与的袍子表面幽光闪烁 几个鬼头的气焰微微被压制了一下 反而越发嚣张的嘶吼咆哮 一道道鬼火不断向老黄狼喷去 逼得老黄狼不断闪避 无数剑矢落在了这些鬼头身上 金刚铸造的剑矢无声无息的消失 被鬼火烧成了一点点残渣铁水坠落地面 楚天被阴风所困 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体内精血燃烧成烈焰 几乎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 浑身毛孔赤红肾血 下一瞬间他的浑身精血就会被这道诡秘的阴风抽取一空 他会立刻被抽成一具干尸 阿狗 阿雀怒吼从一旁冲了过来 但是他们还没靠近楚天 就被吕布宇带来的重甲将领挡在了远处 楚天喉咙里咯咯直响 眼前一阵阵黑雾弥漫 他嘶声咆哮着想要挣扎 但是如何都挣扎不动 就在这时 楚天眉心神窍中 造型简单 线条古朴的石灯幽光一闪 石灯中满意的赤色灯油瞬间燃烧殆尽 石灯上一点青幽幽的光芒照耀四方 一股莫大的神威从石灯中涌出 瞬间传遍楚天全身 赤裂玉坟的精血骤然平复 重新凝聚的精血比之刚才更显得沉重凝练了许多 附着在楚天体表 想要渗入他体内的阴风呼的一下化为大片绿色鬼火燃烧起来 眨眼间从吕布与手掌中喷出的阴风就化为一团绿色鬼火 更将他两只手掌都笼罩在了里面 烧得他手掌痴痴直响 两手血肉瞬间被烧成了灰烬 吕布语痛的惨嚎了一声 瞪大了眼睛不可置信的看着楚天 楚天浑身一清 手中青椒剑带起一声高亢的剑鸣向吕布与胸膛刺去 吕布与怒骂一句 他两只手的血肉急速重生 两枚鬼头印喜在掌心滴溜溜的旋转着 绿色鬼火迅速熄灭 一股深邃阴沉的力量不断的从他掌心放出 更有一缕缕绿绿色电光无声无息的跳动起来 就在这时候 远远一声消声传来 清脆悠扬的销声就好像催命符一样 吕布语猛的闷哼一声 体外阴风鬼气轰然崩溃 近在咫尺的楚天清楚听到了吕布语体内所有经络断裂 宛如崩折的琴弦一样发出咚咚声响 吕布语惨嚎 蹊跷中同时有鲜血喷出 他体内的那具骷髅人影也躁动不安的扭动着 似乎想要逃脱吕布语身体的样子 楚天一步上前 青椒剑狠狠动穿了吕布语的眉心 更是动穿了他体内恶鬼的眉心 青椒剑剧烈的颤抖着 剑身上一枚枚谷谱威严 神威无限的符纹逐次亮起 吕布语的身体剧烈的抽搐着 他体内的恶鬼更是发出了尖锐难听的嘶吼声 蓝绿色的骷髅人影犹如阳光下的霜血一样快速融化 楚天的手掌一趟 青椒剑内产生了一股可怕的吞噬力量 吕布语的全部精气神 他体内恶鬼全部的力量纷纷化为一股股寒流 不断被青椒剑吞噬 青椒剑的剑身越来越亮 渐渐犹如一颗小太阳一样亮起 等到楚天手掌剧痛 青椒剑的剑身已经滚烫到楚天都无法握持的时候 一股股精纯的热流顺着青椒剑流入了楚天的身体 他体内的剑气顿时沸腾起来 一道道热流不断融入剑气 一道道新生的剑气不断凭空发出剑鸣轰然出现 帝尊高阶 帝尊巅峰 帝尊极致 吕布语的身体骤然干瘪枯萎了下去 他体内的恶鬼更是变成了一团直径仗许的光团被青椒剑死死吸附着 光团也在急速的缩小体积 涌入楚天体内的热流越来越盛 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楚天浑身穴道几乎同时剧烈的跳动了一下 周身都有闷雷一样的巨响传来 楚天周身三十六个穴道好似开启了一扇大门 一缕缕肉眼依稀可见的晶莹气流不断顺着这些穴道涌入楚天身体 楚天的身体微微颤抖着 体内经络中好似有天地清风呼啸而过 发出空荡荡的笑声 大穴开启 直接沟通天地灵髓 这是天品高手独一无二的特征 一次开启三十六个穴道 经络中更有天地风效产生 这是天师巅峰修为才有的意象 楚天的五元修为刚刚突破千年瓶颈 他的境界却悄然踏上了天师巅峰镜 吕布宇不可置信地看着楚天 暗箭伤人 我不服 远远地 传来了紫霄声的笑声 楚档头 你欠我一个故事哦 赶紧 赶紧的 第八十九章 紫霄声的堵住 这小家伙 怕是要成磨了 鼠爷趴在楚天的头顶 看着在楚天身上雀跃蹦跳的青椒剑 朝阳和煦的光芒洒在青椒剑上 一层青灵灵犹如水波的光芒裹着青椒剑 常有两尺半的剑身犹如活物 在楚天的头上 肩膀上 手肘上 总之就是他全身每一处可以借力蹦跳的地方上下蹦打 每蹦打一次 青椒剑都发出一声清脆的剑鸣 欢喜 雀跃 好似刚刚从档壳中钻出一个小脑袋的神琴雏鸟 已经迫不及待地睁开了眼睛 正好奇地打亮着外面心急的世界 楚天双手抱在胸前 看着阿狗 阿雀带着万五千名结成逃物杀阵的狼妖 围住了最后两千多名天鬼教徒 穷凶极恶的天鬼教徒们满身都是斑斑血迹 他们声嘶力竭地尖叫着 汗不畏死地向狼妖群发动了冲击 于是他们全都倒下了 杀出了凶性的狼妖丝毫不手软地将他们撕成了粉碎 把他们的精气连同他们脑袋里的绿色光团全部吞噬一空 数万天鬼教徒干扁枯萎的身体乱七八糟地躺在地上 狼妖们一个个浑身长矛竖起 浑身煞气生疼 腰气翻滚的狼妖们仰天长啸 高亢凄厉的笑声震荡山野 远处深山中不时传来几声愤怒的野兽咆哮作为回应 吕不与捅侠的这支天鬼教大军被全歼 自吕不与以下 没有一个天鬼教徒逃脱 楚天欣然看着仰天长啸的狼妖们 没有比他们更可靠 更合适的部署了 天生卓越的纪律性 强大的持续作战力 凶狠的战斗意志 对头狼的命令 也就是对阿狗的命令为命是从的服从性 这些该死的天鬼教徒 就应该让这些凶残的狼妖将他们撕成粉碎 回想这几日见到的那些鬼欲 楚天不由的仰天长啸 一道绿茫茫的剑气从他嘴里喷出 呼啸着喷出数十丈远 他身边利风呼啸 尖锐的破空声吓得阿狗 阿雀连蹦带跳的远离了他 吕不与全部的修为 加上附身在他体内的那个万年老鬼全部的力量 经过青椒剑的提纯炼化后 大半都注入了楚天体内 此刻楚天浑身经络中都充斥着庞大而狂躁的剑气 极度锋利的剑气在经络中急速穿起 距离他几步远的人都能隐隐听到他体内传来的嗖嗖声响 经络鼓掌 被剑气刮得隐隐刺痛 楚天却不知道该如何收敛这股暴涨的力量 这种浑身经络膨胀欲裂的感觉 按照楚氏祖传的大周天星辰剑气的描述 这是到了天尊巅峰 几乎要突破那至高境界的时候才有的一兆 可是楚天的修为境界分明只是天师巅峰境 这种状态和大周天星辰剑气中的描述迥 楚天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只能不断仰天长笑 稍微减轻一点体内汹涌澎湃的气劲 你欠我一个故事 犹如一道紫色的幽灵 原本楚天身边鬼影子都没一个 一身紫衣的紫衣突然就出现在楚天身边 和他肩并肩的站在了一起 紫消声出现的这么突兀 楚天差点被他吓得跳了起来 唯有鼠爷无声无息的从楚天头顶消失了 楚天不知道鼠爷是什么时候消失的 但是诡异的是 紫消声这么深不可测的存在 他似乎也没有注意到原本鼠爷的存在 也没注意到鼠爷诡秘的消失 青椒剑是怎么回事 楚天轻哼了一声 青椒剑似乎感受到楚天在叫自己的名字 他很欢快的一下子就蹦到了楚天的面前 剑剑朝上 用剑柄站在了楚天鼻子上 好似一条小狗摇尾巴一样晃了晃 楚天笑了一声 手一抬 青椒剑就乖巧的化为一道龙形纹身 附着在了他右臂上 这是他本来就有的能力 紫消声摸了摸鼻子 干笑了几声 不过 我稍微给他增强了一点 一点 楚天有点狐疑的看着紫消声 嗯 就一点点 紫消声很认真的看着楚天 这把剑 他本来就有击杀五道生灵 吞噬对方生命精华化为己用 并且反补主人的功效 咳嗽了一声 紫消声有点犹豫的看着楚天 不过 你的这剑原本最多能吸收敌人半程左右的生命精华 我把它炼制成了 嘿嘿 楚天呆呆的看着紫消声 多少 紫消声比坏了一下 两根手指比了比 干笑道 十成十 嘿 其实这都是小事情 是不是 一下子没注意收手 哈 你看起来有点不妙喝 紫消声呵呵笑着 楚天总觉得 这丝的笑容中总包含着一种爷就是故意的 你来打爷呀的恶意 楚天怀疑 这丝是故意不给他说明情况 就是等着眼下楚天的这种窘境呢 数量庞大 锋利无比的剑气在经络中乱窜 每一条最细小的经络中都充斥着庞大的剑气 楚天觉得身体像是个气球 随时都可能爆炸 他黑黑笑了一声 咬着牙说道 子公子 子兄 你想听什么故事 紫消声呆了呆 他指了指楚天的丹田 楚天的丹田已经微微鼓起半寸高 这是体内气息膨胀到极致 对肉身造成巨大压力的征兆 丹田乃气海 楚天全身受到压力最大的正是这个部位 哈 不要紧 楚天强忍着给紫消声俊俏非人的脸蛋上狠狠来一拳的冲动 哈哈干笑道 一点小问题而已 紫兄赶紧的 想要听什么故事 我说给你听 然后我还要带着兄弟们去办正经事呢 长叹了一声 楚天转过身 看着那些正在原地羞气的狼腰 很深沉的 很卑天悯人的说道 无数百姓正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楚天无能 不能杀尽天下恶鬼 只能尽我所能 尽可能的就一些人了 紫消声被楚天的话憋得呛了一口气 他正耳巴惊的咳嗽了一声 目光急速闪烁了起来 嘿嘿 楚荡头 不如这样 紫消声眯着眼 用一种黄鼠狼打量小母鸡的目光盯着楚天 我们打个赌 我赌你说不出一个让我满意的故事 如果你能满足我的要求 说出一个让我无法挑剔的故事 我就告诉你如何解决你现在的麻烦 重重咳嗽了一声 紫消声竖起了一根手指 很认真地告诉楚天 不仅如此 我还给你一份大造化 如何 大造化 楚天上下打量了紫消声一阵 紫消声很认真 很认真地看着楚天 很认真很认真地绷紧了脸 但是楚天看出了紫消声目光的闪烁 看到了他绷紧的面皮后面隐藏着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笑意 这小子 没安好心哪 沉吟片刻 楚天沉声道 你和我赌什么 紫消声立刻笑了起来 如果你能说一个满足我要求的故事 那么 我就解决你眼下的大麻烦 还给你一个大造化 嘿 足以让你受用无穷的大造化 楚天立刻问道 如果我说不出呢 紫消声又笑了起来 那 你跟我走呗 你这人 有意思 我想收你做家臣 认真的 很认真的 紫消声满是期盼地看着楚天 楚天摸了摸后脑勺 阿狗 阿雀 还有十几个楚天属下的兄弟都靠了过来 目不转睛地看着紫消声 紫消声看到这么一群飙形大汉围了上来 他很有点不知所措地向后退了一步 然后他很快就挺起了胸膛 面皮微微一红 又迅速回复了正常 他从袖子里掏出紫玉霄轻轻一挥 笑呵呵地看着楚天 怎样 楚天想起了紫消声所说的 要带他离开大晋 见识大晋之外风景的提议 那一次的招揽 楚天拒绝了 想不到这家伙在这里等着他呢 这体内膨胀欲裂的剑气 楚天觉得自己已经快要压制不住了 毕竟吕布宇是天尊巅峰级的高手 他体内附身的恶鬼 更是万年老鬼级的强横高手 比吕布宇指强不弱呀 两者实诚实的生命精髓和修为 哪怕被青椒剑分走了小半 楚天还是相当于得到了近乎万年的强大武援 漠然得到这么强大的力量 岂是凡人能销售的 不公平啊 楚天心里翻腾着无数的念头 嘴里却是慢慢的说道 我一个大活人 和你赌这个 不怎么公平啊 呵呵 子兄所说的大造化 嘿嘿 紫消声急忙说道 真正的大造化 我从不说谎 楚天向着紫消声瞪大了眼睛 认真的 从不说谎 紫消声呆了呆 他挥动了一下子玉霄 有点狼狈的干笑 或许 偶尔 只是 偶尔 哈哈 无伤大雅的小事嘛 就不要纠结了 反正 你不吃亏就是 楚天看着一脸尴尬的紫消声 黑的笑了起来 不如 子兄先说说条件 紫消声急忙摇头 不妥 不妥 说了条件 你找人去现学一个故事 很是不妥 所以 答应和我打赌 我再说出条件 你若是赢了 我给你造化 你若是输了 做我家臣 我自然更是要精心栽培你 更是不会让你吃亏 楚天沉吟了许久 他转过身去 静静的看着东方的朝阳 阿狗 阿雀同时沉默 他们手下的那百多条大汉纷纷走了过来 一脸严肃的看着楚天 每次楚天有这种表情的时候 他们都知道 楚天心里定然在做一些干系着兄弟们生死的决定 一如当年在擅堂铁血训练营最后的出师考笑中 楚天负责带着兄弟们远途奔袭民州民山邦的一处粪堂 正是楚天极其艰难的抉择 让兄弟们避开了死亡陷阱 一举覆灭了民山邦的那楚粪堂 还是不甚公平 楚天转过身来 笑着向紫霄生抱拳行了一礼 不过 似乎有点意思 只是 在这之前 我想问一个问题 六道血迹 真的 凶险很大吗 紫霄生的笑容一将 他歪了歪脑袋 向楚天身边的阿狗 阿雀等人看了一眼 然后摇了摇头 如实说 其他五道联手 人道怎可能幸免呢 血迹是定然要完成的 人道人足注定是要万不存一的 唯一就看是谁能够活下来而已 楚天深深 深深 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这不是一个公平的赌局 但是 我知道子兄是有通天彻地神通的大人物 所以 加一个条件 不反对吧 楚天的夸奖之词让紫霄生狠手受用 他眉开眼笑的连连点头 说的对呀 你加一个条件 无所谓呀 反正我不为难你 嘻嘻 那条件 真不苛刻 嘻嘻 只是 你赢的机会不大 一个条件 嘻嘻 两 一道紫影闪过 风仪突然出现在紫霄生身后 扯着嗓子不轻不重的咳嗽了一声 紫霄生的脸色骤然一将 他回头看了看一脸无奈的风仪 转过头来向楚天干笑了起来 哈 哈哈 就一个附带条件 你赌不赌 嘿 就一个附加条件哪 没有第二个 更不可能有第三个 楚天无奈地看了风仪一眼 风仪笑咪咪地看着楚天 轻轻地摇了摇头 他那意思似乎是说 我家公子很纯真 善良 你可别糊弄他 楚天歪了歪嘴 淡然道 那么 我的条件就是 除了我的大造化 紫兄还请帮我这些兄弟一把 让他们 有最大的可能在这次血迹中活下来 我不要求紫兄保证他们一定能活 但是让他们拥有最大的自保之力 这个要求 不过分吧 阿狗 阿雀 还有百多个大汉同时疾呼 天歌 紫霄生手中紫玉霄一晃 一圈紫光泵射 阿狗 阿雀 百多个大汉顿时同时动弹不得 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好 好 好 就是这个条件 紫霄生笑得眼睫毛都在哆嗦 这不难吗 真不难 你的这帮子兄弟 连带那山林中的黄猫和黑泥丘也是你的兄弟吧 我帮他们脱胎换骨 把他们祖先血脉中最神异的血脉激发 提臀 让他们凡祖拥有他们仙祖最强大 最神异的血脉 看看那百多个大汉 紫霄生犹豫了一会儿 至于你这些手下吗 他们就是普通人族 不过 我传授他们一门九死玄规法 这法门修炼后 肉体力量极大 极其抗揍 而且有九条性命 只要脑袋不被人堕碎 死后总能复生 而且没死一次 肉体力量翻一倍 风仪听到九死玄规法一词 他的脸色就是一阵惨绿 他看向楚天的眼神变得很是古怪 就好像看到了一个诱骗自家的败家紫少爷疯狂败家的无赖恶棍 目光中颇有点一把掐死楚天的意思 但是风仪最终还是嘴唇哆嗦着 强忍着没吭声 他跺跺脚 一溜烟的跑得不见了踪影 似乎是不想再听下去了 楚天 阿狗 阿雀 百多个汉子的脸色齐变 死一次 只要头颅不被粉碎 就能起死回生 而且实力当即翻上一倍 九死之后 岂不是实力会翻上五百一十二倍 不等楚天开口 紫硝声的脸色也是一阵变幻莫定 他似乎也意识到自己究竟说了什么 坑坑唧唧了一阵 紫硝声干笑道 只限你的这些兄弟修炼 要赌咒发誓哦 楚天咬着牙和紫硝声扯皮 再加八千名额 一百多人和八千多人 在这六道血迹中 有甚区别 紫硝声歪了歪脑袋 他想了想 认真的点了点头 八千多人哪 还真不算多雷 我家中专门服侍我的侍女都有百万 饿 呵呵 成交 楚天 阿狗 阿雀看向紫硝声的眼神都不对了 第九十章 恼羞成怒紫硝声 紫硝声掌心一缕紫火喷出 袖口中几块色泽各异 多成七彩 紫色 金色的奇异晶石飞出 在紫火中打了几个炫耳 一阵神光闪烁 就凝成了一枚拳头大小的石龟 栩栩如生的石龟通体骨色斑斓 不见丝毫光泽 分明是神物自会才有的状态 紫硝声凝神盯着石龟 他眸子里两缕极细的紫光喷出 在石龟身上仔细的刻画了一阵 他的额头上一条冷汗缓缓滑落 然后迅速蒸发成了水气 呼 九死玄规法 紫硝声将石龟丢给了楚天 石趾微微颤抖着 带着一丝莫名的惊诧之意向天空望了一眼 此法不留文字 不移图形 只能以意识贯注 宁客九死玄规印融入神魂之中 才能自如修炼 这石龟中 有九千九百九十九枚九死玄规印 怎样 大方吧 讲究吧 不小气吧 紫硝声背起双手 石趾在袖子里一阵抽搐 他呲牙咧嘴的用力扭动手指 好一会儿脸色才回复了正常 楚天抓住散发出温和热力的石龟 看着一本正经的紫硝声连连点头 紫硝大方 紫硝讲究 谁敢说紫硝小气 我一口狗血喷死他 楚天低头向石龟望了一眼 就看到紫硝声用莫名的晶石炼制的石龟就好似活物一样 缓缓转过头来 向楚天望了过来 楚天和石龟的目光接触 他身体一哆嗦 就觉得一股莫名的奇异力量从石龟眼眸中喷出 迅速涌入了他眉心神窍 一声低沉的笑声冲天而起 楚天神窍中圆形空间四周的灰色雾气微微震荡了一下 一眉栩栩如生 活灵活现的玄规烙印悄然出现在了石灯上 楚天惊骇 哑然看着石龟 神窍中数千枚大梦神典的龙头凤尾子鹿神章纷纷涌出 无数金光 赤光旋转如飞 他瞬间明白了 紫硝声的这门九死玄规法 居然被大梦神典直接炼化为了类似于风之天印 雷之天印的附属物 这门能够让人重生九次 一次更强大过一次的奇门神功 在大梦神典这里 也不过是附属物的档次 怎样 这门九死玄规法虽然只是一门抗揍 装死地功法 但是用来熬过六道血迹 是绝对没问题的 紫硝声洋洋得意的说道 力大无穷 所以杀人很爽力 防御绝强 刀劈斧舵 密法攻击都难以伤损分毫 就算心肝五脏都被烧成灰烬 头颅不彻底伤损 就有九次复活之机 每活过来一次 实力增强一倍 紫硝声得意的卖弄着 厉害 真个厉害 楚天肃然看着手终石规 大梦神典在极短时间内 就剖析出了九死玄规法的玄妙 紫硝声道也没吹牛 反而他可能平日里没有仔细研究过这门功法 他对九死玄规法的厉害之处知道的还没有楚天多 这不仅是一门抗揍 装死的神功 他甚至能够壮大血脉 凝聚血脉神通 修炼九死玄规法的人 若是能修炼到大成 他们是能够将自己的玄功秘法通过血脉传承给后代子孙的 紫硝声虽然只给了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传承法印 但是未来这些人修炼成功后 他们繁衍子孙后代 世世代代繁衍下去 这等于有千百万 千亿万的人修炼了九死玄规法 只是 九死玄规法中并没有详细阐述血脉传承方面的信息 紫硝声显然自己也没有修炼过这门神功 楚天还是因为大梦神典的莫测神威 直接从中感应到了其中蕴藏的血脉凝聚 血脉传承的力量 关于这种暗藏的福利 楚天自然不会告诉紫硝声咯 这小子家大业大 他刚刚说 平日里负责事后他的侍女就有百万之重 楚天恨得牙齿直痒痒 这小子家里是干什么的 大进的天子坐拥大进天下 也绝对没有这么奢靡腐化 好了 给你这些亲近兄弟提纯血脉的事情 稍后再说 这 还要费点力气的 紫硝声一把抓住了楚天的肩膀 他只肩五条紫气喷出 化为一个直径竖杖的紫气天罗将两人笼罩在内 紫色光运旋转 紫气天罗带着两人腾空而起 犹如一颗流星向远处荒野掠去 哈哈 不给你找人询问的机会 不给你身边这群兄弟朋友之声的机会 就你一个人 看你能否说出符合我条件的故事来 紫硝声得意洋洋的笑声响彻荒野 我不为难你哦 我的条件 还真不苛刻 不多时 紫硝声带着楚天掠出了十几里地 在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河边 四周是数万亩芦苇荡 滚滚河水翻滚着浪花流淌而过 大风在芦苇荡中掀起了一波波浪头 阳光照在芦苇上 白花花一片煞事耀眼 一行水鸟从芦苇荡中腾空而起 发出尖锐悲击的声音 在河面上盘旋飞舞 迟迟不肯落下 再来一个故事吧 我帮你杀了吕布鱼 你欠我的 紫硝声放下楚天 背着手站在河边 一脚将一块方圆杖许的大石 从泥土中踢飞了起来 远远的落在了河里 溅起了大片水花 闻 你前面说的两个故事 第一个 是两个读书人的故事 书院的事情吗 你们是井中人 平日里私混的人头熟 你又是个密探头子 所以能听到一些书院里的杂七杂八的事情 编造一个故事 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故事 是民间男女之事 你是密探头子 四面八方的情报知晓得多 那些吃男怨女的事情 你多听一些 你小子脑袋灵光 胡编乱造一通 也能胡周出良辰美景奈何天这样的事情 所以 今天的第三个故事 不许讲民间之事 紫霄生转过身来 带着一丝大灰狼看到了小白兔的贪婪和得意 黑黑笑道 讲皇室之事 嘻嘻 得合乎情理 还得是那种稀晚至极的故事 紫霄生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 楚档头 你只是大御寺一个最低级的密探头子 或者说打瘦头子 你怎么也不可能知道皇室中的密文 你在盖州 也接触不到这一方面的信息 所以 你的故事 要好听 要是皇室的 还得是合乎情理的 我警告你哦 你如果想要将民间大户人家的事情套上皇室的名义 我可是听得出来的 紫霄生笑哇笑 笑得两排白牙光彩意义很是刺眼 他现在就差一条狐狸尾巴在屁股后面乱摇摆乱晃 楚天沉默了一会儿 悠悠的看着紫霄生叹了一口气 既然如此 紫兄你都画出道儿来了 那么 就请紫兄你听好吧 我说的这个故事呢 是那一年 我在街头 紫霄生迅速打断了楚天的话 又是老乞丐 让他们去死吧 少废话 说正经的故事 再敢说你是从老乞丐那里听来的故事 然后老乞丐又噎死了 枪死了 信不信我把你丢合理 楚天剧烈的咳嗽了一声 他看着紫霄生很认真的说道 这次绝对不是老乞丐 那年冬天 我在明州城的十字街口 捡到一个遍体鳞伤的十八岁大姑娘 紫霄生举起了巴掌 示意要打下来 楚天急忙干笑了几声 他背起双手 微微抬起头来 看着天空流云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那么 故事开始的时间 谁也说不清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 古琴的古籍都已经散失了 绝大部分 何况是更加古老 更加不可靠的远古时代呢 所以 某年某月某日 某个物宝天华 极度风流的朝廷里 楚天唯唯说来 慢慢的念出了一首诗 天生励志难自弃 一朝选在君王册 回眸一笑百媚声 六宫粉带无颜色 春寒赐欲华清池 温泉水华喜凝之 适而浮起焦无力 使势新城奔泽时 云并花颜金不摇 芙蓉杖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 从此君王不早朝 成欢试验无闲暇 春从春游夜专业 后宫家里三千人 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装成交事业 玉楼燕罢醉和春 紫霄生睁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 嘴角依稀有咸水流下 犹如见鬼一样看着楚天 风仪不知道什么时候靠了过来 她更是花容失色的呆呆看着楚天 嘴里翻来覆去的念叨着 回眸一笑百媚声 六宫粉带无颜色 错非皇室宫廷之士 谁能想出这样的句子来 芦蓉当中 一名大汉跪在地上 面前摆着一张条案 手中毛笔韵笔疾书 将楚天的每一个字都记了下来 楚天抬头看着天空 看着空中云飞云卷 慢悠悠的将长生殿的故事掐头掐尾 改头换面 再混入了一些此早极度华美的句子 有意卖弄的说了出来 话说呀 那清廉居士就在那金殿上向那天子举杯高呼 一曲千古绝唱就此吟唱了出来 说吧 楚天高高举起双手 用力鼓掌大声高呼 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 高唐明镜背白发 朝如青丝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尊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赴来 烹羊仔牛且为乐 会须一饮三百杯 存夫子 丹秋生 将尽酒 杯莫停 与君歌一驱 请君为我轻耳听 中古转语不足贵 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末 唯有银者刘其名 陈王昔实验平乐 斗酒十千字欢血 主人何谓严少前 竟须孤取对君拙 五花马 千金球 忽而将出换美酒 于耳同消万古愁 紫霄生 风仪身体俱阵 满头长发一根根笔直竖起 犹如雷劈一般 他们身边刚风大作 一波波可怕的力量蓄势隐隐 紫霄生身后里许长短的一节河流突然凝制 每一滴水珠 每一点浪花都凝固在了空中 这 这 紫霄生 风仪的眸子里幽光闪烁 他们的眼珠似乎都在打旋 大进之外的风景如何 楚天不知道 但是大进境内 那些文人骚客的诗词 在楚天看来却是古板 刻板到了极致 或者四字一句 或者五字一句 讲究严格的前后格律对战 每一句 每一字都好似你雕木胎 严苛的不尽人情 饶氏大进的文人骚客 将无比华美的词枣堆砌在了这些死气沉沉的格律诗句中 他们的诗句依旧好似棺木中的僵尸 饶氏涂抹了无数的胭脂 口红 依旧不见生气 这一句将近久气势辉弘 浪漫豪迈 犹如一条大河天上来 将大进那古板 刻板的文风冲刷的支离破碎 饶氏谁第一次接触到 都会被这千古美文镇的七荤八素 一如此刻的紫霄生和风仪 这 这 这清廉居士究竟何等人也 紫霄生已经有点语无伦次了 若他还活着 上天下地 也要将他抓出来 一定要将他收为家臣 天天写这些 写这些 写这些 宝贝儿 一缕亮晶晶的咸水顺着紫霄生的嘴角躺下来三寸多长 楚天看到了 但是楚天故意不吭声 他慢慢说来 也是为了故意给狼妖群一个休息 消化的时间 一本长生殿 他慢悠悠的说了足足有两个时辰 却说那天子和那贵妃之事 后人闻而有感 玉戎寂寞泪郎干 梨花一枝春带雨 寒情宁帝谢君王 一别阴容两渺茫 朝阳殿里恩爱绝 蓬莱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 不见长安见晨物 唯将旧物表申请 殿和金钗即将去 拆留一股和衣扇 拆破黄金和分殿 但较心似金殿间 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众计词 词中有事两心之 七月七日长生殿 夜半无人思雨时 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里之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楚天最后两句一出 紫霄声脸色骤变 身后大和尚突然掀起了一股高达百丈的巨浪 巨浪炸开 无数水花坠落 声势犹如毁天灭地 毫不恐怖 风仪则是身体剧烈震荡 她思声道 天长地久有时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一口血喷出 风仪脸色惨白看着楚天 她瞳孔缩小犹如针尖 面色惨力 真个犹如深夜见鬼一般 见到紫霄声和风仪如此情形 楚天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再狠狠的在他们心头补上了一刀 足以让他们铭记良久 让他们许多年都难以忘怀的一刀 十年生死两茫茫 不思两 自难忘 千里孤坟 无处化凄凉 纵使相逢阴不实 沉满面 病如霜 夜来幽梦呼还香 小轩窗 正收桩 相顾无言 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长断处 凝月夜 短松刚 紫霄声的眸子里紫气大盛 更是失魂落魄的不断翻来覆去的念叨 十年生死两茫茫 千里孤坟 纵使相逢阴不实 风仪则是呆呆的看了楚天许久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一道紫影闪过 瞬间跑得无影无踪 楚天摸了摸鼻子 干巴巴的笑了几声 子兄 这故事 可是皇家之事 可是七碗的厉害 看 风仪都听哭了吗 你要说不七碗 可得摸着良心说话呀 呃 皇家之事 如此七碗 你说的大造化呢 紫霄声身体剧烈的哆嗦了一阵 突然歇斯底里的尖叫了起来 楚档头 你这俗人 好声煞风景 该打 咚的一声 紫霄声身形一闪 楚天胸口惧痛 哇的惨叫着被一脚踢飞了十几战外 第九十一章 一宝炼天炉 真他奶奶的手黑 楚天拎着一罐药酒 呲牙咧嘴的揉搓着胸口一大块淤青 看那淤青的痕迹 端端正正是一脚丫子的模样 紫霄声还沉浸在长生殿的剧情中无法自拔 楚天又自己作死 用十年生死两茫茫在他心头狠狠补了一刀 紫霄声正感动得要煽燃泪下的时候 楚天跑去找他要好处 不挨揍才有鬼 还好 还好 脏骨肉坚实 扛得住 楚天用力的将药酒揉散 一股股热力顺着皮肉浸了进去 胸口的疼痛逐渐缓解 原本有点发黑的淤青色则稍微的散掉了一些 十几战外 紫霄声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些纯金 纯银铸成的奇异物件 这些长长短短 或执或驱的金银物件在地上拼成了一个直径竖杖的圆形法阵 阳光照在法阵上 无数细腻的符纹在那些金银造物上熠熠生辉 乍一看去宛如无数星辰闪光 似得人眼睛刺痛难当 紫霄声掏出了数十块紫色晶石摆放在了法阵上 他轻喝一声 双手按在了法阵正中的两个盘子大小的圆形符纹上 一缕缕紫色火光从他掌心喷出 整个法阵迅速燃烧起来 神奇瑰丽的紫色光运覆盖了方圆树母的山林 燃烧的法阵上紫火营荡 紫光跳动犹如一颗心脏 一股莫名的生命气息从法阵中扩散开来 楚天清楚地感受到一股股强大的生命力不断融入自己的身体 他的精神都骤然恢复了许多 呃 这药酒 白擦了 楚天只觉胸口一阵酥麻 他猛的低头 就看到胸口青黑色的脚印瘀青急速的消散 很快皮肉就恢复了正常 毛孔内一丝丝的瘀血渗出 这点挫伤很快就彻底愈合 黄猫 黑泥丘 还有你这黑狗子 白麻雀 赶紧过来 紫消声站在燃烧的法阵 黑着一张脸 很不耐烦的朝虎大力 黑蛇 阿狗 阿雀吼了一声 刚刚他正被楚天的故事感动得眼泪巴搭的 楚天大沙风景的找他要好处 就好似在品尝美食的时候 突然被人在碗里撒了一大把老鼠屎 虽然已经踹了楚天一脚 紫消声的心情依旧很不好 很别扭 很郁闷 很想找几个不开眼的家伙暴揍一顿 非得把他们抽成一群猪头不可 虎大力猛的挺起了胸膛 双手抱在胸前 熊啾啾气昂昂的咋呼道 小白脸 大力哥是虎妖 可不是猫儿 看看大力哥这胳膊 看看大力哥这大腿 看看大力哥这腰身 还有大力哥这粗壮的 紫消声咧嘴一笑 两片整整齐齐的小银牙闪过一缕寒光 他身后紫气弥漫 一只紫气凝成的大手凭空生成 重重向下一拍 一声俱响 虎大力被紫消声一巴掌拍在了地上 原地多了一个方圆两丈许身有三尺的大坑 虎大力浑身抽搐着 呕吐白沫的躺在大坑里昏厥了过去 楚天丢下手中的药酒瓶 无力的捂住了额头 虎大力 你这个蠢脑壳 莫非虎爹小时候用棒锤砸你脑袋 把你砸蠢了 可真是亲爹呀 真是的 没看到实力飙升 体内五元满意 撑得经络都快要炸裂的楚天 都挡不住紫消声随意的一脚呢 虎大力如今的修为远不如楚天 密法神通什么的就更不要说了 这个忙活 他真好胆 还敢向紫消声炫耀他又大又粗的宝贝 真正是作死了 紫气凝成的大手抓起虎大力的后颈肉 重重将他砸在了法阵中 紫消声咯咯咽笑着 狠狠一脚踹在了虎大力的脑门上 就听一声低沉的虎啸响起 虎大力身体一阵蠕动变化 几个呼吸间 他就回复了原形 赫然是一头体长三丈的斑斓大虎趴在了法阵中 你们 快点 紫消声像目瞪口呆的黑蛇 阿狗和阿雀勾了勾手指 阴着脸冷笑道 当老子这法阵容易布置吗 知道这紫色的晶石 一块能值多少吗 神色憔悴 花容惨淡的风仪站在一旁 猛不丁的听到紫消声自称老子 他身体剧烈的晃了晃 呆呆的看着一脸若无其事的紫消声 笑脸整个抽成了一团 楚天有点同情的看了看风仪 紫消声这熊孩子 怎么就不学好呢 他从哪里学来的这些市井言语 得了 兄弟们 别让子兄难做呀 子兄虽然家大业大的 也不能让他平白无故的多花钱不是 楚天眼睁睁的盯着法阵中那些熠熠生灰 散发出庞大气息的紫色晶石 低声笑道 嘿 这些紫色晶石 很值钱喝 紫消声和风仪同时白了楚天一眼 都没吭声 黑蛇 阿狗 阿雀 三人小心翼翼的走进了法阵 紫消声手中欲消一挥 三人后脑勺上同时挨了一下 哼都没哼一声就昏厥倒地 紫消声身体一晃 迅速退出了法阵 他沉声喝道 风仪 帮我盯着 等差不多了 就把他们给放出来 风仪点了点头 缓步走到了法阵旁 紫消声一声长笑 他缓步绕着法阵行走起来 他没走一步 脚掌重重踏在地面上 都在地上留下一枚异异声灰的紫色符纹 楚天眼间 他一眼认出这紫色符纹隐隐带着一丝龙头凤尾紫路神章的影子 却没有大梦神典中的那些金色 赤色混合的紫路神章那般的古朴厚重 别有一丝独特的神圣威严 格律严苛的味道 绕着法阵走了一圈 紫消声在地上踩下了一百零八枚形状不同的紫色符纹 这些符纹燃烧起来 一百零八根细细的火柱高有丈许 围住了整个法阵 法阵中紫色的火焰如动着 一缕缕细细的火焰顺着虎大力他们的蹊跷钻了进去 伴随着碧波声响 虎大力四人的皮肤上开始有大量色泽暗淡的污秽之物流出 紫消声踩下了一百零八个脚印后 他已经是汗流加倍 头顶一道热气冲起来足足有三丈高 哎 便宜你们四个小妖怪了 紫消声有点无奈的叹了一口气 袖口一动 四颗拇指大小 通体金黄的拇指大小丹丸飞出 滴溜溜悬浮在了虎大力四人的头顶 一缕缕金色霞光散发出富裕的浓香 不断渗入虎大力四人的身体 虎大力他们身上的气息就逐渐变得神异莫测 渐渐有一股极其蛮荒古老的气质涌出 忙好了这一切 紫消声这才阴着脸 大步来到了楚天面前 楚天一跃而起 笑呵呵的向紫消声连连抱拳 紫兄 呵呵 忙好了 大力哥他们那边都有了着落 我这里还麻烦着呢 你看看我这小腹 知道的人说我五元长一冲击气海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怀孕溜甲了呢 紫消声低头看了看楚天的肚子 体内五元流动的速度越来越快 楚天的丹田气海已经鼓起来有半尺高 乍一看去 还真和孕妇相似 紫消声愕然看着楚天 你连女人生孩子的事情都懂 你到底知道多少东西 楚天干笑了几声 他伸右手拇指和食指 比换了一个指甲盖大小就一点点 嘿就这么一点点 我知道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不着调的零碎杂物 哪里比得上紫兄你学揪天人 高不可测呀 两三句马屁话 让打赌失败 不得不履行诺言的紫消声没开眼笑的连连点头 他得意的看着楚天笑道 这话倒也有理 别看你故事讲得好 要说学问 我可比你多得多多了 手一伸 紫消声沉声道 东西呢 楚天愕然看着紫消声 东西 什么东西 子兄 你说给我一个大造化 可怎么还要找我要东西 风仪回过头来 向紫消声 楚天这边望了一眼 紫消声恶狠狠的盯着楚天 他咬着牙说道 那日在瀑布顶上 我给你的那颗疗伤的药丸 那瓶呢 嘿嘿一声 紫消声很古怪的笑了起来 楚档头 丑话说在前面 这个大造化 我其实早就交给你了 你若是自己弄丢了它 可真就怪不得我 咦 这就是你自作涅落 紫消声笑得无比得意 他脑袋一晃一晃的 右脚脚跟一点一点的 那模样就和市井街头 站在人家商铺门口勒索保护费的小痞子没什么两样 风仪猛不丁看到紫消声这等模样 他的眼睛骤然瞪大 红唇微微张开 半晌没回过神来 楚天呆了呆 他急忙在腰间的兽皮囊中抹了一把 将前些日子子消声给他的那颗疗伤药丸的小小药瓶抓了出来 指头大小的一个小瓶子 通体紫色 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铸成的 非金非铁 非玉非石 内部紫意浓郁 宛如浆汁一般随时可能滴出来 这小小的药瓶触手温暖 一股莫名的滑润滋养之意沁人心脾 让楚天捏着他就舍不得放手 子兄所赐宝贝 怎会随手丢弃呢 丢了什么也不可能丢了子兄的宝贝呀 楚天恶颠颠的将小小的药瓶递到了子消声面前 子兄 子兄 这药瓶 有什么玄虚吗 子消声看到楚天从贴身的皮囊中掏出了这个不起眼的药瓶 不由的满意的点了点头 他又故作惊愕的说道 我还以为 一个普普通通的药瓶 楚档头扶下里面的药丸后 就随手丢弃了呢 楚天越发愕然的看着子消声 这家伙的脑子怎么长的 当他楚天是蠢货吗 这么奇异 这么奇特 这么触感绝妙的药瓶 显然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宝贝 他楚天就算是再蠢 也不可能把他给丢掉嘛 但是 你子消声子兄开心就好 楚天咳嗽了一声 很认真的看着子消声说道 我楚天是这么不知道好歹的人吗 这怎么都是子兄一番后裔 我怎能 怎敢 怎愿将他丢弃 子消声呵呵的笑了起来 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他接过楚天手中的小小药瓶 眸子里一抹紫色神光闪过 口中莫名的念诵了几声奇异的咒语 就看到紫色药瓶突然炸开 化为一团拳头大小的紫光悬浮在子消声掌心 无数笔灰尘还要细小的紫色光点从紫光中飞出 每个紫色光点都是一个精细绝伦 威严古捉的符纹 这些符纹围绕着紫色光团旋转了三十六圈后 紫消声轻喝一声 一口气喷在了紫色光团上 光团骤然一脸 一个小小的三族圆炉静静的悬浮在紫消声面前 这小小的圆炉通体紫色 内部紫霞飞旋 无数条紫光宛如流星雨一样在炉体表面不断飞腾闪烁 看上去神异到了极点 圆炉通体魂园 下有三族 炉族造型奇异 是三头楚天不认识的奇异神兽 它们匍匐在地 用几倍拖起了圆形的炉体 炉体上一圈而开辟了六个圆形的火门 六团紫气悬浮在火门外 隐隐可见炉体内紫火生腾 虽然只是拳头大小的一团而紫火 却给楚天一种这火可以焚毁万物的恐怖感觉 这炉天炉 是我那早就该天打雷劈的老爹 送给他小妾 也就是小老婆的儿子 也就是我弟弟的成年礼 紫消声呵呵笑着 两条长眉的得意的一阵乱跳 我带了人 将那小兔崽子堵在了路上 一顿堵打 把这炉天炉给抢了过来 嘿嘿 本来我以为 把它化为药瓶送给你 你会随手丢掉 那老不死的以后找我所要的时候 我可以毫无愧就感的推掉所有过错 楚天的脸骤然一黑 很是恶意的盯着紫消声 这家伙都是什么人啊 看看他做的这些事情 感情 他把这炉子化为药瓶送给楚天 是巴望着楚天把这药瓶当作凡俗之物随手丢掉 以后他爹问其他这个炉子的事情 他就能理直气壮的告诉他爹一切和他紫消声无关 子兄 你可真够兄弟一起 楚天磨着牙 干巴巴的哼哼了一声 那是 老子最是一搏云天 紫消声很坦然的又来了一句老子 他身后的风仪一张笑脸已经难看得让楚天都不忍之事了 这炉子有猪般好处 紫消声掂量着这小小的炼天炉 带着一丝嫉妒 一丝恼的哼哼道 要不是这玩意 是那老不死的送给他那小老婆生的小兔崽子的 我手头上能比得上这炉子的宝贝 也就这么二三十件 怎么也不舍得把它给你的 楚天又是干笑了一声 这家伙都是什么人哪 他老爹小妾生的儿子 龙共就这么一件宝贝 你手头比得上这炉天炉的宝贝都有二三十件了 你还要带人毒打自己的弟弟 把他的成年里给抢了过来 惶恐 溃兽 只不过 管他紫消声和他老爹 他老爹的小老婆还有他老爹的小老婆的儿子是何等关系 这炉天炉已经深深吸引了楚天 上门的好处 他总不至于往外推不适 所以 一声溃兽 楚天就把炉天炉抓在了手中 紫消声一声轻喝 他右手一挥 大拇指甲如刀 切开了楚天的眉心皮肉 从中吸出一道精血 洒在了炉天炉上 楚天痛呼一声 炉天炉发出一声轰鸣 化为一团人头大小的紫色火焰 猛的扑进了他的身体 第九十二章紫消声的报复 热 难以形容的热 让人恐怖的高温席卷全身 楚天整个身体都被紫色的烈焰包裹 身体都在紫色烈焰中变成了半透明的紫色 就好像紫水晶雕成的一般 楚天被瞬间袭来的高温烫得浑身剧痛 灵魂都在高温中疯狂的挣扎嘶吼 从灵魂深处 从骨髓中袭来的剧痛让楚天恨不得昏厥过去 但是炉天炉内一股绝强的力量控制了他的一切 逼迫他保持清醒 尽情的感受这无穷无尽的痛苦 紫消声黑黑笑了 很嘚瑟的笑着 他手一挥 一件紫色的披风从他袖子里飞出 将楚天包裹了个结结实实 手指一勾 楚天缠在腰间的瘦皮囊飞出 碾去了被子火烧成灰烬的厄运 楚天全身衣衫在紫色披风裹住全身的瞬间就化为乌有 连带他的眉毛 头发 眼睫毛 总之浑身毛发都被烧了个清洁溜溜 忍着 紫消声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 这火烧人是有点痛 但是对你好处无数啊 嘻 毕竟是这种档次的宝贝 以你如今的实力想要做他的主子 就算有老子帮忙 你也得吃点苦头才是啊 炼天炉端端正正悬浮在楚天丹田七海中 六上火门开启 六条紫色火龙蜿蜒而出 顺着楚天的经络流转全身 他全身上下每一个细胞都被紫色的火焰包裹 痴痴声中 紫消声眯着眼看着楚天诧异的叫了起来 一 你吃过什么古怪的东西吗 怎么你体内 几乎半点杂志绝无 好运气呀 不然你这苦头起码要多十倍不止 楚天浑身都在哆嗦 每一块肌肉 每一根经络 每一根骨头 每一条血管都在颤抖 恐怖的热力席卷全身 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好似要被烧溶了 随时可能溶成一滩水 一缕烟 但是他也清楚的感受到 一如紫消声所说 炼天炉的紫色火焰当中蕴藏了极其神奇的力量 六条火龙所过之处 一缕缕精纯的力量不断沉淀在他的身体中 他的身体机能在全方面的不断提升 刚刚撑的他全身经络几乎爆裂开来 让他痛苦异常的剑芒 则是伴随着一声奇异的笑声 被炼天炉聚精吸水一般一口抽的干干净净 虽然看不清炼天炉内的场景 楚天能清楚感受到 来自吕不语和他体内那万年恶鬼的庞大五元 正在炼天炉中熊熊燃烧 一缕缕紫色烟霞围绕着炼天炉急速旋转 炼天炉内无数细小的符纹犹如流星天降 带着一缕缕四目的紫光重重的轰在炉内凝成一团的庞大五元上 五元如钢定 符纹如天神抡起的神锤 带着巨大的力道 神奇的力量重重的砸下 五元内火星四剑 一缕缕杂质不断被紫火化为乌有 留下来的只有最纯粹的那一点极致的力量 一缕缕紫色火焰向着楚天的头颅烧了过来 巨痛骤然暴涨百倍 楚天痛得呲牙咧嘴 面孔抽搐 但是他张开嘴想要大吼的时候 炼天炉内一股绝强的力量笼罩他全身 他连一点儿声音都无法发出 屡屡紫火静静的包裹了他的大脑 人体最稚嫩的大脑在紫火的灼烧下 剧痛让楚天彻底疯狂 但是一屡屡精纯神奇的力量不断的在他大脑中沉淀下来 他的脑浆都隐隐带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光泽 紧接着 炼天炉内的紫火轰开了楚天的眉心神窍 钻进了这个直径只有一丈多的球形空间 石灯静静的悬浮在楚天神窍中 轻悠悠的光芒照耀四方 在楚天身体其他部位进行肆虐 根本不受楚天掌控的紫火碰到这一层清悠悠的光芒 突然就变得无比的顺服 紫火静静的流淌着 宛如水波一样流淌着 慢慢的流到了石灯下 缓缓的注入了石灯中 石灯内满意的赤色法力剧烈的翻滚着 赤色中逐渐有一丝橙色渗了出来 随着紫火不断的渗入 这一丝橙色迅速变盖过了赤色 石灯的灯盏中满满一盏都是橙色的法力 紧接着橙色中又有一丝黄色悄然渗出 楚天犹如稀薄雾气凝成的灵魂快速的增加着 橙色法力转化完成的时候 他的灵魂已经能够看到清晰的四肢和手指 法力彻底转化为黄色时 楚天的灵魂固然还是雾气形态 但是他的躯体细节已经能够朦胧看清 紧接着黄色法力中开始有一丝绿意荡漾开来 楚天的灵魂就微微长高了一寸 淡淡雾气一样的躯体就变得凝实了一些 紫霄生背着手 站在楚天面前得意的看着他扭曲而痛苦的面孔 哎 楚档头 不要怪我没提醒你呀 这也是我一番好意吗 我怕你吃不了苦 不敢接受我给你的大造化 这岂不是糟蹋了我一番好心吗 嘿嘿 老子认赌服输 你说了这么一个精彩的 让老子心境都差点失衡的故事长生殿 老子一定要给你一个大造化 让你这辈子都忘不掉的大造化 紫霄生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趾高气扬的绕着楚天转起了圈子 哎 别怪做兄弟的没提醒你 以后 千万不要碰到那老不死的小老婆生的那小兔崽子 那可真不是一个好兔崽子 明知道紫色是我的禁卵 我最喜欢紫色的东西 他非要选这炼天炉做成年礼 哎 哎 你说 这不是故意挑衅我吗 这么紫意盎然的一件宝贝 多好看哪 怎能让给那小兔崽子呢 所以一定要打他一顿 抢过来才是吗 你可不要碰到他 不然你可打不过他 不过 你也没撞见他的机会 这事情 不可能发生的 哎 楚档头 我看你呲牙咧嘴的好不痛苦的模样 你是不是很痛啊 痛 痛就对了 嘿嘿 我可绝对不是报复你呀 痛嘛 多痛痛就对了 忍着点呐 我给你说说这炼天炉的好处 你或许已经感受到了 这炉子虽然只有拳头大小 但是它里面的地盘足够大呀 以后你要随身带什么东西 就可以往里面装了 也不用带着些兽皮缝的破口袋了 紫霄身晃了黄手中从楚天腰间拿下的兽皮囊 随手将它丢在了楚天身边 当然咯 炼天炉 炼天炉 他之所以敢用炼天这个词 它的威力是真的够大呀 紫霄声绕着楚天慢慢转着圈子 将炼天炉的珠般好处一一说了出来 炼天炉当敢用炼天二字为名 就在于它真的是可炼化天地万物 草木杀石 金银铜铁 飞禽走兽 灵精神兵 天地间没有它不能炼化的东西 万物被炼天炉内的紫火一通淬炼 都能淬炼出其中最精华 最极致的一点零碎为炉主使用 炼化万物 提炼精华 这只是炼天炉最基本的功效 它更能炼制万物 炼丹 炼气 炼阵 这口炼天炉就没有它不能炼制的东西 当然 前提是楚天自己得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如果楚天不会 那么这口炼天炉在他手上就是白费 然而炼天炉最神奇 最直接 最楚天最有帮助的效果 就是它内部那巨大的储物空间自带滋养 淬炼 提升品阶的神效 打个比方 楚天手上有一颗伏下后可以增加三年五元修为的裂等丹丸 不仅仅增加的五元修为不多 而且增加的五元杂志极大 需要不断的打磨淬炼 才能运转如意 将这颗裂等丹丸收纳在炼天炉中三天 丹丸中的所有杂志就会被炼天炉自行炼化 留下的只有最精纯的那一点毫无杂志的要力 随后炼天炉会自行提炼天地灵水 不断注入这颗裂等丹丸中 每个月 这颗只能增加三年五元修为的裂等丹丸 它的要力都会被炼天炉提升一成左右 这是一个近乎于恒定的 属于法则 定理 必定会发生的功能 也就是说 一年后 这颗裂等丹丸能够提升的五元修为 就将近九年半 近乎十年 甚至是青椒剑 如果楚天将青椒剑存入炼天炉 青椒剑也能得到同样的 每个月增加一成威能的提升 当然 天下没有白来的午餐 想要让炼天炉发挥如此神奇的功效 需要的天地灵水也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天文数字 那种裂等丹丸所需的天地灵水也就罢了 楚天往炼天炉中补充几株炼丹的药草 就能满足这颗丹丸一年的消耗 而经过紫霄生重新炼制强化的青椒剑 想要让它提升一成的威能吗 如果你能将楚家宝下面的那条大型灵精矿脉整个挖出来 全部填进炼天炉中 而且让炼天炉只将提炼出的天地灵水注入青椒剑中 那么一个月后 青椒剑无论是剑身的坚固度 还是锋利度 乃至对你剑芒的加成 都会提升一成 绝对不会有偏差 紫霄生得意洋洋的笑着 楚家宝下面的那条矿脉 我隔着百多里地都能闻到它的味道 我估算了一下 这条矿脉绵延近三百里 你把里面的灵精全部挖出来 绝对可以让青椒剑提升一次 不仅如此 这炼天炉可炼万物 嘿嘿 紫霄生突然很阴险的笑了起来 它凑到楚天面前 咯咯笑道 你不觉得 和你现在的青椒剑相配合 是那些五道生灵的克星吗 擦 擦 擦 把他们的脑袋砍下来 把他们的尸体塞进炉子里 划得一把火一烧 霍霍 它们的全部修为就是你的了 而且绝对纯正精粹 不会有任何杂质啊 是不是很过瘾 紫霄生笑得很得意 嗡的一声响 炼天炉微微颤抖了一下 包裹楚天全身的紫色火焰万流归海 六条紫色火龙带着大片紫火返回了炼天炉 炼天炉内 来自吕不语和万年恶鬼的那一团庞大五元体积缩小了十倍不止 痴痴声中 这一团带着一丝紫意 通体清光闪烁宛如一颗青色宝石的五元从炼天炉中喷勃而出 一缕缕精纯至极 锋利至极的剑气在经络中急速穿梭 楚天一个呼吸间 这些剑气就能在全身齐精八脉 十二正经中轻松的转过一个大周天 此刻楚天体内凝成剑气的五元 从数量上而言 大概就和天师初阶 也就是修为千年左右的武道高手相当 但是从质量上来说 楚天体内的剑气已经凝练成为实质 而吕不与这样的天尊巅峰级的高手 他们的五元凝聚度也不过和水银相当 楚天一道剑气 足以轻松威胁到天尊巅峰级的存在 轻笑一声 楚天一跃而起 他紧了紧身上的披风 肃然向紫硝声抱拳行了一礼 子兄 这番情意 楚天不知该 慢着 紫硝声急匆匆的打断了他的话 他盯着楚天恶狠狠的说道 你没有痛的欲仙欲死 没有痛的痛不欲生 没有痛的想要哭爹喊娘 没有痛的想要抱着我的大腿说对不起 楚天呵呵一笑 他很洒脱的笑道 男儿大丈夫 些许疼痛算什么 子兄说笑了 倒是楚兄此番大恩大德 紫硝声再次打断了楚天的话 他很有点恼怒的盯着楚天 喂 你是不是已经痛昏厥过去了 都忘记痛了 你现在 不应该痛的哭天喊的 流点眼泪什么的 刚刚我听你说那长生殿 可是好生狼狈 楚天看着一副小孩子脾气的紫硝声 无奈的摇了摇头 子兄 男儿大丈夫 流血不流泪呀 我多少年没哭过了 可是 我心有不甘哪 紫硝声晃了谎拳头 恶狠狠的朝着楚天说道 要不 我独打你一顿 你哭一顿 楚天笑着摊开双手 子兄若是想要打我一顿寻个开心 任凭子兄动手就是 哈 赶紧打 打完了我们找个地方畅饮一通 紫硝声无奈的一把捂住了脸 可是 这么痛 你居然一点而反应都没有 楚天笑得越发灿烂了 宝剑峰从魔力出 痛也是一种熬练 一种美妙的生命历程 而且我知道这痛苦是子兄的一方好意 是为了让炼天炉认可我这个主人 所以 痛算什么 宝剑峰从魔力出 紫硝声放下手 呆愣愣的看了楚天许久 突然恶声恶气的说道 但是 我心里不爽快 所以 你也别想爽快 楚档头 我给你说 我给你说 你们所说的什么人品 地品 天品的境界划分 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我知道的境界划分 第一个大境界是安身境 安身 安身 将身躯脆炼成你们所谓的天武之体 这才是安身境大成的最基本的条件 第二个大境界是立命境 安身淬炼肉身 立命境就是修炼灵魂 你们所谓的半步圣境的那些高手 嘻嘻 在我看来 连安身境的修持都只完成了两三成呢 吕不渝他们 也敢妄称天尊 吓 他们知道天尊意味着什么 他们 懂得天是什么吗 楚天的笑容一僵 只觉一口老血憋在心口 他很想重重的给紫硝声脸上闷一拳 第九十三张魔龙 白虎 玄鹰 贪狼 看着楚天憋闷 憋屈的表情 紫硝声无比快胃的笑了 哈哈 呵呵 嘻嘻 楚档头 你这是怎么了 脸 抽住了 紫硝声笑得那个得意呀 就差一条狐狸尾巴在屁股后面乱晃了 紫兄 楚天干笑连连 脑子里一片混乱 被紫硝声刚刚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弄得心神大乱 你说的 安身境 立命境 这是什么境界 紫硝声昂着头 趾高气扬的转过身 一副懒得搭理楚天的模样 轻轻晃动手中的紫玉霄 黑黑笑着往法阵的方向走去 他摇头黄脑哼着伤歌小调 那模样要多欠揍 就有多欠揍 楚天眨巴了一下眼睛 急忙凑了上去 紫兄 还请不吝止叫 我们大进这天 地 人三个境界的划分 似乎是粗略了些 但是那天尊敬的大能 可是有七千年以上 甚至逼近万年的修为 这样的实力 在紫兄你看来 楚天紧跟在紫硝声身边 很是温声细语的向紫硝声低声述说 请求他的指点 紫硝声呵呵笑着 绕着法阵得意洋洋的转了七八个圈子 带着楚天转悠了好一阵子 这才慢调思理的说道 刚刚 痛不痛 楚天干笑 连连点头 痛 真痛 这炼天炉里的紫色火焰 连我的灵魂都快要烧化了 痛得好几次想要昏厥过去 但是这炼天炉不许我昏厥过去 所以 痛不欲生啊 紫硝声冷哼了一声 慢悠悠的说道 痛就对了嘛 楚档头 以后做人要老实 痛了就大胆的哭出来嘛 不就是被我嘲笑几声嘛 又不会掉块肉 你看 风仪都被你的故事弄得吐血 大哭了 你痛得哭喊几声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手中玉霄狠狠敲了一下楚天的脑袋 砸得楚天脑壳帮的一下脆响 紫硝声笑吟吟的说道 不过呢 我知道 男人嘛 死要面子 我能理解 霍霍 猛的停下脚步 紫硝声沉声道 你面的那些长短句的美妙词儿 现在 立刻 马上 给我来一段新的 也要那种七碗翡翠的 让人心动神摇的 三声之内若是说出来 我就给你解释安身境 立命境是什么运意 听到紫硝声的要求 风仪猛的转过身来 不转睛的盯着楚天 楚天笑了笑 张口就来 红苏手 黄藤酒 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厄 欢情薄 一怀愁绪 几年理所 错 错 错 春如旧 人空瘦 泪痕红一娇削透 桃花落 闲池阁 山盟虽在 锦书难脱 默 默 默 轻叹一声 楚天淡然道 这也是一段而颇有情愫的故事 话说 不知道哪朝哪代 那年那月 又是何方人士 总之 一满腹锦绣的书生 和他的妻子 楚天轻描淡写的将这手拆头缝解释了一番 紫霄声和风仪脸色瞬息万变 同时向后退了一步 过了许久许久 风仪慢慢转过身去 傻愣愣的看着法阵中浑身紫火缭绕的四道身影 整个痴呆了 紫霄声眼珠滴溜溜转悠了许久 突然长叹了一声 从袖子里掏出了一枚拇指大小 宛如羽毛造型的紫色玉片 随手丢给了楚天 贴身带着吧 可以保你一次杀身之灾 就为了这一首长短剧 为了这个故事 真正 我好想打开你的头盖骨 看看你的脑子是怎么长的 明知道紫霄声是在开玩笑 楚天看到他咕噜噜乱转的眼睛 还有瞳孔里一丝深不可测的紫色神光 也不由得心头一寒 急忙向后退了几步 顺手将紫色玉片放在了右臂的牛皮护臂中 紫霄声 这头盖骨打开了 人可是会死的 喂 少说这些闲话 这安身静 立命静究竟是怎么回事 紫霄声正正的看了楚天许久 目光流转 神光盈盈 楚天看着紫霄声的眼眸 就好像看到一个深不可测的世界突然出现在眼前 要将他的整个神魂儿都吸进去一般 他急忙转过目光 不敢再看紫霄声的眼睛 这家伙 他的实力太莫测 太可怕 楚天连和他对视的底气都没有 我曾潜入大晋皇家密格 翻阅了大晋皇家所有的秘密典籍 你们 将资质最佳的五道修炼资质名为天武之体 但凡周身经络畅通 学道强韧 宽阔超出常人者 就是天武之体 但 天武之体 只是安身静最基本的条件 所谓的周身经络畅通 学道强韧 这样最初级的天武之体 和那些真正安身静大成 乃至达到极致的成就相比 又算得什么呢 只是经络畅通的话 那么在经络畅通的基础上 天生神力算什么 铜皮铁骨算什么 玉骨兵姬算什么 紫霄声嘴唇一撇 淡然道 天生神力也好 铜皮铁骨 算是比天武之体略高一等的安身静成就 玉骨兵姬 五脏天炉 板类横巾 龙脊虎兮 这些带有各种奇异功效的身躯 算是安身静的中等成就 听到板类横巾一词 楚天下意识的看了看阿狗 这家伙 不就是板类横巾锁子骨吗 感情 阿狗的身体素质比天武之体还要强出一大截 若是家底子厚实一点的 瓦尔刚刚生下来 就用蕴藏了各种独特属性天才地宝淬炼身体 修成的诸如飓风之躯 地火之体 天雷法体 玄兵灵身之类的 这就算是安身静的上等成就了 紫消声淡淡的说道 依我看来 大晋京城那边也好 我在盖州见到的几个所谓半部圣境的高手也好 他们也只是达成了最基本的经络畅通 学到坚韧宽厚的修持 安身静的修行 说他们勉强小成吧 或者说 他们也就完成了真正安身静两三成的功夫 至于立命静呢 紫消声淡然道 肉身为本 灵魂为命 安身之后 就是立命 立命静 修持灵魂 而大晋 千个 万个五修之中才有一秘术师 也只有秘术师 才勉强摸到了修持灵魂的边儿啊 紫消声抬头看着天空 淡淡的说道 各家秘法传承不同 我也不好说立命静的详细划分 但是立命静的巅峰大成就 使灵魂光泽如琉璃 坚硬如金刚 可离体飞顿千万里 掌控风雷 捉星拿月 一掌可开山 一掌可断江 翻山到海只是寻常视耳 不怕阳光 不怕雷霆 不怕的火 不怕独障 立命 立命 立下性命根基 那些所谓的半步圣境 呵呵 他们的灵魂修持到了哪一步 楚天呆呆的看着紫消声 半赏作声不得 灵魂光泽如琉璃 坚硬如金刚 不怕雨打风吹 不怕太阳雷霆 可离体飞顿千万里 可掌控风雷 捉星拿月 大劲没有神仙这个概念 但是在楚天看来 这已经是神仙才能有的神通了吧 这时灵魂修炼到这个层次 才能算是立命静大成 相比楚天现在朦胧暗淡 飘忽脆弱如雾气凝成的灵魂 楚天距离立命静大成境界相差了何止十万八千里 至于楚天的肉身修持 他浑身经络畅通 学到宽厚柔韧 经络 学到是常人的百倍以上 这大概勉强符合了安身境最基本的小城条件了吧 至于说 楚天的肉身经历过了一次翠字绝锻炼 凭空增加了几万金神力 这算不算是天生神力呢 如果算的话 那么楚天的肉身修持 大概在安身境中 勉强算是比小城略高一截 却还没有达到中等成就的功夫 那 那 安身境 立命境之后呢 楚天呆滞了许久 这才难难询问紫消声 紫消声皱起了眉头 他沉吟了片刻 抬起头来向天空望了许久 突然向天空指了指 你看这片天 楚天抬起头来 向蔚蓝色的天空望了过去 风仪在一旁轻轻的咳嗽了一声 他看了看紫消神 同样抬头向天空望了过去 楚档头 你若是认识所谓半步圣境的高手 你去问他们 可敢踏出那一步 紫消神慢声道 若是他们敢踏出去 他们能踏出去 他们踏出去后能不死 他们就有资格询问立命境之后的境界是什么 若是他们连这一步都无法踏出 不敢踏出 踏不出去 那么 问不问 又有什么意义呢 但是 除非灵魂羞耻达到 不 不需要达到 但也起码要接近立命境的大乘境界 否则这一步 谁踏出去 谁死 紫消神低下头 笑呵呵的看着楚天 但是呢 看在我和楚档头一见头缘的情分上 我可以给楚档头说 下一镜 亏天 亏天 楚档头 唯有安身大成 寿命可达千年 万年 再立命大成 自然寿命不再成为障碍之后 才有资格亏天喝 紫消神很是微妙的笑着 亏天 亏是天机 还是亏是天地 或者是亏是天道 天地浩瀚 身不可测 安身 立命 让自身有了生存的基础 按照紫消生的说法 自然寿命都不再是一种局限 也就是说 寿命得到极大的延长之后 才有资格亏天吗 楚天沉默许久 一言不发 一个亏字 内运凶险无限 既然是亏是 亏叹 那么一旦被发现呢 楚天可是知道 盖州城的大户人家宅子里 那些千金小姐的闺房最是守卫森严的 那个不开眼的家丁 仆役港窥视一眼 妥妥当当的被打断了两条腿丢去荒野里 盖州城的千金小姐的闺房都是如此森严 何况是天 但是 如果窥天成功 能够得到的回报又是什么 窥视小姐闺房 自然有娇窍红颜赏心悦目 窥视天的话 能够得到的 可就不仅仅是赏心悦目了吧 看到楚天出神 紫霄生咳嗽了一声 带着一丝卖弄的 向楚天呵呵笑了起来 楚荡头啊 那九死玄规法 可就是安身境顶级地功法 玄规不死身 这也是最顶级的安身境成就之一喝 真正大成的成就 紫霄生笑得两排大牙都露了出来 很得意的向楚天挤眉弄眼 一副大爷这么慷慨 赶紧来感谢我的模样 楚天激灵灵打了个寒颤 九死玄规法 就是安身境最顶级地功法之一 他呆呆的看了紫霄生一阵子 除开那些震惊 感激和不可置信 楚天的第一个反应反而是 好一个败家子 熊孩子 这等顶级功法都能随手送人 这次的老爹平日里得有多操心 难怪紫霄生和他口中的老不死关系如此恶劣 紫霄生 感激的话 也就不说了 楚天凝重地说道 实在是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紫霄生嘿嘿笑了几声 他正想顺势吹嘘几句 然后想办法从楚天这里再弄一个故事出来 风仪突然清喝了一声 时间恰好 这几个小家伙 运气还真不错喝 呼呼声中 法阵内紫色火焰冲天而起 紫色光芒照得方圆百多亩的山林一片紫气营荡 低沉的喘息声不断从法阵中传来 楚天 紫霄生几步走到了法阵边 透过森森火光望了进去 就看到四条身影正在快速的蠕动 扩大 而且变大的速度越来越快 很快楚天 紫霄生 风仪就不得不向后连连倒退 东的一声 一条水缸粗细 长有三丈许 密布着三角龙林的黑色尾巴重重砸在了地上 伴随着低沉的笑声 一头长有十几丈 头伸两只尖角 满口力尺临寻 附下四族 每一族都有四爪的黑龙周身缠绕着漆黑如墨 粘稠如胶的黑气 不乏沉重的从法阵中走了出来 黑龙走了几步 硕大的脑袋凑到了楚天面前 他沉声咕农道 天歌儿 感觉有点 不对 咱老黑的身子骨 有点 黑龙回头向自己的身体望了一眼 他击零零打了个寒颤 这才醒悟过来 干 难怪浑身不对劲 这脚爪子哪里来的 还有 这模样 咱老黑 这是化龙了 万毒魔龙 风仪看着黑龙 很笃定的说道 在魔龙一戏中 万毒魔龙的肉身力量不是最强的 但是他的龙毒 呵呵 群龙都闻风丧胆 是天地间顶级的歹毒之物 法阵上的紫火逐渐熄灭 痴痴声中 紫光悄然散去 一头背声四溢 通体银毛如雪 体长七八丈 犹如一座小山的白虎趴在地上打着呼噜 嘴角不断有口水流出 灵霄白虎 也是好血脉喝 紫霄声手中玉霄一转 笑了笑 目光向另外两具庞大的身躯望了过去 哟 风雷玄鹰 这货色比较罕见哪 紫霄声指了执法阵中趴着的 一盏超过十丈的一头紫色大鹰笑道 不过 和这头笑月贪狼相比 还是笑月贪狼更有意思 难怪这小子 半腰之躯就能腰化狼群 感情他体内有一丝笑月贪狼的血脉 魔龙 白虎 玄影 贪狼 楚天用力拍打着老黑硕大的龙头 黑黑的傻笑着 第九十四章 长亭外 古道边 紫霄声五指炫动紫玉霄 修长的玉霄在他指尖捂成了一团紫色的光韵 带着一份金池 九分嘚瑟 紫霄声尖声呵呵笑着 楚档头 实力有限 手上的材料也不足 也就只能这样了 虽然不是天地间 传说中 那些禁忌的血脉 也是他们自身潜力中 所能转化而成的最顶级的血脉了 紫霄声斜着眼 眼角余光直勾勾的盯着楚天 一副大眼很了不起 赶紧抱大腿的模样 楚天没搭理紫霄声的这点恶趣味和小心思 他欣然抚摸着老黑硕大的脑袋 拍打着他头上两根造型猙獰的龙脚 看着趴在法阵中身体不断摇晃的虎大力 阿狗 阿雀笑得眼睛都睁不开了 万毒魔龙 灵霄白虎 风雷玄鹰 笑月贪狼 坦白的说 楚天从没听说过这些名词 无论是蝴蝶那边 来自蝴蝶血脉传承中的零碎知识 又或者绿姑的善堂训练营中 那些关于天地奇物的典籍 或者鼠爷平日里叙叙叨叨的 给他讲述的一些稀奇古怪的知识 楚天从未听说过这四类神奇生灵的名号 但是这并不妨碍楚天明白他们的强大 他用力的拍打着老黑的脑袋 刚开始只是轻微用力 逐渐的楚天一成 一成逐渐加力 当他用尽了全部的肉体力量 数万斤神力击打在老黑的脑袋上 也只是发出啪啪脆响 老黑的脑袋晃都不晃一下 天哥儿 你没吃饱 还是 你刚刚找了小娘们 弄得手脚都发软了 老黑愕然看着楚天 怎么打得不痛不痒的 年轻人 要节制啊 楚天哈哈大笑 他突然右手食指 中指并成剑指 一道持续长青色剑气喷出 对着老黑身上一处林甲轻轻化了下去 痴痴声中 老黑身上的林甲火星四剑 楚天的剑气在经过炼天炉精炼之前 都能破坏吕布宇的古琴神兵 经过炼天炉提纯后 他的剑气品质更是提升惊人 断金岁域只是寻常 楚天用了三成力量发出的剑气 居然只在老黑的林甲上留下了一条浅浅的印痕 随手一抹这一丝痕迹就消失的无影无踪 楚天继续加强剑气 最终他用了十成十的力气 凝成实质的剑气在老黑林甲上一阵乱披乱砍 火星四剑中 楚天也只是勉强在老黑的林甲上留下了一些不起眼的 身有三分左右的剑痕 这么结实 楚天和老黑同时惊呼 楚天对自己的剑气威力有着清晰的认识 老黑则是出自妖怪的本能 清楚感受到了楚天剑气中蕴藏的可怕威能 换成老黑之前的黑蛇肢体 楚天随手一道剑气就能将它切成两段 但是此刻老黑的万毒魔龙之躯强横如斯 在盖州的地界上 能够伤到老黑的人或者物 就真的不多了 啊呸 老黑突然转过头去 向着百多帐外的一块卧牛时喷了一口毒气 黑色的毒气如剑 让许长的一缕拇指粗细的黑气激射而出 轻松洞穿了一帐多宽的巨石 毒气击打在地面上 吃吃几声就扩散开来 迅速笼罩了方圆十丈的地面 被黑色毒气覆盖的地面迅速的融化 腐朽 被可怕的毒性腐蚀出了一个身有杖许的大坑 屡屡毒气四散 方圆五十丈内的参天古墓纷纷腐朽 枯萎 无数枯黄的落叶纷纷洒落 落叶还没坠地 就已经在空中变成了黑色的腐朽尘土 万毒魔龙 身体并不算太结实 真正吓人的 是他们的毒啊 紫霄声用玉霄敲了敲老黑的脑袋 回去多吃点血时 你这魔龙之躯还仅仅是诱生肢体 无论是磷甲强度 还是你的毒气 都还弱得紧呢 楚天骇然 老黑则是呵呵傻笑 嘴角大片咸水低落 在地上腐蚀出了一个个身不见底的小窟窿 如丝强横的肉体 如此可怕的毒气 还只是诱生肢体吗 等老黑补充了足够血时 修味不断提升后 他能有多强 不过 这是好事啊 老黑都这帮强大了 那么虎大力 阿狗 阿雀能弱到哪里去 兄弟们的潜力越强大 未来的前途就越光明 这六道血迹们 可怕的血迹带给楚天的山一般沉重的压力 似乎也悄悄的减轻了一丁点儿 巨大的羽翼扑击声传来 经过法阵转化 阿雀从半腰化为纯粹的妖物 一展超过十丈的他翅膀一拍 腾空而起 就看到他两只巨大的羽翼一震 翅膀上每一根羽毛中都喷吐出狂风 雷光 风啸声 雷鸣声浑在一起 声势骇人到极点 娘也 一声怪叫传来 阿雀还没熟悉自己的腰身 她用尽全力一扑腾翅膀 一道狂飙冲天而起 狂飙中浑着一丝细细的电光 啪啪一声雷暴巨响 阿雀瞬间冲上了高空 一圈圈环形的白色气暴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 楚天一行人抬着头 莫名惊诧的看着阿雀瞬间冲上了千丈高空 身形缩小到了拳头大小 眨眼间他就在视野中消失的无影无踪 紫霄声眸子里紫色神光一闪 她喃喃自语道 哎哟 飞得真高 真快呀 一个半弹指的时间 扶摇而上八千丈 嘖嘖 她此刻的修为 也只是和楚荡投你差不多喝 风暴玄鹰 果然在腾罗飞纵上别有天赋 沉重的喘息声中 阿狗慢慢的站了起来 她晃了晃脑袋 含糊的咕咙道 天哥 咱怎么四脚着地了 喂 我这是 狼 阿狗浑身长毛无风自动 她的毛色淡青 就好像晴天夜里 天空万里无云时 最皎洁 最清澈的月光才有的颜色 七八丈长的身躯 高有两丈上下 如此庞大的身躯 阿狗的狼脸却不显猙獰 颇有几分憨厚淳朴的味道 好大的狗子 紫霄声双眸放光的看着阿狗 笑月贪狼 贪狼 贪狼 这可是一等一的凶兽 牙口好 胃口好 他的肠胃很有点炼天炉的影子 能吞噬万物 炼化万物 提取天地灵髓反补自身 快速提升修为喝 阿狗呆了呆 有点愈怒的朝着紫霄声喷了一口气 狗爷爷是狼 不是狗子 有点恼火的一挥爪子 吃的一声响 阿狗的爪子上喷出一条常有丈许的淡青色湖光 快若闪电般飞略出两里多远 沿途一切山石 古墓 全都被这薄薄一片 锋利无比的湖光轻松切开 楚天急忙叫停 阿狗 慢慢熟悉你现在的力量 别乱动手 嗯 能变成人吗 阿狗呆了呆 他歪着脑袋撕损了一阵 突然仰天一声狼笑 高亢的狼笑声化为滚滚刚风呼啸着向四周扩散开去 百丈方圆内 数十株大数被连根扯断 连树根兜子都被拔了出来 笑声中青光隐隐 阿狗庞大的身躯逐渐塌缩收敛 过了足足一盏茶时间 阿狗重新化身为人 赫然是一头身高一丈两尺开外的壮汉 楚天神色呆滞的看着比自己几乎高出一倍的阿狗 脸上肌肉狠狠抽了抽 阿狗啊 以后和人打仗的时候 注意弓弩喝 楚天走到阿狗面前 将自己身上缠着的披风撕开了半截 勉强缠在了他腰间 用力拍了拍他宽大厚实的肚皮 你这么大的快儿 火把子们不是 阿狗黑黑憨笑了几声 用力的拍打了一下胸膛 犀利的怪叫声从高空传来 阿雀私声尖叫着 带着一道狂风 浑身喷涌着刺目的电光 狼狈无比的从高空笔直的坠落 一声巨响 阿雀几乎自由落体的砸在了不远处的树林中 在地上砸出了一个大坑 索性妖怪的肉身坚固的很 阿雀坠落地面的时候 他身边有一道道刚风自行减缓了他坠地的冲击力 晃了晃脑袋 阿雀身体一阵蠕动 只用了几个呼吸的时间 就化为半人半腰的形态 用两只硕大的翅膀裹着身体 狼狈的一步一步的小步走了过来 天歌 天歌 弄见衣服呗 阿雀用翅膀将全身裹得结结实实 干巴巴的笑着 吓 吓死我了 从来没飞过这么高的地方 娘也 那么高的地方 我在天上居然能看到方圆上千里的地狱 真个是吓死人了 紫霄声呵呵笑着 从袖子里丢出了几件宽大的披风 楚天将披风丢给了阿雀一件 很认真的冲他说道 阿雀呀 以后不要说吓死人了 你现在 根本不是人了 你可是彻头彻尾的妖怪了 以后 你要说 吓死鸟了 这话就对了 阿雀的脸色一僵 一旁的阿狗呵呵呵的大声憨笑起来 一巴掌拍在了阿雀的肩膀上 咚的一声 阿雀就好像一根钉子 被阿狗一巴掌笔直的拍进了地面 只留下一个脑袋露在了地上 阿狗茫然的抬起手 看着自己宽厚了许多 肤色也白皙了许多的手掌 阿雀则是惊恐莫名的向四周打量着 我 这是 阿狗 你这个混蛋 你 我这 天哥 救命啊 楚天都下意识的向后退了一步 很显然 刚刚这一巴掌 阿狗没用劲儿 它只是随手一巴掌拍了下来 但是这随手的一巴掌 能把阿雀好似一根钉子一样打进地面 问题是 阿雀不是一根钉子 它是一个七尺多高的汉子 这里的地面并不松软 而是极其坚硬的泥土地 阿狗能一掌将阿雀打得陷入地下只剩下一颗脑袋露出来 这一掌怕不是能有十几万斤力量 这就是 妖怪呀 楚天呆了呆 然后他用力的摇了摇头 不 这是子兄转化血脉后的妖怪呀 真是 真是 妖怪呀 楚天喃喃的说了一通废话 阿狗已经蹲下去 抓着阿雀的脑袋 将他慢慢的从地里拔了出来 法阵中又是一阵咆哮声传来 背声四溢 通体白光闪烁的虎大力蹦跳着窜了起来 他猛的一甩身体 三丈多长的尾巴重重的抽在地上 就听一声巨响 地面被抽开了一条十几丈长 五六尺宽的深深勾曲 小白脸 你刚才敢对大力割下黑手 你给 虎大力比脸盆还要大几圈的眸子恶狠狠的盯着紫硝声 正要破口大骂呢 紫硝声身体一闪 突然站在了虎大力的脖梗上 他一脚踢在了虎大力的后颈上 虎大力翻了个白眼 庞大的身躯重重倒地 被紫硝声轻轻松松踹晕了过去 楚天的瞳孔一凝 老黑 阿狗 阿雀 他们转换血脉之后 无论是实力还是潜力都突飞猛进 楚天此刻都不敢说自己能抵挡得住他们 尤其是虎大力 原本他就是一众兄弟中第一个突破天品的高手 转化血脉成为灵霄白虎后 他的实力应当更加强横才对 紫硝声打晕他 就好像一个成年人欺负小孩子一样 紫硝声的修为 究竟到了何等程度 安身静 想来不是紫硝声的极限 那么是利命静吗 或者 是比利命静更加强大 更加不可揣测的亏天静 这白猫儿的脾气有点不好吗 嘻嘻 紫硝声踢了踢虎大力的脑袋 慢悠悠地走到了楚天的面前 他指了指老黑 阿狗和阿雀 很是认真的说道 楚档头 认赌服输 你可满意了吗 楚天看看化身围龙邪义非凡的老黑 再看看身躯壮大 雄伟异常的阿狗 以及背声双翼 风雷缠绕的阿雀 以及犹如一团死肉一样躺在地上翻白眼 长长的舌头从嘴里吐出来的虎大力 很认真的向紫硝声抱拳行了一礼 子兄 楚天实在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对了 楚天也觉得 自己占了太多太多的便宜 区区三个在大晋甚至连一碗面都换不回来的故事 居然从紫硝声手上掏出了这么多的好处 饶是楚天自幼旧皮粗肉厚 面皮和城墙拐角一样结实 他也觉得面皮一阵阵的发烫 哎 废话就少说了 紫硝声手指炫了一下子玉霄 他抬头看着天空 轻声说道 原本 我想多看几天热闹的 但是不知怎地 听了你的这几个故事后 我对大晋的这场热闹 没什么兴致了 摇摇头 紫硝声凯然道 身无彩蝶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十年生死两茫茫 千里孤坟 嗨 都是楚档头坏了我的兴致 六条肤色带着怪异的金属色泽的镖形大汉从树林中走出 一字而排开站在了风仪身后 紫硝声的金角龙马也在 风仪和六条大汉的坐骑也在 紫硝声搭拦着眼皮 神色复杂的说道 此番一别 怕是再无相见之期 楚档头 真心不想做我家臣 楚天沉吟片刻 很坚定的摇了摇头 那 就走礼 紫硝声仰天长叹了一声 家里那个老不死的 还有比他更老的一众老不死 还等着找我麻烦李 吓 真正是 眸子里神光一闪 紫硝声沉声道 楚档头 我们也算朋友了 怎地 送别也不来两句 楚天看着紫硝声 这家伙 就要回去了吗 那大晋之外的风景 究竟是何等模样 只是喝 楚天连盖州 明州 芒州这三州之地都还没看遍 大晋的一脚都没走遍 想那么多做什么呢 倾壳一声 楚天轻声唱了起来 长亭外 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第九十五章 梁氏和百姓 一壶啄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紫硝声骑着金角龙马 很潇洒的 头也不回的向楚天挥了挥手终欲消 就在风仪和六尊护卫的簇拥下 一溜烟的跑远了 楚天背着手 正正的看着远去的紫硝声 这家伙 招惹不得呀 还是 相望于江湖吧 长叹一声 楚天抬起头 静静的看着天空缓缓划过的流云 过了许久 他才悠悠说道 和他在一起 真个是胆战心惊呢 说错一句话 神态表情有丝毫让人误解的地方 怕是 那位风仪都对我下手了吧 老黑 阿狗 阿雀同时凑了过来 尤其是老黑硕大的脑袋对着楚天胸膛顶了顶 将他推得向后退了几步 天歌儿 说什么呢 这子公子 人真不错喝 楚天一甩手 大踏步的向那些狼妖休息的地方走去 一边走 他一边带着几分后怕的说道 若是子公子 那真是人不错 我很乐意有他这样的朋友 奈何 子小姐就不对了 你们没注意呢 那风仪防范咱们 就和防匪一样 老黑 阿狗 阿雀同时震惊的瞪大了眼睛 他们急忙追在了楚天身后 忙不迭的问他 天歌儿 这子公子是个小娘儿 天歌 天歌 子公子是个丫头 天歌 不对呀 如果这小白脸是个丫头 他一口一个老子 一口一个操 一口一个干 这比咱们寨子里的兄弟还要豪放呢 他怎么可能是个丫头 所以喽 熊孩子最让做爹娘的头疼 楚天猛的停下脚步 笑呵呵的看着老黑三个 如果你们以后有了个女儿 成天到处乱跑 好端端的一姑娘家 一口一个老子 一口一个操 一口一个干 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老黑 阿狗 阿雀沉默了许久 老黑喃喃自语道 塞回他娘的肚皮里 回炉重造一番 楚天摊开了双手 长生叹道 想来 现在的风仪很想哭吧 回去了也好 就当他是子兄吧 喂 这种背景莫测的大户人家出身的姑娘家 他自己的性子又是这般古怪 感觉他就好像有两张脸一样 这般古怪的熊孩子 招惹不得 万万不能太过于亲近啊 会死人的 老黑 阿狗 阿雀呆愣愣的站在原地响了半天 他们急忙又凑到了楚天身边 大声问道 天哥儿 你怎么知道的 喂 喂 我们都没发现他是一丫头啊 你怎么知道的 楚天黑黑笑了几声 他很想对他们说 这是依靠他丰富的经验和细心的观察得来的结论 但是 解释起来也太麻烦了吧 所以 楚天毫不含糊的说道 鼠爷告诉我的 你们知道的 鼠爷总喜欢趴门缝里 窗缝里偷看的 所以咯 鼠爷 老黑 阿狗 阿雀同时呆了呆 一口同声的咒骂了起来 这老不知道羞骚的 楚天的头皮微微一动 鼠爷不知道从哪里窜了回来 又趴在了他头顶 他两只爪子上还抱着几朵怒放的野勺药 楚天的头发被炼天炉的紫火烧得干干净净 鼠爷就很开心的在楚天的耳朵上加了一朵火红色的勺药花 将剩下的几朵递给了阿狗 阿雀和老黑 阿狗 阿雀随手接过花朵 插在了自己的发际上 老黑粘起小小的花朵 头皮上一片龙鳞瞧起 他将花枝用龙鳞夹住了 三人一龙很是风骚的带着花 慢悠悠的并肩向前行走 喂 对落 不管男娃女娃 带花就是好看 鼠爷细长的尾巴卷那卷的 瞇着眼打亮了一下楚天几个 滋滋的笑了起来 想当年那 喂 喂 那鲜花漫天的模样 得 轻叹了一声 鼠爷晃了晃脑袋 把这不知道从他脑子里哪个角落冒出来的远古记忆丢得远远的 嘻嘻笑着问楚天几个 那紫衣服的小娘儿跑了 哎 不知道怎的 反正就不愿意让他见到鼠爷 喂 你们说什么不知道羞骚的 老黑 阿狗 阿雀相互望了一眼 他们却信 紫硝声是一个丫头的事情 的确是鼠爷告诉楚天的了 他们同时在心里狠狠的骂了一句老不正经的 脸上却堆着笑 对鼠爷很是热情 很是亲近的连连点头 眼珠子翻来翻去的转了一会儿 鼠爷吸了吸口水 很古怪的笑了 是不是 你们 嘿嘿 找到一个又白又大又圆又嫩的 想要不知道羞骚的去偷看人家 楚天抬起手 谈了谈鼠爷的脑袋 鼠爷 别想偷看寡妇洗澡的事情了 不把这些武道生灵解决了 怕是以后很长很长时间内 你就没有机会看寡妇了 将手中小小的石龟递给了阿狗 楚天沉声道 阿狗 阿雀 赶紧让兄弟们学会九死玄规法 老黑 你和大力哥护送这石龟回去寨子里 把他交给虎爹 让所有兄弟们都赶紧修炼 楚天很是严肃的说道 六道血迹啊 兄弟们能不能活下来 或许 就要看这门功法 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厉害了 阿狗长笑了一声 楚天麾下的百多个大汉纷纷围了上来 他们和楚天一样 双眼凝视了石龟的眼眸一阵子 身体一阵剧烈的摇晃 石龟中储存的九死玄规印飞进他们眉心 强行为他们开辟了眉心神窍 九死玄规法的庞大信息涌入灵魂 大汉们的面孔抽搐 纷纷露出了痛苦的神色 很快这些大汉的表情就变得轻松了许多 在一股莫名的力量推动下 百多条大汉纷纷盘坐在了地上 他们浑身肌肉轻微的蠕动着 体内五元开始按照一种奇异的经络轨迹转 楚天有时灯压神窍 九死玄规印没能对他造成太大影响 但是这些大汉却无力抵抗九死玄规印的强大力量 他们被动的开始了九死玄规法的第一次修炼 楚天能清楚的感知到 一股奇异的 强大的 厚重而隐晦 犹如大海深渊一样密不可测的力量在这些大汉的体内逐渐滋生 大汉们的气息也变得异常的浑厚而泪敛 法阵方向传来了愤怒的咒骂声 背声肆意的虎大力清醒了过来 他一跃而起 呲牙咧嘴的咆哮着 不认输的想要找到紫霄声 再和他好声的较量一番 接下来的一个月中 实力突飞猛进的楚天异行人带着规模日益庞大的狼腰群 犹如不知疲倦的机器 在盖州的大地上聚散不定 日夜不停的突袭 聚间天鬼叫土 数量已达三万的狼腰群或者笑聚一处 或者分成三五支大队 相隔最多不过百里之的四处游猎 骄狂至极 疯疯癫癫的天鬼教徒还没发现楚天他们的存在 一个月中 起码有上千万丧心病狂被恶鬼附身的天鬼教徒被斩杀 被楚天等人救下的盖州子民数以百万计 深夜时分 一处刚刚被突破的天鬼教徒大营火光冲天 狼笑声绵绵起伏 震得山林为之震战 大营外 十余万刚刚从屠刀下幸存的百姓哭天喊得的寻找着自家亲眷 在远处 还有大队大队衣衫蓝履 神色紧张而疲倦的百姓不断向这边汇聚过来 远处排成长队不断向这边赶来的百姓 尽是这些天楚天他们从天鬼教徒屠刀下救下的幸运儿 盖州处处风火 遍地鬼域 到处都是疯狂屠戮的天鬼教徒 这些被救下的百姓无处可去 他们出自于本能的跟在了楚天带领的狼妖大军后面 说来也讽刺 原本妖魔在百姓嘴里是最穷凶极恶的怪物 此刻楚天统侠的狼妖大军 却成了这些百姓活下去的唯一信念 而曾经那些温顺善良的人 却成了最让百姓们恐惧害怕的恶魔 天哥 没吃的了 阿雀拎着一柄长刀大步走了过来 表情很是难看 狼崽子们倒是不怕 那些天鬼教徒足够他们填肚子 但是这些跟上来的百姓不成啊 一点存粮都没了 楚天用力皱起了眉头 还有最后一千当骨子 还不够那些百姓喝一口粥的 阿雀无奈的看着楚天 那些该死的天鬼教徒 他们只顾着杀人 放火 那些城镇粮仓里的粮食 都被他们一把火烧得干干净净 大口大口的喘息着 阿狗扛着一根重型狼牙棒走了过来 刚刚单枪匹马 将天鬼教大营冲杀了五个对穿的阿狗浑身是血 他站在楚天面前喘了两口气 地面上就多了一小滩的血水 重重的将狼牙棒处在地上 阿狗双手插腰嗡声嗡气的说道 天哥 就算有粮食 也不能让他们跟着了 这些家伙爱手爱脚的 尽是累赘 有了他们 狼崽子们行军的速度都被拖累了多少 板着手指 阿狗沉声道 没有这么多累赘之前 我们一天奔波六个时辰 可以奔袭上千里 起码能攻破七八个天鬼教的营地 袭击他们十几支队伍 可是有了他们 咱们还要照顾他们不掉队 这三天 我们每天就只能在方圆两三百里的地方转转 摇摇头 阿狗孤农道 不要说我们能不能杀死更多的天鬼教徒 我们速度被拖累了 那些天鬼教的头目只要不是蠢得太厉害 他们调集数百万教徒把我们一圈 嘿 狼崽子们得死伤多少 老黄狼带着数十条头狼转化而成的狼腰靠了过来 他说话还是不太流利 比手画脚的向楚天连连点头 天哥儿 狗子说的 有理 咱们 跑快些 楚天转过身 看向大营外哭天喊的的那些百姓 又看向了远处气喘吁吁不断赶来的那些人 得给他们找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楚天有点苦恼的挠了脑脑袋 但是 肯定不能让他们待在丐州 现在丐州的官府整个被打废了 遍地都是天鬼教徒 他们留在丐州就是死 民州 芒州也不能去 阿雀低声道 走山路 他们一路不知道累死多少 走水道 我们可没这么多船运送他们 就算把他们送去了 民州 芒州估计比丐州也好不到哪里去 十万满荒 楚天思存许久 终于重重的跺了跺脚 他咬着牙说道 十万满荒 去古秦遗族的地盘 那些天鬼教徒在穷凶极恶 他们毕竟是血肉之躯 他们也要吃喝拉撒 他们被蟒荒中的毒虫咬一口 也是要死的 若是能在十万满荒开辟一处或者几处营地 他们都能活下来 阿狗 阿雀同时呆住了 将这些百姓送去十万满荒 阿狗干脆一巴掌摸到了楚天的额头上 在他额头上抹了大片的鲜血 天哥 你是急糊涂了吧 让他们去十万满荒 天鬼教徒还没找到他们 那些满荒部落都先把他们杀了个干净 楚天认真的点了点头 所以 我们要找到迎秀儿 他是古秦少主 有他发话 在十万满荒中安置数百万百姓 也不算什么难题 不等阿狗和阿雀开口 楚天已经绕到他们身后 狠狠地给他们屁股上来了一脚 不要发呆了 带人去找吃的 各种各样的吃的 蜀爷 麻烦你 赶紧找到迎秀儿 楚天拎着蜀爷的长尾巴 狠狠地将他往外一丢 蜀爷疯狂地骂着粗口 化为一点荧光被甩得无影无踪 楚天朝着蜀爷消失的方向大声叫道 蜀爷 我知道你能做到的 不要偷懒哪 赶紧的 能多救活一个就是一个 说不定 他们谁家的闺女感激你的救命之恩 就看上你了呢 蜀爷的咒骂声戛然而止 远处传来了一阵阵细微的 极其猥琐的黑黑笑声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 楚天带着阿狗 阿雀 带着三万多狼妖就在四周游荡 它们猎杀了大量的野兽 更从那些被焚毁的村镇 城池的废墟中 幸运地找到了几个没有被完全破坏的粮仓 地窖 勉强又搜刮出了一批粮食 勉强吊着那些百姓的性命 两天后的一大早 楚天正在一条河边 组织大队百姓用鱼网捕鱼 他头皮一沉 蜀爷已经跳到了他头顶 天歌儿 有点麻烦 蜀爷微微喘着气 带着一丝无奈地说道 那盈秀儿倒是没死 但是他和好多莽荒部署 都被那个叫做幽千寻的鬼女人生禽活捉了 叹了一口气 蜀爷苦笑道 盈秀儿也真够倒霉的 幽千寻那鬼女人 正用水墨功夫 想要让盈秀儿做她的向好呢 巴搭了一下嘴 蜀爷带着几分回味悠悠叹道 不过 说实在的 幽千寻这鬼女人虽然是一头女鬼 而且他还喜欢女人 但是他该大的地方大 该小的地方小 哎哟 那身材不要太好 大大的 圆圆的 白白的 粉嫩粉搓的 哎哎 楚天无语 感情幽千寻被蜀爷看光了 想办法 把盈秀儿和他麾下的祖老救出来 楚天咬着牙 看向了远处荒野中 大片大片饿得只能躺在地上节约体力的百姓 第九十六章独白和感悟 夜 半边月亮孤零零挂在天空 青白色的月光照得天地孤寂冰冷 大营内 负责职业的狼妖或者蹲在望楼上 或者趴在野地里 一个个兴奋异常的抬着头 看着天空半月放声长笑 一狼笑 百狼随之 千狼呼应 紧接着数万头狼妖其声附和 狼笑声此起彼伏 悠悠长笑随着夜风 能传出百多里地 大营旁 一道白河翻滚而过 河边僻静的小水湾中 楚天蹲在水边 静静的看着静谧的水面上自己的倒影 月光反射在水面上 倒影很模糊 只能勉强看到楚天的五官轮廓 偶尔小水湾里有鱼惊慌跃起 水面震荡击下 这倒影也就一阵波动 骤然碎成了无数小片 嘿 你不是什么大人物 从来都不是 记住 你也不是什么救世主 这可是真正的拯救一方天地的黎民百姓 很显然 你没这个本事 你从来都不是豪气干云 想要做点什么惊天动地大事的人 你很普通 很平凡 你除了心中有一点点小小的偏执 有这么一点点可笑的正义感 你其实就是一个小人物 你其实 并无多大的追求 一套房遮风挡雨 一块地种瓜种菜 一个老婆温柔体贴 手头有点闲钱养得活一个两个孩子 这就是你心底最渴望的 小小的 确实的幸福 当然 人不能只为了活着而活着 多少要有点精神层面的追求 所以 你看中兄弟 但是你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 你也背负不动太多的兄弟之情 所以呢 阿狗啊 阿雀呀 还有身边这群一起从老寨子里走出来的兄弟 你看得极重 你也知道 你的能力 就只能勉强承担起这些兄弟的生和死 百来个兄弟跟着你一起刀口上舔血魂饭吃 占了白蟒江鱼装这么个小地盘 这就是你的野心 你的实力的极致了 如果不是阴差阳错有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其实窝在这个小鱼装里成家立业 安居乐业 这才是你心中最深层的想法 轻轻一拳打在了水面上 刚刚恢复清晰的倒影又被一拳打碎 不要装了 你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没有太大的追求 老婆孩子热炕头 一伙兄弟能够一辈子私混在一起 大碗吃肉 大碗喝酒 大家热热闹闹的私混一辈子 等哪个倒霉蛋仙老死了 大家一起去给他挖个坑 弄口后木棺材把他埋进去 旁边留个坑等着自己和其他的兄弟 这才是你心底最现实的想法 最真实的人生目标 咔咔笑了几声 楚天脱掉靴子 将两只脚浸泡在了河水中 清澈的河水浸泡双足 沁沁的舒爽之意流遍全身 楚天很舒服的叹了一口气 抬起头 看着天空的那半边月亮 楚天继续的喃喃自语 可是 老天爷不给面子啊 非要折腾你 你看 你有了楚邪这个牵挂 还有楚邪他老娘 当然 也是你老娘 还有楚爷老太爷 和楚风老爷子两位 所以 你想要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也不行啊 你命中注定和这些人对上 鼠爷耗尽了这些年回复的一点点力气 护着你冲出了死境 带着你逃进了镇三周这土匪窝 被虎爹这几体老土匪给收养了 吓 你能怎么办呢 虎爹是粗人 但是对你真没得说呀 虽然一个刚刚半岁的瓦尔 就被他整天灌老酒 塞大肥肉块 这的确有点虐待婴孩的味道 可是正因为这样 你的身子骨多结实啊 这养育之恩 你要报吗 这些年来 大晋大御寺一直针对镇三周 不断的派遣密探潜入镇三周老寨子 想要将镇三周一网打尽 教王多聪明的人啊 这些年同样一直给大御寺内掺沙子 百多年的时间 天知道有多少镇三周的无间道混进了大御寺呢 养育之恩啊 绿姑在民州开善堂 实则是想要培养自己的嫡系人马 针对处事查案呢 绿姑真够倒霉的 硬是被交王给发现了真正身份 咱们这么多兄弟 三五岁到七八岁不等的瓦尔 就被送进了民州善堂 可是绿姑对咱也不坏呀 尤其是红姑 还有春姓大姐她们 如姐 亦如母 这情分 你也得惦记着 你虽然是个小人物 但是谁对你好 谁对你坏 你还是分得清的 绿姑 红姑 对你真没得二话说呀 你要明白 这些年 为了给你 还有你身边的这伙子兄弟提供辅助修炼的丹药 红姑可是连他娘家给他的嫁妆 全都给变卖了 女人 真够麻烦的 堂堂大御寺的高官 监察天下百官呐 太守之下官员可先斩后奏的高官呐 连一点吃拿卡药 所会受贿的觉悟都没有 活该你们两个穷得这么紧巴巴的 还得兄弟们隔三差五找点副业 捞几把外水给你们送回去贴补贴补 脚趾头痒酥酥的 有一头胆大的黑鱼将楚天的脚趾头当作了某种肥美的猎物 张开嘴在他的脚尖上一通乱啃 楚天突然飞起一脚 将这条四尺多长的黑鱼踹得昏厥过去 一把抓起他丢在了岸上 天亮了炖汤 你这是自己送上门来的 摇摇头 楚天轻声叹道 麻烦哪 麻烦 蝴蝶他们的情分 绿姑他们的情分 还有楚氏这边的血脉亲情 这些乱七八糟的情感线都还没理清楚 五道一族来掺和什么鬼 六道血迹啊 整个大晋的所有人足万不存一 要用大晋这么多人的血肉和灵魂 撑起六道世界 太狠了吧 太没道理了吧 关系六道亿万生灵生死的事情 为什么要人到一族来牺牲 你们这也 太霸道 太蛮横 太不讲道理 太王八蛋了一些 你们要杀人 但是 我认识的这些人 不能让你们杀 娇王也好 虎老也好 虎爹也好 还有镇三周这么多的大叔大伯 沈娘阿姨 还有绿姑 红姑 还有那几位姐姐 还有楚氏的那些人 还有这么多的兄弟伙计 楚天苦笑 带着一丝无可奈何的可怜之意常叹着苦笑 我 真是一个小人物 承担不起 但是 我的剑法就是匹夫剑 你们一定要明白 得罪一个匹夫 可比得罪一条疯狗还要可怕 缓缓站起身来 楚天将身上衣衫全部脱下 除了右手紧紧绑在小臂上的牛皮护臂 他一丝不着的站在江边 酣畅淋漓的向江水中洒了一泡尿 他昂首挺胸 双手插腰站在岸边 抬头看着天空的半边月亮 一切的犹豫 一切的担忧 一切的胆怯 一切的迷茫 都随着花花的水声洒进了江水中 随着滚滚江水被冲得无影无踪 老子赤条条的来 赤条条的去 嘿 虽然是小人物 但是老子心中还有一口热血 谁敢动我在乎的人 我打不过你 我也能喷你一连血 在你身上狠狠咬几块肉 老子是小人物 老子是皮肤 你们是道种也好 你们是天王老子也好 吓 吓不住我 咯咯笑着 楚天挺起了胸膛 闭上了眼睛 倾尽全力的发动了大梦神典 所以 这些兄弟伙计们 我想要让他们活得安心快意 我看中的这些人 他们不能惨遭恨祸 这些百姓 我真的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承担不起数百万百姓的生死 但是 男人嘛 有所为 有所不为 既然担子已经压上来了 拼命就是 天空乌云袭来 遮住了半边月亮 天地一片昏暗 只有绵绵不绝的狼笑声此起彼伏 狼妖的笑声引来了四周山林中的大群野狼 起码有三四千头野狼成群结队的 欢声笑着向这边营地狂奔而来 阿狗带着大群狼妖迎了上去 用自己的天赋神通 逐个将这些野狼转化成狼妖 倾听着狼妖们欢唱的笑声 听着远远传来的阿狗快活的笑声和叫骂声 天空的月亮虽然已经被乌云遮挡 楚天心中却一片的透亮 自降生之日 他看到了穷凶极恶浑身嗜血的江魁闯入产房的那一眼气 一直压在楚天心头的 犹如一座大山一般沉重的压力突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他的心气很是平和温顺 浑身每个毛孔都似乎在散发出明镜的光芒 他张开双手轻声笑着 眉心神窍中的石灯灯光大圣 灯斩中满营的灯油 也就是楚天这些日子积攒起来的法力 已经变成了深邃瑰丽的深紫色 红 橙 黄 绿 青 蓝 紫 楚天注意到 石灯中的法力色泽 居然是犹如彩虹的颜色一般变化 紫色 应该是七彩变幻的极致吧 这一个多月来 楚天带着狼妖群救下了数百万的百姓 他也在这些百姓体内中下了梦中 数百万人 数百万从死境中侥幸逃生的人 他们夜夜噩梦 灵魂波动比常人剧烈百倍以上 这一个多月来 楚天的法力修为也是突飞猛进 石灯中的法力色泽变成紫色后 他的风 雷秘术威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此刻全力运转大梦神典 数百万已经在睡梦中陷入了可怕噩梦的百姓脸上同时露出了平淡的笑意 他们的身体微微放松 一道道精纯 庞大的天地灵髓不断涌入他们身体 经过梦境的转化后 循着大梦神典神奇的联系 化为一道滔滔洪流注入楚天神窍 石灯微微颤抖了一下 造型古朴的石灯表面一阵光滑流转 石灯中的紫色法力中 突然有一丝淡淡的金色光运出现 随后紫色法力急速的消耗 一波波恐怖的热流从石灯中涌出 从神窍中冲出来 不断的冲进楚天身体 顺着他的浑身经络流淌而下 不断冲刷他的肌肉 筋骨和五脏六腑 楚天突然明雾 大梦神典的修炼 赤色法力和金色法力 是一个大境界的开启和结束 一如大梦神典那些龙头凤尾子路神章文字的色泽 金 红二色相互辉映 金色 红色同样也是某种神奇的标志 楚天在第一次凝聚赤色法力的时候 他的身体经过了一次翠自觉锻炼 此刻第一缕金色的法力凝聚 滚滚天地零碎经过石灯转化 将对楚天的身体进行第二次的翠自觉锻炼 呼呼风雷声从石灯上风之天印和雷之天印内喷出 一缕缕无形狂风吹遍全身 一缕缕紫色电光如水波一样在经络中流转 石灯上的玄规天印更是睁开双眼 张口吐出一道道湍急的玄色气流冲刷楚天身体 不需要楚天自行修炼 九死玄规法已经自行的运转起来 因为楚天修炼大周天星辰剑气的缘故 体内五元凝聚成剑气 在经络中急速流转 一个呼吸间就能完成一个大周天搬运 故而玄规天印喷出的玄色气流附着在剑气上 流转的速度更是快的惊人 寻常人搬运一个大周天 起码要一个时辰苦功 楚天以剑气带动玄气 一个呼吸间就是一个大周天搬运完成 可见楚天浑身血肉精气不断的增厚 增强 一股莫名的浑厚生机在他体内自身 犹如苏油欲水 缓缓和他的身体融合 交汇 风 雷之力中有一丝丝极其细小的 拥有某种奇异力量的自然纹路出现 风 雷之力流转楚天全身的时候 一片片风纹 雷纹就好像印刷一样 慢慢的 一点点的烙印在楚天的身体每一个角落中 这些风纹 雷纹急速和楚天的身体融合 渐渐的楚天就觉得他的身体越来越轻巧 灵动 同时又有一股可怕的爆发力在他的体内不断滋生 炼天炉的六个火门突然开启 石灯中涌出的巨量天地零碎被炼天炉一口吞下 不断有一缕缕心声的可怕剑气从炼天炉中喷出 融入楚天自身的剑气中 楚天眯着眼 保持着极其不雅的姿势站在江边 他的气息已经和天地相合 一缕缕风雷之力缠绕在他身边 他双脚离地一尺多高 就这么怪异的悬浮在了空气中 他身体千丈内 一切僵鱼 河虾 一切蛇虫蝼蚁 一切生灵全都陷入了最深沉的梦境中 无声无息的 楚天神窍中的石灯色泽发生了奇异的变化 石灯表面隐隐带上了一层金属光泽 体积似乎也增大了一些 灯展中的金色法力在一丝丝的增加 楚天的灵魂也从飘渺暗淡的雾气 逐渐变成了凝聚凝实了许多的云霞形态 五官细节清晰可见 举手投足之间越发的灵动 数百万人沉浸在睡梦中 不断为楚天提供修炼所需的天地灵髓 渐渐的 楚天体内的剑气总量水涨船高 逐渐向两千年五元总量逼近 第九十七章 悄然潜入 夜 楚天站在一座高崖上 俯瞰下方的天轨叫大营 偷鸡摸狗什么的 还是得夜里 鼠爷趴在楚天肩膀上 尾巴尖尖用力的戳着自己的耳洞 这种事情 鼠爷有经验的很 大营中篝火处处 每一处篝火旁都堆砌着小山一般的人头金官 不知道多少盖州子民被这些天鬼教徒屠杀 人头被马放在了篝火旁充当装饰品 好些天鬼教徒坐在篝火旁 嘻嘻哈哈的高堂阔论 举着酒壶 酒堂开怀痛饮 恶鬼附身 不仅极大的提升了这些天鬼教徒的实力 更将他们心中的阴暗面 将他们性格中最残暴 最邪恶的一面彻底的释放了出来 大吃大喝 酗酒暴食 甚至有无数的天鬼教徒就在这里慕天席地的随意构合 无数蠕动的肉体在火光中翻滚 衬托着那些猙獰的人头金官 这大营中的景象简直犹如十八重地狱 远处数十里外 就是楚家堡 楚家堡的城墙上火光熊熊 大队大队身穿铁甲的楚氏司军往来巡逻 偶尔有天鬼教徒不小心靠近 城头上立刻一阵剑雨落下 毫不留情地将这些天鬼教徒射杀当场 他们关系不是很融洽呵 楚天看着楚家堡的方向 若有所思地说道 蜀爷打探来的消息 他们的关系不仅仅是不融洽 而且是极度的险恶 蜀爷低声咕拢着 那天你带着绿菇 红菇从营秀而大营突围的时候 幽千寻就是和神道道种水兵玉大打出手 眼看两败俱伤的时候 鬼道另外一道种阴悠悠趁机偷袭 偷袭谁?楚天好奇地问蜀爷 两个一起被他偷袭 所以两人又联手反击阴悠悠 总之是一场乱战 领导道道种大日千军和大夜破军也掺和了进去 最终个个受伤退却 蜀爷摇摆着长长的尾巴 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总之 是人道自己不争气喝 否则五道道种都打得头破血流的 可见他们的关系如何 人道若是自己争气些 怎可能沦为血迹祭品 楚天不吭声 六道之事 谁知道当年端倪 那些太古老的事情 没有追究的意义 现在的楚天只顾眼下 只要救出营秀儿 给他救出来的那些百姓一线生机 这就是楚天现在最急切的追求 等惠儿 我们可能要正面硬扛忧千寻 蜀爷 你现在还有多少力气 楚天转过头 看了看趴在自己肩膀上的蜀爷 蜀爷的脸色骤然一鼓 他犹豫了一会儿 沉沉说道 总之 浑身提不起劲而来吧 我也忘了 这一身伤怎么来的 反正被你楚世先祖救治收养后 蜀爷的元气稍有恢复 可是十八年前为了救你这小子 蜀爷牺牲了一颗门牙 咧咧嘴唇 蜀爷指着两颗血量的大门牙说道 所以 伤势又加重了许多 十八年来 牙齿是长回来了 可是元气伤损太重喝 欺负一些喽啰 那是轻松愉快 要说对付半部圣境的幽千寻吗 蜀爷眼珠里一抹星红的胸光亮起 在不伤损元气的前提下 杀他是不可能了 但是重伤他或者吓退他 还是有七八成把握的 毕竟 蜀爷的本领 你知道吗 可别再用黑胶鬼孤 楚天机灵灵打了个寒颤 急忙叮嘱蜀爷 则 蜀爷的手段多呢 黑胶鬼孤 不用就不用 蜀爷黑黑怪笑了几声 肚皮上的皮肉一阵翻滚 也不知道他在肚皮里寻找什么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楚天回头看了看身后黑漆漆的山林 阿狗 阿雀 还有刚刚赶回来的虎大利 老黑 他们带了一群这些日子吞噬鬼道绿色光团最多 实力提升最大的狼腰潜伏在山林中 时刻准备接应 他们还携带了大量虎大利 老黑带来的火雷坛 镇三周的土匪们制造的火雷坛极度的追求杀伤力 威力大的惊人 经过蜀爷的加工后 楚天相信 这些火雷坛一定能给幽千寻一个惊喜 夜逐渐深了 疯狂作乐的天鬼教徒毕竟还是血肉之躯 他们乐呵的疲倦了 好些人就这么躺在篝火旁睡了下去 营地中 只有那些建楼 望楼上还有动静 职业的天鬼教徒强打着精神 站在上面眺望四方 偶尔会有一对天鬼教徒有气无力的在营中走过 这是负责夜间巡逻的哨兵 楚天脚下一道无形静风吹拂 她身形如飘絮 轻盈的从高崖上一跃而下 慢悠悠的向地面降下 眉心神俏中 石灯内的法力变成金色后 楚天对风 雷天印的掌控又加深了一筹 他的法力修为暴涨数倍后 脚踏清风凌空飞度 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 小然无声的落在了地上 楚天身体微微一弹 他皮肤下面几条淡淡的雷纹闪烁 他的身体就好像被强攻激发的箭矢一样 瞬间就掠出了近百丈 这是雷霆之力带给楚天的可怕爆发力 换成其他人 如此急咒的加速定然会引发闷雷一般的气爆声 楚天身边有一层无形的清风急速盘旋 他面前的空气无声无息的分开 他如此快速的飞掠 却没有发出半点而声响 第二次脆体之后 楚天觉得 他的身体似乎能够被称之为风雷之体 风的力量 雷霆的力量 已经变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成为了他的本能 就好像他天生就是风和雷的一部分 他可以呼吸一样自如的融入风中 将自己化为一缕灵动的 无形的幽风 眉心一点淡淡的金光闪烁 楚天闯入了天鬼焦的大营 大梦神点发动 一股神异的力量波动覆盖了方圆千丈的范围 楚天所过之处 一个又一个天鬼焦的哨兵身体软塌塌的倒下了 不由自主的陷入了沉睡中 原本就已经熟睡的天鬼教徒们更是呼噜连天 一个个睡得死人一般 楚天随手挥洒 大片梦种随心而生 所过之处所有的天鬼教徒都被他种下了梦种 成为他修炼的助力 越是靠近大营的核心位置 楚天就越发小心的收敛大梦神点力量的笼罩范围 渐渐的 楚天将催人入睡的力量压缩到了身边三丈范围内 他已经来到了幽千寻的中军大丈外 大丈内灯火通明 隐隐有迷迷之声传来 楚天趴在大丈十丈外的阴影中 眯着眼倾听大丈内的动静 夜风吹拂而来 楚天体表有一缕缕幽风翻滚而起融入了夜风中 细细的幽风随着夜风四处漂浮开 瞬间笼罩了方圆树十丈的范围 这些幽风就变成了楚天的眼睛和耳朵 幽风笼罩的范围内 一粒杀时最细微的动静 都尽在楚天掌控中 夜风吹动了大丈的门帘 幽风顺着缝隙吹了进去 于是楚天也就看清了 听到了大丈中的一切 数十根受由火把熊熊燃烧 数百只大蜡烛光焰熊熊 帐篷顶部还垂下了上千颗大小明珠 火把 蜡烛 明珠散发出的光芒将足以容纳千人的大丈照的血量 甚至有点刺人眼睛 衣衫暴露的幽千巡坐在正中 一左一右坐着两名衣衫不整 大片雪白肌肤袒露出来的娇俏少女 正满手油腻的抓着一条烤羊腿大吃大喝 他身边的两名娇俏少女哆哆嗦嗦的拿着刀叉和酒壶 一边伺候幽千巡吃肉 一边不断喂他的酒碗中倒酒 脸色微微泛白 精气神很是糟糕的营秀儿坐在一旁 面无表情的看着大丈中狂舞的舞女 大丈角落中 一支乐队正在奏出迷迷之音 数十名舞女不着衣衫 只是在双手双臂上缠了几条粉红色的丝巾 哼唱着不堪入耳的歌谣 在帐篷内极尽诱惑的扭动纤长的腰身 不断做出各种不堪入目的举动来 苍龙脱鞘屠静静的悬浮在营秀儿的身后 犹如一头忠实的老狗 悄然守护着营秀儿 幽千巡游腻腻的小手在身边少女的胸脯上狠狠的抓了一把 他咔咔大笑道 营少主 你就从了我吧 你若是愿意做我的情人 乖乖的和我快活快活 别的我不敢说 你营是一族 我保留你营是一族的血脉 如何 幽千巡的目光犹如钩子 死死的在营秀儿脸上 身上狠狠的扎了一轮 他丢下手中烤羊腿 急不可待的在身边两个少女的身上一阵乱摸乱掏 脸色骤然变成了怪异的粉红色 嘻嘻 你可知道 我是鬼道幽鬼一系的少主 有我保你营是一族 你营是一族定然能够安然度过此次的六道血迹 为了族人的性命 你也要考虑着 乖乖的趴在我面前 求我宠爱你才对喝 营秀儿脸色惨白 一言不发的坐在那里 也不碰他面前的酒肉 真个是冰雪美人儿 可是我喜欢 幽千巡摸了摸下巴 痴痴怪笑起来 他对身边少女下手的时候 那动作就越发的不堪了 不过 冰雪美人也罢 我幽千巡的耐心不是很好 你若是乖乖的求我宠爱你 那么一切好说 等到我耐心耗尽了 对你硬上的时候 稀 我其实还蛮喜欢一边宠爱女孩子 一边让人在她面前将她的九族挨个斩杀的 哎 也就是营少主你这小模样长得太让我恋爱 换成其他人 嘿嘿 他们哪里有选择的机会呢 挥了挥手 幽千巡冷声道 好声送营少主回去 多加派几个美人儿好声劝说他 哎 我就是太心软 营秀儿缓缓站起身来 十几个一丝不着的美貌妇人痴痴怪笑着 扭动着腰身走到营秀儿身边 簇拥着营秀儿离开了帐篷 真够风流的 鼠爷趴在楚天肩膀上 凑到他耳朵边低声的咕嚓着 鼠爷就有这样的本领 他就算是在一个人面前大声嘶吼 如果他不想别人听到自己的声音 那么外人就肯定听不到他发出的动静 楚天可没这样的能耐 所以他只是微微摇头 没办法回答鼠爷的话 这能叫做风流吗 碰到幽千寻这样痞性怪异的鬼道道中 现在的营秀儿估计很想死吧 营秀儿走出了大仗 幽千寻的脸色骤然变得一片惨绿 他猛的一掌将自己身边的一名少女拍得四分五裂 低沉的咒骂道 不知道好歹的贱祸 如果不是他掌握了苍龙脱窍图的奥秘 他以为 他能安然无恙到今日 早就被我把他干得和路边的死狗一样 咒骂了几声 幽千寻突然立声喝道 来几个喘气的 滚过来 都死了吗 吕布与那老鬼呢 还有 这些日子 在盖州西面莫名其妙损失的大批人手是怎么回事 查清楚了吗 是谁干的 数十名身披重甲 双眸碧绿 不断有屡屡鬼火从眸子里喷出的将领大踏步走进了帐篷 那些武女惊慌失措的向左右推开 一名身高丈许的将领节节一声怪笑 一把抓下 将一个武女当场开膛破肚 摘了她的心脏塞进了嘴里大口咀嚼起来 鲜血从嘴角不断喷出 眸子里鬼火更慎的将领立声道 少主 吕布与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但是他实力高深 想来是碰到了什么好处 自己独享去了 咕咚一口将嚼碎的心脏吞下 将领的嗓音骤然降了好几个调门 至于 那些被击杀的叫重呢 咱们还没查清是谁干的 下手的人效率很快 下手果断很辣 一个火口都没留下 还一把火烧光了所有痕迹 幽谦寻呆了呆 他站起身来 随手一脚将身边另外一个少女踹的飞出了十几帐外 低声的自言自语道 是水兵玉还是阴悠悠 或者 是储邪那个废物 在盖州 能够和我为难的 又或者 是虎啸天 还是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 摇摇头 幽千寻皱起了眉头 又或者 是其他几道 又有道种降临了 在背后冲我下黑手呢 毕竟 现在踩头最大的人 是我 功劳最多的人 是我 获取好处最大的人 是我 数十名将领没吭声 一个个目露斜光的看着幽千寻 天亮后 召集周围的教徒 不许在小队行动 每一支队伍最少也要保持十万以上规模 竭尽全力 先将盖州境内所有苟存的活人全部杀死 幽千寻冷声下达了命令 除了楚家宝 其他地方 我给你们三天时间 盖州境内 不许再有活人出现 幽千寻的身体微微的颤抖着 激动的嗓音都变了 盖州人足数以异计 汇聚亿万人惊血 吸 我的几门鬼道秘书 想必能一举大成 到了那时候 哼哼 我看他们还怎么和我斗 一众将领齐声应诺 也不停留 大踏步走出了帐篷 幽千寻仰天鬼笑几声 突然立声道 来人 去资众营挑选几个小妞儿送来 今夜 我要好好的享受一番 第九十八章 大道活人 大帐内开始有凌云细雨声传来 鼠爷浑身僵硬 尾巴崩得笔直 四条腿不听使唤的就要往大帐凑过去 楚天一把拎着鼠爷的尾巴尖耳 倒提着他 悄然化为一道流风向一侧的大片营帐掠去 一边快速掠过一座座营帐 楚天一边用手指轻弹鼠爷的脑门 这老没羞骚的 鼠爷被楚天弹了好多下脑门 这才回过神来 他气急败坏的在楚天的掌心一阵乱滚乱翻 四声尖叫着 鼠爷要看妖精打架 鼠爷要看妖精打架 天歌儿 鼠爷年纪一大把了 就这么点爱好咯 几百万人的生死啊 鼠爷 已经远离了中军大战 楚天终于赶开口说话了 一缕细如一语的声音化为细风钻进鼠爷的耳朵 鼠爷身体哆嗦了一下 顿时安静了下来 沉默了一阵 鼠爷有点兴兴然的叹了一口气 顺着楚天胳膊爬到了他的肩膀上趴了下来 数百万人嘛 也就是你们这些小孩子 把这事情看得这么重 鼠爷悠悠叹道 见多了 就不在乎了吗 鼠爷当年见过的 何止数百万人呢 下 那天他下来的场景 鼠爷的瞳孔内一缕红光闪过 他浑身剧烈的颤抖了一下 满身银白的长毛一根根竖起 他的脸抽了抽 不由的露出了一丝绝望 惊恐的表情 这丝表情一闪而逝 鼠爷用尾巴狠狠的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唧里咕噜的说道 不对 这一段 我早就忘记了 怎么还会冒出来 赶紧洗掉 洗掉 太吓人了 太吓老鼠了 这 不能记下来 记不得 想不得 说不得 鼠爷浑身抽搐着 从他的头顶一直到他的尾巴尖尖 一圈圈荧光急速闪过 他眸子里的红光逐渐暗淡下去 过了好一阵子 鼠爷的身体才缓缓的恢复了常态 重重的吐了一口气 有气无力的趴在楚天肩膀上 鼠爷沉声道 刚才 我说什么来着 楚天扭头看了看他 好奇的问他 你说 天他下来了 这天 又不是食物 怎可能他下来 鼠爷沉默许久 他慢悠悠的说道 忘了 忘得干干净净了 但是天哥儿你说 我刚才说过这话 怕是我当年 年轻的时候 的确是见过吧 可是 忘了 不记得了 就不要提了吧 轻叹了一口气 鼠爷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了一颗五香花生米 掰开一半塞进楚天嘴里 然后两只前找抱着半颗花生米 津津有味的啃了起来 鼠爷年纪大了 也没什么人生乐趣了 就是看看寡妇洗澡 隔三差五的去窜窜门子 吓 其他的事情 不想管 管不了 年纪大了 身体虚弱呀 还不知道能活多久呢 鼠爷一边啃花生米 一边四脚朝天的躺在楚天肩膀上 很被懒得哼哼着 楚天无奈的看了这银毛老老鼠一眼 年纪大了 还不知道能活多久 您的年纪还真是够大的 但是看你平日里活力十足的模样 感觉你比天下人的精神都要好啊 拒绝着鼠爷塞过来的花生米 楚天突然微微一正 这花生米香气浓郁 酥脆可口 实在是一等一的顶级花生米 也不知道鼠爷从哪里窜门子的时候顺手捞回来的 他当即伸手在鼠爷的肚皮上挠了挠 鼠爷愤愤的哼哼了一声 张开嘴一喷 一小把花生米从他嘴里喷了出来 楚天一把接过花生米 一颗一颗的不断塞进嘴里 好吃 下次多弄点 楚天含糊的咕弄着 没礼 盖山书院寻老头子的小妾伤燕儿亲手炒的 盖山书院都被烧成了平地 伤燕儿不知死活 也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碰到 鼠爷轻叹了一声 这天下的事情啊 好厨师都不偿命啊 楚天被鼠爷的感慨弄得一口血差点喷了出来 好厨师不偿命 这感慨 也只有鼠爷才能说得出来吧 前方一处独立的小营地戒备森严 整整一千名眸子里绿光喷出池许长 显然修为极高的天鬼教徒昂首挺胸的站在营地外 将整个营地守得水泄不通 十几座宽敞牛皮帐篷被高高的栅栏围在正中 楚天眼看着盈秀儿站在一个牛皮帐篷门口 神色憔悴 脸上有好几条猙獰 伤口还没愈合的伤云气喘吁吁的和盈秀儿说着话 小小营地外 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分别处着一根黑玉雕成的图腾柱 高有三丈许 四方形的图腾柱上雕刻了无数诡秘的恶鬼头像 一层厚达持续的幽蓝色鬼光环绕图腾柱 内有无数诡异的符纹犹如蝌蚪一样缓慢的游动着 楚天眸子里一抹金光闪过 他抬起头 仔细的向营地望了过去 四根图腾柱散发出一层寻常人肉眼看不到的蓝色光幕 将这个小小的营地整个裹在了里面 突然有凄厉的哭喊声 叫骂声传来 数十名恶鬼附身的天鬼教徒私生笑骂着 强行拖拽着几个一丝不着 满身狼藉的少女走到了营地门前 营秀儿 伤云同时呆了呆 他们愤然指着这些天鬼教徒私生怒骂 一群天鬼教徒怪声怪气的笑着 他们将那几个少女按倒在营地门前 拔刀一挥 一刀将几个少女拦腰斩断 鲜血洒了满地都是 几个少女一时不死 身体剧烈的抽搐如冻着 嘴里不断发出凄厉的惨嚎 楚天的头皮骤然一阵发炸 刚刚长出半寸长的短发一根根笔直的竖起 一股火气莫名的直冲脑门 他差点就忍不住冲杀了出去 那几个少女他认的 他们是盖山书院的侍女 是寻玉的贴身人 后来楚天才知道 他们都是盈秀儿安插在盖山书院的耳目 使他们配合商宴儿 借着龙门宴的机会 将三周的头面人物一网打尽 那时候的他们站在盈秀儿身后意气风发 三周的首脑在他们面前只是任凭宰割的俘虏 但是在天鬼教徒手中 他们却变成了猪狗一般 任凭人家灵虐 屠杀的玩物 楚天看到他们赤裸的身体 以及身上那些狼藉的痕迹 就知道他们遭受过何等可怕的折磨 这些天鬼教徒 他们完全是一群被恶鬼泯灭了人性 唯独剩下了兽性的畜生 盈秀儿气恼的冲向了营地大门 十几名衣衫暴露的武女一拥而上 七手八脚的拉住了盈秀儿 营地外的天鬼教徒们声嘶力竭的狂笑着 他们笑得无比得意 无比张狂 这些武女则是缠住了盈秀儿 七嘴八舌的劝说盈秀儿赶紧屈服了幽千尋 营少主 不说幽少主对您的一番心意 就是为了你的族人 也要好好考虑考虑吗 可不是吗 这些日子 就为了您的倔强 您看看 有多少营氏族人被当你面杀死 哎呀 也就是我们没福分 若是幽少主能够看上我们 那可是天大的福气不是吗 对呀 对呀 幽少主能够看上营少主您 这是多美的事情 只要营少主您从了幽少主 让营氏归顺了幽鬼一系 以后大家都是自己人了吗 月夜下 疯狂大笑的天鬼教徒争鸣如鬼 鲜血满地 几条白生生的躯体在血浆中嘶吼正命 营秀儿气急败坏的挣扎着 十几名紧紧在手臂和小腿上缠着丝带的武女就缠着他 粉腿玉壁在月光下散发出邪恶的美丽 此情此景 心境稍微脆弱一些的人 足以丧失礼制 直接入魔 从此彻底沉沦 成为他人掌心玩物 营秀儿气急败坏的呵斥着 一耳光一耳光不断的抽打着这些武女 武女们任凭营秀儿抽打 只是不断的笑着 纠缠着营秀儿不许他冲出营地 伤云 伤灵 还有其他好些莽荒族老畅微微的从帐篷中走了出来 他们一声不吭的看着营地外被斩杀的侍女 一个个眸子里好似要喷出火来 却一言不发 无计可施 闹腾了足足一刻钟 一个身披重假的壮汉走了过来 不耐烦地呵斥了几声 那些天鬼教徒这才嘻嘻哈哈地将几句蚕尸拎了起来 大声唱着天降恶鬼静世的口号 慢悠悠地没入了黑暗中 营秀儿被那些武女簇拥着进了正中一个最大的帐篷 又是一阵愤怒地咆哮喝骂后 武女们纷纷走了出来 他们也不散开 就这么躺在帐篷外的席子上睡下了 伤云 伤灵等族老相互之间低声咕拢了几句 无奈地长叹了一阵 一个个垂头丧气地钻进了帐篷里 楚天静静地抬头看着天空 他默默地按照自己的心跳速度计算时间 又过了一刻多钟的功夫 等得这个小小的营地外的那些天鬼教徒一个接一个开始打喝歉的时候 楚天全力发动了大梦神典 无形的奇异力量笼罩方圆千丈之地 整整一千名天鬼教精锐身体同时一晃 他们毫无所知的沉沉睡去 一个接一个沉沉沉地倒在了地上 楚天阴沉着脸走了过去 身体化为一道流风 绕着营地转了一圈 青椒剑洞穿了这些天鬼教徒的眉心 将他们脑子里的绿色光团直接击杀 青椒剑瞬间吞噬了他们体内庞大的精气 连带体内恶鬼的全部精气神一口吞得干干净净 炼天炉欢天喜地地敞开了六个火门 整整一千天鬼教精锐的精气神被炼天炉吞噬了进去 化为海碗大小一团血光 被一层层紫色火焰包裹着疯狂的脆炼起来 鼠爷则是来到了营地大门外 他细细的尾巴向那无形的蓝色光幕戳了戳 然后点了点头 低声说道 不是什么太厉害的结界阵法 鼠爷只要轻轻一戳 痴痴声中 营地大门的光幕上裂开了一个城门大小的孔洞 楚天和鼠爷走进了营地 鼠爷尾巴一甩 蓝色光幕重新愈合 没有留下一丝的痕迹 小小营地中 营秀儿 数十位蟒荒族佬 还有数百名蟒荒各族的重要将领都在帐篷中呼呼大睡 楚天向鼠爷点了点头 鼠爷就趴在了地上 滋滋有声的叫了几嗓子 无声无息的 营地中间的地面就凹陷了下去 露出了一个直径丈许的大坑 数百只彪肥体壮 身上一咕噜一咕噜都是肥肉的竹鼠 山鼠 吐蕃鼠从大坑中窜了出来 一个个围着鼠爷欢天喜地的蹦跳着 一副孝子贤孙见了自家老祖宗的德行 在这些体积硕大 远比正常同类庞大数十倍的鼠背身后 大群大群体型正常的鼠类犹如潮水一样涌了出来 细微的滋滋声中 这些鼠类快速的涌入了大大小小的帐篷 将睡在大通铺上的营秀儿 祖老们 还有各族的重要将领们蚂蚁班家一般的挪了出来 有序的运进了大坑下面的隧道中 这些鼠类都是鼠爷在盖州三年 在山野中精心教导出的小妖 它们的实力不值一提 但是最小的鼠类也有数十斤力量 七八头鼠类联手 就能轻松运走一个大活人 短短一盏查时间 数百人就被运到了深入的下数十丈的隧道中 顺着笔直的隧道向远处山林的方向顿走 有鼠类负责运送人 更有鼠类负责在后方殿后 将隧道用泥土重新封堵上 楚天没有进入隧道 而是在地面上寻着隧道的方向一路快走 如此走出了十几里远 后方营地中突然传来尖锐的怒笑声 一群废物 我的美人儿都被人劫走了 你们居然还在睡觉 美人儿 营少主 你往哪里走 那日所见的幽鬼祭坛腾空而起 裹挟着大片的阴风鬼气向这边急驰而来 十八颗硕大鬼头组成的祭坛鬼气森森 距离楚天还有十几里远 逼人的阴风邪气就已经在天空中凝出了大片乌云 一片片巴掌大小的蓝绿色雪片从天而降 将大片山林冻成了一片冰天雪地 索性营秀儿他们是在深入的下数十丈的隧道中撤退 他们并没有受到这股阴风邪气的侵害 楚天一跃而起 脚踏风围悬浮在离地数十丈的空中 他看着站在幽鬼祭坛上快速追来的幽千寻 大声笑道 不男不女的女鬼 我这里埋伏了雄兵亿万 你敢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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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若是追来 兄弟们定然让你好声快活快活 楚天骂得下流 已经用上了市井中那些最无赖的贤汉相互叫骂约丈的粗口 一些词句实在是下流庸俗到了极致 文字固然不好记载下来 楚天自己大声喝骂的时候 都感到一阵阵的面红耳赤 实在是 有些话太不要脸 太下流 太误会了 幽千寻被楚天骂得怒火冲天 他一时间丢下了营秀儿不管 驱动幽鬼祭坛就向楚天追了上来 楚天怪叫一声 一边大声咒骂 一边脚踏树梢 快速向虎大力 老黑他们埋伏的山林逃了去 第九十九章 这一场荡气回肠的围殴 幽千寻出身尊贵 又是鬼道道种 平日里手段最是狠辣不过 寻常人见他 只会怕他 为他 将他当作祖宗一样供起来 他何曾被人用如此下乌烂的话辱骂过 顾步的寻着营秀儿身上的烙印追击 幽千寻掌控着硕大的幽鬼祭坛 盖起一道道阴寒刺骨的鬼火阴风 怒笑连连向楚天追来 一边追 幽千寻一边冲着楚天破口大骂 奈何骂人也需要天赋 幽千寻骂了一路 也不过是威胁楚天要将他灵池碎寡 将他灭了九族之类 根本比不上楚天花样繁多 精彩绝伦的世景言语 于是幽千寻气的嗷嗷怒吼 三师神暴跳 死死盯着楚天不放 根本忽略了外界的风吹草动 高空 离地三万丈 清明刚风呼啸掠过 阿雀化为风雷悬鹰本体 张开双翼静静的悬浮在空中 任凭刚风 雷霆轰击在身上 他除了浑身羽毛略微浮动几下 身体却是纹丝不动 他双眸中一缕缕紫色雷光泵射 在三万丈的高空 他能清楚的看到地面上一只蚂蚁头上触须最细微的动作 他死死的盯着幽千寻 看着幽千寻追着楚天一路到了深山中 一声长啸撕裂了刚风 阿雀周身风雷翻滚 他一个盘旋 身体笔直的向地面俯冲了下去 他全身羽毛上无数风纹 雷纹若隐若现 带动了九天刚风和清明雷霆 化为一根粗有十几丈的风雷巨柱 近乎垂直的从天空向地面轰杀了下来 驾驭天风 掌控雷霆 这是风雷玄英的天赋神通 根本不需要刻意的修炼 阿雀就能自如的掌控风雷之力 他带着巨大的雷鸣声从高空呼啸落下 渐渐的他的身体就化为一道暴风 化为一道雷霆 彻底和那根风雷巨柱融为一体 幽千寻的注意力都放在了满口乌颜慧雨无法形容的楚天身上 根据楚天故意放出的气息 幽千寻精准地判断出了楚天的修为 区区天师中阶 两千年左右的修为 这等孱弱的蝼蚁 居然敢如此冒犯鬼道道种 幽鬼一系最尊贵的少主 幽千寻思生长啸 幽鬼祭坛十八颗恶鬼头颅张开嘴喷出一道道水缸大小的鬼火 无声无息的蓝绿色鬼火带着长达百丈的燕尾滑过空气 向着楚天一通乱打乱砸 楚天脚踏树梢 身边流风四溢 身形变幻莫测 带起了重重残影 好些团鬼火几乎是擦着他的身体飞过 鬼火落在山林中 就见蓝绿色火光闪烁 大片鬼火炸开 山林中就无声无息的出现了一个个直径十几丈 黑有有深达树十丈的大坑 树木花草 山石泥土不堪一击 在鬼火可怕的威力下瞬间成灰 一切大坑中的一切生机都彻底泯灭 方圆百丈内的土壤进成死灰色 未来百年内都难以生长出一根杂草 呵呵 幽千寻肆意的发泄着心头的怒火 鬼火从幽鬼祭坛中绵绵喷出 他完全忽略了对自己的防御 区区一个天师中阶的小人物 他堂堂半步圣径的轨道道中 还需要防范吗 高空中风雷声大作 幽千寻知觉头皮一阵发麻 强大的雷进破空袭来 他身上突然有无数细小的电火光溅起 啪啪巨响声中 无数芝麻力大小的电光在他身上乱跳乱闪 幽千寻知觉皮肤刺痛 让他浑身好不难受 鬼道生灵 天地间至阴至邪的生物 天地雷霆纯阳大纲 正是鬼道克星 阿雀从三万丈高的清明天上引来了九天雷霆 这正是天地雷霆中威力极大 纯阳之力 破邪之力极其强盛的一种雷霆 更不要说他还引动了九天刚风吹拂而下 刚风和空气剧烈摩擦 在十几丈粗的风雷柱外 已经包上了一层岩浆般赤裂的红色火光 天风 天火 天雷 阿雀自身的修为根本不足以威胁幽千寻 但是他以妖怪本体引动天地之力 借助天地之力破空袭来 这股威力让幽千寻都不由的嘶声惊呼 何人挡杠和我作对 幽千寻惊恐地抬起头来 天空中那根十几丈粗细的风雷柱距离他只有不到百丈之遥 无数条致密的电光在风雷柱中急速地跳动奔涌 可怕的雷霆巨响阵的幽千寻五脏六腑都一阵乱颤 你鸟爷和你作对 阿雀一声长啸 宽达十丈的巨大羽翼猛地一拍 他在风雷柱即将撞上幽千寻的时候 身体斜斜地从风雷柱中闪了出来 他从高空俯冲下来的势头太猛 他斜着身体冲出了风雷柱 怪叫着划出一道湍急的弧线 狼狈无比地撞向了地面 他张开翅膀想要极力收住俯冲的势头 身体依旧不受控制地撞了下去 一头撞在了一株参天巨木上 一声俱响 十几个人环抱粗细的巨木被阿雀一头撞得粉碎 阿雀双翼震荡 他借着冲击的反振之力 昏天黑地的大口大口地吐着血 身体猛地折射而起 歪歪斜斜地擦过了大片的山林 他双翼张开 犹如两柄风雷锯刀切过山林 在山林中拉开了一条宽达十几杖 长有三十几里的擦痕 风雷巨响 风雷柱狠狠砸在了幽千巡的身上 阿雀用尽了吃奶的力气从九天之上带来的风雷之力 幽千巡怪叫一声 毫无防范地他被风雷柱一击打飞了出去 钢风摩擦着他的身体 雷霆冲击着他的五脏六腑 天火灼烧着他的一切 纯阳纯刚的天地之力顺着幽千巡的蹊跷和浑身毛孔 不断侵入他体内 幽千巡的身体骤然亮起 他嘶声哀嚎着 身体好似一根火把在熊熊燃烧 一团团粘稠阴邪的鬼气不断从幽千巡体内喷出 他竭力鼓荡鬼气 想要扑灭天雷天火 他的修为也的确可怕 鬼气迅速弥漫方圆百亩之地 天雷刚风 还有刚风剑起的天火急速熄灭 风雷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急速的消失 眼看幽千巡就能依靠强横无匹的修为 硬生生将阿雀拼命招来的风雷柱剿灭 斜刺里一条巨大的黑影从山林中一座小湖中冲出 张口就是一道黑漆漆的毒气喷了上来 黑色毒气犹如箭矢 带着刺耳的破空声狠狠扎在了幽千巡白皙的皮肉上 幽千巡嘶声怒笑 他体表一片鬼气急速闪烁 化为一面小小的鬼头盾牌挡在了黑色毒气前 饶是他反应得快 依旧有一丝毒气碰触到了他的身体 眼看他胸腹之间 足足面盆大小的一块身躯骤然变成了死黑色 这是 幽千巡惊呼怒吼了一声 痴痴几声响 幽千巡寄出的鬼头盾牌被粘稠的黑色毒气一卷 短短一个呼吸间 这面足以抵挡天尊级高手全力一击而丝毫无损的鬼头盾牌 居然硬生生被老黑喷出的毒气腐蚀成渣 这是毒 幽千巡心痛的眼泪都快喷了出来 这面鬼头盾牌是他护身的猪斑鬼气中极其难得的一件 当日水冰玉和阴悠悠接连来袭 他就是依靠这面盾牌挡住了阴悠悠的背后偷袭 如果老黑喷出来的是其他的秘术攻击 这块盾牌都能将他的攻击挡下来 但是老黑喷出来的 却是万毒魔龙的龙丹中蕴藏的一缕先天制毒 这可是天地间有数的绝顶剧毒 除了几种极其罕见的天才地宝 其他万物都难以抵挡老黑剧毒的喷击 幽千寻的鬼头盾牌固然强悍 奈何根本用错了宝贝 这盾牌对毒性毫无抗力可言 眼看着一件顶级的鬼气瞬间被毁 幽千寻又是心痛又是恼怒的一声大吼 他手一招 已经飞出了数百丈外的幽鬼祭坛一声咆哮 带着大片阴风鬼气向他飞了回来 刚刚他是不小心 被阿雀带来的风雷柱强行从幽鬼祭坛上打了下来 但是只要他立足在幽鬼祭坛上 他几乎就是立于不败之地 幽鬼祭坛 这可是幽鬼一系的重宝 攻防一体 威能惊人 这是幽鬼一系压箱底的重器 虽然幽千寻只是从幽鬼一系的老鬼祖宗手上借用的幽鬼祭坛 他只能发挥幽鬼祭坛百分一二的威能 但是他相信 只要他能回到幽鬼祭坛上 就没人能伤得了他 一声大吼召唤幽鬼祭坛 幽千寻猛的痛的惨嚎了一声 老黑的一丝毒气已经侵染了他的身体 眼看着他胸腹之间大片白花花的皮肉变成了死黑色 随后大块大块黑漆漆的血肉就从幽千寻身上脱落 鬼祭坛的生灵 他们的身体结构和人道人族迥异 他们的肉体更多是类似于鬼祭和肉体的结合之物 对鬼祭坛生灵而言 身躯固然重要 却步四人族的肉身这般一旦失去就立刻陨落 要是如此 鬼体受到毒气侵蚀 幽千寻依旧痛的嘶声惨嚎 两行蓝绿色的泪水花花的从他眼眶里喷了出来 他的胸腹之间破开了一个面盆大小的窟窿 肉身内的五脏六腑化为黑色的毒液 不断的喷了出来 暗箭伤人 无耻 幽千寻气急败坏的吼了起来 这毒 是谁 你大力哥呀 一声大吼从地面传来 保持半人半腰形态 身躯是掌多高的睽萎大汉 背后带着四只硕大白色羽翼的虎大力一拳轰穿了头顶后达树杖的土层 从地下藏身的洞窟中冲了出来 他双手挥动那柄沉重的青龙眼月刀 嘶声大吼 娘儿 看你大力哥又粗 又长的大宝贝 一道道爆发力极其可怕的惨白色妖气从虎大力手中喷出 不断注入青龙眼月刀 这柄同样传承自上古前朝的古兵力气隐隐发出一声高亢的龙吟 刀柄上缠绕的青龙鳞片开合 宛如火雾一样如动起来 蹭的一声巨响 青龙眼月刀喷出一道长达二十几丈的刀芒 狠狠一击洞穿了幽千寻的胸膛 幽千寻凝笑一声 他任凭刀芒穿透自身 双手结印 一颗拳头大小的幽蓝色阴雷从他掌心飞出 快若闪电般狠狠打在了虎大力的胸膛上 哼的一声闷响 就好像一个小号爆竹炸开的声音 虎大力雄壮的胸膛被炸得血肉横飞 大片血肉飞溅 露出了他惨白色犹如白玉铸成的胸骨 虎大力闷哼一声 巨大的羽翼狠狠一抖 他身后突然有无数团人头大小的惨白色光团凝聚 伴随着一声声低沉的唬哮声 无数光团劈头盖脸的向幽千寻砸了过去 幽千寻身体被刀芒穿透 他的身体乍一看去已经破破烂烂好似一个破布娃娃 他的动作也慢了许多 根本来不及躲闪 白色光团犹如流星天降 乱砸砸的打在了他身上 一团团白光爆开 可怕的巨响声中无数道蕴藏了强烈死气的锋芒之气乱扫 幽千寻的身体剧烈的颤抖着 被白光从天空一路轰击了下来 一颗颗颗白色光团从天而降 狠狠打在幽千寻的身上 白光爆裂开来 死气沉沉的锋芒之气爆发 地面裂开 土石化为乌有 幽千寻嘶声怒骂着 残破的身体被一路轰击 净直被虎大力这一通猛攻打得深陷地下三百多丈 虎大力一通猛轰 定生生在山林中砸开了一个不是很规整的椭圆大坑 坑的直径大概在七八里上下 最深处深达三百多丈 身体残破不堪的幽千寻无比狼狈地躺在大坑中 愤怒欲狂地不断嘶吼咒骂 你们这些蝼蚁 血石 姑奶奶让你们知道知道 鬼道得厉害 幽千寻嘶声怒吼着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天地间无数死气 阴气翻滚着向她汇聚了过去 眼看着她残破的身躯上白皙的血肉急速重生 短短两个呼吸间全部伤口就快要痊愈 更让人震惊的是 幽千寻自愈的同时 她主动舍弃了大片被老黑毒气沾染的身体 以至于她体内半点而毒气都没残留 一个深呼吸的功夫 她几乎就要恢复到巅峰状态 就在这时候一声低沉的狼笑声传来 人类形态的阿狗嘶声咆哮着从山林中一跃而出 光着身板一丝不着的她一家伙扑倒了措手不及的幽千寻 张开大嘴狠狠一口咬在了她的脖梗上 笑月贪狼 世间最凶残 最贪婪的凶物 阿狗咔嚓一口几乎将幽千寻的半边脖子啃了下来 她牙齿深深陷入幽千寻的身体 身体内一股无比可怕的吞噬之力呼啸而出 所有人都看到阿狗的大嘴里出现了一个黑漆漆的漩涡 那是一个直通她身体深处的黑洞 幽千寻嘶声惨嚎着 眼看着她体内大鼓大鼓幽蓝色的鬼气被阿狗嘴里的黑洞吞噬 幽千寻的气息骤然下降了一个台阶 而阿狗的气息则是滑的一下突破了两个小境界 幽千寻一拳轰在了阿狗的身上 将阿狗打得倒飞了十几丈远 她惊恐欲绝的看着阿狗 只是一口 幽千寻半步圣境的修为硬生生倒退到了天尊高阶 距离天尊巅峰都还差了这么一小节 而阿狗光着身体举起两只长长的手臂仰天长笑 她体内腰气翻滚如雷 原本刚刚勉强达到天品修为的阿狗 此刻她的气息赫然已经到了天尊境 第100章连连寿经的幽千寻 笑月贪狼 天地万物尽可为食 可吞噬万物增长修为 阿狗依仗天赋神通 硬生生吞掉了幽千寻一部分本命精气 强行将幽千寻从半步圣境的修为拉回到了天尊高阶水准 而她自己则是依仗强横的腰躯 恐怖的天赋神通 几个呼吸间 修为硬生生突破到了天尊境 妖力修为七千五百年 妖气凝炼犹如水银 头顶妖云覆盖百亩大小山林 阿狗仰天长笑的时候 方圆千丈内的地面都在颤抖 她身边数十丈内的山石无不砰砰炸开 干得漂亮 虎大力气喘吁吁的从空中坠落 她看了看血肉狼藉的胸膛 仰天一声大吼 妖气翻滚中 她胸膛上血肉急速重生 眨眼间就已经不留任何伤痕 脑壳好晕 阿雀昏天黑地的 一路亮亮呛呛连滚带爬的跑了回来 从那等高的高空笔直俯冲下来 一脑袋撞碎了不知道多少株大树 阿雀现在还能保持个呼伦个已经不容易 她只觉眼前一阵阵的发黑 身体摇摇晃晃的 走路都走不稳了 这小娘儿 吞了她的血肉有这样的好处啊 老黑摇摆着尾巴 四足着地 很有点不熟练的迈着铜边部走了过来 虽然已经被子消声转化为万毒魔龙 但是老黑骨子里还是一条凶残 阴狠的毒蛇 她的性子最是毒辣 奸诈不过 眼看阿狗从幽千寻身上得了这么大的好处 咸水就不断从她嘴角滴了下来 魔龙 白虎 玄鹰 贪狼 四头气息洪荒 可怕的大妖团团围住了幽千寻 幽千寻惊怒焦急的看着阿狗 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 完全弄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头不断发出狼笑声的狼腰 她居然一口啃掉了自己半边脖梗 这点伤势 对幽千寻而言根本不算什么 鬼道生灵变换莫测 身体受到重创 只要魂合没有受损 只要鬼气充足 它们的身体就能无限的重生 但是阿狗居然直接从幽千寻的魂合中 无比霸道的抽走了一部分本命精气 这种掠夺他人修为的邪门功法 幽千寻并不陌生 除开有某种解体的灵道 神道众人 无论鬼道 妖道 还有最凶残邪恶的魔道 都有类似的功法 让幽千寻无法理解的是 阿狗和她的修为相差的天差的远 阿狗怎可能撼动她的魂合 直接吞噬她的本命精气 更让幽千寻感到恐怖的是 阿狗的本体究竟是什么妖物 她如何能够承受从堂堂半部圣境体内抽取的本命精气 她的身体居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将她的本命精气化为自身修为 你们 这些 该死的 下贱 妖族 幽千寻哆哆嗦嗦嗦的 气急败坏却又带着几分惊恐的看着围住自己的四头大妖 阿狗是人形 幽千寻大致猜测她是狼妖 毕竟阿狗正在不断的狼笑连连 除开阿狗 幽千寻居然认不出虎大利 老黑和阿雀的本体究竟是何等妖物 虎大利和阿雀维持着半人半妖的形态 幽千寻认不出他们的本体还情有可量 可是老黑吗 保持着万毒魔龙本来模样的老黑就这么大胆方方的站在他面前 幽千寻迅速回忆轨道点击中 关于妖道世界龙族 焦族一英大小家族的记载 老黑不属于妖道世界任何一个龙族或者焦族的家族 他的身体特征和妖道世界的龙族 焦族完全对不上套 很显然 老黑是某种混血的 品种不纯的 下等龙鼠妖怪 幽千寻气急败坏地咆哮着 他的面孔整个变成了透明的蓝绿色 隐隐可见他身体内一具若隐若现的猙獰鬼影 他嘶声吼道 你们这群下等妖族 你们敢敢冒犯鬼道 我们 是下等妖族 虎大利 老黑 阿狗 阿雀的脸色有点狼狈 楚天一步一步走进了战团 他看着面色猙獰的幽千寻 只觉心中好笑 他敢和幽千寻打赌 虎大利他们经过紫霄生的血脉转化后 他们绝对不可能是所谓的下等妖族 幽千寻之所以说出这样的话来 楚天只能这样认为 紫霄生为虎大利他们反祖 转化 提炼出的妖族血脉 很了不得呀 就连鬼道的道种 居然都认不出他们的来历 阿狗体内奔涌如雷的妖力逐渐稳固下来 他强横的腰躯已经彻底消化了从幽千寻那里得来的所有力量 眸子里闪过一抹凶残的贪婪 阿狗死死的盯着幽千寻 呲牙咧嘴的说道 再来一口怎么样 这娘儿的味道冷冰冰的 但是吞下去后 感觉很爽快 比在盖州城喝酒 打架要爽快一百倍 没有盖州城了 楚天走到了虎大利和老黑之间的位置 看着幽千寻冷声道 没有盖州城了 阿狗 我们 还要多谢幽千寻少主啊 是他的人 把盖州城整个给毁了 阿狗的眼珠子骤然就变得通红一片 他用力跺了跺脚 方圆百丈的地面嗡的一声 大片吐气腾空而起 偌大的一片地面硬生生下陷了一尺多身 娘们 你该死 阿狗愤怒欲狂的朝着幽千寻咆哮着 你毁了盖州城 混蛋 我该欠了城里赌场摆多两银子没还 狗爷可不是赖账的人 你毁了盖州城 狗爷不想赖账都要赖账了 除了赌场 还有十八个九四 三个饭庄 两个酒楼 狗爷都有欠账啊 阿狗呼哧呼哧的喘着气 嘴角不断流淌下一丝丝咸水 他嘶声吼道 狗爷在江湖上的鸣声 都被你坏掉了 一声大吼 阿狗猛的扑了出去 他张开大嘴 满口犬牙尖利无比 一个黑漆漆的黑洞从他嘴里喷出 朝着幽千寻猛的吞了下去 阿狗一动 和阿狗从小配合默契的阿雀一声长啸 它背后雨衣一阵 幽千寻身边骤然有狂风卷起 飓风如墙壁四面合围 化为一个粘稠的漩涡将幽千寻封锁在内 让大力哥也是一口 虎大力迫不及待的也扑了上去 阿狗得了这么大的彩头 只是一口就让他的修为飙升了两个境界 虎大力这个缠呢 阿狗张开大嘴向幽千寻的脖梗咬了下去 虎大力张开双臂搂向了幽千寻的腰身 大嘴张开 很没品性的恶狠狠的一口咬向了幽千寻高耸的胸膛 无耻 幽千寻丝声长啸 它体内一缕缕幽蓝色的鬼光闪烁 一套造型诡秘 好似无数个拇指大小骷髅头拼凑而成的甲咒凭空浮现 将它结结实实的裹在了里面 阿狗 虎大力几乎是同时扑到了幽千寻身上 它们张开大嘴狠狠咬下 就听一声惨嚎 虎大力的牙齿上溅起了无数点火光 它抱着剧痛无比的牙齿亮向着向后倒退 牙银处明显有鲜血溅起 好硬的甲咒 虎大力痛的跳着脚乱骂 咔嚓一声 随后使幽千寻惨嚎连连 阿狗一口咬下 它的牙齿骤然变成了和它嘴里黑洞一般的诡异黑色 它的牙齿好似不存在于这片空间一样 直接洞穿了幽千寻身上的骷髅甲咒 硬生生从幽千寻身上带起了大片的皮肉 口中黑洞急速旋转 一缕缕幽蓝色精气不断从幽千寻体内狂涌而出 弹指尖 阿狗的气息又骤然提升了一截 幽千寻的气息则是急速衰落 它的实力在以一种极其可怕的速度急速衰减 幽千寻吓得脸色骤变 它嘶声尖叫着 头顶幽鬼祭弹重重的砸了下来 它双手一晃 一柄鬼头弯刀凭空从它体内飞出 蓝腰一刀向阿狗斩了过来 当狼一声巨响 老黑的尾巴甩了过来 好似一条护腰一样 恰恰将阿狗的腰缠在了里面 幽千寻的弯刀劈砍在了老黑的尾巴上 只是在它的鳞甲上留下了一条浅浅的印痕 没能对老黑造成半点而伤害 幽千寻犹如见鬼一样看了老黑一眼 阿狗恐怖的吞噬力 老黑惊人的防御力 这一切都让幽千寻极度不安 它不知所措的回忆它自幼阅读过的所有典籍 它敢确定 这几头修为低微 但是实力惊人的妖族 的确不是它所知的妖道世界任何一个高等妖族的成员 你们这些下贱的妖物 你们怎么敢 幽千寻嘶声吼叫着 幽鬼祭坛已经狠狠砸了下来 一道道阴风鬼气从幽鬼祭坛上喷勃而出 无数巴掌大小的幽蓝色雪花从天而降 犹如利刀一样纷纷向阿狗劈下 楚天一声长笑 眼看着幽千寻就要接触到幽鬼祭坛 楚天拔出青椒剑 倾尽全力一剑刺了出去 灵动如活雾的青椒剑喷出一道十几丈长的青色剑光 带动楚天犹如一颗逆天而行的流星 狠狠撞向了幽鬼祭坛 青色剑光和幽鬼祭坛表面厚达数丈的阴风鬼火激烈的对撞摩擦 不断发出刺眼的火光 剑光和阴风鬼火相互摩擦消敏 一层层阴风鬼火不断被击穿 你们今日 都得死 幽千寻抬起双手 一把按在了幽鬼祭坛的底座上 碰触到了幽鬼祭坛 幽千寻似乎寻回了勇气 他立声笑道 我要将你们的灵魂囚禁在幽鬼祭坛中 永生永世的 怎么可能 再一次 幽千寻犹如剑鬼一样看向了楚天 重点看向了楚天手中的青椒剑 青椒剑的剑身上一团青灵灵带着一丝紫翼的光运闪烁 楚天好似握着一团光 一团火 就这么一路击穿了幽鬼祭坛表面的阴风鬼火 两尺半长的青椒剑是如破竹般 居然直接扎进了幽鬼祭坛 幽千寻的眼珠都差点从眼眶里跳了出来 鬼道世界幽鬼一系的阵族重宝之一 传承了无数万年的幽鬼祭坛 世时代代被无数血气惊魂淬炼的鬼道质宝 虽然幽鬼祭坛并不以坚硬 沉重 防御惊人而渐掌 但是这毕竟是整个鬼道世界排名在前二十位的重宝啊 寻常的神兵利器 就连幽鬼祭坛表面的阴风鬼火都无法抵挡 会被阴风鬼火轻松的融成渣子 幽千寻从没想过 世间竟然有这样的至宝神兵 居然能够犹如利刀切豆腐一样 如此轻松的 没有发出一丝半点声音的 击破幽鬼祭坛的本体 你 你 你 这是什么鬼东西 幽千寻又是惊恐 却又更加贪婪的看着楚天手中的青椒剑 这剑 这剑 她 她 她的品阶 起码要凌驾幽鬼祭坛两个品阶之上 才有可能造成如此惊人的杀伤效果 但是 天地之间 存在比幽鬼祭坛更高两个品阶的重宝呢 或许有 但这绝对是幽千寻根本接触不到的信息 哪怕她是鬼道的道种 她也只是道种 一颗还没来得及成长 只是种子身份的新人而已 幽鬼祭坛发出凄厉的惨嚎声 十八个水缸大小的恶鬼头颅齐齐张开嘴丝声惨嚎 青椒剑发出高亢入云的剑鸣声 青灵灵的光芒从剑风上喷出 覆盖住了整个幽鬼祭坛 一股庞大无比 阴寒刺骨的洪流从幽鬼祭坛中喷涌而出 被青椒剑贪婪的吞噬下去 楚天的身体骤然被厚厚的冰块覆盖 幽蓝色的冰块将它和幽鬼祭坛冻结在里面 以它的身体为渠道 一道道阴寒洪流从幽鬼祭坛中不断涌入 不断被六大火门击开的炼天炉吞噬 你 幽千寻立刻感知到了幽鬼祭坛的异常 她看着楚天嘶声尖叫 楚天手中青椒剑居然能够掠夺幽鬼祭坛的力量 这比幽千寻自己被阿狗吞噬本命精气更加的让她惊恐 幽鬼祭坛这样的重宝 那有鬼到世界幽鬼一系一代一代大能加持的无数进制 幽千寻作为幽鬼一系的少主 她也只能借用幽鬼祭坛的力量 要说吞噬幽鬼祭坛 掠夺幽鬼祭坛的本源力量为己所用 不要说幽千寻 就是幽鬼一系的众多老祖他们也做不到 刚刚尖叫了两声 死死咬着她搏梗的阿狗一声咆哮 锋利的犬牙一阵撕扯 硬生生将她身上的骷髅甲皱撕碎了一大片 硬生生吞进了嘴里 骷髅甲皱受此重创 表面鬼火幽光骤然暗淡 幽千寻更有大片皮肉暴露了出来 一直在一旁虎视眈眈的虎大力狂笑一声 她猛的瞅准了机会虎扑而上 张开大嘴一口将幽千寻的一条胳膊齐着肩膀咬断 幽千寻痛得嘶声惨嚎 她身体剧烈的挣扎扭动 但是哪里甩得掉死死咬住了她脖梗的阿狗 一旁的老黑瞅准了空子 她不紧不慢的凑到了阿狗身后 朝着幽千寻的伤口重重的喷了一口毒咸 嗤嗤一声响 大片黑气迅速在幽千寻体内扩散开来 幽千寻痛得嘶声尖叫 她怨读无比的看了一眼楚天等人 突然念诵了一声咒语 幽鬼祭坛剧烈的晃动了一下 爆发出一团刺目的鬼火 一声巨响 方圆千寻左右的山林整个被鬼火阴风笼罩 可怕的鬼气席卷四方 吞噬万物一切生机 第101章极度暴力的虎蝶 鬼气弥漫 阴火冲天 方圆千寻的山林被幽蓝色的火焰覆盖 一道道阴柔的暗尽奔涌 所过之处草木进城灰烬 沙石土壤全都被震成了最细小的尘埃 狠辣无比的鬼火灼烧万物 一切生机都被吞噬 幽千寻七级败坏 直接催动幽鬼祭坛发动了威力极大的范围攻击 虎大力一声长啸 她背后四只巨大的白色羽翼狠狠一荡 虚空中一缕缕无比锋利却又死气沉沉的奇异力量汇聚过来 一道厚达丈许的光幕凭空而生 将楚天一行人牢牢裹在了里面 阿雀背后的羽翼同样一阵 就有风雷之气弥漫 化为一道青紫二色的光幕融入了虎大力的光照 两重光照重叠在一切 任凭阴风鬼火疯狂侵蚀 两人身体微微震荡 这两重光照被一层层消去 却始终坚持不到 老黑一声龙吟 她脑袋一晃 两根龙脚狠狠地处在了两重叠加在一起的光照上 老黑身上龙鳞荡起一片深邃的黑色光芒 她的鳞甲上天生自带的防御静致发动 化为无数黑色三角状流光顿入了光照中 白色和青紫二色重叠的光照中 就多出了无数黑色的三角鳞片状幽光 几种兴致迥异的力量魂为一体 水乳交融 漫天鬼火闪烁 却始终奈何不了光照中的五人 楚天一声长啸 她手指一弹 青椒剑发出一声高亢的剑鸣声 化为一道长有丈许的清光向外飞去 青色剑光一炫 就听一声惨嚎 青椒剑洞穿了幽千寻的小腹 硬生生从她体内掠夺了一股本命精气 周身气息膨胀奔勇的阿狗猛地匍匐下身体 她化身为笑月贪狼本体 张开大嘴 一缕缕黑色幽光在她嘴里急速酝酿 嗷呜一声狼笑冲天而起 一道水刚粗细的黑色光柱从她嘴里喷出 瞬间划破了虚空冲击在了幽千寻身上 幽千寻站在幽鬼祭坛上 刚刚催动祭坛狠狠一击的她气喘如牛 还不等她从近乎脱利的皮筏中回复 青椒剑洞穿了她的小腹 痛得她一声惨嚎 浑身颤抖着一下子跪倒在祭坛上 阿狗的贪狼吐息击射而来 黑色光柱命中幽千寻的身体 就听痴痴一声响 幽千寻腰腹以下的身躯骤然气化 被阿狗蕴藏了无穷吞噬之力的贪狼吐息直接湮灭 连续遭受重创 尤其是本命精气流失了七成以上 修为已经衰落到天尊中阶境界的幽千寻气急败坏的惨嚎着 双手死死扣着幽鬼祭坛 倾尽全力的催动幽鬼祭坛化为一团巨大的鬼火 荡起漫天音风向天鬼叫大营的方向窜去 想逃 楚天手一扬 青椒剑掠过百丈虚空飞回手中 又是一股精纯 宏大的阴寒之气涌入身体 浑身披挂着厚厚冰块的楚天立声喝道 幽千寻 幽少主 死在这里呗 有亿万盖州百姓与你同死 你定然不会寂寞 一声冷笑 楚天催动青椒剑 剑光化红 他身躯融入剑光中 犹如剑仙凌空飞射 快若闪电的追上了已经窜出了两三百丈远的幽千寻 一道青色剑芒凌空斩落 只取幽千寻头颅 一声凄厉的鬼笑传来 幽千寻咬破舌头 一口幽蓝色的血液喷在了幽鬼祭坛上 幽鬼祭坛猛的颤抖 一股莫名的力量从祭坛中涌出 楚天身边一道鬼气弥漫 方圆百丈的鬼气中喷出一道湍急的阴风 一只足足有上百丈长短的骷髅手臂从鬼气中探了出来 铺天盖地的向楚天当头拍了下来 这骷髅手臂 赫然就是震碎了盖州城门楼 用鬼火引燃了整个盖州城的那巨物 阴风扑面 湍急的阴风几乎凝成实质 逼得楚天喘不过气来 楚天不敢怠慢 他嘶声长啸 剑芒放过幽千寻 荡起一道曼妙的弧线向天空拍下来的骷髅巨掌迎了上去 闪 已经闪不开 只能硬碰硬地迎了上去 青椒剑闪烁着灵动的光芒 一剑劈在了骷髅巨掌上 恐怖的压力当头拍下 楚天浑身骨骼咔咔奇响 持剑的右臂瞬间被震开了无数裂痕 剧痛钻心 更有一缕缕可怕的阴寒之气顺着青椒剑冲进身体 炼天炉六处火门开启 六条紫色火龙喷泊而出 伴随着生生龙吟在楚天体内一阵盘旋肆虐 可怕的热力瞬间化解了楚天体内的寒意 烧得楚天汗流加倍 吃的一声 骷髅巨掌五根白惨惨的植骨被楚天一剑劈下 幽千寻半截身躯趴在幽鬼祭坛上 声嘶力竭的嚎叫着 这不可能 你那剑 有鬼 青椒剑切断了五根柱子一样的骷髅植骨 巨大的力量同样震得楚天五脏六腑巨颤 犹如一块陨石一般从离地百多丈的高度被一巴掌善得坠下地面 在地上砸出了一个深达数十丈的大坑 浑身骨骼 内脏好似被巨人用铁锤乱砸了一百遍 楚天一口心血喷起两三丈高 一时间再也动弹不得 鬼娘们 你才是鬼 不要老是说 见鬼 见鬼 你天天见鬼 不是早就看习惯了吗 身体动弹不得 但是不妨碍中气十足 而且体内剑气在不断增加的楚天立声喝骂 楚天突然发现体内五元全部转化为大周天星辰剑气后 他骂人的时候只要鼓荡剑气 他的声音就又高又尖 穿透力极强 声音轻轻松松可以传遍方圆数十里 用来骂人最是惬意不过 幽千寻接连重伤 楚天的喝骂声犹如一鼎鼎小剑直刺耳膜 震得他双耳剧痛 两缕幽蓝色血液不断从他耳孔里流了出来 楚天的喝骂声 隐隐已经带上了几分阴功的神韵 肉体强度稍弱的 根本承受不住他的一声轻喝 该死 你们都该死 幽千寻气急败坏地咆哮着 他干脆咬断了一寸长的一节舌头 将其嚼成碎肉喷在了幽鬼祭坛上 幽鬼祭坛内一道庞大的鬼气呼啸而出 瞬间没入了幽千寻的身体 被阿狗 虎大力 楚天接连重创 气息摔落到天尊中阶的幽千寻沉沉地哼了一声 他的气息迅速地水涨船高 弹指尖就重新突破了天尊高阶 向着天尊巅峰冲击了过去 与此同时 幽千寻搏梗上巨大的伤口 被虎大力一口咬断的胳膊 被阿狗贪狼吐息打得灰飞烟灭的下半截身躯急速地生长了出来 一个呼吸间就已经恢复如初 姑奶奶站在幽鬼祭坛上 耳等人族生灵 注定成为写实的祭品 你们休想击败我 幽千寻气息快速恢复 他站起身来 趾高气扬地朝着弦尾追杀而来的阿狗等人力声呵斥 幽鬼祭坛内传来一声高亢的鬼笑声 幽千寻的身体骤然一抖 知道了 知道了 等过了这一关 马上用百万人惊血 魂魄祭祀你 我知道 你也受伤了 该死的东西 不要催命好不好 幽千寻气急败坏地低下头 朝着鬼笑连连的幽鬼祭坛破口大骂 幽鬼祭坛的十八个鬼头一阵的呲牙咧嘴 不断喷吐出大团大团的阴风鬼火 听了幽千寻的许诺 这个诡异邪恶的祭坛内 顿时传来了亿万恶鬼羞羞的鬼笑声 后方天鬼教大营的方向鬼笑连连 起码有过十万的天鬼教徒在数千虫甲壮汉的带领下 脚踏阴风快速地奔跑了过来 在那数千虫甲壮汉的最前方 是数十名气息阴寒 凝重 比起当日楚天斩杀的吕布鱼也只是弱了一等的基年老鬼 若是迎秀而在此 他当能认出 这些基年老鬼中 为首的就是盖山书院的寻玉寻老夫子 他身边好些人 都是盖山书院的学士 博士 他们一个个都被幽鬼祭坛中的基年老鬼给附身了 幽千寻孤身一人来追杀楚天 在这里接连交手 实则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 寻玉等人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这里 这么快的赶上来接应 可见附身在他们体内的恶鬼 各个实力 手段都颇为不凡 今天 你们一个个都要死 幽千寻见到无数下属赶过来接应 他顿时放声长啸 停下了幽鬼祭坛 转过身来正面阿狗等人 你们喜欢抽筋八皮呢 还是灵池碎寡 或者 我这里有鬼道三千六百种酷刑 姑奶奶让你们一个个都挨着试过去 幽千寻笑得很得意 笑得花枝而乱颤 声音终满是娇狂之意 水兵玉拿我没办法 阴悠悠不是我的对手 虎啸天 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他们都是一群废物 那些还藏头藏尾的废物 连头都不敢露 就更不要想和我竞争 此次六道血迹 手工定然是我幽千寻的 这一代的六道道种中 唯我幽千寻独尊 话音未落 邪刺里黑悠悠的山林中 一道恶风呼啸而来 那是直径七八丈的一块巨石 被人用可怕的蛮力投掷了出来 让人感到惊恐的是 一股诡异而霸道的力量附着在巨石上 从山林中飞起的时候 这块巨石有七八丈大小 越是飞进幽千寻 这块巨石就越发的塌缩变小 带着一股恶风狠狠砸在幽千寻胸膛上的时候 这块巨石已经塌缩到了碗口大小 幽千寻再一次犹如见鬼的看着这块急飞而来的巨石 百忙之中 它身上有一层绿色的光幕亮起 一条柔韧的青纱腾空而起 化为一层层柔韧的光幕将它护在了里面 砰的一声巨响 数十重阴柔的光幕粉碎 巨石狠狠砸在了幽千寻的胸膛上 幽千寻的胸膛整个爆开 它的上半截身躯炸成了无数拇指大小的绿色光点 伴随着凄厉的惨嚎声 幽千寻只剩下一颗脑袋打着绚而向外飞去 它的整个身躯都在一股无比可怕的塌缩重力下崩溃 瓦解 一枚黑漆漆的鬼头印玺从幽千寻的头颅中飞出 放出一道黑气护住了幽千寻的脑袋 如果不是这颗印玺自动护住 幽千寻的脑袋也会和他的身体一样崩解 他可就是真正的陨落于此 你是谁 幽千寻声嘶力竭的尖叫着 他不敢相信 最近一个多月时间一直顺风顺水 将盖州以及周边几州的人道子民当作猪狗肆意屠杀的他 立下了无数功劳的他 逼得水冰玉 阴幽幽等人束手无策的他 居然会被一块大石打成濒死状态 老子是你祖宗 山林中 一个很是粗鲁 很是沙哑 犹如一个重感冒的人在酒坛子里说话的声音嗡嗡的响了起来 一声低沉的虎啸冲天而起 方圆百里的山林顿时一阵摇晃 狂风平地而生 卷起了无数的残肢岁月冲上了天空 幽千寻怒骂着向冲锋而来的大群天鬼教徒方向冲去 他飞得快 但是山林中给了他几乎致命一击的那人动作更快 一声唬啸冲天 一条高大魁梧的人影从山林中窜了出来 几条残影一闪 他后发先至的来到了黑压压犹如潮水一样涌来的天鬼教徒面前 没有任何犹豫 就听一声唬吼震天 楚天刚刚从大坑中爬了出来 他有气无力地站在地上喘着粗气 猛不丁地看到那条高大魁梧犹如小巨人的身体 在听到那惊天动地的一声大吼 他不由地放声大笑 虎蝶 威武 楚天的笑声彻底被吞噬 虎蝶的虎吼声犹如十万个雷霆同时在地面上炸开 大地裂开了一条条极深的裂痕 一道道白色的气喷勃而出 虎蝶身前方圆树里内的肉体 那些被恶鬼附身的天鬼教徒的肉身在崩溃 在瓦解 在以肉眼清晰可见的速度炸成一块块拳头大小的碎块 然后这些碎块在湍急的声浪中爆炸开 碎裂开 炸成一团团血雾 一声大吼 虎蝶身前方圆五六里内 除了寻遇等数十个老鬼 其他人的肉身齐齐爆开 果十万天鬼教徒 在这一声大吼中直接隐眉七成 寻遇等老鬼固然逃得了性命 他们浑身血肉都被这一声大吼震得粉碎 只剩下数十具血淋淋的 满是裂痕的骷髅架子呆呆的处在地上 一个个绝望而惊恐的看着身高将近两丈的虎蝶 老子可没冤枉你们 嗡嗡的声音响彻方圆数十里的山林 漫天血腥味中 蝴蝶嗡声嗡气的说道 老子亲眼看到 你们这群狗咋种想要欺负老子的崽子们 十几万人哪 欺负他们五六个崽子 那 是你们先以多欺少 不要怪老子欺负你们哪 不等寻遇开口回答 蝴蝶身后一团金色妖气凝成了一只方圆十几丈大小的胡爪狠狠拍下 就听啪啪几声 寻遇等人的骷髅架子被一掌暗得粉碎 只剩下一团团惨绿色光团慢慢的飞了起来 第102章 迫不及待先死两次 楚天满脸试笑 仰天长笑 蝴蝶 你来了 身高两丈开外 周身妖气翻滚 头顶一片金色妖云覆盖了方圆十几里虚空的蝴蝶哈哈狂笑 崽子们 蝴蝶来了 嘿嘿 嘿嘿 你们这些死鬼 不知道盖州是咱们镇三周的地盘 刚刚一声唬吼 十余万天鬼教徒中 有七成人被蝴蝶一声大吼震成血雾 剩下的三成天鬼教徒一个个双腿站立 被蝴蝶身上凝成实质的滔天杀意吓得浑身酸软动弹不得 蝴蝶一步就走了这剩下的三成天鬼教徒面前 张开嘴又是一声大吼 肉体炸裂声不绝于耳 一团团血雾声腾 夜风吹过 浓浓的血雾泼洒在地上 大地都被染成了酱红色 幽千寻哆哆嗦嗦的悬浮在空中 他想要借助鬼头应洗的庇护顿走 但是蝴蝶一声大吼震杀了剩下的数万天鬼教徒后 一对茶盏大小 胸光四射的眼珠子已经瞅准了他 小妞儿 往哪里走 来 和你蝴蝶蝶亲热亲热 蝴蝶用力摇晃了一下身体 浑身骨节发出沉闷如雷的喷喷轰鸣 每一声骨节炸鸣 都震得地面不断颤抖 大片吐气不断腾空而起 地面隐隐起伏 地下不断传来众骨一般的咚咚声 楚天等人只觉脚下的地面发酥 一抖一抖的 让他们想要站稳都很是困难 一行人莫不骇然看着蝴蝶 只是活动一下身体 他的骨节轰鸣居然能带动方圆数十里的山林颤抖不停 这是何等可怕的肉体力量 蝴蝶之前 绝对没有这样的实力 他虽然也是半步圣境的存在 威压三周的巨扣 但是蝴蝶之前绝对不可能有这样的实力 这等声势 简直如神如魔 难怪能一声大吼直接灭杀了十几万天鬼教徒 幽千寻的面孔抽搐 双眸惊恐的看着蝴蝶 蝴蝶身上凝成实质的煞气 强大无体的妖气 简直就好似两座大山压在了他身上 幽千寻不敢动 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句 他清楚的知道 若是他现在敢有丝毫的异动 他会死 鬼道生灵阴邪奸诈 下手狠辣 但是要说残暴无情 凶狠霸道 那绝对是妖族的专利 这是一群完全依靠本能行事的操汉子 一群脑子里只有肌肉 完全没有脑浆的满货 若是被人惹毛了 他们才不管你是鬼道少主或者其他什么身份 杀了 也就杀了 小妞儿聪明喝 乖乖的别动啊 动了就死了 蝴蝶张开嘴 嘎嘎笑了一声 虽然只剩下一颗脑袋 看起来没二两肉的 但是刚刚你用那鬼祭坛修复肉身 蝴蝶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嘿嘿 蝴蝶小时候受过苦 经常没肉吃 蝴蝶那时候就在想啊 如果能有一块肉 每天啃它两口 它马上还能重新长出肉来 这就是天下一等一的美食了 小妞儿 蝴蝶欣赏你 你有成为天下一等一血食的资质 蝴蝶啃掉你的四条胳膊腿儿 你还能用那鬼祭坛重新长出来 嘖嘖 蝴蝶流口水了 一缕咸水毫不掩饰的从蝴蝶嘴角挂了下来 它看着幽千寻黑黑怪笑 幽千寻只觉自己的魂盒都被一股可怕的寒气冻结了 蝴蝶凝成实质的杀意犹如一柄钢刀 狠狠刺进了它的灵魂深处 它的整个灵智都被蝴蝶凶残 狠毒的话语震慑 再也没有半点儿其他的心思 太狠了 它的确是可以借助幽鬼祭坛的力量不断重生肢体 蝴蝶居然就发现了这个大优势 想要把它养起来荡口粮使用 幽千寻无法想象那是何等悲惨的境遇 所以它不敢动 虽然它是鬼道世界幽鬼仪系的少主 是鬼道的道种 是鬼道世界这一代年轻人中最杰出的精英人物 归根到底 它也只是第一次降临人道世界 第一次参加残酷的血迹战争 它只是一头天生心性狠毒的菜鸟 如何能和蝴蝶这种几年的老土匪 打家劫舍 杀人放火数千年的巨扣掰手腕 楚天连蹦带窜的向蝴蝶跑了过去 一边跑 他一边大声嘶吼 蝴蝶 那些绿色光团尽是恶鬼本体 一个都不要放过了 全部收起来呀 收起来呀 阿狗麾下现在有数万狼腰 这些恶鬼本体让那些狼仔子吃了 能提升他们修为理 闻 闻 蝴蝶惊呼了一声 猛的转过身去 鬼仔子们 都给蝴蝶过来 一声大吼 蝴蝶猛的张开嘴平地一吞 天地之间狂风大作 一道席卷方圆数十里山林的狂飙平地而起 一根根黑色封柱呼啸着向蝴蝶的大嘴飞来 卷起了十几万想要顿走的绿色光团纷纷纷没入了蝴蝶嘴里 蝴蝶威武 虎大吏 阿狗 阿雀齐声大叫 尤其是阿狗 他嘴角一缕咸水猛地垂了下来 他是笑月贪狼 天地间食欲最旺盛的生灵之一 对这些恶鬼本体 阿狗倒是没这么馋 但是他的身体却出自于本能地分泌出了无数的口水 短短十几个呼吸的时间 十几万最远已经逃出了七八里地的恶鬼本体纷纷被蝴蝶一口吞下 蝴蝶拍了拍自己隆起的肚皮 嗡声嗡气地说道 那群狼崽子在哪里 这些鬼崽子在蝴蝶肚皮里乱撞 哎 感觉怪怪的难受 得赶紧把他们吐出去 不然一不小心 可就把他们全消化了 楚天一行人跑到了蝴蝶面前 纷纷抬起头来看着身高两丈左右的蝴蝶 爹爹 你怎么 长高了这么多 身高将近一丈二尺的虎大力和阿狗 此刻站在蝴蝶面前 都好似孩童一般 和身躯魁梧犹如金刚巨灵的蝴蝶相比 他们粗壮的身躯居然显得是那般的纤细苗条 面孔粗犷 一张国字脸上满是金色求然的蝴蝶咔咔大笑 笑声如雷 当场将站在他面前的楚天一行人全都给阵趴下了 楚天痛苦地揉着剧痛的耳朵 嘶声叫道 蝴蝶 声音小些 要死人里 蝴蝶的笑声戛然而止 他紧闭着嘴 小心翼翼地从嘴唇缝隙里挤出了几个字 力气太大 这两天有点拿捏不住 嘿 哪里走 蝴蝶突然一声大吼 他猛地张开嘴 一道金色洪流从他嘴里喷出 带着刺耳的笑声狠狠撞在了极飞向幽千寻的幽鬼祭坛 一声巨响 金色冲击炸开 幽鬼祭坛发出一声淒厉的怒笑 大片阴风鬼火腾空而起 一张直径千丈左右的恶鬼面孔在鬼气中若隐若现 一个尖锐无比 好似锥子一样直刺人心底的声音突然响起 是谁 赶伤吴尔孙 从蝴蝶嘴里喷出的金色冲击一波波扩散开来 金色的冲击波将大片山林移为平地 高温冲击更是引燃了大片山火 数十里方圆的一片山林整个被火光覆盖 那张巨大的恶鬼面孔喃喃念诵咒语 天地间无穷无尽的阴气翻滚而来 在他面前凝成了一面硕大的鬼面盾牌 硬生生挡住了蝴蝶的金色吐息 一头 虎妖 恶鬼面孔双眸闪耀着刺目的鬼火 凝视着蝴蝶喃喃自语 妖道的妖族 不 难道是人道世界的土著妖怪 有点意思 蝴蝶大踏步的向前走了两步 他指着幽鬼祭坛后面漂浮着的幽千寻头颅 咬着牙说道 老鬼 这小妞儿 可是蝴蝶的俘虏 你想带走他 恶鬼面孔痴痴一笑 他慢悠悠的说道 我要带走他 莫非你还能阻止不成 幽鬼祭坛下方 一个又一个硕大的地线不断出现 十八只被绿色鬼火包裹的巨大骷髅手臂慢吞吞的从地线中摇摆着探了出来 这些长达近千丈的骷髅手臂慢慢的伸向了天空 一如地下突然长出了十八座大山 天空被幽蓝色的鬼云覆盖 又有幽蓝色的雪片不断的落下 一缕缕精纯异常的鬼气从幽鬼祭坛中喷出 不断注入幽千寻头颅 幽千寻低声的哼哼着 他的脖梗一下被击碎的身体不断的重生 他的气息更是一节节的不断恢复 短短几个呼吸间 他不仅身躯痊愈 就连他的气息 也都回到了半步圣境的水准 楚天一行人只觉心头一沉 刚刚努力了这么久 结果还是没能把幽千寻怎样 这鬼道生灵太过古怪 只要不一次彻底打死他 只要有足够的诡气补充 他几乎能够无限制的恢复 虎妖 这一波攻势 是我武道的试炼 专门为了考验这一代道种的成色而行 那巨大的鬼面看着蝴蝶淡淡的说道 所以 我们这些老一辈的 就不要插手了 若是你想动手 等五等亲身降临 定然灭你九族 你家居所周边十万里内 鸡犬不留 蝴蝶阴沉着脸看着那张硕大的鬼脸 不要让蝴蝶找到你们的老巢 那鬼面饶有兴致的笑了 他痴痴笑道 不是我看不起你们人道众生 你们真的 找不到我们的老巢在哪里 很多万年以前 你们人道生灵中 还有大能有这本事 可是现在们 你们只能任凭五等屠杀 你们还能做什么呢 蝴蝶鬼笑了几声 巨大的鬼面轻喝一声 幽鬼祭坛卷起一道狂风 带着幽千寻一起向远处的天鬼叫大营盾去 天空的鬼云冉冉散开 只有一缕极细的声音从远处飘来 虎妖 你们攻不破我们的老巢 但是我们随时可以破灭你的基业 火鬼道之人言出必见 说杀你九族 就杀你九族 说灭你巢穴周边所有生灵 那是肯定鸡犬不留的 我干你老母 蝴蝶习惯用拳头揍人 吵架什么的从来不是他的长相 在言辞上占不了便宜 他干脆狠狠一跺脚 朝着天鬼叫大营的方向大吼了一声 狠狠的问候了一声那鬼面的母亲 痴痴鬼笑传来 一道鬼火在数十里外冲天而起 鬼火在空中爆裂开 一尊造型极其丑恶邪义 脖梗有九条 每条脖梗上都挂着一颗骷髅头 身躯是类似于人 蛇混合体的猙獰身躯 浑身上下血肉狼藉 到处都露出临寻骨骼的奇异鬼物出现在鬼火中 那极细的声音远远传来 我老母 你是说九优鬼母呀 他老人家现在是这幅模样 有兴趣 他老人家也绝对不会反对落 虎蝶的脸色骤然变得极其难看 他张了张嘴 一副随时可能呕吐出来的模样 楚天几个人黑黑笑着看着虎蝶 恼羞成怒的他闪电般出手 给了一人脑袋上一巴掌 巨大的力量袭来 楚天几个哼都没哼就被打飞了数十丈远 一个个躺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 不对 蝴蝶 你这修位有问题 楚天捂着被石子垫了一下 痛得钻心的尾锥骨 嘶声说道 你原来 没这么强 你的实力 肯定有问题 蝴蝶双手插腰 恼怒的看着天鬼叫大营的方向 问声问气的说道 当然有问题 蝴蝶死了两次 实力飙升四倍 整整四倍呀 崽子们 能不强吗 咔咔一声大笑 蝴蝶用力的拍了拍自己雄壮如山的胸膛 得意的扭了扭足足有两头水牛腰身粗细的老腰 大声笑道 看看蝴蝶的这身板 哈哈 比以前雄壮了多少 看看这胳膊 这腿儿 还有 蝴蝶做事要解下腰间的兽皮裙 楚天一行急忙大吼乱骂 他才善善的又把腰带死死的系上了 这九死玄规法 妙不可言呢 蝴蝶瞪大了硕大的眼珠子 看着楚天说道 老娇和老胡 那两个诡计多端的家伙还在盘算这玩意靠谱不靠谱 蝴蝶多干脆呀 修炼了两天后 直接抹了脖子 舔舔嘴角 蝴蝶摇头道 真个有点吓人呐 还真死了 可是 还真活过来了 而且 死了第一次后 感觉还不错呀 有引了都 这就来了第二次 楚天一行人面面相去 作声不得 果然是蝴蝶一贯以来的作风 焦王和胡老还在衡量九死玄规法的可靠性的时候 这位爷已经飙忽忽的直接抹脖子了 幸好紫硝生和大家无冤无仇 没有挖坑埋人 若是这九死玄规法稍微有点披露 蝴蝶岂不是真的就这么死了 您 可真是 楚天张了张嘴 也不知道该如何说才好了 蝴蝶皱起了眉头 他大步走到了楚天身边 犹如拎小孩一样一把将他提了起来 这九死玄规法好是好 但是呢 也有很大的麻烦 所以 蝴蝶亲自死了两次 提升了四倍修为后 就赶紧跑出来找你们 一个呢 是怕你们这群娃娃出事 毕竟能让你的朋友 给出九死玄规法这等神通秘书 才有可能避开的六道血迹 咱们这帮老家伙不放心你们 另外一个就是 这九死玄规法 有点坑人呐 第103章巨大的损号 九死玄规法有点坑人 楚天心一沉 急忙问道 蝴蝶 这秘法有什么不对吗 蝴蝶的脸色有点狼狈 若大一条魁梧雄壮的汉子 却好似十三四岁的小姑娘犯错了一般 哼哼唧唧扭扭捏捏了许久 这才说出了一番话来 一个多月前 虎大力和老黑带着几个兄弟 一路护送记载了九死玄规印的十规赶回了镇三州老巢 刚刚进入镇三州老寨子 虎大力就扯着嗓子大吼大叫起来 一通大吼 当即惊动了镇三州的大魁首娇王 二魁首虎老和三魁首虎爹 连带着三位魁首身边的好些老妖都纷纷惊动 一个个从自家巢穴中抢了出来 团团围住了虎大力一行 等得虎大力说出了九死玄规法的来历 又说出了六道血迹的前因后果后 整个镇三州的巨扣老贼们顿时炸了窝 一通乱吼乱叫后 他们全看向了三位魁首 胡姓多疑 镇三州的二魁首 兼镇三州巨扣的军师和内务大总管 在兼镇三州首席炼气师 炼丹师 俘禄师 镇法师的胡老翻来覆去的盘问虎大力各种细节 将紫萧生和楚天相识 相交 相处的诸般因果尽可能仔细的盘问了一番 性格粗虑的虎大力如何受得了这般丝丝入扣 细致入微的盘问 虎老只问了他一轮儿 虎大力就口吐白沫耍赖躺在了地上 虎老拿虎大力无奈 只能来盘问老黑 回镇三州寨子的路上 老黑就收起了龙角和四族 保持了原本的黑蛇形态 虎老刚刚开口询问 老黑一声龙吟 当即显出了万毒魔龙之躯 凌凌龙威肆意 滔滔魔气翻滚 焦王手下有众多焦龙一族的大妖 这些焦龙妖怪被老黑身上龙威魔气一冲 除了焦王还能勉强站直了身体 其他焦龙大妖全都软在了地上 眼看老黑显出了魔龙形态 虎大力这才醒悟 他一声大吼冲天而起 同样显出了灵霄白虎原形 四对巨大的 被一缕缕充满死亡之意的白色妖气包裹的白色羽翼凌空拍打 强大 霸道 死气沉沉的妖气弥漫四方 当场又将虎老 蝴蝶挥下大群妖怪下的四脚发软站立不得 虎大力和老黑居然全都变换了血脉 而且他们的血脉 居然比焦王和虎爹更加的古老 强大 他们体内蕴藏的妖气质地更是远远胜过了焦王和虎爹 焦王大惊失色急忙开口询问 这才知道虎大力和老黑的血脉转变 居然也是紫霄生的手笔 这就太了不得了 紫霄生居然能够让血脉搏杂的妖族 直接反祖肃流 化身为太古巨妖 如此手段堪称恐怖 再也没有人怀疑九死玄规法的厉害 自焦王以下 焦王 虎老 虎爹 还有留在老寨子里的数千阵三周巨寇纷纷从十规中得到了一枚九死玄规印 开始正式修炼九死玄规法 不修炼不知道 这一开始修炼 所有人都发现了九死玄规法和他们原本功法之间天差得远的差距 焦王 虎老 虎爹 他们是阵三周最强大的三位魁首 他们更都是隐隐超出半部圣境的强者 他们的修为强悍 所以他们已经开始提炼血脉 燃烧血脉中博杂的力量 净化 同时也是净化血脉 让自己向太古大妖不断靠近 因为血脉的净化 焦王三人从血脉中得到了一些散碎的血脉传承 焦王的神通 虎爹的秘法 还有虎老一些残破的炼丹 炼器 俘虏 阵法的知识 都是他们从不断净化的血脉记忆中得来 正因为他们地功法来自于更加强大的太古血脉残破记忆 所以焦王 虎老 虎爹三人地功法很势不弱 他们平日里修炼的效率 是镇三周那些巨寇大妖依仗本能修炼的十倍以上 但是上手九死玄规法后 焦王他们就惊恐的发现 他们吞噬天地灵髓 增长修为的效率 是他们原本主修的古妖功法的百倍以上 这还是他们刚刚上手 对功法还不是太熟悉的缘故 按照虎老的判断 等他们对九死玄规法运转如意之后 他们的修炼效率 对天地灵髓的吸收速度和炼化效率 还会提升很大一节 这就有点莫名的恐怖了 这也就让焦王 虎老 虎爹 还有数千镇三周巨寇 平白无故的对九死玄规法生出了巨大的信心 所以 在修炼九死玄规法二十天后 性情最为直爽 形势最为鲁莽的虎爹在镇三周巨一听 当着众多大小头目的面 很干脆的一刀抹了自己的脖子 听着虎爹的叙述 楚天 虎大力一行人额头上冷汗缠缠 半嗓说不出话来 以前就知道虎爹很飙 很猛 但是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虎爹能飙猛到这种程度 这毕竟是死一次啊 就算他们已经证实了九死玄规法是一门极其厉害的修炼功法 谁就敢相信 这门功法真的能够让人九死重生呢 按照楚天的想法 就算修炼了九死玄规法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如果不是被人逼到了绝境 他也绝对不会平白无故的死一次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万一紫萧生也只是道听徒说 这九死玄规法其实不能让人死了又活过来呢 但是在巨异厅上 当着焦王 虎老 当着上百个大小头目 虎爹很干脆的一刀抹了自己的脖子 浑身血液喷涌而出 当场将死倒闭 焦王 虎老吓得嘶声怒骂 性格同样有点暴躁的焦王更是拎着一条铁边 冲着倒地的虎爹一通乱抽乱打 刚刚抽打了大概七八十遍 打得虎爹浑身血肉模糊的时候 虎爹的身体突然移动 当着众多人的面 他的身体突然飘了起来 四面八方 无数的天地零髓化为肉眼可见的亮晶晶的流光 不断地注入虎爹的身体 虎爹脖子上差点将他脑袋砍下来的那道伤口悄然愈合 他体内流逝的血液急速重生 僵硬的心脏开始重新跳动 所有人都感受到一股勃勃生机在虎爹体内萌发 更有一股巨大的 强大到让焦王都为枝色变的奇异能量在虎爹体内急速流动 如此三个时辰后 虎爹睁开了眼睛 他睁开眼的第一件事情 是根本就懒得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 直接一拳轰向了焦王 平日里 焦王的肉体力量也好 神通秘法也好 妖力修为也好 都比虎爹强出了五成左右 在镇三周巨扣中 焦王是绝对的第一高手 但是死而复生的虎爹全力一拳轰出 焦王同样用尽全力一拳迎了上去 一声俱响 据一听内所有人齐声惊呼 平日里一只手就能压制的虎爹动弹不得的焦王 居然被虎爹一拳打飞了出去 不仅如此 焦王还将右臂半腰化 他的右臂被一层厚厚的黑色鳞片覆盖着 这种状态下的焦王 他的手臂就算是神兵利器都难以伤损分毫 可是半腰化的焦王右臂 居然被虎爹一拳震得血肉横飞 平日里无惧刀兵的厚重龙林 居然寸寸碎裂 无数鳞甲蹦剑 痛得焦王都不由得大吼连连 真正是 两倍的实力 虎爹雕呼呼的朝着焦王和虎老咆哮了一声 这九死玄归印玄妙无穷 临死之时 你还能自己决定大概多少时间后开始重生 最短是一刻钟 最长可以三千年 吓 这不是装死保命的最佳秘法吗 不等焦王和虎老开口制止 虎爹又拔出了大刀 狠狠一刀洞穿了自己的胸膛 老大 老二 这次 虎爷准备死上一天 你们守着呀 看看一天后我是否还能活过来 小心点哪 可别让什么虫子 老鼠的 把我的蛋给啃了去 留下一句飙呼呼的遗言 虎爹双眼一翻 又死了一轮 看着目瞪口呆的楚天 虎大力等人 虎爹用力的摩擦着面颊上的球燃胡子 得意洋洋的向他们介绍死后的感觉 这感觉不坏呀 嗯 浑身轻飘飘的 外面的事情 风吹草动都能知道 嗯 感觉自己就和那九死玄归印融成了一个人 就这么飘在一片黑漆漆的无银黑暗中 很舒服 说不出来的那种舒服 而且 感觉自己对天地零碎的感知 清楚了很多 清晰了很多 细致了很多 虎爹很认真的向楚天点了点头 要说虎爹以前 一拳打出去 能够打死一百个人 再怎么收力 最少都会打死十七八个 那么现在 虎爹一拳打出去 同样的力量 说只打死你鼻子上停着的一只苍蝇 就绝对不会伤到你一根毛 楚天 阿雀同时一呆 和阿狗 虎大力他们不同 楚天 阿雀属于技巧性的午休 他们更注意对力量的掌控 对招式的雕琢 楚天的匹夫剑 那简简单单的几个前后左右横移的步伐 就是轻身技巧的大乘之作 所以他们知道虎爹这种暴力狂类型的妖怪 他对力量的掌控差近到了何等程度 虎爹属于那种 为了摧毁一颗鸡蛋 他可以毫不犹豫连带着鸡蛋下面的那座山都彻底摧毁的镖猛满汉子 他绝对不会为了节省一丝半点力气 而去勉强自己尝试精确掌控力量的运用 一如他自己所说 他一般一拳轰出去能够打死一百个人 就算他在收手 留进 他一拳打出去 起码也能打死十几个人 但是如今 他对力量的把控 居然到了如此程度 全力一拳打出 只伤鼻梁上停着的一只苍蝇 却对鼻梁丝毫无损 死了两次 不仅仅是力量提升了四倍 这九死玄归印 还直接告诉我应该如何掌控自己的力量 虎爹嗡声嗡气的说道 我感觉 现在老子可以去绣花 用力甩了甩脑袋 虎爹恼怒道 只不过 这不是问题 这是好事 真正的好事 问题在后面 这可是大问题 过了整整一天 再次死去的虎爹果然再次易变 骄王 虎老 还有百多个大小头目整整一日一夜寸步不离 死死守着虎爹的尸体 他们就看到一道道拇指粗细 光亮惊人的天地灵髓带着奇异的笑声 不断注入虎爹的浑身翘穴 作为半步圣境之上的强大妖怪 虎爹周身三百六十处大穴全部开启 每一处大穴都能自行吞吐天地灵髓 三百六十道流光同时注入他的身体 虎爹的身体就变成了一颗直径竖杖的夺目光球 不断散发出让人窒息的强大威压 这股力量是如此的强大 以至于骄王 虎老都被逼出了聚意厅 眼看着光球中的虎爹躯体在一分一分的长高 但是虎爹的身体也逐渐的枯萎消瘦 等到虎爹的个头长到两丈高下的时候 虎爹已经瘦得皮包骨头 简直犹如一头骷髅架子 随后 虎爹第二次死而复生 他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 好饿 好饿 骄王和虎老还没弄清虎爹的这好饿是什么意思 虎爹已经被食欲控制 他疯狂的嚎叫着 连蹦带窜的跑出了聚意厅 跑到了镇三州大寨的粮仓里 张开大嘴狠狠一息 一如刚刚一口吸掉了十几万天鬼教徒体内附身恶鬼一样 虎爹嘴里一道狂飙涌出 镇三州大寨的粮仓轰然崩解 吐石乱飞中 足够百万人大吃大喝十年都还绰绰有余的粮仓 居然被虎爹一口吞得干干净净 堆积如山的粮食 小山包一样的咸肉 熏鱼 小罗罗们刚刚猎杀的大量瘦肉 鱼肉 还有数十万潭陈年老酒 更有各种稀奇古怪的副食品 整个粮仓的所有存粮 就随着阿巫一口消失的无影无踪 瘦的皮包骨头的虎爹身体内响起了潮水翻滚的巨响声 眼看着他干瘪的皮肉一寸寸的丰满了起来 他浑身的黄毛脱落 随后一根根金光灿灿由光水亮的金毛不断长出 一个时辰后 虎爹就变成了眼前楚天所见的 身高两丈的魁违小巨人 而他带来的消息就是 九死玄规法果然是一等一的修炼秘法 绝顶的保命神通 但是九死玄规法的消耗也是极其惊人的 每死一次 肉体力量翻一翻 自身修为翻一翻 如此巨大的提升 一部分力量就来源于起死回生那一段时间内吸收的天地灵髓 如果天地灵髓无法满足实力提升的消耗 那么就需要外物来补充那巨大的能量 虎爹在两次死掉之前 他是半步圣境之上的实力 骤然提升四倍肉体力量 四倍的妖力修为 他所需的天地灵髓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天文数字 所以虎爹醒来的时候他饿得几乎疯魔 所以他发动天赋神通 一口吞掉了镇三周大寨的主粮仓中所有的存粮 这法子 是好法子 但是这法子 是个天坑里 虎爹巴搭着嘴说道 焦王也死了两次 他把咱们大寨子下面的那条灵晶矿脉给吞掉了 虎老也死了两次 他把寨子后面储备的那条灵晶矿脉给吞了一半 坑啊 这可真坑啊 第104章合作 一路倾听虎爹的抱怨 一路听着他骂骂咧咧 楚天一行人挤走十几里 前方山林中平地塌陷了一个硕大的坑洞 一群鼠辈微微喘息着 举着好些夜光类的杂草和蘑菇蹲在了坑洞边 盈秀儿和一众莽荒族佬已经苏醒 他们震惊的看着地上的大坑 还有身边这些排成整齐队伍 宛如一只训练有素的军队的鼠类 虎爹一路嗡声嗡气的抱怨着 硕大的巴掌胡乱的拍碎蓝路的枝鸭 犹如一头巨兽穿行在山林中 发出巨大的声响一路走了过来 盈秀儿等人听到蝴蝶弄出的动静 十几名祖老警惕的一字儿排开挡在了盈秀儿面前 见到蝴蝶两丈开外的庞大身形 借着那些鼠类手中夜光杂草和蘑菇散发出的暗淡光芒 楚天见到盈秀儿的面孔狠狠地抽搐了一下 苍龙脱窍图在他身后骤然崩直 一股极大的威胁气息扩散了开来 盈少主 楚天急忙开口 楚档头 盈秀儿愕然看着从蝴蝶身后转出来的楚天 她下意识地指着足足有楚天三个高下的蝴蝶骇然问道 敢问这位壮士是 镇三周 老三金虎王 蝴蝶用力地拍打着胸膛 问声问气地说道 小丫头 虽然没见过 但是你当知道老子的名字 咱们镇三周每年劫略来的那些好货色 可是有九成都是通过你们迎世销赃的 哈哈哈哈 咱们可是老交情了 盈秀儿的脸抽了抽 楚天的脸也抽了抽 两人很是狼狈地相互望了一眼 一时间有点说不出话来 感情 楚天和盈秀儿之间还有这种交情 镇三周最大的销赃对象 居然是盈氏一族 想来也是 每年镇三周横行三周之地 抢劫来的各种货色堆积如山 除了十万蟒荒中的这些大部落 谁有这个能力消化这么多的物资 感情 盈少主和我 大家其实都是熟人 楚天笑了笑 向盈秀儿抱拳行了一礼 盈秀儿向蝴蝶看了看 笑隐隐地还了一礼 原来是镇三周的三魁首当面 秀儿这些时日经历颇为曲折 若有失礼之处 还请三魁首见谅 少闻皱皱的 老子是粗人 你们这般说话听着泪 蝴蝶哄哄笑道 小丫头 咱这乖儿子耗费这么大的力气 不惜招惹那么一群恶鬼 把你给救了出来 想必是有原因的 重重的咳嗽了一声 蝴蝶向楚天几眉弄眼的笑道 天哥儿 这丫头满水灵啊 嘿嘿 而且 你和她正好是门当户对呀 你花费这么大力气把她救了出来 是不是看上她了 若是 你开口 蝴蝶给你做主 咱们也不弄那些繁文入节 今天你就洞房了就是 蝴蝶笑得得意 轰轰笑声震得山里震荡 方圆数十里内山林中无数鸟兽夜奔 被蝴蝶恐怖的笑声 猖狂的妖气吓得四散奔逃 山林中顿时一片大乱 蝴蝶的脸将成了一团 楚天更是狼狈的连连摆手 蝴蝶 别说笑 我找蝴少主 实实在在是有正经事情要和他商量 这事情 缺了蝴少主 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听到楚天这般说 刚刚蝴蝶身边那些面色犹如吃屎的祖老们 脸色这才好看了许多 蝴蝶说楚天和蝴蝶儿门当户对的时候 好几个脾气暴躁的祖老差点就蹦出来和蝴蝶大打出手 大秦皇族当今唯一的嫡系血脉 能和你镇三周巨寇的土匪才子门当户对吗 一个是天皇贵咒 一个是落草贼寇 虽然古秦如今败落了 可是龙就是龙 蛇就是蛇 龙蛇岂能混为一谈 龙蛇怎可能门当户对 如果不是这几位族老浑身酸软 被幽千寻尽致的修为还没有恢复 他们真的就蹦出来和蝴蝶好身份说了 蝴蝶哄哄又是几声大笑 哈 感情不是看上了这小丫头啊 也是 看着丫头戏的和春笋一样的身板儿 要胸没胸 要屁股没屁股 则 两条腿儿就和马杆一样 以后不好生养啊 则则感慨了几声 蝴蝶猛的曲起了双臂 炫耀的展示出了他雄壮异常的肌肉 天歌儿 找婆娘 得找胸大屁股大的 胸大 奶水多 屁股大 好生养 耐操 我给你说呀 前些个天 蝴蝶两眼放光 满口喷洒着口水 正要好生向楚天传授一番找女人的经验 脸色发青的楚天已经急忙狠狠踹了蝴蝶一脚 急忙凑到了营秀儿面前 肃然向他深深作一一礼 蝴蝶眨巴了眼睛 呜呜的哼哼了几声 有点茫然的闭上了嘴 阿狗 虎大力这两个粗祸昂手挺胸的站在蝴蝶身边 他们可没感觉到任何的尴尬 平日里最是精明 最是知情时去颇得盖州城好些寡妇青睐的阿雀 则是尴尬得差点想要钻进地里去 营少主 蝴蝶他心直口快 哈哈哈哈 我们还是说正经事吧 楚天提高了声音 打破了山林中极度尴尬的气氛 营秀儿的脸色瞬息万变 他咬着牙 阴沉着脸 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自己高挑的身材 干笑了一声 营秀儿甘巴巴地说道 楚档头哪里话 楚档头这次不惜大费周章将秀儿和诸位祖老救出魔窟 想来楚档头 定然是有大事要和秀儿商量的 楚天点点头 他唯恐虎爹又说出什么惊天动地的话来 他急忙将他这些日子四处截杀天鬼教徒 从天鬼教徒手中救下了数百万百姓的事情大致的说了一遍 现在情况就是如此 数百万百姓 粮草几乎断绝 更没有落脚之处 想来想去 如今能够帮他们的 也只有营少主了 十万莽荒无边无际 想来收容这些百姓 当是无忧的 楚天说出了自己的请求 营秀儿瞇着眼思存了一阵 他突然笑问道 敢问楚档头 这些百姓入了莽荒 未来他们当归谁所属 楚天看着营秀儿 他极其短暂的思索了一下 很大方的一挥手 营少主既然收留了他们 他们又在满荒落脚了 营少主对他们有活命之恩 未来他们当然是营少主的子民 楚天很干脆的说道 我楚天只是给他们找一条活命的道路 我又不是盖州的牧民官 盖州地界上的户口流逝 和我有什么关系 营秀儿顿时眯着眼微微一笑 伸出一只手 如此 合作愉快 蝴蝶大展神威 杀得幽千寻挥下天鬼教徒损失惨重时 楚邪 阴悠悠一行人正在楚家宝的城门楼子上 幽千寻的天鬼教大营 就在当日的营秀儿莽荒联军大营的原址 但是幽千寻的大营范围 可比营秀儿的莽荒大营规模还要大了数倍 最北边的圆门 几乎都堵在了楚家宝的南门口 这是有意的挑衅 幽千寻如此安排大营 充满了恶意 但是当日水冰玉 阴悠悠两人联手 居然都没能奈何幽千寻 如金天鬼教势力滔天 楚邪也只能强行忍耐 每天看着无数天鬼教徒在自家门前耀武扬威的呼啸而过 日夜倾听那些天鬼教徒肆意的作乐 笑笑 蝴蝶的震天虎吼声响起时 白瓷娃娃一样的阴悠悠手一指 他之间一面被四尊恶鬼环抱在正中的黑色铜镜放出一道鬼火 显出了蝴蝶一声大吼震死数万天鬼教徒的可怕场景 哟 这不男不女的家伙 碰到硬茬儿了 楚邪坐在一张大椅上 饶有兴致的看着只剩下一颗头颅 被那方鬼头殷洗护住的幽千寻 好可怜哪 只剩下一颗脑袋 这虎妖也真是 一拳轰碎了他的魂盒 不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吗 楚邪狠狠的跺了跺脚 他咬牙道 可恨哪 这死女人 他居然在我盖州的地盘上 秘密发展了这么多的天鬼教徒 可恨 可恼 可恼 可怒 千万不要落在我手上 否则非把他摆布成十万八千个模样来 殷悠悠惨白 冰冷的脸上浮出一丝冷笑 这些天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的天鬼教四处杀戮 血迹 这份头功 实打实的是他的了 能够见到他吃亏 何等赏心悦目 七八丈外 正在殷勤伺候水兵玉的水公子水兵叶冷笑了几声 他力声喝道 殷悠悠 你还好意思说这话 当日不是你想要连我小妹一并偷袭 你若是肯和小妹同心协力围攻幽千寻 那鬼婆娘哪里有今日的气焰 楚邪翻了个白眼 慢悠悠的说道 好了 好了 水兄 咱们就别翻旧账呢 反正呢 现在幽千寻最是出彩 咱们得想个法子 按算筒刀子也好 挖坑拉后腿也好 总之 得坑他一把 否则 也显得我们这些道种太没用了不是 铜镜中的画面瞬息万变 当一行人看到幽鬼祭坛中突然冒出来的千丈鬼脸 阴悠悠的身上一股浓浓的鬼气喷泊而出 阴侧侧的笑道 幽鬼一气的老鬼 居然舍得花这么大的力气跨空救人 咦 看来幽千寻 真的是他们幽鬼一气这一代最核心的道种 未来是要执掌幽鬼一气的 伸出淡青色的灵蛇 轻轻的舔了舔嘴唇 阴悠悠娇小单薄的身体微微的颤抖着 他用近乎梦意的声音轻声说道 如此 太好了 若是能杀了他 挖出他的魂盒 幽鬼一气的那些老不死 一定会痛彻心扉吧 阴悠悠痴痴笑了一声 突然脸色绷紧 朝着楚邪冷笑道 楚邪 准备好你的人 我们得想办法 狠狠的教训教训幽千寻 我阴悠悠 可不能被他比了下去 鬼母的威名 可不能因为你的无能而受损 楚邪翻了个白眼 有气无力的打了个喝歉 他刚想要说点什么 就看到铜镜中幽鬼祭坛的影子越来越大 幽千寻居然驾驭着幽鬼祭坛 笔直的向楚家宝飞了过来 嗯? 这娘们想干什么? 莫非 她觉得自己独目难知 想要找帮手 楚邪一下子就兴奋了起来 嘿嘿 前些日子她好生嚣张跋扈 今天想要求我们帮忙 嘻嘻 不给点好处可不行 擦了擦嘴角一丝口水 楚邪向坐在一旁大口大口灌酒的虎啸天笑道 虎兄 有兴趣一起玩玩他们 和女鬼爷 我还从来没试过女鬼 想想就刺激啊 虎啸天冷哼了一声 随手将酒坛拍得粉碎 女鬼 冰冷冷的 没兴致 殷悠悠则是冷哼一声 一巴掌按在了楚邪胸口 一股寒气喷勃而出 楚邪私声哀嚎着 浑身哆嗦着一屁股坐回了椅子上 她恼怒的盯着殷悠悠看了一眼 张张嘴想要说点什么 却又被殷悠冰冷无情的目光逼回了肚皮里 好吧 从小就是这般 你比我厉害 我听你的 楚邪闷闷的哼了一声 四仰八叉的躺在大翼上 眼珠子鸡里咕噜的乱转 也不知道她在琢磨些什么 轰的一声俱响 幽鬼祭坛撞在了楚家宝的护城大阵上 一道道巨大的连衣向四周扩散开去 无数条电光狠狠轰击在幽鬼祭坛上 鬼笑连连 鬼气冲天 那张千丈大小的鬼脸再次出现 她一口音风喷出 就听得爆裂声不断 楚家宝的护城大阵被这鬼脸一口气吹得支离破碎彻底破开 幽鬼祭坛长驱直入 静直悬浮在了楚邪等人所在的城门楼前 殷幽幽一声尖笑 她脚下突然喷出道道白色鬼祭 一块装饰以无数恶鬼浮雕 主体是九条猙獰鬼龙的白色玉壁从她脚下凭空冒出 长宽九丈许的厚重玉壁拖着殷幽飞天而起 差点就和幽鬼祭坛撞在了一起 幽千寻 你可是自己送上门来 殷幽冰冷无情的冷笑了一声 一旁大片寒气喷勃而出 水冰玉身边四十九颗人头大小 通体袜蓝色的透明宝珠急速的盘旋飞舞 喷勃出无边寒气 同样带着水冰玉飞身而上 阴幽幽 前次的事情不做计较 这次 我们联手 把幽千寻留下如何 水冰玉甜甜的笑了 只不过 小心哦 上次你偷袭了我一找 你这次可不要被我偷袭了 幽蓝色的鬼气 惨白色的鬼气 冰蓝色的寒气狠狠对撞在一起 不断发出刺耳的爆裂声 幽鬼祭坛 九龙玉壁 玄冰宝珠内同时有低沉的笑声传来 三剑一宝散发出恐怖的波动 楚家宝的城墙上突然裂开了无数的裂痕 然后又被寒气迅速冻成了一块巨大的冰块 我这次来 不是来挑逝的 幽千寻目光阴狠的盯着阴幽幽一行人 合作吧 你们若是愿意和我结盟 我天鬼叫立下的所有功劳 分你们五成 我们要七成 你独得三成就好 楚邪一咕噜的翻身而起 看着幽千寻连声浪笑 幽千寻 吃毒食 会死的 你看看这次 要不是你幽鬼一系的老祖宗出手 你就已经死了 想要结盟 合作 得拿出诚意来喝 楚邪充分发挥了一个商人世家的少主应有的素质 幽千寻冷冽一笑 瞇着眼看着楚邪缓缓点头 好 成交 第105章筹不隔夜 一缕缕吹烟声腾而起 无数百姓跪倒在地 无声的像楚天 迎锈而跪地磕头 好些百姓满脸是泪 泪水滴滴答答沾湿了衣巾 却没有一个人哭出声来 浓浓的悲苦之意笼罩着一望无边的百姓 那些脑筋简单的狼腰都下意识的停下了四处乱逛的脚步 茫然不知所措的看向了这些跪地不起的百姓 数万满荒战士顶盔树甲 静静的列队站在远处山坡上 浑身血腥的他们身体微微站立 经历了无数次血腥厮杀 已经被杀意尽透的目光呆呆的看着这些百姓 他们的目光不时闪烁一下 在冲天的杀意中 却又多了一丝惊恐和慌乱 这些劫后余生的百姓啊 和这些满荒战士的亲眷 家人一般的人族子民 天鬼教在盖州肆虐 让这些百姓家破人亡 若是天鬼教 若是那些异族的势力在十万满荒发动的话 这些满荒战士的亲眷 族人 他们会遭受何等可怕的命运 杂粮粥的香气在空气中扩散开来 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的蝴蝶肚皮咕咕响了起来 他骂了一句粗话 抓起一大块烤得半生不熟的瘦肉 胡乱往上面撒了一把盐盐 大口大口的啃了起来 楚天站在一个小土包上 他向四周跪地行礼的百姓们环视一眼 同样向他们跪拜了下去 向这无数的百姓还了一个大礼 提起钟气 楚天声音高亢犹如千万柄常见阵鸣 尖锐的声音传出了数十里地 诸位父老 赶紧吃饱喝足 赶紧上路吧 有营少主的人马护送 大家一路上进可以安心 以后 好好过日子 活下去 一定要活下去 楚天不知道应该如何向这些父老相亲说起六道血迹 他根本不知道是否应该向他们说这些让他都感到绝望和无力的事情 他只能向这些父老磕头海里 同时一遍一遍地叮嘱他们 一定要活下去 数十只巴掌大小的铁赤血精英尖笑着从高空落下 纷纷落在了伤云身边的一个高高挑起的木架子上 伤云一跃而起 从这些十万满荒特产的信英脚爪上取下了一只只稀小的铜管 从中取出了一份份密函 少主 吕氏一族果然有异动 迎蒙 迎奉几位族老亲率黑龙进位 隔绝了吕氏一族外出的各处险要关爱 这才逼得吕氏一族的大军不敢妄动 只是 这些天 吕氏一族颇为不稳 他们的人 已经和黑龙进位爆发了数十次小规模冲突 伤云将密函中的情报 一一读给了迎袖儿听 楚天站起身来 向迎袖儿点头道 迎少主 看来 优千寻偷袭吕布宇等人 反而打了吕氏一族一个措手不及 吕氏一族怕是想不到 他们勾结了一族 却碰到了不按常理出牌的优千寻 迎袖儿的脸色一阵青红变幻不定 他死死的咬着牙 冷冷的笑了一声 吕氏一族 可想而知 如果不是幽千寻一通胡作非为 真个让吕氏一族勾结了一族里应外合 以天鬼教表现出的恐怖力量 迎氏一族如何能镇压住吕氏一族 搞不好 现在的十万马荒就和盖州一般遍地烟火 处处诡遇 幽千寻一通乱来 吕氏不宇等吕氏族人被恶鬼掌控 反而是给了吕氏一族沉重一击 帮了迎秀儿的大忙 传令下去 乱世当用重点 这迎盟 迎奉两大族佬全权负责平乱之事 黑龙禁卫主力威压吕氏一族 不许他们有丝毫异动 要急伤 礼 王 为各族兵马 全力剿灭平日和吕氏一族交好各族 顺着活 逆着死 回信给两大族佬 事关我十万莽荒亿万移民生死存亡 万不可有半点心词手软 迎袖儿双手揣在袖子里 不紧不慢地说出了一番话来 苍龙脱窍图在他身后缓缓招展 一股莫大的凶艳不断从苍龙脱窍图中涌出 逼得楚天都下意识地向后倒退了几步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怎地 楚天总觉得 这幅苍龙脱窍图如今的气息 比起当日在梅雪精神楼初见的时候 起码强大了一倍有余 或许是因为迎袖儿的友谊收敛 苍龙脱窍图并没有将他的气息完全释放出来 这幅古怪的古琴圣物 他或许得到了更大的提升也不可知 少主 商云在一旁微微欠身询问 我就留在这里 迎袖儿淡然道 既然搭允了楚档头 要帮他迁徙那些虎口余生的百姓 那么就一定要帮到底才是 传令 除了镇压 剿灭吕氏一族的党羽 尽可能抽吊人手 在十万莽荒边界接应 多多吊集粮草运送过来 不仅仅是盖州子民 怕死其他几州 我们都用得上 一旁大吃大喝了一通的蝴蝶猛的抬起头来 黑黑的笑着 小丫头好大的胃口 十万莽荒无边无际 你们对人口的需求可是个无底洞 嘿嘿 若是真个让你吞没了三五个大晋州制的百姓 嘖嘖 你迎是一族的势力 嗯 以后每年 你们能吞下的货就更多了吧 迎袖儿笑吟吟的向蝴蝶行了一礼 虎王前辈说的断然没错 我迎是一族壮大了 镇三州以后的货 我迎是一族就全包了 就怕到时候 镇三州没有足够的货物供应力 蝴蝶巴搭了一下嘴 他嗡声嗡气的说道 还不简单吗 镇三州的货不够 那就镇九州如何 不过是抢地盘嘛 嘿嘿 现在老子要去抢谁的地盘 谁敢不给不成 用力挥动了一下拳头 就听一声巨响 蝴蝶没有动用任何妖力 纯粹的肉体力量激荡空气 他的拳头前方一道白色气爆炸开 百丈外一个高有十几丈的土包轰的一声炸开 漫天土石见起有百多丈高 伤云 伤灵几个足佬 还有迎风等一众年轻将领的脸色瞬间变了 如此可怕的肉体力量 这就是镇三州三大魁首的真正实力 如此恐怖的肉体力量 找遍十万莽荒众多大小不足 根本找不出一人哪 伤云 伤灵偷偷的看了一眼迎秀儿 又看了看楚天 他们隐隐觉得 似乎门当户对这个词 却也没差 吹烟逐渐散去 无数百姓喝饱了杂粮粥 纷纷托家携口列队而行 此起彼伏的狼笑声不断响起 在数万莽荒战士的护送下 无数百姓蜿蜒向西行去 茫茫重山匍匐在西边天际处 那边是十万莽荒 是这些百姓新生的希望之地 体型巨大的山丘猛马步伐沉重 隆隆向前狂奔 蝴蝶站在猛马头部 双手插腰哈哈狂笑 他的笑声犹如一波波巨风横扫大地 肉眼可见的白色气泡在大地上纵横肆虐 所过之处无数天鬼教徒纷纷惨嚎着被巨风卷起 就好似狂风中的稻草人 天鬼教徒们的身体高高飞起数十丈 然后重重坠落地面 无数飞快纵月而来的狼妖私生长啸 他们锋利的爪牙狠辣无情的切割过这些天鬼教徒的身体 犹如割草一样收割着他们的生命 一颗颗绿色光团被狼妖们从天鬼教徒的头颅中撕扯出来 狼妖们欢快地将这些恶鬼的本体吞噬一空 到处都是绵绵响起的狼笑声 一头头狼妖的修为不断突破 阿狗转化的这数万狼妖 如今最弱的也已经有地尊级的修为 其中最强大的老黄狼和其他百多头狼 实力已经逼近天尊敬 天鬼教徒的数量太多了 他们吞噬的盖州百姓精血无法计数 狼妖们吞噬了数以千万计的恶鬼本体 吞噬了他们的全部精气神 这些力量转化为狼妖的妖力 让他们的修为都在突飞猛进 蝴蝶加入后 楚天他们就有了最强大的靠山 好几次他们在天鬼教徒的大队中碰到了吕噗与身上的万年恶鬼级的对手 如此强大的对手 都是被虎蝶一拳劈死 恶鬼本体一半被楚天炼化 一边被阿狗吞了下去 短短三天时间 楚天凝炼成实质 宛如神兵利器的剑气 其总量已经达到了天师境的极致 每次楚天运转大周天星辰剑气法门 三十六处大学同时吞吐天地灵髓 屡屡灵光犹如利剑腾空 周身锐气逼人 其声势好不下人 只要再破开几处大学 楚天就能破开天师境瓶颈 踏入天军境 而等好好的活人 偏偏要去做鬼 蝴蝶站在猛马头顶撕声大吼 你们一个个都该死 该杀 该千刀万挂 前方又是一座城池正陷入血雨腥风中 天鬼教徒们还没来得及用鬼火引燃城池 十几万乌合之众正围着城池 一小部分天鬼教徒中的高手闯入了城中 正在疯狂击杀城内的周兵和寻补 城内有数百个大小院落被点燃 烟火冲天 无数天鬼教徒没有参与厮杀 而是在肆意的发泄他们心中最狂暴的兽性 杀戮 奸淫 劫掠 肆无忌惮的破坏他们想要破坏的一切 围着城池的十几万天鬼教徒吼声如雷 纷纷鼓噪着想要闯入城内发泄兽誉 被狼妖们追得上天无路 入得无门的这一只天鬼教徒疯狂的跑了过去 迅速混入了城外鼓噪嘶吼的天鬼教大队人马中 于是数万天鬼教徒纷纷转过身来 向楚天他们这边望了过来 不知道是哪里传来的吼声 紧接着无数天鬼教徒齐声呐喊狼火 一个个犹如剑鬼一样转身就走 十几万天鬼教徒哗啦啦撒鸭子就走 伴随着狼祸的吼声 城内的那些天鬼教徒也狼狈的扛着劫掠来的财物 拎着劫掠来的女子 一个个惊慌失措的从四个城门窜了出来 这么多人狼狈奔逃 阿狗不断发出悠长的笑声 数万狼妖顿时分成了十几支队伍 从四面八方包抄了过去 城内烟火滚滚 惨嚎声 哭泣声隔着十几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这些天鬼教徒造了大孽 楚天绝对不允许他们有一个逃脱 你们杀人 就拿自己的命来还 一命长一命 最是公平合理 楚天站在另外一头山丘猛马的背上 远远看着那些哭天喊的四处奔逃的天鬼教徒 淡淡的说道 我这个人 最讲究公平合理不过 几头山丘猛马放慢了步伐 慢悠悠的靠近被烟火笼罩的城池 十几个浑身是血 衣衫破烂的中年男子狼狈的从城里跑了出来 他们见到楚天一行人 当先一披头散发的中年力声喝道 本官乃盖州青山府令刘易牧 多谢诸位英雄 救我青山府合成老小 刘易牧满身是伤 他呲牙咧嘴的忍着伤痛 站在城门口就向楚天一行人跪拜了下去 刘易牧身后的十几名做官员装束的男子纷纷跪地行礼 口口声声感谢楚天等人救了青山府满城老幼的性命 楚天等人从山丘蒙马上一跃而下 他快步走到刘易牧面前 沉声道 刘大人速速起来 这些天鬼教徒实力强大 我们纵使歼灭了这一只天鬼教徒 他们怕是还会有援兵到来 为青山府满城老小记 还请刘大人下令 让青山府所有子民搬迁吧 楚天双手握住了刘易牧的手 就要将他拉起来 为青山府满城老小记 还请诸位去死 好否 刘易牧突然抬起头来 他的眸子变成了两颗绿宝石一样的惨绿色 怪声怪气的凝笑起来 轰得一声巨响 城门口的地面突然裂开 一块长宽百丈的惨白色九龙玉壁从地下冉染飞起 一道道白色鬼光冲天而起 将楚天等人死死困在了里面 虎蝶一声怒吼 他身体一晃震碎了困住他的鬼光 一拳轰出将刘易牧的身体炸成粉碎 刘易牧体内一具幽蓝色的骷髅恶鬼飞快的顿了出来 他向后击退了十几丈 朝着楚天节节笑道 我幽鬼一戏 最是记仇不过 息息 仇不隔夜 一定要报 少煮喝 鱼儿落网里 整个青州府城突然变得寂静无声 城内的所有百姓几乎在同一瞬间化为幽蓝色的火把 被可怕的鬼火瞬间烧成了灰烬 幽鬼祭坛从高空落下 一道鬼气打着炫耳急速落下 一把将蝴蝶吸入了祭坛中 没有了这头老虎腰 我看你们还能耍什么花招 尖锐的笑声从高空传来 幽千寻脚踏一团阴风 声嘶力竭的笑着 从高空急速的降落下来 他直勾勾的盯着迎秀儿 私生笑道 迎秀儿 姑奶奶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才让这群贪心的家伙发下恶事全心全意的助我 嘻嘻 我不会再给你机会了 等会你落到我手中 我立刻就要了你的身子 楚天手中青椒剑狠狠一画 一道青光将困住他的白色鬼光撕裂 还不等他迎向幽千寻 鞋刺里一道狂飙袭来 虎啸天大声咆哮着 一拳重重轰到了楚天身后 楚天无奈 只能反手一剑画出 丈许长剑光狠狠劈在了虎啸天的拳头上 扑哧一声 虎啸天震惊怒吼 他的拳头几乎被楚天一剑劈成两片 他抱着血淋淋的手掌向后击退 脸色刷的一下变得极其难看 兄弟们 上啊 上啊 楚邪在大队铁甲护卫的簇拥下冲到了青山府的城墙上 手舞足蹈的大笑了起来 上啊 弄死这群不知道死活的剑种 哎 这迎秀儿 可万万不能伤了他 第106章楚邪的劝说 吼声如雷 十几条散发出天品妖力波动的矫剑身影从虎啸天身后掠出 各色兵器犹如天罗帝王 不留丝毫缝隙的向楚天劈下 楚天转过身来 不看几乎落到自己身上的各色兵器 而是深深的像站在城墙上乱跳乱叫的楚邪望了一眼 18年了 真个亲眼见到楚邪的机会 还真没几次呢 周身三十六处大学同时剧烈的跳动 痴痴声中 楚天周身衣衫化为粉碎 三十六道清光溢溢的剑气喷勃而出 常有数杖的剑气卷动 重重的劈砍在了那些兵器上 十几条虎妖齐声痛呼 他们手中光芒隐隐 不断有符纹闪烁的力气被楚天剑气一击 就好似朽木雕成的玩具一样折断 剑气吞吐中 楚天身体一眩 青色剑气密密麻麻的落在了他们身上 虎妖们浑身见血 一道道深渴击鼓 甚至深入脏腑的伤口不断出现 弹指尖十几头虎妖就打着眩而飞了出去 地上多了四五条胳膊 三五条大腿 更有两颗米豆大小的头颅死不明目的在地上乱滚 虎妖天眼看自家部署伤亡如此惨重 他不由的又是一声怒吼 一把抓住了一头从他身边飞过的重伤虎妖 张开大嘴狠狠一口咬在了虎妖的脖梗上一吸 重伤的虎妖绝望的抽搐了一阵 浑身经血被虎妖天一口吞得干干净净 瞬间变成了一具干尸 虎妖天被青椒剑劈开的拳头上皮肉一阵翻滚 伤口急速愈合 一把将手中虎妖干尸砸在地上 虎妖天转过身朝着城墙上的楚邪怒吼 废物储鞋 给老子闭嘴 有胆 下来亲身厮杀 少在那里像个娘儿一样过躁 狠狠指了只被白色鬼光禁锢在原地动弹不得的营秀儿 虎妖天凝声道 这丫头 幽千寻看上了 老子也看上了 嘿 想要他 谁抢到 就是谁的 储鞋的脸色微微一沉 痴痴的笑了几声 好 虎妖天你说得好 谁抢到 就是谁的 幽千寻已经从高空笔直降落 他远远的向营秀儿一把抓了下去 一只幽蓝色鬼气凝成的骷髅大手呼啸着飞出 急速旋转着扣住了营秀儿娇柔的身躯 我的 当然是我的 咦 虎啸天 这等美人儿到了你手里 你玩过了就把他给吃了 多浪费 虎啸天闷哼了一声 他双手一挥 一柄巨型狼牙棒凭空闪现 他举起狼牙棒狠狠像楚天轰了一棒 随后大踏步向幽千寻奔了过去 幽千寻 是你自己开口向我们求助 既然如此 所有的战利品 就要仔细的分说分说了 这小妞是十万莽荒的少主 嘿嘿 他身上的油水 大得很呢 十万莽荒亿万古秦移民的少主 一如虎啸天所言 营秀儿身上的油水太丰厚了 如果能够通过掌控营秀儿 间接的调动十万莽荒的兵力 这可比幽千寻掌控了天鬼教还要来的厉害 天鬼教徒们固然凶残绝伦 灭绝人性 他们毕竟只是一群乌合之众 而十万莽荒的古秦移民们 他们可是有着成建制的正规军 更掌握了无数古秦秘密 如果能调动十万莽荒的古秦大军为己所用 他们的战斗力 破坏力 对整个人道世界的杀伤力 可比区区一个天鬼教强出十倍 百倍 幽千寻想要营秀儿 虎啸天不蠢 他自然也想要 城墙上杵鞋神色古怪的看了一眼楚天 他巴搭了一下嘴 突然开口说道 来人呐 护卫少爷我亲自下场厮杀 哼哼 营秀儿身上的好处 难道就你们知道吗 不等跟在身边的楚铁图等人反对 楚鞋一声长啸 他腰间一道鬼气森森的灵光飞出 一套造型诡异 阴气冲天的恶鬼甲咒就披挂在了他身上 甲咒后面六支金属羽翼重重一阵 羞羞音风笑声不绝 楚鞋犹如一头大鸟腾空而起 双手紧握一柄犹如白骨制成的方天画戟 当头向楚天一己刺下 虎啸天刚刚那以狼牙棒视如雷霆 一道黑气化为虎头虚影怒吼咆哮着当胸撞来 楚天一声长啸 青椒剑喷出一道三丈长剑气 一击将黑气撕成粉碎 他正要去拦截虎啸天 楚鞋已经到了他头顶 鬼气森森 寒气逼人的白骨长脊当头刺下 楚天微微一犹豫 左手五指一弹 五道青色剑气腾空而起 犹如五条小龙灵动异常的连续击打在了长脊上 丁丁响声不绝于耳 楚鞋身体一晃 有点狼狈的从高空坠落 楚天顿时心里有了朴儿 从楚鞋的表现来看 他的修为 大概就是刚刚踏入天品的水准 而且他的气息浮躁不稳 显然是依靠大量的丹药强行推上来的修为 倒是楚鞋手中的这柄长脊厉害非常 长脊简直犹如火雾 不断喷吐出白色鬼火灵光和楚天的剑气对撞 但是长脊本身从不和剑气直接碰撞 正是如此 楚天好几次想要一剑批了这长脊 却始终没能找到机会 楚鞋坠地 楚天一个大步向前 迅速逼近到了他面前六尺不道的地方 城墙上 楚铁徒等数十名楚家将领纷纷腾空袭来 隔着十几丈远 楚铁徒等人同时出手 一支支硕大的三音列浑爪呼啸而出 带着刺耳的笑声不断逼近楚天 楚鞋突然力声喝道 滚一边去 少爷我难得碰到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 不许插手 让少爷我玩得尽兴了再说 楚鞋手中的白骨长脊突然脱手飞出 化为一条白骨惨惨的古龙仰天嘶吼 绕着楚天急速盘旋 一击将楚铁徒等人打出的三音列浑爪阵的烟消云散 这条长脊所化的古龙威势好生凶猛 带起的净风逼的楚天都立足不稳 身形一阵阵的左右摇晃 楚铁徒等人听了楚鞋的咆哮 他们纷纷立足 站在了十几丈外不敢靠近 楚鞋手一抬 古龙飞回他手中 重新化为一根白骨长脊 他瞇着眼看着楚天 突然说道 吴 楚是少主楚鞋 鬼道阴鬼一系鬼母亲风道种 楚荡头 我认得你 六道血迹 人族世界绝无性理 根本不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深吸一口气 楚鞋长脊一横 淡然道 带着你的兄弟手下 归顺我 我保你 还有你所有亲朋好友的安全 只要不超过百万人 我一粒饱了 傲然一笑 楚鞋怪声怪气的说道 楚档头 你的亲朋好友 总不至于有百万人之众吧 楚天目光森森看着楚鞋 后方吼声连连 阿狗 阿雀 虎大力 老黑已经显出原形 和虎啸天 幽千寻打成了一团 营秀儿虽然被九龙玉壁禁锢着无法动弹 但是他身后的苍龙脱窍图不断放出一道道狂飙 让虎啸天 幽千寻一阵阵的束手束脚 倒也起了很大的辅助作用 借助超乎寻常的天赋神通 阿狗四人居然和虎啸天 幽千寻暂时打了个不分胜负 应声生气的虎啸天咒骂连连 一柄狼牙棒左一棒又一棒 重点朝着虎大力下了毒手 周身三十六处大学内剑气生腾 楚天周身剑芒缭绕 就好似一座刀山矗立在那里 他和楚邪对视了一阵 楚天突然轻声问道 你修炼的 是什么功法 楚邪黑黑笑了几声 他同样压低了声音 楚氏子孙 自然是修炼的大周天星辰剑气 楚档头 好凑巧 你的这门功法 似乎和我楚氏的祖传功法颇有几分相似 楚天顿时闭上了嘴 楚邪也闭上了嘴 两人面色冷素的相互看了许久 楚天一直没吭声 楚邪则是伸出手 用力的摸了摸他那份白细腻堪比少女的面颊 用一种极其发逆的 很是欠揍的自恋的声音 楚邪悠悠说道 哎 看我这细皮嫩肉 风流倜傥的模样儿 我最讨厌 在我不情愿的时候 用手指戳我的脸了 楚邪咧嘴一笑 呲牙咧嘴的表情很是古怪 楚天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神色怪异的看着楚邪 这丝 感情他也记得 还在母态中时 楚天已经生出了灵智 他经常好奇的用手指头去戳身边这个紧密挨着一起的胎儿的脸蛋 左一下 右一下 戳得不亦乐乎 戳得开心至极 真正没想到 这丝还记得 而且 这丝浩强的隐忍之心 他或许早就察觉到了楚天的存在 但是他一直表现的若无其事 赢不了的 真的 毫无希望 我不骗你 楚邪收起了笑容 突然很认真的冲楚天说道 你是人才 楚档头 从你对付周刘云 司马太守的那几招散手 我知道你是人才 乱世 需要人才 我身边 也缺少像楚档头这样机敏 果断的人 尤其是你的那四位兄弟 他们都是妖族之躯 而且血脉非凡 楚邪沉声道 投靠我 我才能护住他们 他们的血脉太特殊了 你看 那条黑龙 虎啸天的祖传神兵砸在他身上 居然只是溅起一缕火光 连林甲都没能破碎 楚邪严肃的说道 他们的血脉太特殊了 太高级了 除非有我这样身份的人护着他 否则他们若是落入妖道之手 他们会比死还要惨 比如说这头四亿白虎 虎啸天一直在朝他下厮守 这丝肯定想要击杀你的这头老虎兄弟 用妖族秘法夺取 吞噬他的血脉 虎啸天不蠢 他定然感受到了 这头四亿白虎的血脉 比他自身的妖王血脉高出一大截 楚邪很诚恳的 隐隐带着一丝哀求之意缓缓说道 投靠我 我才能护住你们 你能护住多少人呢 楚天咬着牙问楚邪 最多百万人 楚邪很认真的看着楚天 我只是鬼道道种 而且我是以人身被封为道种 鬼母再喜欢我 却也无法让我在鬼道拥有太大实权 百万人 这是极限 这是六道血迹 不要说我只是一个小小的鬼道道种 就算我是鬼道道主 我也无法阻止血迹 血迹必须完成 人族必须流足够多的血 只有血迹完成了 五道强者才会返回自家世界 人道才有喘息恢复的机会 楚邪上前了一步 他几乎和楚天排在了一起 一缕极细的 犹如钢针的声音突然刺进了楚天的耳朵 听我说 要命的事情 优千寻那婊子 一边用天鬼叫立下的功劳 和我们交易 换取我们帮他出手对付你们 但是这个死婊子 他还是想要独占功劳 他和我们约定 功劳的划分 看我们出力的多少 他不知道用什么条件 换取了幽鬼一系坐镇此处的一尊鬼王出手 楚天猛的抬头看着楚邪 楚邪满脸是笑的看着楚天 很大声的说道 楚档头 人道世界没希望的 万年一次的六道血迹 人族万年被收割一次 这已经是注定的事情 投靠我 以后转化为阴鬼之躯 最短命也有数千年的寿命 岂不是快活 楚邪说话的同时 那尖锐的声音还在楚天耳朵里响起 鬼王 这是鬼道世界圣境老鬼的封号 圣境 你明白什么是圣境吗 一尊圣境 随手可以击杀天尊巅峰级的存在 他们能呼风唤雨 能掌控风雷 他们有无穷威能 除非百尊天尊巅峰级高手联手 而且要做出全军覆没的准备 才有可能抵挡一尊圣境 幽谦寻那婊子 估计是把自己的身子给献上去了 这才换了这老鬼出手 幸好少爷我为人厚道 交流广阔 这才有人给我谢了这个消息 我连殷悠悠那死婆娘都没有告诉他 不要反抗 不要抵挡 挡不住的 赢不了的 与其白费力气 不如保全自身 尖锐的声音继续响起 两个老家伙 蛮惦记你 楚天的脸色骤然变得极其古怪 两个老家伙 楚邪是说他们的爷爷楚也 和他们的父亲楚风吗 这丝是怎么说话的 但是这么说来 楚也和楚风 他们并没有出事吗 或许 我们挡不住 或许 我们根本不可能赢 楚天闭上了眼睛 他死死的咬着牙 慢悠悠的说道 但是 总要有人做点什么 或许我很蠢 或许 我的行为很无意义 但是 一足袭来 他们肆意的杀戮 放肆 将我们当作牲口一样对待的时候 楚天重重的吐了一口气 一脚踹在了楚邪的小腹上 将他一脚踹飞了七八丈远 总要有人站出来对他们说 你们的行为 是不对的 没有人可以随意的决定这么多人的生死 无论他们有多么高尚或者多么无可奈何的理由 这不是他们肆意杀戮 放肆的屠戮 随心所欲的折辱人 凌辱人 侮辱一个种族的尊严和灵魂的理由 总要有人告诉他们 有些事情不能做 做了 就一定要付出代价 天道志工 你做了 就必须还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 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但是无论我是如何犹如蝼蚁一样卑贱的活着 我起码在我心里 保留了最后一丝的公平 我不能丢掉我心中最后的这一点执念 否则 我和一条臭咸鱼有什么两样 第107章 圣静 圣静 一声痛呼混杂着怒骂传来 虎啸天小腿不小心沾染了一丝老黑毒气 整条腿都在急速变色 大片皮肉在急速的腐烂 不断化为黑色浓血滴落 虎啸天吃痛 虎大力则是嘎嘎狂笑 青龙掩月刀带起一道一道锋利绝伦 死气冲天的白色劲气 暴风骤雨般向虎啸天劈下 虎啸天手中狼牙棒狼狈的左右招架 立足不稳 更有剧毒在体内急速扩散的他心神不定 一身力气石城去了六七城 被虎大力一通乱砍打得节节败退 一个不小心 老黑长笑着突飞猛进 狠狠一爪子挠在了虎啸天的胸口上 血肉飞溅 溅起的血水都是漆黑色 虎啸天胸口又多了三条深可击骨的伤口 不断有黑色的毒血从中喷出 他的气息骤然在降一大截 老黑的修为根本比不上虎啸天 但是他临甲坚固不具刀柄 一身剧毒精神怕鬼的 虎啸天一不小心中了他的手段 硬生生就从压着老黑和虎大力乱打 变成了虎大力一人轻松压制他 老黑转过身 瞅准了和阿狗 阿雀纠缠的幽千寻 扑扑两声 连续两口毒气喷出 幽千寻大惊 见到虎啸天的惨状 他哪里还敢尝试老黑的剧毒 一道阴风平地而起 化为一堵鬼火缭绕的风墙 硬生生挡住了老黑喷出的毒气 这里刚刚化解老黑的攻击 阿雀突然一声大喝重 虚空中一道水缸粗细的雷霆猛的降落 狠狠劈在了幽千寻的脑袋上 纯阳刚猛的天雷炸的幽千寻浑身火光四溅 身躯上裂开了无数网状裂口 大片电光在伤口内急速的跳动鼓荡 痛得幽千寻嘶声惨嚎 你们还想捡便宜吗 还不出手 你们就不怕恶事反事 幽千寻和虎啸天骤然全面落了下风 他们顿时声嘶力竭的怒吼起来 尤其是虎啸天 他的吼声变得中气全无 软塌塌的就好像被人打断了几两股的猫儿一样 呵呵 一声轻笑 背负白色羽翼的大日千军悄然从城内飞出 他手持一柄造型奇异的三叉剑 向虎啸天大声道 虎啸天 我这里有我书祖炼制的解毒灵液 大家自己人 对折卖给你 要否 老黑的毒气何等可怕 短短几句话的功夫 虎啸天除了面门还是原本颜色 他全身都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黑气 每个毛孔都在往外渗出黑色的毒血 气息更是衰败到了极致 听了大日千军的话 虎啸天立声吼道 罢了 罢了 这一刀不挨也不行 救命的解毒灵液 你说是什么假都好 赶紧用上 你怕我虎啸天赖账不成 大日千军哈哈一声大笑 他手掌一翻 一个白玉长颈瓶飞出 瓶塞碎开 一道带着富裕新香的绿色灵液喷洒而出 点点滴滴的灵液犹如活物一样 静直飞向了虎啸天 迅速融入了他身体 虎啸天被一股淡淡的百花香气笼罩 痴痴声中 他身上不断有黑气扩散开来 老黑嘶嘶笑了一声 虎啸天的脸色骤然变得越发难看 他力声骂道 大日千军 火不对 你这灵液能解毒 他只是暂时压制住了我体内毒气 这毒还在哪 大日千军的脸色骤然变了 他深沉的看了老黑一眼 沉声道 只是暂时压制 虎啸天 这条黑龙有古怪 我要他的血和弦液 最好挖出他的内担 我才能配置出对症的解药 虎啸天咬咬牙 大吼一声拎着狼牙棒向老黑反扑而上 狼牙棒带起一道黑色旋风 咚咚有声不断砸在老黑的头上 驳梗上 老黑身上火星四箭 巨大的打击力震得他不断后退 却无法睁客伤到他半点儿皮肉 斜刺里虎大力突然一声大吼 半人半腰形态的他背后四肢巨大的白色羽衣一斗 虎大力身体犹如瞬移一般 在空气中带起一道白光 瞬间掠过了虎啸天的身体 青龙掩跃刀斜斜拖过虎啸天腰身 骨肉碎裂声清晰入耳 虎大力在虎啸天身上拉开了一条三尺多长的大刀口 差点将虎啸天一刀拦腰斩断 唉 欠仗还清之前 虎啸天 你可不能死 大日千军被虎大力的突然发飙吓了一大跳 刚刚他居然没能看清虎大力是如何突然抱起 掠过虎啸天身边的 那一瞬间 好似空间和时间对虎大力都失去了概念 他争个好似瞬移划过了虎啸天 大日千军一声长啸 手中三叉剑脱手飞出 痴痴几声化为一饼饼亮晶晶由于一样灵动的小飞剑 嗖嗖有声的破空飞来 带起一道道杖许长的剑光绕着虎大力和老黑一通乱批乱砍 虎大力痛得嘶声怒骂 他一个不谨慎 被三道剑光掠过身体 被划出了三条深可击鼓的可怕伤口 他背后羽翼一阵 又是一道白光闪烁 虎大力瞬间挪移出了数十丈外 出现在幽千寻身后 又是一刀神出鬼没的劈在了幽千寻的后背上 幽千寻惨嚎一声 被虎大力一刀劈得飞出老远 他不解的回过头看着虎大力 这丝刚刚还在数十丈外 怎么会突然跑到他的身后的 倒是老黑若无其事的任凭无数飞剑乱刺 火星四剑中 老黑的鳞甲上出现了无数细小的擦痕 除此之外 大日千军的这些飞剑没能对他砸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 大日千军 你们大日一系的灵兵 也就这般水准了 鸡巢的笑声传来 大叶破军扛着一柄看上去就极其沉重的黑色重弩飞出了城池 他将重弩对准了老黑 怪声笑道 让你见见我亲手炼制的这具乌光弩 这条四角爬虫 管他的鳞甲有多厚 只是一弩的事情 冰冷的笑声传来 面色 嘴唇都细腻惨白犹如极品戏词的殷悠悠踏着一团阴风从城内飞出 周身寒气奔涌的水冰玉跟在他身边 水冰玉抬手就是两座冰山当头落下 狠狠砸向了阿狗和阿雀 殷悠悠则是落在了楚鞋身边 目光阴狠的盯着楚天 楚鞋 你想收服这人 轻轻摇了摇头 殷悠悠淡淡的说道 既然他不领情 还出手伤你 那就杀了吧 一声冷笑 殷悠悠举起双手 咔咔声中 两只白惨惨的鬼爪撕开空气 狠狠向楚天的胸口抓了下来 咔嚓一声响 楚鞋挥动方天化解 一挤将殷悠的两条白色鬼爪震得粉碎 大老爷们干事 娘们去一边去 楚鞋狠狠的瞪了殷悠悠一眼 殷悠悠周身鬼气弥漫 他身后一轮惨白色的光运荡开 一波波让人窒息的阴冷之气不断扩散开来 他的眼珠整个变成了惨白色 冰冷无情的盯着楚鞋 你敢对我这般说话 有什么不敢的 楚鞋傲然挺起了胸膛 你是鬼母亲点的道种 我也是 而且鬼母对我的看重更胜过你 我会怕你 从小告状 你那一次告赢过我 殷悠悠气得小脸抽搐 他咬着牙 冷冰冰的说道 你 别惹我出手 楚鞋眸子里一抹诡诀的幽光闪过 他慢悠悠的说道 你倒是出手啊 殷悠悠 我赌你不敢 下 真当你从小修为比我高 我打不过你 从小任凭你打着完 我就真拿你没办法 不等殷悠悠开口 楚鞋慢悠悠的说道 那边的 幽千寻啊 少爷我可是天生的 殷悠悠猛的举起了双手 闭嘴 不要说了 好 这个人 随你的意思去做 狠狠跺了跺脚 殷悠指着楚鞋骂道 楚鞋 我看你能胡闹到什么时候 你简直 不使好人心 一边骂着 殷悠悠化为一道阴风 气势汹汹的冲到了幽千寻那边 冲着阿狗 阿雀 虎大力就是一通乱打 漫天都是白惨惨的鼓爪乱飞 打得虎大力一行人连连后退 幽千寻狼狈的站起身来 他狐疑的向殷悠悠 楚鞋飞快的扫了一眼 有什么事情 是他幽千寻不知道的吗 楚鞋和殷悠悠之间 到底是什么个关系 啊呸 好人心 楚鞋很粗鲁的骂了一句 你得先是一个人哪 是不是 真真古怪 鬼道的恶鬼 怎么说话的时候总是带上人道的口头禅呢 吓 真古怪 冷哼了几句 楚鞋按了按被楚天踢中的位置 大步走到了楚天面前 他咬着牙 低声骂道 耶 就你伟大 就你了不起 就你知道狗屁的天道公正 知道一孩一抱 可是有用吗 有用吗 有个屁用啊 你挡不住 你就得死 你知道死有多吓人吗 收起你那点没什么鸟用的小心思吧 你救不了人道的这些人 楚鞋咬着牙 尖锐的声音在楚天的耳朵中愤怒的激荡 我也有我的理想 有我的追求 我只想一家子快快活活的活着 每天紧一玉食的吃饱喝足 每天都能调戏 把玩几个小丫头 我知道我的想法很没用 不够男人 那又怎么样 我清楚我有多大的力气 我知道我能做到什么样的事情 我能做到的就这么多 我做不了更多了 这人道世界 你知道有多少人吗 这大晋的天下 周至八千 辅至数百万 县至数亿 黎民人丁万万亿 你能救这么多人 这不是你一个人能救下来的 他们如果想要活 他们就应该自己去拼命 他们不应该期盼着你去救他们 你也别以为你能救了他们 你做不到 没人能做到 没人能够从武道联军的手上救下这些人 所以 宁者保身啊 大哥 聪明一点啊 大哥 会死人的 大哥 楚邪越说越激动 他突然横过长脊 狠狠一赶抽在了楚天的脸上 楚天一声问哼 沉重的长脊阴寒刺骨 措手不及的楚天被打得半边面甲骨开裂 面门被撕开了一条极深的口子 大口吐着血向后飞出了十几丈远 楚荡头 我看你是个人才 所以 你和你的人 少爷我强行征收了 楚邪不等楚天开口 就像一旁的虎啸天 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 幽千寻 水冰玉冷笑道 诸位 可听好了 以后他们就是我的人了 谁敢对他们下黑手 我楚邪打不过你们 但是我向鬼母告状 可是一告一个准的 痴痴冷笑了一声 楚邪冷声道 可不要伤了大家的和气啊 虎啸天 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 幽千寻 水冰玉同时愣了愣神 一个个不知所措的看向了阴幽幽 虎大力 老黑 阿狗 阿雀同时向后退了几步 他们站成了一排 神色莫名的看着摇摇摆摆从地上挣扎起来的楚天 以及站在那里大声呼喝的楚邪 猛不叮的 虎啸天立声喝道 这几个人也就罢了 这头四翼白虎 我定然要宰了他 谁敢阻我 就是我生死仇敌 幽千寻眼珠一眩 他慢悠悠的笑道 别的也就罢了 这位 楚档头 他击杀了我麾下这么多的天鬼教徒 若是我不找回这个场子 岂不是说我幽鬼一戏 就怕了你们阴鬼一脉 就算是阴鬼鬼母开口 这事 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 东的一声俱响 悬浮在九龙壁上空的幽鬼祭坛剧烈的震荡了一下 蝴蝶周身喷吐着浓浓妖气 大声嘶吼着从幽鬼祭坛的一个鬼头的大嘴里冲突了出来 他大声吼道 小鬼才子们 还有什么阴谋手段 尽管驶出来 狂笑一声 蝴蝶俯瞰了一下九龙壁上的众人 斗手就是一道狂飙向幽千寻砸了下来 小鬼娘们 这是你的鬼祭坛吧 虎笑连连 净风扑面 幽千寻被蝴蝶打出的拳尽下的脸色惨淡 急忙立声喝道 还请老祖出手 黑黑一声怪笑传来 幽千寻胸口上悬挂的一块黑色晶石吊饰中一道蓝幽幽的鬼祭冲出 一明发色成蓝紫色 长相清局颇有文人雅式之风的中年男子从鬼祭中悄然走出 他抬起手来 一掌向蝴蝶轰出的全劲拍了上去 一声巨响 赤裂霸道的全刚在中年男子的掌心炸得粉碎 蝴蝶惊了一声 中年男子则是脸色微微一变 身体一晃 向后滑退了两步 你 中年男子的眸子里泛起一道诡秘的幽光 你的血气如此充沛 妙哉 若是能吸光你浑身惊血 嘻嘻 一声鬼笑冲天而起 四周虚空骤然剧烈的波动起来 一股浩浩荡荡宛如天崩灭式的恐怖威压从中年男子体内席卷而出 四周虚空疯狂的扭曲 震荡 诡异的阴寒力量笼罩一切 好似要将万物都绞成粉碎 楚天只觉浑身剧痛 好似有无数根燃烧的钢针狠狠的扎向了全身 只是一声鬼笑 楚天就有一种肉身到灵魂都要被撕碎的恐惧生出 痴痴声中 楚天的皮肤上裂开了无数极其细小的伤口 大量鲜血飞洒而出 弹指间他体内鲜血就被吸出了一半左右 弹指间楚天就被震成了濒死状态 第108章 无名的海岛 仅仅是一声长啸 外放的气息 就让楚天毫无反抗之力陷入冰死状态 楚天艰难的回过头去 他看到老黑在大口大口的吐血 身上的林甲犹如被浓酸浸泡一般痴痴的冒着白气 林甲被一层层的腐蚀脱落 虎大力背后四肢羽翼光芒暗淡 白色的羽翼迅速的变黑 一片片羽毛不断脱落 阿狗低沉的咆哮着 他大口大口的吞噬着四面八方向他逼去的鬼气 笑月贪狼的好胃口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勉强延缓了鬼气对他的侵蚀和伤损 但是短短一个呼吸的时间后 阿狗身上淡青色 光泽如水的毫毛也变得灰色无光 扑哧一声 阿狗一口黑血喷出 恰恰喷在了双腿无力 狼狈跪倒在地的阿雀身上 幽千寻好似打了鸡血一般 在这中年男子放出的恐怖气息中 他的气息节节高涨 头顶好大一团蓝色阴晕翻滚 内有无数恶鬼头颅若隐若现 除开幽千寻 其他人 包括阴幽幽和楚邪这两位鬼道道种 还有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 虎啸天 水兵玉 以及刚刚从城墙内窜出来 芒不迭跟在水兵玉身后的兄长水兵叶 一行人全都脸色惨变 不断吐血 气压全场 无差别攻击 除了童园而出的幽千寻 其他人尽皆重伤 哦 不 还有盈秀儿他被苍龙脱窍图紧紧裹了起来 图卷中苍龙仰天长啸 一股股洪荒浩的气息喷勃而出 死死抵挡住了漫天鬼气的侵蚀 盈秀儿的小脸蛋有点苍白 但是看上去并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蝴蝶眼看楚天等人被中年男子的气息压制的如此模样 他怒笑一声 身后一团金灿灿犹如烈日的光团涌出 一声声唬吼惊天动地 一股炽热 霸道 野蛮 狂放的妖气翻滚而出 好似一颗小太阳悬浮在空中 恐怖的热力 焦躁的热力 霸道横行的热力化为无数道金光从高空呼啸落下 狠狠的撞击在中年男子释放出的恐怖鬼气上 妖气 鬼气剧烈对撞 虚空剧烈的拨动着 九龙玉壁剧烈的摇晃着 楚天只觉五脏六腑一阵剧痛 他嘶声的咆哮着 虎蝶和中年男子的气息对撞 就好像两个巨人在大海中搅水玩 他就是海水中一只最为脆弱的海虾 五脏六腑都要被巨人掀起的巨力震碎了 毫无疑问 死了两次 借助九死玄规法提升了四倍实力的虎蝶 他已经是实打实的圣镜实力 但是蝴蝶空有圣镜的恐怖力量 他却缺少对圣镜的感悟 他对力量的控制并不如中年男子这么的老辣纯属 蝴蝶火急火燎的想要用自己妖气撕开中年男子的诡气立场 却差点直接碾死了楚天等人 楚天听到了自己骨骼碎裂的声音 他更感到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在不断的流血 他怒骂了一声 青椒剑在他掌心一阵轰鸣 剑光吞吐树杖 他想要遇见从背后刺激中年男子 不动还好 楚天一动 恐怖的距离从四面八方袭来 楚天的身体内转来咔咔响声 好几根肋骨直接被扭曲的 变幻莫测 急昼波动的立场震碎 一口热血冲到了嗓子眼 楚天眼前一黑 差点就昏厥过去 这次 真死里 圣镜 该死 楚天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感情 六道世界还真有人能够踏出那一步 还真的成功了 嘿 六道世界的圣镜 应该是紫霄生所说的何等境界 安身镜 利命镜 亏天镜 不大可能吧 楚天黑黑的笑着 大量血水 血泡不断从嘴里喷出 殷幽幽也在大口吐血 他嘶声惊呼道 幽翅鬼王 你敢对我各道道众下黑手 你 你 你 中年男子幽翅鬼王回过头来 轻描淡血一直点出 砰的一声 阴幽幽的小腹上就炸开了一个透明的碗口大小的窟窿 白皙细嫩犹如白瓷的血肉横飞 大量阴寒刺骨的血水喷出数十丈远 甚至见到了楚天等人的身上 道种试炼的规矩 是我们定的 我们定的规矩 该怎么办 由不得你们小辈过躁 幽翅鬼王痴痴的笑了起来 阴鬼母在 我自然不敢对你们下狠手 他不在 我杀两个阴鬼一戏的小辈 又算什么 死掉的 就是没价值的 就是垃圾 你们还没看清六道血迹的真正面目 幽千寻得意洋洋的扭动着纤细的腰身 向幽翅鬼王抛了一个非纹 六道血迹 人道人族固然是主祭品 我们谁不是祭品呢 我们这些道种 只有活下来的 才有成长为一方强者的机会 甚至有可能成为一道道主 死掉的嘛 幽翅前辈说的没错呀 死掉的 就是垃圾 幽千寻慢悠悠的向楚天一指 垃圾 就该被清洗掉 省得爱手爱脚的 看着也脏了眼睛 幽翅前辈 杀了这小子 嘻嘻 他的那柄剑 晚辈缠了好几天了 幽千寻眼波如水 向幽翅鬼王抛了个媚眼 轻轻的扭了扭腰身 幽翅鬼王痴痴一笑 小手指一点 一道无形无际的恐怖力道就呼啸着向楚天的胸膛撕了过来 虎蝶怒声咆哮 他双拳如流星不断砸下 一众重鬼气帷幕重重叠叠的迎了上来 任凭他摧毁了一重又有一众 他的实力和幽翅鬼王相当 一时半会拿理工的破幽翅鬼王的防御 眼看一股阴寒刺骨的力道已经碰触到了楚天身体 楚天右手臂上绑着的牛皮护臂中 一道紫色的光芒亮了起来 紫霄声临走时赠送他的那片紫色羽毛状玉符震碎了牛皮护臂横空而起 紫色玉符哗啦啦一声扩散开来 化为无数片巴掌大小的羽毛状光团覆盖了方圆百丈之地 虚空在剧烈的震荡 一股恐怖的气息冲天而起 一声惊天动地的鸟提升化为有如实质的恐怖波动向四周扩散开 震碎了幽翅鬼王轰向楚天的这一击 更将幽翅鬼王阵的五脏六腑一阵翻滚 大口吐血向一旁飞出老远 下一瞬间 方圆百丈的虚空崩解了 无数空间乱流呼啸着席卷而过 重伤冰死的楚天 同样重伤的虎大力 老黑 阿狗 阿雀 同样不断吐血的楚邪 阴幽幽 幽千寻 水兵玉 大日千军 大日破军 还有被苍龙脱壳图护着的营秀儿等人 所有人身边紫色光蕴闪烁 纷纷被空间乱流卷得无影无踪 楚天昏厥了过去 虽然身边有一层柔韧异常的紫色光蕴保护 帮他抵挡住了空间乱流的侵蚀 但是身体在虚空中急速挪移带来的巨大震荡 依旧让他大口吐血 直接昏了过去 紫色光蕴中 一缕缕柔韧精纯的力量不断的渗入他的身体 犹如温水一样浸泡他全身 缓缓的恢复他的伤势 催生他自身的精气神 不断生出新的血液补充全身 四周一片漆黑 有无数奇异的极细的光线一闪而过 却根本看不清那些光线究竟是什么 过了不知道多久 或许是一弹指的瞬间 又或者是千年 万年 当楚天的伤势已经全部恢复 身体状态也提升到了巅峰状态时 虚空剧烈的震荡了一下 他身边的紫色光幕炸开 他被一条突然裂开的空间裂痕抛了出去 身体一震 楚天一声长笑 瞬间从昏厥中苏醒 下方是一片银白色的强光扑面而来 楚天右手挥剑 弹指尖数十道剑气喷勃而出 借着剑气呼啸的反冲力 他脚下一团狂蜂涌出 拖着他的身体轻飘飘的向一旁横挪了数十丈 身体在空中横移 剑气将下方的银白色强光打出了一条条长长的裂痕 痴痴声响传来 楚天在空中看清了下方的景象 在他脚下十几丈的高度 是一片银白色毫无杂质 一片平坦没有任何起伏的细沙滩 赤裂的阳光照在沙滩上 平坦如镜的沙滩反射阳光 这才是楚天睁开眼时看到的那一片银白色强光 楚天最初见到这些银色光芒 还以为有无数的刀剑扑面砍来 实则只是沙滴的反光而已 他顿时放下心 任凭身体轻飘飘的落在了沙滴上 他向四面八方看了过去 他的身体左右两侧 是绵延不知道多少里的银沙滩 正前方七八里外 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蔚蓝 和天空一样几乎融为一体的蔚蓝色 波涛声隐隐传来 楚天顿时知道那边是一片汪洋大海 在他身后 宽有十几里的沙滩尽头 是一片浓密的树林 浓浓的绿意一望无际 隐隐可以看到极远的地方有山峰起伏 数百里外 有大山高耸入云 犹如一座座巨大的屏风矗立在无边的绿色中 随风传来了低沉的野兽咆哮声 低沉而极有穿透力 相距大概有百里左右 一生兽后能生振百里 楚天不由的咧了咧嘴 这野兽的体型 估计比营秀儿手下鹅山丘猛马小不到哪里去 定然是那种体型极其魁梧的巨兽 也不知道是肉食性的 还是吃素的 希望 是吃素的吧 楚天向四周望了过去 摇着头连连苦笑 子兄啊 子兄 你这玉符 把我送来了什么地方 一点紫色的光芒染染在楚天面前凝聚 依稀就是一枚紫色羽毛的模样 紫硝声蓝蓝散散的声音从紫光中传了过来 楚档头 惊喜不 感动不 是不是后悔没有跟我走 做我的家臣 我也不知道这枚大挪衣服是什么时候被激发的 但是我给它设定的是 当你有身允之威 而且攻击你的力量足以将你打得魂飞破散的时候 就立刻带着你身边摆杖内 所有的实力对你造成不了危险的生灵破空顿走 吓 这个设定怎样 你身边摆杖内 实力不如你的人 都跟着你一起被带走 如果是你朋友 既然你都有魂飞破散的风险 那自然也是救了他们一命 如果是你的敌人 嘿嘿 反正你的伤势此刻定然是痊愈的 而其他人的伤 我保证他们三个月内 只有喘气的力气 怎么样 是不是很体贴 很照顾你 这些人本来实力就对你没有太大威胁 我又在挪移的过程中个 给他们狠狠的加上一把伤 嘻嘻 现在他们肯定是任你鱼肉 随你为所欲为裸 至于这枚大挪衣服选择的目的地们 六道血迹当前 你如果有魂飞破散之威 那么肯定是武道的那些真正的高手出手了 所以 我设定了让他将你和你身边的人 尽可能的远离大进疆域 毕竟 不管你的那些故事是从那些死乞丐 烂叫花子那里听来的好 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好 我宁可相信 那些故事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所以 你这么精彩的人 是万万不能死的 不愿意做我的家臣 虽然忤逆我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 但是 谁让我们是朋友呢 所以 把你送去一个安全的地方保命 你就不用感谢我了 如果你要返回大进 就自己慢慢的找路吧 我盘算着 等你找到回去的路的时候 五道生灵差不多也撤离了人道世界 修炼九死玄规法 别的好处也没什么 能抗揍 能有九次死而复生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 修炼这门秘法的人寿命都极长 加上炼天炉帮你熔炼天下万物 你或许有立命靖大成的机会 立命大成 自然寿命就不算是威胁了 楚档头 你就安心的活下去 多花点时间找回去大进的道路吧 我也不知道大挪移服会把你送去哪里 反正 你的命会足够长 慢慢找 总能跑回去的 呵呵 呵呵 呵呵呵呵 一连串不负责任的傻笑之后 紫色的光团轰然炸开 再没有半点而声音传来 楚天茫然看着碎裂的光团刚刚所在的位置 过了许久 他才哭笑不得的抬起头来 放声大吼 子兄 你一方好心 可是 你把我丢到哪里来了 这里是一个岛吗 这里是一个岛吧 喂 其他人呢 其他人呢 话音刚落 后面山林中就传来了激烈的打斗声 虎大力 阿狗 阿雀 老黑愤怒的咆哮声远远传来 弄死这鬼娘们 砍脑袋呀 鬼娘们 咱们这是到了哪里 看黑爷的吐沫 阿呸 弄死他 弄死他 呼呼 狗爷断了三十几根骨头 好痛 天歌在哪里 鬼娘们 天歌呢 天打雷皮呀 轰轰 喀啦 十几道雷光从空中落下 伴随着凄厉的喊声 浑身是血 奄奄一息的幽千寻狼狈的从山林中窜了出来 高一脚 矮一脚的逃到了沙滩上 楚天呵呵笑了起来 远远的高声叫道 哎呀 这不是幽千寻幽大姑奶奶吗 哟 哟 你主动送上门来了 幽千寻猛不丁的见到楚天 他犹如见鬼一般尖叫一声 吓得一下子跳了起来 十几道雷光狠狠砸在了幽千寻的身上 打得他浑身黑烟直冒 惨嚎着一头倒在了地上 第109章 临时的团队 鬼笑啾啾 幽千寻头顶那枚鬼头印喜再次飞出 一片幽蓝色鬼气化为一道帷幕将他整个笼罩在内 满脸是血的幽千寻抬起头来 怨读无比的朝着阿狗 阿雀四人嘶声诅咒 楚天哈哈大笑 他脚踏狂风快步的冲了过去 青椒剑迫不及待从他手中飞出 杀气腾腾的化为一道十几丈长青光刺穿了鬼头印喜 去世极快的青椒剑带着鬼头印喜飞出数十丈远 吃得一声将鬼头印喜钉在了一株大树上 鬼头印喜上方的鬼头雕像犹如火雾 不断的呲牙咧嘴嘶声咆哮 青椒剑通体青光流荡 隐隐一抹仔细荡漾 鬼头印喜不断发出痴痴声响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丝一丝的不断缩小 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鬼头印喜就已经缩小了一圈 青椒剑光芒更胜 一道道尖锐的剑气喷勃而出 十几丈内草木横飞 一株猪大树被剑气拦腰截断 沉重的树干不断的倒下 发出沉闷的巨响 幽千寻嘶声尖叫 他手掌一翻 一枚鬼气缭绕的小剑猛的从他掌心飞出 绕着他急速盘旋 不断发出尖锐难听的鬼笑声 他伴跪在地上 犹如重伤的猛兽一般 瞇着眼死死的盯着快速掠去的楚天 好 今天我就和你们同归于尽 话音未落 斜刺里阿狗脖梗以上突然长出大片长毛 他的脑袋化为笑月贪狼本相 张开嘴一口咬了下去 阿乌一声 幽千寻身边急速盘旋的小剑被阿狗一口吞进嘴里 小剑在阿狗嘴里乱刺 溅起了大片血水 阿狗嘴里一个黑洞急速旋转 硬生生将小剑缓缓的拖拽了进去 就听刺耳的鬼笑声不断 小剑最终没入阿狗体内不见了踪影 噶 阿狗嘴里喷出一道冷气 他满意的摸了摸肚皮 身上气息骤然高涨 俨然已经是天尊高阶级的水准 他嗷呜一声仰天长笑 右手狠狠一挥 一道月青色湖光从他爪子上飞出 擦着幽千寻的头皮掠了过去 幽千寻半边头发被切得干干净净 露出了淡青色的头皮 他惊恐的看着阿狗闪烁着淡淡幽光的爪子 突然死死的闭上了嘴 很是妩媚的向阿狗笑了笑 然后转过身来 笑颜如花的向楚天行了一礼 这位公子 前世种种 近世误会 楚天哈哈大笑着冲到了幽千寻面前 一脚重重的踹在了他的小腹上 一声闷响犹如雷鸣 楚天经过第二次翠字绝翠炼肉身后 他的筋 骨背风雷之力翠炼了一番 肉体力量再长了数万斤不提 他的爆发力更是增加了十几倍 这一脚瞬间爆发出的力量起码有三五十万斤上下 就算是一头山丘猛马 也会被楚天这一脚踹死 幽千寻的身体骤然对折 体内骨骼咔咔爆响不断 一道血柱从他嘴里喷出老远 他犹如出塘的炮弹被楚天一脚踹飞 几乎是贴着地面笔直的向后飞出 咔咔咔爆响连连 一连十几棵树人核爆的大树被幽千寻撞穿 木屑飞溅 枝叶乱飞 幽千寻一头撞在了一株大树上 就听他脖梗咔咔咔脆响 筋骨碎裂 头颅怪异的垂了下来 整个身体犹如破碎的布娃娃一样怪异的扭曲着 犹如烂泥一样瘫在了地上 命 也是误会 楚天咯咯冷笑了起来 不好意思 刚刚 我这腿突然发扬巅峰了 一不小心踢了你一脚 这也真正是误会 虎大力背后四肢羽翼一震 他破空顺移到了幽千寻身边 极其粗暴的掐着他的脖子将他拎了起来 身体一晃 白光一闪 他又回到了楚天身边 重重的将幽千寻往地上一摔 沙帝发出一声闷响 大片白沙飞起 幽千寻在地上砸出了一个身有丈许的大坑 他浑身肌肉碎裂 大量寒气逼人的幽蓝色血浆不断从身体各处伤口流出 他痛得哼哼唧唧直叫缓 浑身不自觉的颤抖着 楚天的头皮微微一动 鼠爷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 趴在了他的头上 爪子一晃 在楚天的发际上扎了一朵而淡蓝色的野花 哎哟 你们这群小混蛋下手轻一些 注意下手的位置 好大的两个又白又圆的大馒头 硬生生被砸成海碗了 哎哟 你让这鬼娘们的娃儿 以后怎么还有奶喝 鼠爷不开口还好 一开口就没个正经的 幽千寻艰难地转过面孔 呲牙咧嘴地陪着笑向鼠爷轻轻点头 这位 鼠妖前辈 我们鬼道繁衍后代 却是不用吃奶的 鼠爷顿时勃然大怒 气势汹汹地站在楚天的发际上 细长的尾巴从他身后绕了过来 尾巴尖尖崩得笔直死死的指着幽千寻 简直是无法无天 简直是丧尽人伦 既然你们鬼道的鬼娘们又不用喂奶 你们长这么一对儿大馒头做什么 啊 还有比这更气人的吗 还有比这更虚伪的吗 还有比这更不要脸的吗 鼠爷眼珠子通红通红地盯着幽千寻 突然他转过身 尾巴尖尖朝后面一指 大声说道 看看那个浑身惨白的小鬼娘们 他也不用喂奶吧 所以他干脆是平凶 这才是老实鬼理 后面数里外 阴悠悠阴沉着脸 正和楚铁图一行楚家司军将领 簇拥着楚鞋从树林中走了出来 以他们的修为 隔着这么远 鼠爷的声音他们依旧是听得清清楚楚 本来阴悠悠的脸色就难看到了几点 猛不丁的听到鼠爷如此点平 阴悠悠的脸色顿时白里透着青 青里透着蓝 蓝里透着紫 整个脸色瞬息万变 气息也变得格外的冰冷可怕 一声尖锐的藏壕传来 被青椒剑钉在树干上的鬼头印洗上爆发出一团幽蓝色鬼气 一颗鬼头虚影在鬼气中急速的闪烁了击下 啪的一声炸成了无数细细的光点飘散 青椒剑吞噬了整个鬼头印洗 无比满足的腾空飞掠回到楚天手中 一股冰冷的洪流呼啸着冲进楚天身体 炼天炉欢天洗地的张开火门 将这枚防御力惊人的鬼头印洗的精华一口吞下 用紫色火焰慢慢的锤炼起来 楚天随手将青椒剑抵在了幽千寻的天灵盖正中 似笑非笑地看向了楚邪 阴幽幽一行人 别乱动 否则 他就死了 阴幽幽看着面色发黑的幽千寻 轻飘飘的一撇嘴 幽幽冷笑道 下手吧 他的死活 和我们没关系 楚邪眉头一挑 他看了看站在他身后的三十几位楚氏司军的将领 急忙抢到了阴幽幽身前 朝着楚天连连摆手 别冲动 别乱来 楚档头 我们有话好好说 楚天笑了笑 青椒剑慢幽幽的滑动 三两下将幽千寻刮了个大光头 和阴幽幽白净的光头相应成去 阴幽幽则是猛的一拳打在了楚邪的脸上 他力声喝道 楚邪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不许他下手 你这么关心幽千寻的生死 是不是你和他有一腿 阴幽幽这一拳用力可不小 楚邪被打得向后连连倒退了好几步 他摸了摸被打得裂开的嘴角流出的鲜血 嘎嘎笑了几声 突然飞起一脚 狠狠踹在了阴幽幽白净的小脸蛋上 一声俱响 阴幽幽被楚邪一脚踹飞了十几丈远 他狼狈的从地上怕了起来 不可置信的看着楚邪 嘴唇微微哆嗦着 嘶声尖叫道 你敢打我 楚邪 你居然敢对我出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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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的胆子 你 你 你是要翻天了不成 吓 楚邪一声冷笑 随手向阴幽幽一指 楚铁图等三十几位楚氏司军将领无声的拔出长刀 同时向阴幽幽围了上去 楚铁图的皮肉骤然变成了半透明色 他的身体内 那具灰绿色的骷髅人影眼眶里两团惨绿色的鬼火赤裂的燃烧着 他慢幽幽的说道 阴幽幽 不要让咱们为难 咱们兄弟效忠的道种是楚邪楚公子 你若是再敢对公子有任何不敬 就不要怪我们兄弟们不客气了 阴幽幽傻眼了 他不可置信的看着楚铁图等人 过了好一阵子 他才冷声道 你们要弄清楚你们的身份 你们是我阴鬼一系的族人 楚邪他 楚铁图咧开嘴 很是鬼秘的笑了笑 公子他是鬼母亲点的道种 而且 咱们兄弟们坚信 跟着公子他的前途 比跟着阴幽幽你 还有跟着其他鬼道的道种要强出百倍 千倍 嘿嘿一笑 楚铁图慢条斯理的说道 我们阴鬼族人的行事风格 你是知道的 咦 死在这里 没人知晓 不要说把你给生吞活泼了 就算我们做出更加过分的事情 没人知道呀 我们还用忌惮什么呢 阴幽幽下意识的向后退了几步 他冷声道 你们 楚邪给了你们什么好处 只是 你们以为 你们会是我的对手 楚铁图眸子里惨绿色的鬼火闪烁 他一声长啸 三十几个楚氏将领皮肤下一道道惨白色的诡秘符纹随风飘散 他们的气息骤然飙升 起初楚铁图只是天师初阶的气息 但是短短几个呼吸间 他的气息迅速飙升到了天尊巅峰境 三十几个楚氏将领中 气息和他相当的人赫然有七八人之重 其他人也全都是天尊高阶的水准 阴幽幽下意识的提起了全身气息 滔天鬼气翻滚而出 他半步圣镜的气息犹如一座大山 蛮横无比的向楚铁图等人连为一体的气息碾压了过去 好强 楚天皱起眉头向阴幽幽等人看了一眼 他正好看到 楚铁图 阴幽幽等人的身边突然有一抹淡淡的紫光闪过 一股恐怖的空间波动翻滚而出 就听咔咔声不绝于耳 楚铁图等人身上的重甲寸寸碎裂 他们的骨骼被碾得粉碎 一个个大口吐血倒在了地上 身躯娇小的阴幽幽更是惨嚎一声 恐怖的空间波动将她的身体揉成了一个小小的肉球 然后猛的拉长开 阴幽幽一口白声声寒气逼人的鬼血吐出 整个面孔白得几乎透明 同样躺在地上再也难以动弹 原来如此 楚天呵呵笑了起来 紫霄声的那枚大挪移服还是蛮可靠的 这些被挪移过来的人 他们果然对楚天造成不了太大的威胁 这 楚协犹如见鬼一样转过身 看着漠然倒地重伤的一行人 不要提起太强的气息 楚天立刻警告楚协 起码 不要让你的气息超过我 不然 他们就是榜样 楚协呆呆的看了楚天许久 突然苦笑起来 好大的坑 你是怎么 把我们弄到这里来的 这里是什么地方 距离盖州有多远 楚天无奈的摇了摇头 长叹了一声 一位朋友 送了我一枚奇怪的福禄 幽赤鬼王要灭杀我 所以这福禄自行发动 就把我们送来了这里 那福禄应该有一部分力量隐藏在你们体内 如果你们和我敌对 而且力量超过我 对我有致命的威胁 你们就会这样 楚天指了指躺在地上动弹 不得楚铁图和阴幽幽等人 至于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怎么知道 楚天无奈的摊开双手 不过 楚少主 我们似乎不应该敌对 在这里 我们还是想办法 怎么探明这里的情况 怎么想办法回去大劲吧 隐隐有飓风呼啸声传来 盈秀儿被苍龙脱鞘图包裹着 架起一道狂风狼狈的从树林中冲了出来 大日千军和大夜破军黑黑音笑着在盈秀儿身后紧追不舍 猛步钉冲出了树林 来到了沙滩上 见到楚天 楚邪等人 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同时提起了体内灵力 肆无忌惮地释放出了全部的力量 半步盛境的恐怖灵力波动席卷方圆百里的山林 淡淡的紫色光芒闪过 两道恐怖的空间波动席卷而来 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惨嚎一声 两人骨骼近被碾碎 体内经络也多受损 气息骤然降落了两个大品阶 大口大口地吐着血倒在了地上 又是两个 楚邪颇为无奈地看着两个倒霉蛋 突然他兴致勃勃地拔出长剑 向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走去 灵道道种 浑身是宝啊 不要怪少爷我下手狠 下 谁让你们命不好 正好碰到我了呢 楚天没有制止 楚邪走到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身边 随手一剑将两人头颅斩下 长剑再次贯穿了他们的眉心 将他们的头颅扎了个对穿 楚档头 一笔血不出两个出来 在这破地方 咱们临时组队如何 楚邪笑得极其灿烂 大家相互扶持走出这鬼地方 一切事情 等回到了大剑再说 楚天看了看满脸是笑的楚邪 缓缓点头笑道 好 楚邪顿时眉开眼笑地蹲了下去 两只手在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的尸体上忙碌着摸索起来 第110章孤独的岛屿 你 幽千寻猛地抬起头 万分震惊地看着楚邪 你怎敢 杀了他们 楚邪蹲在大日千军和大夜破军的尸体旁 双手在他们身上乱摸 回头向幽千寻古怪一笑 老家伙们自己说的 这次的试炼 是要验一验咱们这些道种的橙色 生死不论 拎着大日千军死不明目的头颅晃了晃 楚邪慢悠悠地说道 我的橙色比他们好 所以我活 他们死 这不就是那些老家伙想要看到的 风景了 幽千寻嘴唇微微如动 死死盯着楚邪 却不敢再开口 被空间拨动打成重伤 浑身骨头碎裂不成形的阴悠悠艰难地抬起头向这边看了一眼 他冷声道 楚邪 我真没想到 原来你有这么大的胆子 你给了他们多少好处 让他们敢对我拔刀 楚邪笑了笑 没有回答 他小心翼翼地撕开大日千军的袖子 露出了他手臂上两枚淡金色 半透明的华美护臂 造型精致 线条流畅而优雅 通体美轮美奂的护臂上 密密麻麻地插着数百片精巧绝伦的金色葫芦 这些葫芦流光溢彩 散发出强大的灵力波动 但是好几枚葫芦上都蒙着一层淡淡的紫气 葫芦剧烈地震荡着 但是在紫气的压制下 这些葫芦没有能够爆发出应有的威能 这是什么 楚天走到了楚邪身边 灵道擅长铸造 丹药 葫芦 阵法 一应杂学无不精通 作为灵道道种 随身携带数百枚威力强劲的攻击葫芦和防御葫芦 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楚邪难难道 就是 刚刚的紫光好生可怕 他们身上的防御葫芦已经自行激发了 却根本没能发挥出半点而作用 所以我才这么轻松杀死他们 抬起头来 楚邪目光古怪的看着楚天 楚档头 送你那枚葫芦 将咱们送到这个鬼地方的朋友 一定非常了不起 你看 你看 这是一枚九龙拱天服 是我所知道的 灵道最强的防御葫芦 可抵挡圣境大能全力一击 楚邪指了指一枚内部有九条小小龙影闪烁的金色葫芦 低沉的说道 而且金色品质的九龙拱天服 我也从未见过 我只见过品质略差一等的银色品质的货色 可是没个鸟用啊 这些葫芦已经被激发 却全都被镇压了下来 我杀他们犹如杀鸡 楚邪手脚麻利的将大日千军护壁上附着的葫芦刮了个干干净净 随手分成了两小堆 将其中一堆丢给了楚天 见者有份 但是这护壁 却是不能留在身边的 楚邪冷笑道 这些葫芦 还能说是我们重金购买的 但是这两只护壁 肯定是大日千军家传的宝贝 留在身上 太昭仇恨 虽然舍不得 也只能丢弃了 楚天收起了那些功效不明的俘虏 举起青椒剑 重重的刺进了大日千军的心口 青椒剑高声阵鸣 大日千军背后突然有一对白色羽翼和一对流光溢彩的白色光溢喷出 青椒剑光芒流转 大日千军身后的羽翼和光溢同时变得光芒暗淡 一片片羽毛不断脱落 他的身体也变得枯萎塌缩 短短几个呼吸后 大日千军化为一堆灰尘随风飘散 沙地上 就留下了两只护壁和一只精美绝伦的金色手镯 这时 楚邪看向楚天的眼神都变了 他喃喃道 你把他给 吃了 一族是我等围牲畜 将我等当作血迹祭品 那我是一族围猪狗 不对吗 楚天沟通了炼天炉 他掌心一道紫火喷出 他一掌按在了两只金色护壁上 紫火熊熊 两只金色护壁发出一声悲戚的哀鸣 在紫火中只是微微挣扎了击下 无数细细的符纹流光从护壁中喷出 也就是三五个呼吸的时间 金色护壁就变成了两团拳头大小的金色之叶 通体流光溢彩 有一层阴晕的金色光辖环绕其上 青椒剑铿锵鸿鸣 楚天感受到了他破不及待的渴望之意 就将两团金色之叶放在了青椒剑上 就听痴痴声响 两团金色之叶散发出强大的灵力波动 被青椒剑弹指尖吞得干干净净 青椒剑的剑锋上两条极细的金光一闪而过 楚天只觉剑身骤然又沉重了些许 但是随手挥动的时候 青椒剑划过空气的感觉却又变得越发的清零 这镯子是怎么回事 你先看着 抓起那金色手镯递给了目瞪口呆的楚鞋 楚天走到大叶破军身边 同样一剑刺穿了他的心口 在幽千寻 阴幽幽惊恐的目光中 大叶破军同样化为一滩灰尘随风飘散 楚天身上的气息又在一节一节的不断增强 幽千寻咬着牙丝声道 就是这柄魔剑 它 它 它居然连幽鬼祭坛的本源之力都能吞噬 这剑 这剑 幽千寻万分贪婪的盯着青椒剑 完全忘记了此刻自身的处境 豺狼吃人 人也能吃豺狼 楚天回过头来 向幽千寻呲牙一笑 白生生的牙齿衬着红润的嘴唇 吓得幽千寻下意识的向后一缩 我这个人 最讲公平不过 你们拿我们当祭品 我就拿你们当修炼的材料 你说 我会不会晚上于心不安而做噩梦呢 幽千寻哆嗦着不吭声 楚天会不会做噩梦他不知道 但是他快要被楚天吓得做噩梦了 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 灵道的两大道种 而且在炼气 俘虏方面有天才之称的灵道俊艳 就这么当着他的面化为了两团灰烬 幽千寻死死的闭上嘴 竭尽全力的收缩身体 力求不让楚天和楚邪注意到自己 他生平第一次惊恐的发现 他的出身 他的家世 这一切曾经让他沾沾自喜 目中无人的外物 此刻根本帮不了他 他就是砧板上的朱阳 任凭人宰割 楚邪敢肆无忌惮的杀死灵道的两大道种 他自然不介意顺手将他抹杀了 楚天敢当众吞噬灵道两大道种的精气神 那么 多吞噬他幽千寻的本命鬼气又算什么 嗡嗡声中 大夜破军化为灰烬后 地上同样留下了一只通体漆黑的手镯 以及一张强弩 一柄重刀 这是灵道的纳镯 楚邪把玩着一斤一黑两只精美绝伦的镯子 笑呵呵的说道 这可是好宝贝 极难得的好宝贝 这种品级的纳镯 是外人花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 口中念诵着奇异的咒语 楚邪食指喷出森森鬼气 十条灰白色的鬼气狠狠击打在两只镯子上 大片符纹在镯子上亮起 伴随着刺耳的鬼笑声 两只纳镯剧烈的震荡起来 嗯 主人都成了死鬼 居然还有这么强的灵魂烙印落下 只是 看我的是魂鬼物 楚邪冷笑一声 大片阴气冲天的鬼物从他掌心喷出 将两枚纳镯裹在了里面 你 修炼了鬼道秘法 楚天站在楚邪身边 右手五指轻弹 青椒剑犹如一只灵巧的炸猛 在楚天的五指上灵动的蹦跋着 不时发出欢快的剑鸣声 不休怎么行 我可是鬼道道种 楚邪歪着脑袋看着楚天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我还和阴悠悠结了娃娃心 你能明白这种酸楚吗 我喜欢浑身热乎乎的妹子 可不喜欢全身冷冰冰的女鬼 楚天不再吭声 他若有所思的看了一眼阴悠悠 又回头看了看蜷缩在沙地上一声不吭的幽谦巡 不如 楚天握住了青椒剑饼 不行 楚邪抓起两枚纳镯 用力的一挥 大片霞光从纳镯中喷出 存放在两枚纳镯中的珠般物件犹如暴雨一样洒了出来 我敢杀灵道的人 是因为就算我做的事情被发现了 也有鬼道的老鬼们保我 如果我今天做的事 真的被发现了 我可以很直白的告诉灵道的老家伙们 人就是我杀的 鬼道的那些老鬼只会对我大家赏赐 但如果他们死了 鬼道有很多老鬼本来就对我以人身成为鬼道道种而不满 他们死了 我就说不清楚了 就算有阴鬼母护着我 我也会很倒霉 很倒霉 很倒霉 楚邪把玩着两枚纳镯 重重的叹了一口气 还是不能留在手上 太昭仇恨了 而且这纳镯上面肯定有灵道老鬼留下的定位秘书 不能留 还是毁了吧 楚天掌心一团子火涌出 不动声色间将两枚纳镯烧成了枝叶 同样任凭青椒剑将其吞噬一空 随你 这两个鬼女人 你若是执意要保 楚天慢悠悠的说道 虎爹是个粗人 但是他有些话说的也有点道理 如果想要让女人帮你保守秘密 要么杀了她 要么干了她 你 自己决定吧 用力拍了拍楚邪的肩膀 楚天看向了沙滩上堆积如山的猪般稀奇古怪的物件 数百件稀奇古怪的灵道灵兵 数千瓶零零散散的猪斑丹药 数万件不知用途的奇异俘虏 还有用各种玉盒 玉侠仔细封存的各色灵药 更有大量提炼好的珍贵金属材料 好些东西楚天根本不认识 这些东西根本在人道世界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但是有一样东西 楚天却是看得眼热 大日千军和大夜破军的纳酌中 居然有超过五千万枚切割成标准拳头大小的灵晶 其中好些灵晶通体剔透 外有云烟缭绕 分明是品质超出标准灵晶一大截的高级灵晶 灵道 在阵法一道上造诣极深 六道生灵中 灵道的阵法当之无愧的最强 几乎已知的所有阵法宗师 都是灵道之人 楚邪也一脸呆滞的看着大堆大堆的灵晶 这两个死鬼 他们带了这么多灵晶 他们是准备干什么 布置什么超大型的阵法 准备一击破灭一周之地吗 楚天摇了摇头 他大手一挥 一道紫光从他掌心喷出 沙滩上一半左右的物件全都被他收进了炼天炉内巨大的空间中 他淡然道 见者分一半 这话是你说的 这两个鬼女人 交给你看手 可千万不要闹出麻烦来 否则不要怪我下手无情 冷冷的瞅了幽千寻一眼 楚天冷笑道 幽千寻 我突然想起来了 你果然不能死 等回到大晋 我正好用你来控制天鬼骄的那群疯狗 幽千寻咧嘴悠悠一笑 忍着痛向楚天抛了个媚眼 楚公子 既然如此 不如 楚天哈的一声笑 一脚飞起 重重的踹在了幽千寻的面门上 将他踢的飞出去了十几丈远 突兀出手 而且下手如此狠辣无情 楚协都吓得一个哆嗦 忙不迭的退后了好几步 他轻轻的咳嗽了一声 轻笑道 幽千寻 这位楚荡头可没有我这么怜香惜玉 你可千万别惹火了他 我看得出来 你弄火了他 他真会杀你的 古怪的笑了笑 楚鞋卷起袖子 露出手腕上一枚淡银色的纳灼轻轻一挥 一道狂风平地而起 沙滩上另外的一半珍贵之物快速消失 被他装进了纳灼中 一刻钟后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风雷激荡声 阿雀化为风雷玄鹰本体冲天而起 瞬息间冲到了离地三万丈的高空 向着四面八方张望起来 游目四顾 蔚蓝色的海面上 只有这么一座孤零零的岛屿 被银白色沙滩环绕的岛屿面积极大 阿雀能够一眼看出上万里地 却也只能勉强看到岛屿其他三个方向的边缘轮廓 远处的海面上 隐隐可见巨精细水 有巨琴翱翔 再往远处望去 就看到一片蔚蓝色的天和海帘在了一起 隐隐有珠般奇异的光芒在那天水之间闪烁不定 一道白光在岛屿上纵横穿梭 能够破空瞬移的虎大力大声嘶吼着 用最快的速度搜寻整个岛屿 山林中不时传来低沉的售吼声 虎大力突然一声大吼 砰得一声巨响 他双手搂着一条魁梧的 浑身是血的人影凭空出现在沙滩上 浑身骨骼尽成粉碎的虎啸天气喘吁吁的躺在地上 他低沉的咆哮着 怒声谩骂着 刚刚虎啸天在山林中碰到了一头肉体极其强横的巨兽 他刚刚鼓荡妖力想要击杀巨兽 一道紫光涌出 虎啸天就和阴悠悠 大日千军 大夜破军一样被碾成了重伤 如果不是虎大力凑巧赶到 将他一把拎了出来 虎啸天已经成了巨兽的口中石 风雷声隐隐 阿雀从高空降落 他走到楚天身边 沉声说道 天哥 这是一座孤岛 另外三个方向我只能勉强看到岛屿的边缘 距离我们这里起码有两三万里远 但是我们这个方向一直向深海 隐隐有一些奇异的景象 要我过去探望探望吗 楚天沉默了一会儿 他看看站在一旁一声不吭的营秀儿 再看看骨骼尽碎倒在地上的一行妖 鬼 轻轻的摇了摇头 快天黑了 先找个地方休息吧 不急于一时 谁知道我们被丢出了多远 做好万全的准备 再说 还有更有时间 我战 Michaels 放过一个蜘蛇